悬门天才孟星鸾是个恋爱卯 为爱人辱负重七年 某天终于清醒 周玉白 我们离婚吧 所有人都在看她的笑话 觉得她离了周玉白会过得七七惨惨七七 可事实上孟星鸾被豪门各家族争抢为做上宾 顶流影帝影后是她的迷弟迷妹 更有四个身份不凡的师兄弟 孟家悔不当初 踹了养女也要接她回家 前夫也一脸悔恨莫及地看着她 求她原谅她 孟星鸾依靠在心欢怀里 挑眉冷笑 现在的我 你们高攀不起 第一章 周玉白 我们离婚吧 孟大师 这是我男朋友的生辰八字 你帮我算算她现在在哪里 我已经半个月没联系上她了 北院街角的一家咖啡馆内 孟星鸾被一个打扮漂亮的女人 用祈求的目光盯着 换做平常 孟星鸾根本不可能会接这种寻常算命单的 可今日不同往日 唉 孟星鸾抛开杂念 根据女人提供的生辰八字 闭眼掐指一算 片刻后睁眼 出门左转五百米处的零度酒吧 二楼二一一包房 孟星鸾说出一串精准的地址 谢谢你孟大师 女人喜极而泣 领起包就要走 但是很快就又回头看着孟星鸾 孟大师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 她最讨厌我查她的行踪 跟你一起 我也能说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话落她怕孟星鸾不同意 又补了一句 我会加钱的 孟星鸾这才勉为其难 同意陪她去 她走在女人后边 边走边给丈夫发消息 你多久回国 我煲了你最爱喝的鸽子汤 和往常一样 消息发出去 就湿深大海 孟星鸾已经习惯了 自我安慰周玉白 只是太忙了 没看消息 况且国外跟国内 还有时差呢 五百米的路程 两人只用了短短六分钟的时间 女人因为心系男友 到了酒吧 就直奔二一一包厢 跟在后面的孟星鸾 则慢悠悠地走着 零度酒吧在海城 可以排得上诺 一 能来这里玩的都非富即贵 孟星鸾不是第一次来酒吧 婚前都是跟朋友 瞒着周玉白偷偷来 不过等结了婚 以后就不来了 用网上的话来说 就是守女德 该给的信任 她都给了周玉白 即便她从未带自己 出席过公开活动 也不每天回家 甚至在外面飞闻满天飞 孟星鸾都没有动用 自己的本事去测算她 孟星鸾觉得 爱她就要信任她 再说了 周玉白也不是那种 会出轨的男人 正想着 目光却突然落在一处 209包厢的门扮演着 从她所站的这个位置 正好可以看见 半个包厢的陈设 里面有个她非常熟的面孔 她名义上的丈夫 周玉白 孟星鸾的手 已经搭在了门把手上 正欲进去 却因突然出现的 女生顿了脚步 只见她坐到了周玉白怀里 姿态轻易地举起酒杯 然后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和青年喝了胶杯酒 轰的一下 眼前的一幕 让孟星鸾大脑 瞬间一片空白 手指不住地在颤抖 为什么 周玉白没拒绝 明明知道她讨厌孟听鸟 可为什么还要瞒着她 偷偷见面 甚至还做了这么亲密的事 孟星鸾苍白着一张脸 双手紧钻 目光死死地盯着里面 胸口就像是 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透不过气 姚姚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要我说啊 当初该走的 应该是那孟星鸾 她是孟家真千金又如何 前十五年在大山里长大 跟圈子里的同龄人比 已经输在了气跑线上 当初还甜不知耻的 要嫁给白哥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 白哥 你这次亲自出国 把姚姚接回来 是不是要跟孟星鸾离婚了呀 趁早离了吧 我知道当初你为什么同意 和孟星鸾结婚 不就是怕她在孟家 会欺负姚姚吗 现在姚姚变厉害了 白哥倒也不用这么委屈求全了 做兄弟的把话 都说得这么直白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周玉白身上 等着她的表态 青年五官冷俊 眉眼深邃 西装外套脱了挂在一边 只穿着那搭的白衬衣 袖口挽了一截上去 握着空酒杯 面对提问 她好看的眉头皱了一下 旋即便说 我已经让律师拟了离婚协议 男人的嗓音低沉 宛若大提琴 但听在孟星鸾耳中 却犹如来自地狱的审判 离婚 周玉白说要和她离婚 得到这个结论 孟星鸾脑袋发晕 此刻犹如被人泼了冷水似的 从头到脚冷得刺骨 她结婚都是为了保护孟听瑶 五年懵懂的暗恋 外加两年的婚姻 在此时就像是一个笑话 孟星鸾突然就明白了 半个月前 她感染了甲瘤 浑身上下难受的 像是快要死掉似的 她想让周玉白回来照顾她 可电话打了十几个都没人接 第二天倒是打通了 但是接电话的 却是周玉白的助理 她说周总去国外出差了 具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现在看来 周玉白哪里是去出差 明明就是去接孟听瑶了 心脏一阵抽痛 窒息感遍布全身 所有人都知道周玉白取她的理由 只有她不知道 她就像是个小丑 难怪当初师傅 在得知她要和周玉白结婚的时候 说周玉白不是她的良配了 刺骨的寒意席卷了全身 孟星鸾突然就觉得好累 不想再坚持下去了 但至少也要体面地 给她这段初恋画上句号 孟星鸾重新收拾好情绪 忍着钻心的伤痛 默然推门而入 你 突然闯入的人 让其中一个公子哥有些不快 正要谩骂 却在看清对方的脸时 硬生生地止住了 孟星鸾 随着话音落下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 都抬眼看向了门口的方向 包厢里的灯光不算明亮 女人漂亮的半边脸 显得有些灰暗 她脊背挺直 目光却只落在周玉白身上 青年眼中的亚异一闪而过 但很快便又恢复沉寂 倒是她怀里的孟听瑶 慌乱了一瞬 姐姐 你听我跟你解释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的 是卫哥他们知道 我要回来办的接风洗尘宴 女生娇俏 又带着一丝急切 似乎是真的担心孟星鸾误会了 孟星鸾却只觉得过躁 太阳穴突突地跳着 疼痛难忍 她抬手揉了几下 苍白着一张脸 艰难开口 周玉白 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她在给周玉白最后一次机会 可对方只冷着一张脸说 你跟踪我 尊严和一颗星 瞬间摔得稀巴烂 孟星鸾突然笑了 她强忍住落泪的冲动 哑着嗓子说 周玉白 我们离婚吧 第二张 孟星鸾你 怎么这么恶毒 八个字轻飘飘的 但却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听清 孟星鸾要跟周玉白离婚了 并且 还是女方主动提出来的 这可是新鲜事啊 他们感受不到孟星鸾此刻的绝望与痛苦 有的只是幸灾乐祸看戏的表情 当事人同仁忧深 抿着薄唇 冷冷地看着孟星鸾 而坐在他身边的孟听瑶 心里则乐开了花 面上却不显 反而露出自责的表情来 他猜孟星鸾刚才肯定是看见了 自己和周玉白喝娇杯酒的场面 姐姐 你误会了 我跟玉白哥哥是清白的 今天我们一起从国外回来 只是恰巧碰见了 如果你不想看见我 我现在就走 孟听瑶长着一张初恋脸 眉心皱着 水汪汪的眼睛阴晕出了一层雾气 我见游脸 孟星鸾觉得头更痛了 他竭力让自己维持着最后的体面 掐着掌心看向孟听瑶 唇边扯出一抹嘲讽的弧度 那可真挺巧的 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 我还真不想看见你 冷漠的语调 蔑视的眼神 成功引起了其他人的怒气 孟听瑶被他们护在身后 孟星鸾 瑶瑶是我带过来的 要说不想见谁 我们最不想见的 就是你 都是因为你瑶瑶 才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国两年 我看当初就该你离开 瑶瑶你别怕 今天我们给你撑瑶 而且还有白鸽在 他孟星鸾不敢做什么的 几人都在指责孟星鸾 就连安静了很久的周玉白 也对他说 别闹了孟星鸾 给瑶瑶道歉 别闹了 哈 孟星鸾整个人如坠深渊 冷得发抖 别人不站在他这边 他觉得无所谓 可最爱的人 也站在他的对立面 当真是把他的一颗真心 踩在泥潭里 分文不值 孟星鸾觉得自己真可怜 他垂眸脸去眼底的一抹痛色 在抬头时 已然换成了一副 机翘的表情 女人的目光 穿过孟星鸾前面的青年 准确落在了 他那张楚楚可怜的脸上 道歉 不应该是你孟星鸾 跟我道歉吗 打着我欺负你的名义 偷偷跑出国打掉孩子 你就没什么 要跟他们说的 我可是背了一口黑锅啊 孟星鸾的语调极其平淡 但每一个字 都像是石头似的 砸在了他们心上 刚刚孟星鸾说什么 说孟星鸾出国 是为了打胎 这是什么天方夜谭 有人气急了 直接手指着孟星鸾 满脸厌恶的吼道 你少在那胡说八道 瑶瑶怎么可能会怀孕 她连男朋友都没有 怀孕跟有没有对象冲突吗 孟星鸾对了回去 从孟听瑶脖子间的那双小手上 收回目光 转而落在了灵彻手 指着她的那根食指上 手不需要 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没人在乎孟星鸾的这句话 因为孟听瑶哭了 她哭得梨花带雨 但又装作一副坚强的样子 她红着一双眼睛看着孟星鸾 姐姐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是你不能这么回我清白啊 我知道你是爸爸妈妈 他们真正的女儿 我没有想抢过你什么 我本来这次走了 都不准备回来了 可爸爸妈妈一死相逼 我才不得不回来 孟听瑶试图说出其他事情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明明她怀孕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 就连好朋友好闺蜜 她都瞒着没说 为什么孟星鸾知道 孟听瑶害怕得在发抖 眼泪落得更快更凶了 场面一度变得混乱起来 够了 周玉白周深的气温降到了零度 狭长漆黑的眼不满寒霜 她看着咄咄逼人 伶牙俐齿的孟星鸾 觉得十分陌生 仿佛从不认识她一样 孟星鸾 瑶瑶是你妹妹 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 要是传出去 她可就毁了 青年低沉的嗓音 充满了对女人的指责 心还是疼 可已经麻木了 她不过只是 说了句事实 周玉白就这般维护着孟听瑶 就在那一瞬间 孟星鸾心中那个 会为她说话的白月光死了 她嘀嘀地笑出声 满眼讽刺 周玉白看着这样的孟星鸾 没来由的一阵心闷 不等她仔细想其中的缘由 又有人开口讨骂孟星鸾了 我就没见过 你这么恶毒的人 实话告诉你吧 当年要不是瑶瑶主动离开 周太太的位置 还轮不到你来坐 现在瑶瑶回来了 你也该物归原主了 郭躁 实在是郭躁 为了当好周太太 现在搞的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在她头上拉屎了 孟星鸾眼底的戾气 一闪而过 我恶毒 我恐怕不及你万分之一啊 仗着家里有钱 抢占别人的入学名额 还带人将对方打得半死 最后扔进海里喂鱼 甚至还抢了她妹妹 至于我占了孟厅瑶周太太的位置 你问问她 当年她敢嫁吗 敢让周玉白喜当爹吗 孟星鸾冷嘲热讽的一席话 成功让两人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为什么孟星鸾 会知道这么隐秘的事情 林彻下出了一身冷汗 明明这些事 她老爹都解决了 做得滴水不漏 可现在却被人放在明面上说了出来 这让她怎么不害怕 她恶毒的目光 直直地射向孟星鸾 恼羞成怒 占据了她的整个大脑 林彻下意识地走上前 仰起手 就要朝着孟星鸾的脸扇去 周玉白来不及阻止 可预料当中的巴掌声并未响起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沉闷的摔跤声 林彻正愣地躺在地上 呆呆地盯着天花板 事情就发生在一念之间 他们甚至都还没看清楚 孟星鸾是怎么出的守灵彻 就已经躺在地上了 周玉白从未带她去见她的朋友 即便他们对她出言不逊 青年也没有要阻止的意思 以前她是因为爱周玉白 才会一忍再忍 可现在不爱了 凭什么要忍 灵彻哥哥 回过神来的孟听瑶惊呼了一声 声音哽咽 姐姐 灵彻哥哥跟你无冤无仇 你 你别说话了 我嫌恶心 孟星鸾眼中对孟听瑶的厌恶 都快溢出来了 她已经预料到了 周玉白又会冷着一张脸 让她道歉 突然一阵疲惫感席卷全身 此时 周玉白的眉头紧锁 郑玉说话 就被孟星鸾打断 周玉白 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明正局见 第三正 你自由了 周先生 孟星鸾离开了零度酒吧 强撑着的意志 在此刻终于尽数崩塌 心被伤得千疮百孔 夜色渐浓 晚风拂过 女人周身都被孤己营绕 她自嘲似的勾起唇角 不等她自哀自怨 身后便传来高跟鞋落地的清脆声 孟大师 你等等我啊 别走那么快 女生幽怨夹杂着粗喘 孟星鸾闻声停下脚步 江淼淼终于追上她了 她半弯着腰开始喘气 等缓过来后才直起身体 江淼淼双眼通红 明显是大哭了一场 知晓实情的孟星鸾 眼中连一丝波澜都没起 毕竟在算渣男 在哪的时候 她就已经知道 这段感情会以对方出轨结束 孟大师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出轨了呀 说着说着 江淼淼的眼睛里 又开始阴晕起了一层雾气 她长着一张娃娃脸 画着与自身不服的妆容 倒显得十分另类 即便穿着高跟鞋 站在孟星鸾面前 也依旧矮了半个头 孟星鸾没说话 江淼淼却毫无形象地大哭起来 哭声致使路过的行人 纷纷朝着他们所站的位置看来 孟星鸾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江淼淼把人带到了海城 另外一个酒吧里 点了一桌子的酒 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闷头就喝 一边喝还一边掉眼泪 甚至还不忘给孟星鸾倒酒 她喝得满脸通红醉醺醺的 声音哽咽 我跟她在一起五年了 她是豪门家里的独生子 她父母都看不上我 觉得我配不上他们儿子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她 受了委屈我也不说 我以为她会爱上我的 可是她居然出轨了 说完 江淼淼仰头又喝完了一杯 又哭又笑 孟星鸾手中的酒杯已经空了 思绪复杂 随口一问 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吗 江淼淼打了个酒鸽 我不想再死缠烂打 试图挽回她了 我要回家继承家业 当一个她高攀不起的富婆 孟大师 我偷偷告诉你啊 我爸在京城 有好多好多房子 存款有好多好多个领 孟星鸾 虽然她跟江淼淼 有着神似的经历 但是这一点却不能感同身受 对方失恋回家 还有家业可以继承 但她呢 离婚后 孟星鸾面无表情的给自己灌了几杯酒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两人一直喝到了后半夜 江淼淼喝得烂醉如泥 站都站不起来 哭累了 已经睡过去了 孟星鸾还好 除了头有点晕外 再没其他不是 她看着毫无形象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的江淼淼一阵无言 最终还是大发慈悲地带着她 一起去住酒店了 等到了酒店 看着醒过来闹腾发酒疯的女人 孟星鸾决定 明天让江淼淼加钱 一直折腾到了凌晨六点 孟星鸾决定浅咪一会儿就起床收拾去明镇局离婚 可刚闭眼几分钟 手机就疯狂地震动起来 来电备注显示 是周玉白 经过今晚的真心践踏 现在的孟星鸾已经心如死灰了 她面无波澜地走到一边接听 不等她说话 对面就噼里啪啦地疯狂输出 质问 孟星鸾 邻车的手被人打断了 是不是你做的 瑶瑶一回家就浑身不舒服 现在高烧不行 孟星鸾 你怎么这么恶毒 一字一句 就像是历刃似的 搁在孟星鸾身上 她滴滴地笑出了声 等笑够了才开口说 周玉白 有时候我都在怀疑 你是不是找人在我身上下了酱头 让我在你身上犯了七年剑 我如果有那么大的能耐 何不直接杀了他们解气 你怎么不去问他们 做了什么亏心事 孟星鸾嘲讽冷漠的声音 听得周玉白很不适滋味 下一秒 孟星鸾又说 早上八点 明正局离婚别忘了 听着嘟嘟的挂断音 男人面色慧暗阴沉 这是孟星鸾第一次主动挂他的电话 周玉白烦躁的彻夜未眠 守在孟听瑶的床边 等到了时间才离开 今天是个艳阳天 孟星鸾准时等在了明正局外面 出色漂亮的皮囊 引得过路人 纷纷侧头注视 他仿若未见 五分钟后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稳稳地停在了明正局外面 周玉白从车上下来 穿着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 身形修长 眉目冷峻 他一眼就看见了 人群里最瞩目的孟星鸾 两人相对无言 一前一后地进了明正局 排在了离婚队伍里面 在快要轮到他们的时候 男人突然说 孟星鸾 你想清楚了吗 当初逼着我娶你的人是你 现在要离婚的也是你 把婚姻大儿戏 是你耍人的把戏 周玉白目光深沉 带着令人不快的质问 当初他和孟天瑶两情相悦 都快要修成正果了 却被孟星鸾横插一脚 不得不分开 老爷子硬是以死相逼 让他娶孟星鸾 最终他妥协了 周玉白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也是受害者 要不你去问问你的宝贝瑶瑶 算了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 你让律师你的离婚协议可以停止了 今天就能拿到离婚证 要那个也毫无意义 孟星鸾说完 刚好排到了他们 工作人员检查完两人的证件 照理询问 两位都想好了吗 张一盖 离婚就生效了 孟星鸾没有任何犹豫地点头 周玉白则沉着一张俊脸 看向孟星鸾 最终也点了头 手落 张显 今天是孟星鸾22岁的生日 同时也是他和周玉白的离婚日 看着手中的离婚证 心中除了酸涩 更多的还是释怀 两人走出民政局 孟星鸾突然转身对周玉白说 你自由了 周先生 他七年的暗恋 就此落幕 从此和周玉白瞧归瞧 路归路 周玉白谋色忧深地和孟星鸾对视 有那么一瞬间 他感到一阵烦闷 女人已经到了阶梯下 像是想到了什么事的 又回头 周玉白以为孟星鸾反悔了 却不料对方盯着他 认真的说 好歹夫妻一场 你今天回家绕着复兴高架走 可破血光之灾 周玉白 这又是吸引人的新把戏 他皱眉 一双眼冰冷锐利 孟星鸾 第四章 你下了一个叫周玉白的蛋 名字刚喊出 女人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街拐角 仿佛她是什么洪水猛兽似的 孟星鸾找了家便利店坐着 他看了眼手机里的余额 暂时不足以支撑他 找到新房子 七年的时间 他一门心思 全扑在周玉白身上 即便身上挣了点钱 也全都给他买了礼物 果然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孟星鸾面无表情地 看着手机里的天价房源 正想着 要不要找个大单 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 孟大师 你现在在哪里 昨天晚上 我给你添麻烦了 你说个地址 我现在来找你 孟星鸾报了一串地址 十五分钟后 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的江淼淼 站在了孟星鸾面前 他热得冒汗 隔前的几缕 碎发都汗晶晶的 孟大师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呀 还好我机灵存了你电话 江淼淼猛灌了半瓶矿泉水 才缓过气来 眼神略带抱怨 孟星鸾挑眉 正欲说话 江淼淼又凑了上来 他眼尖地看见了 孟星鸾手机上的房源信息 大师 你要找房啊 你问我啊 我老爹在海上有几套房呢 等江淼淼拿出手机 点开一个文件后 孟星鸾陷入了沉思 文件一共有五十页 每一页对应一套房 且地段都很繁华 第一次见到 这么无意识炫富欠奏的人 那能叫几套吗 孟星鸾又想到自己 继承到的破旧道观 忍不住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他开始看江淼淼家的房源 看到最后 也只有一套符合他的全部要求 细白的手一指 就这个吧 江淼淼现在就要带他去看房 但都坐上出租车了 孟星鸾看了眼手机 突然说 下次吧 临时有点急事 江淼淼虽然遗憾 但是也表示理解 那我们下次再约 不过大师 你要是不想住酒店的话 今天你就可以直接过去住 房子很干净的 我不要你钱 孟星鸾降门一关 目送着出租车远去 星号 周家老宅 位于海城的边郊 孟星鸾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他轻车熟路地进了别墅 孟小姐 你怎么来了 正在擦拭茶几的庸人 一见到孟星鸾 立刻惊呼出声 只是那眼睛里充满了不屑 周家上上下下都知道 周玉白不喜欢孟星鸾 是孟星鸾倒贴者要嫁过来的 再加上有周大小姐和周母 名利案里的嘲讽 这就导致了他们这些庸人 也都看不起孟星鸾 长得好看 有什么用 还不是照样拴不住男人 庸人在心里呸了一声 孟星鸾冷眼扫了他一眼 周家什么时候用得着 跟哈巴狗知回了 孟小姐 你怎么骂人呢 庸人瞪圆了一双眼睛 怒火焚身 插着腰 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势 虽然我是庸人 但是我也得夫人赏识 倒是孟小姐你 嫁过来两年了 和大少爷同房过吗 拴不住男人 就拿我们这些庸人出气 庸人骂骂咧咧的不停巴巴 孟星鸾眸中的神色越来越冷 机翘地勾起唇角 不仅是对周家 雍人都敢站在他头上 撒泼打滚了 雍人还在骂 就在孟星鸾思索 怎么教训他的时候 一道声音横空响起 吵什么吵 周母在女儿周偏然的搀扶下 缓缓走下楼梯 夫人穿着素色的旗袍 雍容华贵 一双眼睛锐利而严肃 雍人立刻闭了嘴 像是见到了主星骨式的 恭敬地说 夫人 是孟小姐来了 嫁来周家两年 她连周太太的头衔都没一个 孟小姐这个称呼 就代表着整个周家 都将她排挤在外 无人承认 孟星鸾觉得自己可怜又可悲 周母冷冷地看了孟星鸾一眼 呵斥到都嫁过来两年了 还像小门小户一样 没规没矩 孟家真是娇了的好女儿 周偏然撇撇嘴 满眼嫌弃 帮腔道 孟星鸾 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 来老宅要打报告 既然嫁给了我哥 就要守规矩 孟星鸾听不下去了 她直言打断 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怎么不知道 老宅现在是你们做主 收起你们那套说辞 我跟周玉白已经离婚了 现在我是周爷爷 邀请过来的客人 话落 他刻意顿了一下 才继续说 这就是大家族的代客之道 还不如那些小门小户啊 女人漂亮的脸上 是毫不掩饰的嘲讽 在场的几人同时愣住 周玉白和孟星鸾离婚了 真的假的 周母上下 扫了孟星鸾几眼 最终目入厌恶 低河道 伶牙俐齿 不过离了也好 两年都下不出一个蛋来 周母看不上孟星鸾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像刚才那般恶毒的话 倒是头一次听见 孟星鸾不怒反笑 她眯了眯眼 嗓音散漫 我是人当然下不出蛋 倒是周夫人 你下了一个叫周玉白的蛋吗 放肆 周母背弃得脸色铁青 周偏然赶紧安抚她 接着转头恶狠狠地盯着孟星鸾 吼道 孟星鸾 你存心的是不是 你信不信 我让我哥回来教训你 本来还想着给你点离婚补偿 现在看来 就是拿去喂狗 也好过给你 如同施舍一般的语气 听得孟星鸾犯恶心 她的目光落在了周母 左手腕上的那串佛珠上 眸光微致 下一秒便说 周夫人 你这般看不起我 但却还带着我送你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 为你下见吗 周母自从丈夫过世以后 身体就一直不好 小病不断 需要常年吃药 可带了孟星鸾求来的佛珠 却健健康康的 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周母黑着一张脸 拽下佛珠 啪的一下甩在了地上 说怪也怪 佛珠手串一落地 珠子便四散着滚落 真以为我稀罕你这破珠子 要不是 看在玉白的面子上 早被我丢在了垃圾桶里 孟星鸾内心宛若一汪死坛 她看着周母 骤然衰败下来的气宇 轻扯唇角 无声地吐出两个字 蠢货 悬门天才亲自求来的佛珠 不比一般的佛珠 不仅能保人平安顺遂 健健康康 亦能让人延年益寿 长命百岁 坏了也好 孟星鸾无所谓地收回目光 懒得与他们浪费时间 正要给老爷子打电话 外面的大门就开了 一个穿着堂装的老人 在保镖的搀扶下走进来 软软是我请回来的 谁有意见 第五章 是周玉白梅这个福分 老爷子满头白发 布满皱纹的脸上 写满了沧桑 不怒自威 客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鸦雀无声 老人锐利的目光 一一扫过在场的人 最后落在了孟星鸾身上 眼神瞬间柔和了下来 孟丫头来了呀 不好意思 爷爷我刚才有点事耽搁了 快坐 小方你去七壶茶来 要用前段时间带回来的好茶叶 被点名的庸人浑身一个机灵 他看了一眼周母后 才忙不迭地去了厨房 周偏然咬着下唇 对于老爷子的偏心 十分有意见 爷爷 到底谁才是你孙女 孟星鸾不过就是个外人 要不是他用了肮脏手段 他哪里能进周家 面对孙女的出言不逊 老人立刻板起了脸 眼中夹杂着怒火 周偏然 我说过多少次了 星星是你嫂子要懂得尊重 你母亲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 一点家教都没有 文言 周偏然委屈地抓紧母亲的胳膊 此刻两人的脸色都极其难看 而悠然坐在一边的孟星鸾 则饶有欣慰地看着他们 周偏然气得脸红脖子粗 他瞪着孟星鸾反驳道 他才不是我嫂子 更何况孟星鸾现在已经和我哥离婚了 他就不应该再进这个家门 我们周家不是他这种野技能攀得上的 啪的一下 老爷子沉着一张脸 扇了周偏然一巴掌 他未说完的话 全部堵在了喉咙口 然然 周母紧张地喊了一声 周偏然捂着被打的左脸 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 泪水瞬间从眼眶滑落 他的亲爷爷 居然为了这个 外人打他 周老爷子连眼色都没变一下的 冷声下令 回房间把周家的家规手抄十遍 周家能有如今的辉煌全靠周老爷子 如今老了退居幕后了 仍旧让人感到惧怕 周偏然哭着跑上了楼 周母转身就要追上去 刚走几步就被老爷子叫住 徐雅 偏然现在不小了 如若出去也是这般口无遮拦 周家的脸还要不要了 这是最后一次 如若再有下次 只有我这把老骨头亲自教育了 周母脸色一白 神情复杂地低头硬了声势 看着贵妇离开的背影 周老爷子眼角的余光 扫到了地上散落的珠子 这些不会是你上次求来的佛珠吧 整个周家围有老爷子知晓 孟兴鸾是玄学师的事 孟兴鸾点头 这时 庸人正好端着茶壶过来 有老爷子在 他规规矩矩大气 不敢出一下的 他半蹲着给孟兴鸾沏茶 孟兴鸾有些好笑 周爷爷 这次我过来 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但是下次就不一定了 周家的庸人都敢随意辱骂客人 实在是令我刮目相看 庸人小方倒茶的手一抖 整个人都被恐惧笼罩了起来 周老爷子一下子明白过来 孟兴鸾话里的意思 脸色更凝沉了 小方立刻跪在地上不断磕头 对不起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顶撞了孟小姐 我不是有意的 求求孟小姐大人 有大量原谅我 小方将头刻的砰砰响 孟兴鸾不为所动 像这样的小喽啰 亲自出手 无疑是大财小用 周老爷子内心的愤怒 已经达到了巅峰 他吩咐保镖 将小方扔出去 老爷 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赶走我 小方被两个保镖 一左一右地抓住胳膊 往外拖 眼见和孟兴鸾求饶无果 索性破罐子破摔 听着他口中的乌言晦语 周老爷子的太阳穴 突突地跳 给我丢出去 等人被拖走后 客厅才归于平静 孟丫头 你别生气 孟兴鸾慢条思理地抿了口茶 垂眸 对一个将死之人 有什么好生气的 从进门开始 这个庸人周身 就被浓浓的死气缠绕 他命里有这一劫 躲不躲得过 都要看他本事 周老爷子愣了一下 转而问起他和周玉白的近况来 我和周玉白已经离婚了 空气静谧了一阵 周老爷子眉头紧皱 片刻后又舒缓开来 整个人都像是瞬间苍老了几岁 是我们周家对不住你 等玉白回来了 我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别人或许不知道孟兴鸾的厉害 但是他怎能不知道 孟兴鸾是玄学师 人长得漂亮又有实力 如若能跟他孙子成就良缘 那再好不过 可惜是周玉白没这个福分 老爷子重重地叹息了一口气 孟兴鸾从包里 逃出一张安睡符递给老人 一个月后我会再给你一张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孟兴鸾说着便要起身 老人连忙叫住他 孟丫头 我有个老朋友 最近遇上点事 回头我好好问问 确定了我再把联系方式推给你 孟兴鸾从周家离开 去市里的路上 他接到一通电话 原本目的地是酒店 却突然改了行程 等到了零度酒吧 孟兴鸾直奔二楼 他不知道的是 早在自己踏进这里的时候 就被一帮人盯上了 一楼卡座边 林彻手打着石膏 身边有美女喂着水果 他盯着楼梯口的方向 瞇了瞇眼 白哥 这孟兴鸾 不会又是来找你的吧 我就知道他贼心不死 林彻目录音质 对孟兴鸾厌恶恶到了极点 要我说啊 就应该直接给他一个了断 省得他 对你死缠烂打的 又有一个顽固子弟附和道 我觉得林彻说得对 孟兴鸾一个 从乡里来的乡巴佬 根本配不上白哥你 还好今天我们没去二楼包乡呀 听着两人的一唱一和 周玉白眉头紧皱 眼中是化不开的浓稠复杂 他将杯子里的酒喝净 默然起身 林彻 白哥你去哪 周玉白没说话 只朝着二楼走去 林彻和另一人对视了一眼 抱着看好戏的姿态 连忙跟上第六章 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孟兴鸾走到指定包间门口 推门进去的那一瞬间 两旁伴随着砰的几声 上空飘下来亮闪闪的装饰碎片 孟姐生日快乐 祝我孟姐永远十八 响亮清朗的声音乍然响起 包间的灯 从昏暗变得亮堂起来 卫衡捧着一束花 走到孟兴鸾面前 匹帅的脸上堆满笑意 包间还有几个生面孔 应当是卫衡在海城的朋友 孟兴鸾略微不适应了几秒 很快便勾唇蜿蜒眼 小横子有心了 他和周玉白结婚以后 很少和之前的朋友联系 卫衡便是其中之一 之前我也有心的好吗 孟姐你自己重色亲友不出来 家家堵在路上了 估计还有个十几二十分钟 孟兴鸾被簇拥着坐在中间 卫衡带来的朋友 都是第一次见他 手边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均是送到了他面前 孟姐 咱也不知道你喜欢啥 就随便买了个礼物 还望你不嫌弃 说话的人 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孟兴鸾看了一眼 包装盒上印着国内第一大奢侈品牌的logo 那真挺随便的 孟兴鸾在经历过姜淼淼的 无意识炫富以后 已经做到了心如止水 就在最后一个人送上礼物的时候 包间门被人毫无征兆地推开 家 卫衡刚喊出一个字 就立刻进了声 他面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但碍于孟兴鸾在场 又不得不憋了回去 声音僵硬 孟姐 周玉白来了 听到这个名字时 女人漫不经心地抬眼 姿态优雅散漫 他左右两边都做着卫衡的同性朋友 这让周玉白眼中的神色更冷了 他冰冷地吐出三个字 孟兴鸾 周先生有何贵干 孟兴鸾的态度撑得上十分疏离 卫衡震惊地 回头看向他 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是吵架了 不过想想也是 以前几个生日 孟兴鸾都有借口不出来 今年答应出来 实在是出人意料 过来 周玉白冷声下令 孟兴鸾忽而笑了 桃花眼炼焰 可眼底却冰冷一片 周先生莫不是忘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女人的话一出 魏衡直接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他插话 孟兴 你跟他离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不发消息通知我们呢 我们把牌面给你整上啊 离得好离得妙 早就想劝孟兴鸾 跟周玉白离婚了 只是碍于孟兴鸾的拳头 一直没敢说 周玉白哪配得上孟兴鸾 简直就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 魏衡的话 让周玉白脸色更凝沉了一些 他的目光落在魏衡身上 魏衡不甘示弱地回看回去 还不忘火上浇油 周总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跟死了一样 那么周总现在 算是诈尸吗 今天是孟姐的生日 你跟你朋友 能不再眨眼吗 周玉白一愣 来不及生气 便捕捉到了魏衡话里的关键词 孟兴鸾的生日 青年错愕的目光 落到了孟兴鸾身上 今天是你的生日 他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孟兴鸾就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好在心已经被伤得麻木 不然就这句话 百分百让他痛得眼泪失尽 周玉白 我能不能理解为你是在阴阳我像的笑话 孟兴鸾笑意不达眼底 你以为我的生日是哪天 周玉白已经不知道 用什么形容词 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他不说话 灵彻可已经准备好了 他用恶意满满的眼光 盯着孟兴鸾 张口就是带刺的话 你不本来就是个笑话吗 离了婚 立马就找男人 孟兴鸾你是得多寂寞 难怪白哥一直都看不上你 你身上除了流着孟家的血 还有哪样比得过瑶瑶 你 林车骂得开心 下一秒一拳便挥了上来 魏恒双目充血 恼怒到了极点 林车被打得猝不及防 栽倒在地 放你女马狗屁 一张嘴跟喷粪一样 小爷我不介意替你爹妈教育教育你 林车整个脑袋都是猛的 眼看着魏恒又要挥拳 另一个人赶忙挡在前面 还不忘喊周玉白 白哥 周玉白回神 皱眉道 孟兴鸾 够了 女人将魏恒拉在自己身后 面对着周玉白而战 即便挨了对方半个头 但气势不输 他机翘地勾唇 眼底泛着冷光 我够了 不是你带来的狗东西 先挑事的吗 他骂我 我的朋友维护我 有什么问题 周玉白 你该庆幸小横子 抢在我前面出手 如若换作我 就不是一拳的事情了 男人觉得 此刻的孟兴鸾 才是他的真面目 想起结婚后 他的故作乖巧 善解人意 男人的谋色一沉 唇角扬起鸡翘的弧度 他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两人对峙了片刻 最后男人吼解滚动 拉住了还要做死的灵彻 问 孟兴鸾 上午 你怎么知道 复兴高架桥会出车祸 这是困扰了他一天的问题 和孟兴鸾在民政局分开以后 他去公司要上复兴高架 当时都快要上桥了 但突然想到孟兴鸾说的话 鬼使神差之下 让司机绕了路 没过多久 就看见了关于复兴高架 桥出车祸的报道 周玉白不信 这是巧合 我就是知道啊 孟兴鸾豁尔将目光 落在了周玉白身后 一脸不甘的林彻身上 恶劣地勾起唇角 嗓音犹如来自地狱索命的恶鬼 而且我还知道 你快死了 林彻周身的死气越发浓郁 一直跟着他的那个恶灵气息 也越来越凶 再加上孟兴鸾 有意助恶灵一臂之力 原本林彻还能活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却只剩下几个小时不到 他做的恶法律管不了 那就只能让他接受对方的制裁了 林彻死得不冤 孟兴鸾的话 让在场的人 感觉到了一股森冷的寒意 林彻更是气得险些吐血 孟兴鸾这个贱人 居然咒他死 包厢的气氛跌入到了零点 周玉白深深地看了眼孟兴鸾 然后在接到一通电话后 匆匆离开 暗眼的人终于走了 魏恒的气还没消 孟姐 你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更让他气愤的点是 周玉白居然就任由那个渣仔 辱骂孟兴鸾 孟兴鸾拍拍他的肩膀 不早点放他们走 怎么让林彻早点死 他活不过今晚 气坏了身体是自己的 第七章 孟兴鸾你这个毒妇 包厢里的气氛逐渐变得热闹起来 魏恒的朋友跟他一样 是个爽快性子 一杯又一杯的敬孟兴鸾 等喝完第二香酒时 徐佳佳才姗姗来迟 他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等关上门以后 才摘了帽子 口罩和墨镜 一看见孟兴鸾 亮着眼睛就扑了过去 孟杰 对于徐佳佳亲腻的蹭蹭 孟兴鸾有点嫌弃 但也没推开他 孟杰 我听小横子说你离婚了 真的吗 要我说啊 早该离了 周玉白那样的人 根本就配不上你 正好最近圈里 来了好几个男团练习生 各顶各的好看 到时候 我给孟杰你介绍 徐佳佳是个话牢 一挑起话头 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孟兴鸾拿了一块西瓜 堵住他的嘴 再说吧 先吃点东西 今晚的人已经全部到齐 未横给服务员打了个招呼 示意他们可以把蛋糕推进来了 蛋糕足足做了十层 香甜的味道 瞬间弥散在了包厢中 管灯许愿 孟兴鸾双手合十 感谢老天让他们一徒之返 而不是在像个傻逼一样 掉在周玉白身上 孟兴鸾吹灭了蜡烛 在分蛋糕的时候 徐佳佳默然想起了一件事 他说 我过来的路上 看见隔壁街上发生了一起车祸 听说人被车撞飞出去十几米 徐佳佳夸张地张大嘴巴 好像叫什么灵撤 灵撤 魏恒率先反应过来 他立刻去看孟兴鸾 发现女人面上云淡风轻 看不出半点惊讶 孟兴 那个渣子真的死了 话一出 包间瞬间安静了下来 谁能想到 刚才还在面前叫嚣的男人 转眼就死了呢 孟兴鸾淡定地咬了一口西瓜 语气平淡 他只是遭到了他应有的报应罢了 没有人感到同情 有的只是乍然爬上背的阴冷 也不知是谁 率先抱了一局卧槽 接着 孟兴鸾就被团团围住 孟姐 你会算命吗 能帮我看看我的运势吗 应该没那么容易死吧 你起开 孟姐先帮我看 我最近 没有血光之灾吧 孟姐 魏恒和徐佳佳 被挤了出来 徐佳佳满头问候 直到魏恒将来龙去脉 都讲了一遍他才明白 女人满脸气愤 骂道 我就知道 周玉白不是个好东西 他自己交的朋友 才是狐朋狗友 都指着孟姐鼻子骂了 居然都不吭声 他还算是个男人吗 要我说啊 死得好 刚才我就应该下去 开心地蹦打两下 一直到凌晨 今天的酒局才散 酒吧门口 魏恒单手 扶着喝得醉醺醺的徐佳佳 另外一只手 去压低他的冒颜 徐佳佳是当红小花蛋 想要拍他的狗仔数不胜数 虽说已经这个点了 但是小心一些总没错 孟姐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 不用了 你把家家照顾好就行 孟星鸾目送着魏恒驱车离开 才转身往返方向走 路灯估计地 助力在道路两边 将女人的影子 拉得很长很长 临撤出事的地点 离酒吧只有一公里 地上隐约 还能看见深色残留的血迹 周围已经没有了人 可在孟星鸾眼前 却有着两道鬼影 耳边传来惨痛的求饶声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求你别在我面前 循环播放被车撞死的画面了 海大入学 明月我不要了 还给你 求求你放过我 你妹妹的事情 我真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 灵车的魂魄 被留在了事故现场 她痛苦地嚎叫着 身边站着一个黑漆漆 充满煞气的鬼影 孟星鸾饶有欣慰的挑眉 在出事前 灵车可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哦不对 是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 厉鬼用某种手段 让灵车一直循环在 自己被车撞的画面里 反复体验当时的痛感 以及生命慢慢流逝的恐惧 不得不说 做得真棒 等看够了 孟星鸾才出生 行了 过来吧 原本蹲在灵车身侧的厉鬼 在听见孟星鸾声音的时候 骤然飘了过来 灰色嘶哑的声音响起 谢 谢谢大师帮我 看着被折磨到精神崩溃的灵车 厉鬼心中的气仍未消散 她恨透了灵车 她出生在贫苦家庭里 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妹妹 好不容易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海大 却突然被人劫虎顶替了名额 她不服 便上门去讨个说法 可对方丝毫不觉得歉疚 反倒嚣张地让人揍她 结果下手太重打死了 便将她的尸体 丢到海里喂鲨鱼 试图毁尸灭迹 她死不瞑目 也许是老天垂帘 让她变成了厉鬼 跟在灵车身边 再然后 她就眼睁睁地看着灵车 玷污了她的亲妹妹 如若不是孟星鸾出手相助 只怕报仇根本没有这么快 灵车痴呆地飘在半空 双眼空洞无神 孟星鸾说 恶人自由恶报 不用谢我 她自诩不是什么好人 如若灵车没有得罪过她 说不定还能多活几日 孟星鸾迈步朝着灵车走去 在普通人眼里 偌大的道路上 只有孟星鸾一人 可实际上是一人两鬼 灵车沉迷在恐惧中 久久不能回神 直到一道冰冷的声音 喊她的名字 才将她从痛苦中拉扯出来 她看清了眼前人的模样 孟星鸾 她咬牙切齿 有气无力地喊着女人的名字 双目赤红 她的整个魂体 都维持着生前被撞的样子 手臂错位 断了一条腿 连已经看不清什么样子 都被写护住了 死了也还能这么蹦搭 小强都没你这么顽强 孟星鸾毫不留情的 就是一顿攻击 奈何灵车刚才被折腾得 实在是太累 不然高低得骂回去 她苟延残喘地匍匐在那里 忽而望见厉鬼 和孟星鸾并肩站在一起 脑子里闪过一道光 瞬间明白了过来 孟星鸾 是不是你做的 这一切都是你的诡计 都是你害死我的 你这个毒妇 灵车张口怒骂 血红的泪从眼角滑过 恨不得将孟星鸾大泻八块 孟星鸾危险地眯起眼睛 忽而抬手 隔空瞬间扼住了灵车的脖子 灵车 你自己种下的因果 怎能怪我呢 横竖都是一死 早死早超生 哦不对 你没有超生 第八章 既成破旧道观 灵车不明白 为什么都变成鬼了 还能感受到窒息 第一次 她察觉到了孟星鸾的恐怖 你 你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孟星鸾面上的笑意不达眼底 她偏头问厉鬼 你想让她下地狱吗 老一辈里有个说法 好人会上天堂 坏人会下地狱 像灵车这般作恶多端 十恶不赦的人 应当是下十八层地狱的 厉鬼还没来得及思索 孟星鸾就已经做了决定 我不是地府的人 决定不了你的去留 灵车还来不及高兴 下一秒便恐惧 惊恶地瞪大了双眼 孟星鸾收紧手 面色冰冷 所以 与其下地狱被扔到畜生道 倒不如死得干净 免得祸害了无辜的猫狗 灵车连最后的遗言都没说出 就化为一缕青烟 消散在了这天地之间 厉鬼呆愣地飘在孟星鸾身边 凶残 这是她对孟星鸾的第一个评价 孟星鸾收回手 漫不经心地看了眼厉鬼 不等她说话 厉鬼就抢先一步说 大师 动手吧 我的仇已经爆了 只是我还放心不下我妹妹 那是她在世间唯一的亲人了 自从被灵车欺负过后 妹妹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至今未能痊愈 厉鬼想要请孟星鸾帮忙照顾 就算是简单地看一眼也行 她周身的煞气退去了不手 露出还算俊俏的一张脸 孟星鸾隔空画了一道符 下一秒阴风四起 风呼呼地刮着 所有的东西仿佛都禁止了似的 一道幽黑的大门凭空出现 这是通往地狱的门 厉鬼生前是好人 可做了鬼 却沾染上了人命 即便对方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 也依旧改变不了 他害人了的事实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想要投胎 唯有地狱这条路了 我帮你算过了 你妹妹的后半生会平安顺遂 也会遇见命定的人 你好好表现 说不定还会回到你妹妹身边 厉鬼对孟星鸾十分信任 有了她的这句话 顿时如是重负 她在孟星鸾的注视下 迈进了地狱门 消失的那一瞬间 又起风了 孟星鸾还是住的酒店 睡前 她读了手机里的未读消息 以及邮件 都是昨天发消息过来 祝她生日快乐的人 其中一封邮件 引起了孟星鸾的重点关注 发见人是清虚道长 那是孟星鸾的师父 邮件中首先祝她生日快乐 再然后就是提及到道观的继承权问题 孟星鸾早就知道 道观破旧欠了债 甚至做好了继承的准备 但是被师父直白地说出来 还是挺扎心的 别人离婚时 回去继承亿万家产 可她呢 一座欠债的道观等着她 邮件最后 师父恭喜她和周玉白离了婚 破了情节 孟星鸾 则 一夜好眠 孟星鸾睡到日上三单了才起床 手机已经被打爆了 三十几个孟家人打来的电话 两个周玉白的电话 剩下的则是其他陌生号码 孟星鸾没有要回过去的意思 她慢悠悠地收拾好自己才出门吃午餐 刚点上饭 孟家又来电话了 孟星鸾按了接听见 孟星鸾 给你打几百个电话 都不接是吧 翅膀长硬了 孟母的声音十分尖锐 偶尔还能听见电话那头 孟听要安慰人的话 孟星鸾将听筒远离了耳朵 有些不耐烦 有屁就放 粗俗的话 更惹得孟母不喜 厌恶 她真的想不出 自己居然会生下这种女儿 还不如养女瑶瑶来的知书打理 孟星鸾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 我问你 你是不是跟玉白离婚了 你做事之前不够够脑子吗 你 孟母噼里啪啦的一顿输出 听得孟星鸾脑瓜子疼 她揉了揉眉心 嗓音冰冷 孟夫人 当初不是你自己说 就算我死外边也不关你的事吗 孟母被堵得哑口无言 她是这么说过没错 但是那也是气话 虽然她不喜欢这个女儿 可那也是 她十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孟星鸾 你 如果没事的话 我就挂了 等等 孟星鸾 林家儿子今天的葬礼 你赶紧回来 跟我们一起去 命令师的语调 让孟星鸾心情更加烦躁 她说 一起去 一起去拍场说死的好吗 说完 也不管孟母会不会气急败坏 孟星鸾就挂了电话 饭后 孟星鸾约了江淼淼看房 觉得没问题了 才签合同付钱 现在全身上下只剩下一千块 不到孟星鸾这辈子没这么穷过 现在她的首要任务 是接的大单子 在研究怎么开直播的时候 周玉白来了电话 对方说 让她给个地址 她买了礼物 让助理送来 并且还说 家里还有她的东西 问她什么时候 方便过去取一下 不要了 直接丢了就行 女人冷淡无所谓的态度 让周玉白眉心皱得更紧了 她站在窗边 眺望着外面的大树 想说的话 却被堵在了喉咙口 这时 周偏然从病房里跑了出来 喊了声歌 周玉白刚要说 让她等会儿 电话那头 很快就传来了嘟嘟的盲音 孟星鸾挂她电话了 一股莫名的烦闷涌了上来 哥 妈醒了 这边有我照顾着 你去参加车哥的葬礼吧 周偏然说到最后 声音还有些哽咽 谁能料到 意外就发生在了林车身上呢 明明昨天都还是好好的 可晚上却突然被车撞死 据另外一个顽固子弟说 当时林车就跟着了 摩世的飞的 要走那条街去买水 她当时就走在林车后面 两人的距离还不到一米 等她回神的时候 就看见林车被一辆车 撞飞了数十米 身体都被撞变形了 当场死亡 死相极为凄惨 周玉白身心俱疲 如果昨天晚上 周母没有摔下楼 说不定她跟着林车 一路都不会发生这种事 忽而一句话 突然回想在了脑海中 而且我还知道 你快死了 这是孟星鸾 昨晚对林车说的话 周玉白死死地皱紧眉头 她总觉得 孟星鸾是知晓内情的 说不定林车的死 就是在她的预料之中 可她为什么要冷眼旁观 第九章 离婚后晚起了直播 孟星鸾前后对比了两个网站 最终选择了波罗直播 现如今的时代 大部分人都觉得 玄学是骗人的 是无稽之谈 但是华国却有一个特殊部门组织 据说里面的人 多少都会抓鬼算命 专门解决灵异事件 于是 国内两个直播平台 都开辟了玄学频道 孟星鸾第一次直播 电脑同时进入直播间 随时观察直播间里的风吹草动 波罗直播 对新人主播 有一次特殊的关照 首次开播会 随机推送一部分观众过来 至于留不留得住 就看主播自己的本事了 孟星鸾的直播间叫 学门天才在线算卦 右上角的数字 开始发生了变化 从个位数 逐渐到两位数 镜头中的女人 穿着漏腰紧身短袖 乌黑的长发 用鲨鱼夹固定在脑后 五官漂亮精致 一双桃花眼 孟天瑶和周玉白 几乎是立刻 她就把直播间 推到了孟天瑶的手机上 瑶瑶 你看看 这是不是 你那个村姑姐姐 她怎么开直播了 她真的会算命吗 不过她现在是周太太 开直播会不会太掉身价了 孟天瑶自从回国以后 就大病了一场 整个人的气色都憔悴了一圈 现在 她正在陪孟家 几人赶往凌驾 参加凌撤的葬礼 看见消息时 她脸色顷刻就沉了下来 但很快又恢复如初 她调低屏幕亮度 低头打字 姐姐跟玉白哥已经离婚了 我现在要去参加凌撤哥的葬礼 楚王哥 我给你转一笔钱 你帮我给姐姐打赏好不好 姐姐不喜欢我 但是她现在又跟母亲吵了架 我怕她做傻事 孟天瑶没有将话说得太直白 而是明里暗里的再点楚王 楚王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富家子弟 从小就跟孟天瑶一起长大 自然知道 这个妹妹柔弱善良 如今看见 她被孟星鸾那个村姑欺负 当下热血熊熊燃烧着 姚姚你别怕 我现在就去讨个公道 孟天瑶看见这句话 满意地笑了一下 她重新调高亮度 点开了直播间 坐在她身边的少年随意地一瞥 猛地震住 姐 这是孟星鸾 她怎么开直播去了 少年叫孟金安 是孟家的小儿子 今年十六岁 上高二 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一 打架逃课 那是样样精通 孟家上下能管住她的人 只有孟天瑶 她的嗓门很大 其他人也纷纷看了过来 孟母依偎在丈夫肩膀上 心中残留的玉气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气色憔悴 一听到孟星鸾的名字 气就不打一出来 别管她 她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没见过这么叛逆的人 我那是为她好 当初是她吵着闹着 要嫁给周玉白 现在偷偷离婚的也是她 孟父安慰似的拍拍她的肩膀 别气了 我们做父母的 无愧于心就好 她要是不听劝就任她去 到时候撞得头破血流 别回来哭就成 还好我们有姚姚 她要是能有姚姚一半懂事听话 我都烧高香了 孟星鸾是15岁的时候 被找回来的 她丢失的事情 夫妻两人都十分自责 尝试过对她好 可偏偏对方不领情 甚至还欺负孟听瑶 当真是不可理喻 孟听瑶心中直乐 孟家人对孟星鸾越厌恶 她获利就越大 她和孟家人朝夕相处了20来年 她一个半路回来的村姑 怎能跟她比 就算流着孟家的血又如何 孟听瑶眼中的恶意一闪而过 另外一边正在直播的孟星鸾 对此一无所知 直播间的人已经有三位数了 刚开始弹幕都是 熬熬吹捧她的神颜 但是到后面 就变得乌烟瘴气了起来 楚王把孟星鸾的直播间 分享到她的兄弟群里了 群里有十几二十个人 家世跟她都是旗鼓相当 哟 这不是孟大小姐吗 怎么开始玩直播了 缺钱给哥说一声啊 个别的没有 就钱最多 表哥 你这就重口味了吧 孟星鸾都成了气妇 你都喜欢 一个心思歹毒的女人 出现在这公共平台 是不是不合适啊 我已经举报了 各几个跟上啊 孟大小姐想要打赏吗 求求我啊 孟星鸾看着说话 恶毒的几个账号 眸色见了 她一一点进去他们的主页 发现每个人都有近期的照片 看完一圈以后 她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孟星鸾缓缓开口 我来讲个故事吧 讲故事 讲你怎么欺负妹妹 死缠烂打我们白哥的事情呗 几人还在那嘻嘻哈哈 半点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有一个人叫楚某 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 但是他和家里人长得都不像 你们猜是为什么呢 不是说讲故事吗 怎么还提问起来了 还能是为什么 不是轻生的呗 这算哪门子故事啊 孟星鸾 你要是没话说 就趁早下播 省得在这浪费别人时间 等等 昂哥 你家里是不是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 孟星鸾是不是在点你啊 网络后的楚昂咬牙切齿 气得眼发红 孟星鸾绝对是公报私仇 什么楚某 明明就是说他楚昂 要是公然报身份证号码不犯法 楚昂觉得孟星鸾绝对要报 孟星鸾你放屁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信不信我告你诽谤 孟星鸾云淡风轻地喝了口水 清笑 我说的是楚某 你这么着急 对浩如做做什么 从楚昂的照片上来看 他身上和楚家的清源线十分浅薄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孟星鸾还特意深算了一下 发现楚昂跟楚家人 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楚昂现在真想一把撕烂孟星鸾的嘴 他开始冲前朝孟星鸾砸臭鸡蛋 一个臭鸡蛋一块钱 不贵 但是能恶心死人 有了他的带头 其他公子哥也纷纷效仿 在这个时候 一连几座大鹅打赏 覆盖住了臭鸡蛋特效 第十章 圣老太太替孟星鸾撑腰 波罗直播平台最贵的礼物 是价值五千的嘉年华 礼物还没停 一直在上 持续了整整五分钟打赏的人 海城的身份 孟星鸾没有拒绝 直播间的画面一分为二 一个头发并白的老太太 出现在了观众眼前 他满面怒气 声音响亮有力 我倒是不知道 现在的孩子这么没家教 知晓老人身份的富家公子哥 瞬间震惊了 谁来告诉他们 为什么海城圣家的老太太 会出现在这里 他为什么要给孟星鸾砸礼物 海城的豪门圈 是分了等级的 像他们这种 大概位于中下级 可圣家却位于高级的那一列 要说不害怕 那是假的 群里的人苦着脸 哆嗦着手 想要将账号 设置成私密账号 可老人又说话了 现在山已经来不及了 我已经让人截图 一一去找 你们家长谈话了 敢说孟丫头的坏话 真该好好教训一顿 路人吃瓜吃得津津有味 原来豪门 这么刺激啊 右上角的人数开始下降 那些挑适的富家子弟跑了 他们得罪不起圣家啊 就算是孟天窑在这里 也不一定敢 海城顶级豪门 就那么几个 圣老太太得高望重 即便今天周玉白在 也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圣奶奶 孟兴鸾提前下波了 她和圣老太太打着视频 老人和蔼地看着她 眼中不满心疼 丫头啊 受欺负了 怎么不和奶奶讲 要不是处理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呢 奶奶人虽然老了 但是有几个大孙子 你是不是把奶奶当外人 老太太洋装生气 孟兴鸾眉眼柔和了下来 我这不是自己能解决吗 在她七岁那年 师父带着她住进了圣家 当时圣家都被死气笼罩完了 最后多亏她力挽狂澜 救了整个圣家 圣家上上下下 对她都极为喜爱 要不是师父说她修行还不够 只怕要被留在圣家长大 奶奶知道丫头厉害 但是多依靠奶奶 也不是坏事知道吗 丫头 奶奶问你 你跟周家那小子 是不是离婚了 圈子总共就那么大 再加上有孟听瑶在背后推波助澜 孟兴鸾和周玉白离婚的消息 很快便传开了 嗯 昨天离的 圣老太太仔细地观察着孟兴鸾面上的神色 没发现难过的迹象后 才松了口气 离了也好 周家小子虽然品行端正 但是也还配不上我们孟丫头 老太太对周玉白的印象一般 当初她有心劝孟兴鸾三思而后行 但是架不住孟兴鸾喜欢 最后也只能由着她去了 两年的时间 也不知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圣老太太对孟兴鸾心疼的紧 有时间就过来看看奶奶 遇到事情也不要硬抗 这一代的孟家 就是不长眼睛 养女能比得过轻生的吗 一提起这个 圣老太太气就不打一出来 她都是半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 还是第一次见识到一个家族 把养女当得宝的 以后有他们后悔的 孟兴鸾一一应下 老太太又说 下周是奶奶八十岁大寿 孟丫头一定要来啊 圣家在豪门属于顶级豪门之一 想必家里的晚辈 一定会举办一个豪华的寿宴 到时候邀请的都是海城各界名流 其中肯定有周家 不可否认 能被他孟兴鸾捧在心肩肩上七年的人 必定是有过人之处 周玉白在经商上十分有天赋 当初周家在交到他手里的时候 资产地位都普普通通 可几年的时间 他便带着周家走向了一个新的高位 孟兴鸾收回思绪 强迫自己将周玉白淡忘 都已经离婚了 还想着他作甚 周玉白每出现一次 就是在提醒他 这七年过的荒唐人生 圣老太太出现在孟兴鸾直播间的事情 在豪门圈里迅速传开 所有人都是一副震惊的表情 尤其是孟家 孟兴鸾心中极度的发狂 谁不知道圣老太太在圈内的地位 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跟孟兴鸾认识 她不过就是在大山里长大的村姑 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孟兴鸾掐紧掌心 面色扭曲阴冷 瑶瑶 妈妈收拾好了 走吧 去医院看周夫人 孟母穿着旗袍从楼梯下来 头发全盘在了脑后 雍容典雅 孟兴鸾瞬间换了个温柔的表情 她轻易地挽着孟母的胳膊出门 斟酌了几下 她把孟兴鸾和圣老太太的事情说了出来 孟母的眉头皱得很深 眼中的厌恶一闪而过 不过就是她吸引人的小把戏罢了 圣老太太什么人 怎么可能跟她认识 要是真认识 为什么一次都没来拜访过我们 这么一说也有道理 但是孟兴鸾心中还是很不安 孟母握着她的手 轻轻拍了拍 声音柔和了下来 瑶瑶 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我们孟家的女儿 不是说孟兴鸾回来 我们就不要你了 前两年在国外委屈你了 孟兴鸾善解人意地摇头 不委屈 妈妈 我是真的把她当姐姐的 只要她好好的 就算要我离开孟家也可以 孟兴鸾心中还是恨 她不明白 孟家人都这么厌恶孟兴鸾了 怎么还不断绝关系 只要有孟兴鸾在孟家一天 孟兴鸾心都是不安的 她怕哪一天 孟家人突然发现孟兴鸾的好了 要抛弃她 弥补孟兴鸾 不 她绝对不会允许这个情况出现的 盛家的请帖在发出来前 魏恒收集了关于林车的罪证 公布在了网上 一字一句都是对林家的控诉 林家利用权威 买通相关人员 盗取了别人的入学名额 且还嚣张地打死了受害人 并毁尸灭迹 最令人感到愤恨的一点 是林车居然还玷污了被害人的妹妹 导致她现在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林家一时之间 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公司的股票狂跌 面临破产 网络上一片骂声 魏恒很满意这一切 截图发给孟兴鸾后 她问 孟姐 那天一起给你过生的几个兄弟 想找你算命 你开直播吗 第十一章 没有这么丢脸的女儿 孟兴鸾在十一点 整开了第二次直播 魏恒他们早就蹲点在了平台里 几乎他前脚 刚按确认下一秒 他们就涌进来了 排面给得很足 一共五个人 每个人打赏了两座嘉年华 并且配字 孟姐好 孟兴鸾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是黑社会大姐大呢 不过孟兴鸾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她唇角微扬 每场直播我 只会随机抽取三人 解惑或者算命筹金 一座嘉年华企 另外的是另外算 一座嘉年华人民币五千 这对于直播间里的 附加子弟来讲 算不了什么 甚至还觉得便宜 孟姐 要不再长点吧 太便宜了 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就是 我觉得像孟姐这么厉害的大师 至少也得十座嘉年华企 我赞同 几个富家子弟 一唱一和的 把路过的群众 看得哑口无言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 五千块 可是大部分普通人 一个月的工资 甚至有些人 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呢 弹幕刷得飞快 其中步伐 有质疑孟兴鸾的 大概就是说 她家里有钱 是故意花钱 找拖来捧自己 不然一个刚注册 没几天的直播后 凭什么 能有这么大的流量 上次直播 不是有个老奶奶吗 回头 我去网上查了 她可是顶级豪门盛家的人 惊呆了老铁 那主播 是那个老太太的孙女 先关注了再说 反正横竖 都是富婆跑不掉的 现在是科学时代 经过九年义务的熏陶 大部分人 都不相信玄学这个东西 直播间目前 有十万多人 但是相信 玄学的可能 还不到五分之一 孟听瑶此刻 正在监视着直播间 房间一片黑暗 手机的光影 照在她扭曲的五官上 显得有些恐怖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瑶瑶 怎么不开灯 孟母推门而入 顺手开了灯 孟听瑶立刻 换上了一副 担忧惊慌的表情 变脸的速度 快地让人扎舌 她默默地调大了音量 拿着手机的那只手 往后藏 我 瑶瑶 孟心卵又在直播 孟母的声音 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 她走上前 抢过孟听瑶的手机 愤怒的表情 不言而喻 屏幕中的女人 慵懒漂亮 一拼一笑 都足以勾人夺破 还嫌我们孟家 不够丢脸的 上次她和孟听瑶 去医院看望摔断腿的周母 对方冷嘲热讽 说她生了个好女儿 这让一向高傲的孟母 羞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还没向孟心卵问罪 她倒好又干起了直播 这不是 给别人看笑话吗 说他们孟家苛待女儿 导致女儿 不得不干起了丢人的勾当 孟听瑶赶忙去安抚孟母 她亲密地 晚上妇人的胳膊 嗓音轻柔甜腻 妈 别生气了 气坏了身体我该心疼了 姐姐可能是一时糊涂 才这么做的 我听我朋友说 宣传封建迷信 那是犯法的 说完 孟听瑶就悄悄地 去看孟母的脸色 妇人依旧板着一张脸 在听到犯法两字后 眉头皱得 像是能夹死一只苍蝇似的 半晌后 她说 明天你去给孟心卵 打十万块钱 有钱用了 总不至于再干着丢人的事 到时候进橘子了 我们可不管 孟听瑶的表情 僵了一瞬 她低头掐紧自己的掌心 眼中的愤恨一闪而过 型号 孟心卵开启了 直播间的抽奖系统 伴随着一个圆形转盘出现 她飞速地旋转着 大概过了三秒才停 幸运而诞生了 她是那天 给孟心卵庆生的人之一 她麻溜地砸了十座嘉年华 然后才申请连麦 接通后 直播间一分为二 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 出现在了屏幕里 她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大白牙 看起来十分憨厚 只是眼眶下的清黑 让她看起来 有些憔悴无力 孟姐 其实我真的有件事 想请你帮我算算 孟心卵很淡定 你说 就是半个月前 我在市中心 买了一套公寓 但是我住进去 天天晚上都做噩梦 你要说邪门吧 也就那样 说不邪门吧 谁他妈天天 反复做同一个噩梦 方琪一脸苦哈哈 有公寓实景图吗 孟心卵问 有 有 方琪赶忙掏出 另外一个手机 从相册翻找公寓的照片 找到后屏幕对准镜头 公寓的整个装潢 都偏欧视 简洁明亮 在寸土寸金的海城 像这样的一套房子 少说也得八位数起步 四 不愧是有钱人 说买就买 哥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弟弟 少爷 老奴来迟了 弹幕不断刷新 可方琪根本没闲心去关注 他一门心思 都在孟心卵身上 女人仔细地审视了 整个公寓布局 忽而瞇了瞇眼 最后给予了肯定的说辞 你买了一套凶宅 话一出 整个直播间都寂静了三秒 方琪下的脸都白了 他磕磕巴巴地重复 凶 凶宅 顾名思义 凶宅就是出过人命的房子 且不属于自然死亡 主播胡说八道吧 哪有那么多凶宅 我怎么没听说过 市中心有凶宅 大晚上的咱 能不能说点阳间话题 我一个人 在家害怕呀 Kat 最近 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头昏脑胀 浑身都提不起力气 就在今天上午11点20分 去一家咖啡馆买咖啡 险些被广告牌爆头 方琪愣住了 眼睛睁得很大 里面的震惊不言而喻 丝毫看不出虚假的成分 卧槽 梦解神了 对对对 今早我差点就被砸了 如若刚才方琪还很平静 现在的他 恨不得冲进屏幕 给梦星鸾跪下 公寓进门开始针对着的墙里 有一句干尸 先报警吧 明天我有时间 我会亲自走一趟 梦星鸾的每一个字 都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方琪一想到 自己在公寓住的那几天 胃里就直犯恶心 真的假的 有人把尸体砌进了墙 默默地把路在外面的 Jill Jill缩了回来 好恐怖啊 少爷赶紧报警啊 如若可以 能不能开直播 我想看看 主播是真厉害 还是假厉害 第十二章 你有钱 你清高 你了不起 方琪又砸了十座嘉年华 才退出直播间去报警 今晚的信任 还有两个名额 可每次梦星鸾一点抽奖 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最后只能作罢 玄学这东西 是有点邪门在身上的 看来 今晚是没有有缘之人了 孟星鸾无奈地关掉了直播 她随手点进主页 粉丝那一栏 已经破了十万 并且还在蹭蹭蹭地往上涨 明天就是圣奶奶的八十大寿 宋老人的手串 也已经开过光打磨过 是孟星鸾亲自去寺庙求来的 能保佑人平安顺遂 长命百岁 孟星鸾将佛珠小心地 放进檀木盒子里 洗漱完准备上床睡觉 静音的手机 有好几个未接电话和微信消息 最近的一个是周玉白发来的 挺稀奇的 他和周玉白结婚两年 几乎都是他被动给他发消息 周玉白回复的 永远都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就比如 现在他们两人的聊天对话框上一条 还是离婚的前一天 他询问男人回国没有 明天圣家老太太的寿宴 我接你一起过去 孟星鸾脸去眼底的一抹技巧 如若换做几天前 他可能还会高兴 可现在只觉得恶心 孟星鸾果断拉黑扇除了周玉白的联系方式 第二天一早 魏恒开着拉风的跑车 来孟星鸾楼下接他 孟姐 先去店里挑礼服 孟星鸾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点了下头 问 方琪那边怎么样了 昨晚他就报了警 警察带人过来查看 果然在墙里面 发现了一具包裹岩石的尸体 魏恒感到一阵恶寒 就算是大老爷们 遇到这种事 也会害怕得好吗 还好他没买那套房 跑车一路急迟 最后停在了市中心的一家高定礼服店前 魏家的主场在京城 海城这边只有小部分的产业 两人气质非凡 一踏进店就有导购走过来 欢迎光临 请问是买礼服吗 正好今天上了一批新的 店内装修干净明亮 各式各样的礼服被陈列在玻璃柜中 宛若精美的工艺品 孟星鸾一眼看中了店中央的陈列者的那件礼服 蓝色渐变的鱼尾裙 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一次间的设计 群摆长期拖地 宛若海浪起伏 水波流转 导购注意到 孟星鸾的目光停在了这件镇垫之宝上面 挂着微笑的脸上 露出了些许为难的表情 小姐 这件事我们设计师今年的得意之作 暂时不对外受卖 导购的话说到半截 就被突然出现的女生打断 瑶瑶 这件你觉得怎么样 地大师的星座 你喜欢吗 周偏然挽着孟听瑶的胳膊 从外面走进来 孟听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前面 背对着她的女人身上 有点眼熟 她试探着开口 姐姐 魏恒倒是先认出了她们 一个白莲花养女妹妹 一个前妇的亲妹妹 冤家路窄啊 青年忍不住吃笑出生 孟听瑶 我家孟姐是独生女 奶来的妹妹 你可别乱叫啊 孟听瑶面色微僵 但很快便恢复如初 周偏然没见过魏恒 先入为主 认为她不过就是小家族出生的人 当即眼中的鄙夷都泄露出来了 她玩紧孟听瑶的胳膊 指高气扬的昂头 你不会真以为 瑶瑶叫生姐姐是在攀关系吧 孟兴卵已经跟我哥离婚了 是个气负 叫他姐姐 不过是出于教养罢了 说完话锋一转 字里行间的刻薄 丝毫不掩饰 想不到孟兴卵 你还挺有手段 跟我哥才离婚多久 又棒上了一个 你这眼光不行啊 长得没我哥好看 也没我哥有钱 泽泽 你若是需要 我这有好多资源 周偏然喋喋不休地继续输出 孟兴卵猛然转身 满眼冷色 不耐烦地吐出四个字 说够了吗 周偏然一愣 周家的教养不过如此 周偏然 你哥没告诉你吗 是我甩的他 你口中的气负 指的也是他 至于资源 你用着如何 最后一句话 让周偏然慌乱了一瞬 但很快便镇定了下来 因为 他听见了他哥周玉白的声音 孟兴卵 男人冰冷低沉的嗓音 乍然响起 他抬步走到两人身边 高大的身形 急剧压迫感 刚才孟兴卵说的话 他都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哼 他是气负 这也是孟兴卵计划里的一环 先是让爷爷逼着娶他 后又主动提离婚 现在又到处败坏他的名声 当真是苦了 他这两年的装模作样 周玉白的出现 让孟兴卵心中一喜 他轻声说 玉白 你误会了 姐姐不是那个意思 周偏然恨铁不成钢地拽了一下他 瑶瑶 你还为他讲话做什么 你就是个傻白天 周偏然和孟兴卵是好朋友 掏心掏肺的那种 魏恒补刀 不屑挑眉 识笑道 傻白天 我看是个黑寡妇吧 青年站在孟兴卵身边 莫名的有一种和谐感 可在周玉白看来 却是十分碍眼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了魏恒几眼 他是自己朋友魏云池的弟弟 朋友说他这个弟弟游手好闲 十足时的顽固子弟 当即 周玉白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气氛一时之间变得沉默起来 导购站在旁边一脸苦哈哈 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生怕就触碰了谁的眉头 孟兴卵百无聊赖地转过身 盯着玻璃柜中的鱼尾裙 说 这件我要了 你给宋十位打电话 他会懂的 弟大师的真名就叫宋十位 导购正要去打电话确认 周偏然就说 我出两千万 这件给我 导购满脸为难之色 最后还是店长过来解围 各位不好意思 这件是我们店的非卖品 要不这样 我先给弟大师打个电话 店长拉着导购走到一边打电话 周偏然双手还凶 满脸巨傲 孟兴卵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虚荣 我都不敢说我认识弟大师 你怎么敢的呀 再说了 你哪来的钱 不会让你身边这位穷三小子买吧 真是个毒妇 为了虚荣 还要把人搞得倾家荡产 魏恒莫名其妙地看着周偏然 他穷酸 这女的眼睛没毛病吧 他就这短袖 一件都要七位数 这要是也能叫穷酸 那其他人岂不是都穷死了 孟兴卵懒得跟周偏然这个傻逼掰扯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周偏然气得脸红脖子粗 你有钱 你清高 你了不起 第十三章 孟听瑶被打脸 周玉白毛子会暗了一瞬 下一秒 周偏然就换了副嘴脸 抱着她的胳膊撒娇 哥 我就想要这一件 我觉得超适合瑶瑶的 你不是喜欢瑶瑶吗 正好今晚盛家寿宴 让瑶瑶穿着一起去 多给你长脸啊 后面这句话 挑衅意味十足 孟兴卵不是爱她哥 爱得死去活来吗 现在她就让她看看 她从头到尾就是个笑话 可孟兴卵脸上平淡无波 周玉白喜欢谁跟她都没有任何关系 周玉白看着孟兴卵 心中生起一抹莫名的烦躁感来 几秒后 她说 孟兴卵 这件不适合你 你挑其他的 刷我的卡 孟听瑶松了口气 刚才她一直在偷偷观察周玉白 发现对方的目光 一直落在孟兴卵身上 孟听瑶生怕周玉白突然开了窍 不过好在最后 男人还是站在了她这边 她得意地望向孟兴卵 看吧看吧 你是孟家的真千金又如何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甚至就连你喜欢的人 全都站在她这边 孟听瑶心里的那点小心思 孟兴卵一清二楚 她讥笑地勾起唇角 周先生现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命令我 话落 旁边的卫衡立刻补充了一句 周总难道忘了 上次我说的话了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周玉白脸色阴沉 她眸色很冷 嗓音低沉 暗藏着几丝不易察觉的怒气 孟兴卵 这就是你隐藏的本性 当真是委屈 你装成好人了 哼 孟兴卵 你还真是蠢啊 女人眼底的自嘲 已经化为了实质性 她痴迷七年的男人 相信了孟听瑶给她立的人设 一个从乡下来的土包子 恶毒善毒 为达目的不折手段 孟兴卵唇边的笑意淡了许多 原来周先生一直都知道 我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 周玉白喜欢听话 乖顺的女人 那她就努力扮成她喜欢的样子 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 所有人都气在她头上 耀武扬威 现在她孟兴卵清醒了 周玉白 她算哪根葱 女人眼底的漠然 让周玉白觉得十分刺眼 她和孟兴卵相识在她二十岁那年 记忆中的孟兴卵还很青涩 是豪门孟家失散十五年的亲女儿 那天她去孟家送东西 看见的就是孟兴卵 被一众人欺负的场景 可少女几倍挺直 身形鲜瘦 漂亮的脸上 并未因为那些乌言晦语 而产生恼怒的情绪 仿佛置身于室外 当初的她是怎么做的 她走到少女面前 冷着一张脸维护着她 在少女错愕的目光下 她给了她自己的联系方式 让她遇到困难 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她 但也因为这个 让孟兴卵似乎找到了依靠 时不时地就去欺负妹妹孟听瑶 嚣张地不可一世 这让周玉白十分后悔 当初自己多管闲事的举动 在男人回溯过去的时候 店长拉着导购过来了 周篇然眼底闪烁着 幸灾乐祸的神色 她挽着孟听瑶的胳膊小声说 瑶瑶 你就看好戏吧 孟听瑶擅长于隐藏自己的情绪 为了立住人设 还摆出一副担忧的表情来 孟小姐 我们地大师说了 这件就是为你量身设计的 能被您看中 是她的荣幸 店长手里的手机还未挂断 她面对着孟听瑶 笑意真切 孟听瑶等人 奇奇一愣 她盯着店长 疑惑的神色在眼底一闪而过 孟听瑶可不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 认识著名的设计师 但是现在是怎么回事 不等她想明白 周篇然激动地抓紧 孟听瑶的胳膊 声音尖锐 瑶瑶 原来你认识地大师啊 啊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还是不是好闺蜜了 文言 孟听瑶微微一笑 眸光闪了闪 可能是我在国外认识的那个朋友 她也不说是 店长搞错了 倒不如这样承认下来 店长将手机递给她 孟小姐 地大师说 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现在这个情况 孟听瑶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 只得硬着头皮结果 刚说一句话 那边便吐出一句话 你是谁 店长的手机音量是开满了的 再加上店内安静的氛围 送食味的声音 清晰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 孟听瑶脸色一白 下一秒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猛地抬头 朝着站在她对面的孟星团看去 女人漂亮的面上 似笑非笑 孟听瑶身侧的手抓紧 我 我什么我 李梅 你不是说是孟小姐吗 怎么是个陌生人 宋食味暴躁了 被叫到名字的店长 也是一脸猛 他从孟听瑶手里拿回手机 开了免提 地大师 确实是孟小姐 他跟着周玉白周先生过来的 孟星鸾和周玉白离婚的事情 还未大范围的传播开来 至少孟星鸾身边的朋友 大部分是不知道的 卫衡看不下去了 他带着嗓子说 宋食味 孟姐跟周玉白早离婚了 今天跟周玉白过来的是 黑寡妇孟听瑶 不是孟姐 有了卫衡这句话 周家兄妹这才明白过来 是店长搞错了 闹了个乌龙 认识宋食味的孟小姐 根本不是孟听瑶 而是孟星鸾 可为什么孟听瑶不解释 反倒将错就错下去 周偏然看向孟听瑶的眼中 显然多出了几分怀疑 连同周玉白 亦是沉了脸色 孟听瑶 哦 恶心死了 大早上的真是晦气 宋食味讲话很难听 根本就不给人面子 孟听瑶瘦弱的身形 摇摇欲坠 满脸苍白 他咬紧下唇 心中对孟听瑶的怨恨值 达到了巅峰 周玉白扶了他一把 孟听瑶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宋食味还在激情开卖 李梅 以后店里的所有东西 都不要卖给周家和孟家人 我嫌恶心 给多少钱都不行 尤其是孟听瑶这个小憋三 店长听得出 宋食味对孟听瑶的恶意 他的直系上司 顶着头皮委婉地让周玉白三人离开 周偏然气得当场就要上去撕孟心鸾 却被周玉白拉住了一只胳膊 男人率先开口 嗓音低沉 孟心鸾 刚才你为什么不承认 你才是认识设计师的孟小姐 瑶瑶是你妹妹 你就看着她丢脸 然后任由别人辱骂她 第十四章 惊艳众人的孟心鸾 周玉白和孟心鸾面对面而战 男人话里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真似的扎进女人心里 孟心鸾自潮湿地勾起唇角 眼神冰冷 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个妹妹 不是她上赶着承认 认识宋十位的吗 现在被戳破了谎言 周先生这是来 跟我无理取闹吗 女人的嗓音清冷 字字清晰明亮 周玉白彻底黑下了脸 周身气压极低 眸中涌动着晦涩的情绪 本性毕露的孟心鸾 当真是伶牙俐齿 为何还嫌火候不够 继续火上浇油 要我说啊 周总你也真是双标 上次我见你朋友骂我们孟姐 你也是任由他们骂 怎么如金队相仪变成黑寡妇 就破防了呢 孟听瑶从来没受过 如此大的侮辱 她掐紧掌心 眼眶泛红 但却又故作坚强地憋了回去 姐姐 是我搞错了 对不起 我在国外这两年 认识很多朋友 其中有一个也是设计师 我就以为是她 这是孟听瑶 紧急想出来的一套说辞 不然 她苦心经营这么久的人设 就会有裂痕 周偏然单纯 一下子就相信了 她帮着孟听瑶说话 瑶瑶我相信你 孟兴鸾就是一个恶毒的气负 她认识的人 能是什么好人 不就是一个设计师 真以为自己多厉害 我倒要看看 她得罪了我们周家 她有什么好果子吃 孟听瑶是她朋友 刚才宋十位说的那番话 不就是在 打她周偏然的脸吗 反正现在 她是要气得爆炸了 孟兴鸾对周偏然的无理取闹 并不放在心上 她自始至终 情绪波动都不大 两者对比 倒称的周偏然 这个豪门千金 像个市井泼妇 她好笑地腻了 周偏然一眼 周小姐还真是凶大无脑 被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 真是喘到家了 孟兴鸾的这一句真话 彻底点燃了周偏然 所剩不多的理智 她叫嚣着 朝着孟兴鸾扑来 周玉白想蓝 却晚了一步 好在魏恒眼疾手快 挡在了孟兴鸾面前 男女力气悬殊极大 魏恒将周偏然的双手 钳置在身后 在女人愤怒的目光下 问孟兴鸾 孟姐 怎么处置 孟兴鸾 你 周玉白皱着眉 话还未说完 就被孟兴鸾冷声打断 丢出去 好嘞 魏恒等的就是这句话 她毫不联系地拽着周偏然 就往店外走 周偏然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亲哥 哥 救救我 周玉白眉头皱得很深 她用复杂的目光 看向孟兴鸾 压下心底涌上来的陌生情绪 她说 偏然的性格是直率了一些 但是并没有什么坏心眼 孟兴鸾 点到为止 这事 再指责她过分了 孟兴鸾不怒反笑 笑意不达眼底 周家的家风 我算是见识了 在家里口不择言撒泼就算了 在外撒泼却说成直率 周玉白 脑子有病趁早治 女人话里句句带刺 堵得周玉白哑口无言 碍眼的三人组终于离开 店长亲自将镇店的 那件礼裙拿过来 态度恭敬 孟小姐 是现在穿 还是包好 现在 型号 天色渐渐暗淡了下来 圣家别墅却热闹非凡 灯火通明 今天是圣老太太的八十大寿 受邀的人 都是海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圣家长子正在接待宾客 下一秒 就被老太太喊走了 老太太穿着刺绣精致 做工上层的糖装 花白的头发挽了个劲 眉眼间竟显高兴 愉悦的神色 她说 初礼 乱乱到门口了 你过去接一下 圣出礼端的是温润派 是个不容人小觑的角色 面对老人的要求 圣出礼点头应下 把接待宾客的责任 给到了自己的弟弟妹妹 宴会厅的一角 周玉白和孟听瑶 并肩站在一起 被其他人围在了中间 面对朋友的调侃 孟听瑶一脸羞涩地解释说 自己和周玉白 还不是那种关系 而后她的目光越过人群 像是在找什么人似的 至于周玉白 全程都冷着一张脸 即便有人过来搭话 也都是敷衍几个字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此刻的周玉白心情不好 偏偏孟听瑶 还要往枪口上撞 姐姐是还没有来吗 孟听瑶促着柳梅 一副担忧的模样 瑶瑶 你替孟兴鸾干什么 她就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说不定她根本就没收到 圣家的邀请 楚王意愤填膺地说道 前几天 孟兴鸾在直播间 大言不惭地胡说八道 说她跟楚家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导致她失眠了好几天 甚至还瞒着父亲母亲 偷偷去做了亲子鉴定 直到现在 结果也还没出来 楚王不相信 她是捡来的 肯定是孟兴鸾这个毒妇 见不得别人好 故意胡说八道 信口雌黄的 孟听瑶收起唇边 忍不住上扬的弧度 竭力掩饰出心中的得意 双手自然地 挽上了周玉白的胳膊 一袭白色其间 礼服裙更衬得她身形娇弱 宛若一朵 盛世白莲花 玉白 要不你给姐姐打个电话 孟听瑶的话还没说完 表情瞬间就僵硬了下来 她死死地盯着 宴会厅的入口处 眼底的极度 已经快要化为 十字一出来了 众人随之跟着 她的目光看去 宴会厅有一刹那 变得十分寂静 只见一个美得张扬的女人 在两个青年的簇拥下走进来 孟兴鸾长发如瀑布式地 披散在身后 蓝色渐变于尾裙下 长腿若隐若现 肤色慈白 镂空的后背 漂亮的蝴蝶骨 更是惹人瞩目 女人的五官精致到 令人挑不出丝毫瑕疵 仿若老天的得意之作 盛初里走到孟兴鸾身边 将手伸出 女人会议后 才将自己的手搭了上去 见此一幕 周玉白眼底的力气翻涌 她自己也不明白 这股怒气为何而来 她只知道 看见孟兴鸾和盛初里 亲密的互动 让她感到刺眼 感到不快 周玉白下意识地 就想要走过去 将人抢过来 但却被孟兴尧拉住了 玉白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不舒服 第十五章 周先生这是在欲求不满 孟兴尧娇娇柔的声音中 夹杂着几次颤意 她如何看不出 周玉白 这是因为孟兴鸾而生气了 可周玉白 分明一点都不爱孟兴鸾 为何现在却要因为她 而情绪失态 孟兴尧害怕了 见周玉白没反应 她又叫了几声 好在周玉白 终于把目光 从孟兴鸾身上移开了 孟兴尧这才悄悄松了口气 她玩紧男人的胳膊 壮似无意地说 我都不知道 姐姐原来跟圣处理关系这么好 玉白 姐姐有跟你说过吗 周玉白克制着心中 不断往上涌的冲动 第一次对孟兴尧语气冷淡 有一心朋友 很奇怪吗 低沉的嗓音 让孟兴尧心中一片冰凉 周玉白的这句话 也不知是说给她听的 还是说给自己听的 不 不奇怪 孟兴尧低下头 掐紧掌心 一双眼睛里堆满了怨恨 再看向今天寿宴的主人公 圣老太太 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平常的威严 在孟兴尧面前都成了摆设 她亲切地拉住孟兴尧的手 不愧是鸾鸾 真漂亮啊 今天奶奶生日 你就跟着奶奶 奶奶带你去认识新朋友 圣老太太的好意 孟兴尧一亲二楚 她现在继承了师父欠债破旧的道观 又和周玉白离了婚 手头上闲钱并不多 老人明显是想要给她介绍客户 孟兴鸾也不服了老太太的好意 看着一老一哨 其乐融融的场面 人群中的周偏然就恨得牙痒痒 妈 我就说孟兴鸾怎么那么有底气 原来是攀上圣家这条大腿了 还好我哥跟他离婚了 要不然 头上都要成青青草原了 听着女儿的话 周母眼底的厌恶一闪而过 行了 我们先去找你个 周母的腿还没好利索 但如果有人搀扶 正常走路倒不成问题 宾客到齐 寿宴正式开始 作为今天的寿星 圣老太太在孙子圣处里的搀扶下 上台发言 孟兴鸾则站在靠前的位置 举着手机录像 身后的窃窃私语 传入了他耳中 这孟小姐 怎么没跟着周总一起过来 他们不是夫妻吗 你消息未免也太独色了吧 我听我姐妹说 孟兴鸾和周玉白离婚了 嘶 这么快 先不说这个 我看了一圈也没看见孟家人 照理说 两个女儿都在 他们不可能没来啊 奇怪的不只是他们 可以说 在场的人 除了八卦中的主人公和圣家外 其他人都有同样的疑虑 魏恒想问为什么 但寿宴的流程 已经到了送礼的环节 于是指得压下满腔的好奇 先把礼物送给老太太 圣老太太 荣华富贵了一辈子 什么昂贵的东西没见过 用钱能买到的东西 在她眼里都是俗物 但碍于礼数 全都微笑着 让庸人们搬进空屋子里 直到孟兴鸾 拿出一个用檀木做的木盒子 老人才有了惊喜的情绪 鸾鸾 孟兴鸾出手的有用处 嗯 保佑圣奶奶长命百岁 平安顺遂 女人的嗓音清冷 看向老人眼中 多出了几分柔色 整个人锋芒净脸 盒子打开 一串金丝弹佛珠 静静地躺在里面 金星与树枝自然融合 颜色层次从身到浅 上手有一种琥珀的质感 圣老太太十分喜欢这个礼物 当即便待在了手腕上 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有那么一瞬间 身体的疲惫都消失殆尽了 人群中的周母沉了脸色 死死地盯着老人手上的那串珠子 这条和孟兴鸾 送给她的那条大同小异 但光从珠子的光泽和质感来看 明显这条更好 孟兴鸾竟敢送她残次品 周母脑子里只剩下这个念头 她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此刻勉强能控制住情绪 可她身边的周偏然 却直言对了上去 孟兴鸾 你就送上奶奶一串破珠子 周偏然语气里的嘲讽毫不掩饰 话一出 圣家众人脸色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可她却仿若不知 继续说 就算你现在不是我们周家人 也不至于连像样的礼物都买不起吧 就该向瑶瑶学习 她给圣奶奶的礼物 可是花了高价 从拍卖行买下来的翡翠手镯 圣老太太眉头紧皱 喜悦的神色淡了下来 身边的圣处里说 奶奶 那是周家的千金周偏然 老人了然点头 她将梦兴鸾护在身后 沉声开口道 真是无知 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你们周家的家教 鸾鸾送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周夫人 我记得你之前也有一串佛珠吧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自从戴上后 几乎没怎么生过病 运气也变好了 被点名的周母神色僵硬了一瞬 她根据老人话里的意思回想 好像似乎真的是这样 自从丈夫去世过后 她的身体就垮了 小病不断 一点小感冒都能折腾 她好几个月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觉得身体变好了的呢 好像真的是在带了 梦兴鸾送的佛珠之后才好转的 而且说来也邪惑 她在摔了佛珠的当天 就跌下楼梯 摔断了腿 难道这一切都和梦兴鸾有关 周母朝着梦兴鸾看去 似乎想要向她求证 然而对方只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而后对老人说 奶奶 我去一趟洗手间 梦兴鸾离开了热闹的宴会厅 而原本站在周母身边的周玉白 则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发现不对劲的 梦听咬指 迟疑了一瞬 也悄悄跟了上去 梦兴鸾正在洗手 关上水龙头的一刹那 身后多出了一道人影 周玉白反手将人 避冬在了冰冷的墙壁上 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 男人休长 温热的手放在梦兴鸾纤细的腰间 触及到他裸露的皮肤后 眸色幽深 悔暗 梦兴鸾挑眉 似笑非笑地对上他的眼睛 嗓音骤冷 周先生这是在欲求不满 第十六章 我是怕你被骗 男人放在他腰间的手轻轻 妈撒了一下 还不等周玉白细细回味 那只手就被梦兴鸾抓住 他的手很白 食指修长 指甲犯着银润的光泽 周玉白同人漆黑 里面清晰地倒映出 梦兴鸾漂亮的五官 他自动忽略掉梦兴鸾的话 反问道 你跟盛处理是什么关系 从梦兴鸾刚进入宴会厅开始 他的目光就一直落在女人身上 尤其是在看见他和盛处理牵手以后 心情才开始起了波动 周玉白想不通 自己为何会觉得生气 两人之间的气氛 逐渐变得微妙起来 半晌后 梦兴鸾才忍住嘲笑回道 周先生 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我的私事 不用跟你汇报吧 话落 女人双手轻轻一推 原本的近距离 一下子拉开了 而刚才被男人触碰到的地方滚烫 细看之下 已经泛起了红 周玉白震愣了几秒 神色晦暗 对于梦兴鸾撇清 和自己关系的话 表示十分烦躁 他压下眼中的戾气 说 孟兴鸾 别好心荡成驴肝肺 我是怕你被骗 胜出理的为人 他一清二楚 表面温润如玉 但实际呢 手段很辣 做事冷漠无情 孟兴鸾什么时候 跟他走得这么近了 不等周玉白细想 耳边的吃笑声 便打断了他的思绪 孟兴鸾双手还凶 下河微台 周玉白 与其多管我的闲事 倒不如 去管管你那没脑子的白月光 孟兴鸾比我会领你的情 他以前脑子是被江湖 给呼住了 现在清醒得很 依照孟兴鸾 对周玉白的这个行为理解 那就是犯贱 之前他一颗心 都在男人身上 周玉白却不珍惜 现在他不爱了 周玉白却做出反常的行为 要说男人是突然醒悟 可能吗 除非会心撞地球 想到此 孟兴鸾眼底的击窍 又多了几分 孟兴鸾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逼着爷爷让我娶你 瑶瑶从未想和你争抢过什么 你为什么处处与他作对 男人质问的语调 让孟兴鸾在生理上感到了不适 孟兴鸾 孟兴鸾 我让周爷爷逼着你娶我 周玉白 做人能不能有点脑子 算了 你看着也不像是有脑子的人 女人重新洗了一遍手 她背对着周玉白 从镜子里看着男人 有时候 我真的想不通 我到底哪里比不过孟兴鸟 不过现在已经释怀了 毕竟有脑子的人 不能跟没脑子的人在一起 哦对 你还应该感谢我 要不是我 你现在已经头顶青青草原 喜当跌了 女人的嗓音薄梁疏离 孟兴鸾从周玉白身边走过 轻瘦高挑的身影 消失在了洗手间内 一刹那 周玉白感到内心一阵慌乱沉闷 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 躲在洗手间外面听墙角的孟兴尧 被突然打开的门吓了一跳 他面上的情绪怨毒愤痕 孟兴鸾轻轻扫了他一眼 大步离开 看着女人离开的背影 孟兴尧知道 现在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不然他计划的一切都将偏离轨道 孟兴尧掐紧掌心 提起裙板就跟了上去 宴会厅热热闹闹 而过去恰巧要经过一个拐角 孟兴尧想要陷害孟兴鸾的话 那这就是个绝佳的机会 他咬牙 猛地加速超过孟兴鸾 挡住了女人的去路 孟兴尧在心中计算好了角度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硬是憋出了几滴眼泪 在孟兴鸾嘲讽的目光下 猛地往后栽去 手臂伸直 顺带碰到了墙边立着的一个花瓶 伴随着一道清脆的破碎声 宴会厅的人皆是被吸引了注意力 纷纷朝着这边看来 姐姐 孟兴尧楚楚可怜地仰起头望着孟兴鸾 掌心撑在碎片上 鲜血直往外涌 洁白的李群也染上了心红和污渍 人群中有人发出一阵惊呼声 圣老太太在圣处里的搀扶下 赶忙走过来 老人看都没看孟兴尧一眼 反而关心地问孟兴鸾 有没有哪里受伤了见词 孟兴尧心中更狠了 他柔柔弱弱地开口 眼泪哗哗地顺着眼角落下 姐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我跟玉白是清白的 你要相信我 我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跟姐姐没关系 孟兴尧的话 有一种欲盖弥彰的意味 嘴上说着 跟孟兴鸾没关系 可实际搭配上 他那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表情 任谁都知道是反话 围观看戏的人更多了 周母才被盛老太太一阵训斥 眼下只想安稳度过这个晚上 不想滋生事端 可偏偏女儿不是个安稳性子 见孟兴尧被欺负 当即就火了 不管周母怎么拦愣是冲了出去 瑶瑶 怎么才一会儿 不见你就被欺负成这样了 说完 周偏然便转身怒视着孟兴鸾 声音尖锐 孟兴鸾 在孟家 你欺负瑶瑶 还嫌不够吗 还好我哥跟你这个毒妇离婚了 你快跟瑶瑶道歉 不然 我跟你没完 孟家的事 在圈内都不是什么秘密 遗落在外十五年的 真千金处处 和善良聪明的贾千金作对 贾千金为了成全姐姐 忍痛割爱 将喜欢的人让给了姐姐 自己则暗自伤神地去到国外 默默疗伤 有了这一层滤镜的加持 孟兴尧更是惹人心疼 孟兴鸾全程都云淡风轻 他扫了周偏然和孟兴尧一眼 轻笑了声 孟兴尧 你的手段 还是一如既往的低级无脑啊 都什么年代了 还玩陷害这一套 孟兴尧表情僵硬了一秒 接着继续装可怜 他刚才观察过 这个拐角是监控死角 只要自己一口咬定 是孟兴鸾推的 孟兴鸾就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盛处里皱着眉 细长的眼里闪着冰冷的光 他小声对孟兴鸾说 鸾鸾 我让人去掉监控 这里是死角 监控拍不到的 孟兴鸾垂眼 目光落在了地上的一小块玻璃碎片上 在他身上 凝聚了太多充满恶意的眼神 他丝毫不在意 在众目睽睽之下 女人默然弯腰拾起了一块碎片 在孟兴尧不解的注视下 猛地朝着他的手臂滑去 啊 鲜血喷涌 刺痛瞬间传入大脑 孟兴尧下意识地尖叫出声 孟兴鸾丢掉染血的碎片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狼狈的模样 笑得讽刺 张扬 孟兴尧 陷害有什么用 你还是不够狠 第十七章 他成了豪门老太太的团宠 周玉白刚从洗手间出来 女人的话 一字一句清晰地传入她的耳中 等她看清孟兴尧受伤的场景时 眉头紧皱在了一起 孟兴尧从京剧中回神 看见周玉白 就像是看见救世主一样 玉白 楚楚可怜 令人心生怜悯 她捂着被孟兴尧划伤的胳膊 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周偏然才反应过来 她看向孟兴兰的眼神 从恐惧变成了恼怒 这个毒妇竟然赶在她眼皮子底下 伤害摇摇 当下周偏然就要一巴掌挥过去 但却被孟兴兰在半空中拦截 她使劲抽了抽 没抽动 孟兴兰 你 孟兴兰只觉得过躁 她用另外一只手 啪的一下 甩在了周偏然的右脸上 顷刻一个巴掌印 出现在了她皮肤上 周偏然正愣在原地 脑子一片空白 周偏然 想要替人出头 也得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孟兴兰甩开她的手 有些嫌恶地 瞥了周偏然一眼 魏恒立刻领会 赶忙递过来一张诗巾 孟姐 擦擦手 所有的一幕 都超出了在场人的想象 他们怎么都想不出 孟兴兰居然这么大胆 嘶 真刺激 够了 周玉白终于忍无可忍 她大步走到孟兴兰身边 弯腰将人公主抱起来 孟兴兰顺势将手 还住了男人的脖梗 哭得梨花带雨的翘脸 则埋进了周玉白的胸膛 委屈地啜泣起来 周玉白走时 还回头看了孟兴兰一眼 盛处理担忧地看向孟兴兰 但好在女人面上 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受伤的情绪 仿若这个只是陌生人 所有人都在看孟兴兰的笑话 这时 盛老太太却皱着眉问 刚才那个是孟家的养女 盛处理点了下头 老人又说 我记得我没有说 要邀请出了孟兰以外的孟家人 这句话 解答了许多人心中的疑惑 难怪他们 在寿宴上 没有看见孟家的其他人 原来压根盛家就没邀请过他们 孟兴尧是周先生带过来的 闻言 老太太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现在只有周母一个人 还留在寿宴上 她心中对孟兴尧 简直隔应死了 敢在老太太大寿之日 闹出这种事 那不就是在打盛家的脸吗 她自己闹就算了 现在还拉上周玉白和周偏然 这不是要他们周家丢了礼数吗 还不如之前的孟兴鸾让人省心 周母皮笑若不笑地 主动去和老太太道歉 老人只冷淡地点头 态度十分疏离 寿宴继续进行 圣老太太让圣处理 去把孟兴尧的礼物 单独拎出来送回去 咱们也是富贵人家 不能什么阿猫阿狗的礼物都要 以后不论是谁带孟家人来 一律轰出去 圣老太太心疼孟兴鸾 在外人眼中 她就是把孟兴鸾当亲孙女再疼 老人带着孟兴鸾 去见她的老朋友 介绍一下 这是鸾鸾 你们也是知道 当年我们圣家遇到的事 要不是有鸾鸾在 你们哪里 还能参加我的八十大寿友 圣老太太眼中充满了慈爱 她这一辈子 有四个过命交情的姐妹 年龄都和她相差不大 她们都是在人精里混过的 何尝看不出刚才的一幕 存有猫腻 不过令她们感到惊喜的是 孟兴鸾的解决手段 也难怪圣老太 对孟兴鸾这么喜爱了 换做她们 她们也喜欢 丫头 这个镯子你拿着 就当是汪奶奶给你的见面礼 去去 你这个镯子多老气 一点都不适合年轻人 丫头 这是红宝石项链 你戴着肯定好看 丫头 有空来京城玩 孟兴鸾怀里 被四个老太太 塞满了礼物 这让其他人看得眼红极了 先不说圣老太太的地位 其他四个老人 随便哪个都不是普通人 和圣家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孟兴鸾 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老太太们送的礼物 有价无市 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随随便便的一条项链 都够普通人 几辈子不愁吃穿 请客 聚集在孟兴鸾身上的目光 更多了 有单纯充满艳羡的眼神 也有充满嫉妒和恶意的眼神 孟兴鸾要拒绝 但圣老太太却说 鸾鸾 你就安心收下吧 在来之前 他们都知道你在 这些是特地给你背的见面礼 你要是不收 他们可就要寒心了 吴奶奶 兽宴结束后 孟兴鸾将礼物 全部放进了带来的布包里 之所以会携带这个包 还是因为 兽宴结束以后 他还要赶到方琪的公寓 去查看情况 被砌进墙里的尸体 产生的必定是厉鬼 孟兴 咱们现在就过去 用不用回去换件衣服 魏恒已在车门上 好奇地看着 正在布包里 翻找东西的孟兴鸾 几秒后 女人找出四个 叠成三角形的安睡符 我过去送的东西 很快回来 说完孟兴鸾转身 又进了圣家别墅 宴会厅的宾客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圣老太太 正和四个姐妹聊着天 见孟兴鸾折返回来 还有点惊讶 鸾鸾 是有什么东西落下了吗 孟兴鸾在圣老太太身边 停下脚步 这是我画的安睡符 奶奶们最近 是不是经常晚上入睡困难 将这个符放在枕头下 会一夜好眠不做任何噩梦 人一旦上了年纪 便会有各种小毛病 像失眠这种情况 在每个老人身上 诚要睡前喝 但是要三分毒 孟兴鸾给的安睡符 是笑有一个月 每天放在枕头下 会帮助人睡眠 比喝药简单快捷多了 四个安睡符 分别递给了老人 圣老太太有佛珠 要这安睡符也是无用 她笑着说 我们鸾鸾是玄学天才 这符我之前用过 效果比那些滋补的中药 要好得多 你们就收下吧 临走时 孟兴鸾又收到了 四个奶奶的豪气投胃 空手过去 又带着一堆礼物回来 魏恒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我们孟姐 我要是有这本事 家里的老爷子 也不至于看我不顺眼了 第十八章 孟兴鸾抓鬼 看待前夫 红色的跑车一路急迟 中途在公共卫生间停了下 等孟兴鸾换好便装 又继续朝着 目的地行驶公寓女士案 轰动了整个海市 网络上对这个案件各有分析 目前警方正在紧急破案 出世地 已经被警方派人严加看守 闲杂人等根本无法入内 魏恒和孟兴鸾一前一后进了电梯 门块合上的一瞬间 一双手挡住了他 随着电梯门向两边展开 一个修长的身影 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在看清对方长什么样时 魏恒觉得晦气 他阴阳怪气地说 周总 好巧啊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周玉白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孟兴鸾 从盛老太太寿宴上离开以后 他把孟兴尧送到了医院 现在是回来家里 取孟兴尧的换洗衣物 他冷淡地扫了魏恒一眼 没说话 而是问孟兴鸾 瑶瑶因你而受伤 你等会跟我一起 去医院向他道歉 男人的话不容置疑 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面试 孟兴鸾懒洋洋地掀了掀眼皮 上下看了周玉白几眼 活儿笑了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去 别太高看自己了 周玉白 魏恒可没孟兴鸾这么好的心态 恨不得现在冲上去 就给周玉白帮帮两拳 什么渣男 居然敢说出这么恶心人的话 那我会走法律程序 孟兴鸾 你知道故意杀人什么罪吗 孟兴鸾 孟兴鸾 求求你快报警抓我 就在这时 孟兴鸾的手机响了 是盛处理打过来的电话 他说他有孟听摇摔倒前后的视频 是寿宴结束后 他的小侄子盛呈呈坦白的 当时盛呈呈正在玩小汽车 他父亲在车上装了一个小摄像头 方便他拍寿宴上的视频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小孩当时都吓猛了 后来等结束了 轮轮 视频文件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孟兴鸾到了邂逅 挂断电话 物字扬唇轻笑 周先生真不好意思了 刚才我拿到了一个视频 你说 诽谤造谣会是什么罪 顿了一下又说 你心爱的摇摇 可没你想象中那么善良无害啊 像孟听摇那么低级的手段 周玉白都看不透 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 反正他现在清醒了 周玉白要蠢 就一个人蠢着吧 什么视频 别着急 等我忙完就发你 电梯先停在了15楼 看着鲜红的数字 孟兴鸾突然想起一个事 在他和周玉白结婚第一年 男人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公寓 他当着周老爷子的面说是 给他买的 当时他还挺高兴 觉得周玉白 已经开始慢慢接纳自己了 可实际呢 在他看见房产证上 写的是孟听摇的名字时 一颗心瞬间拔凉 从始至终 周玉白都没有接纳过他 一切都是他的自我催眠 失心妄想 等人走后 孟兴鸾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以及灯灯灯的下楼声 当即他摁了究竟的一个数字 电梯停在了18楼 魏恒赶到后背一阵发冷 忍不住朝着孟兴鸾靠近 孟姐 鬼 鬼来了吗 说完还咽了口唾沫 孟兴鸾将手伸进布包里 握住其中的珠鞋键 忽略掉魏恒扒着自己胳膊的手 说 你就在这里待着 别乱跑 空气中阴风阵阵 走廊的灯忽明忽暗 尖叫声还在继续 寂静的公寓楼被阴森笼罩 让人不寒而栗 孟兴鸾慢慢往外走 根据鬼气移动到了应急逃生口 尖叫声以及谩骂声更清晰了 我服了 我帮你你还恩将仇报 你信不信我灭了你 别追了别追了 我错了大姐 草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还追 声音有点熟悉 孟兴鸾逐渐朝着声援靠近 15楼 一个穿着破旧道士服的拔腿狂奔 身后紧跟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煞气的厉鬼 周玉白正在输密码 下一秒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 等他不耐地瞥眼看过去时 一柄长剑横空刺来 砰 剑尖刺进门框 发出巨大的响 厉鬼凄厉的叫声越发刺耳 但因为受了刺激开始疯狂逃窜 周玉白 作为普通人 他看不见鬼 但知道这个凶器擦着他的耳间刺进了门里 如若对方手抖 现在死的应该是他 吓死我了 还好还好 草 这恩将仇报的厉鬼 我跟他没完 兄弟 你没事吧 真不好意思 我 师姐 倒是宋男竹还来不及和周玉白说对不起 眼尖的就看见孟兴鸾朝着这边走来 惊喜之色不言而喻 然而孟兴鸾根本看都没看他一眼 抬手取下猪鞋剑 而后往厉鬼逃窜的方向追去 孟兴鸾 周玉白只吐出三个字 女人就消失在了视野里 宋男竹耳间 拔住周玉白的胳膊不松手 兄弟 你认识我师姐 走走 我带你去看看我师姐的英姿 哦我忘了 宋男竹神神叨叨的听得周玉白一个劲的皱眉 但又想搞清楚 孟兴鸾在弄什么幺蛾子 便任由宋男竹在自己眼睛上捣固 片刻 他跟着宋男竹来到了公寓十三楼 整个走廊阴森无比 头顶的灯一闪一闪的 恐怖片的氛围直接拉满 宋男竹跃跃欲试 单手举着手机 直接开始录像 孟兴鸾将厉鬼追至到护栏边 窗户大开 冷风席卷进来 女人黑色的长发在空中偏飞 漂亮的桃花眼微微眯起 你觉得你跑得掉吗 女人的嗓音散漫冰冷 回应她的是 厉鬼一声凄厉的嘶吼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你滚开 厉鬼周身被黑色的浓雾缠绕 让人看不清真面目她率先发动攻击 阴气越来越浓 躲在后面观战的宋男竹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并且顺手塞了个 扶植到周玉白手里 兄弟 是不是比看鬼片刺激 不是我吹 我师姐厉害得很 有她在 你别害怕 小小厉鬼不足畏惧 第十九章 人家就是喜欢心机小白花 厉鬼挥出的刺骨阴气 化为冰锥 朝着孟星鸾刺来 女人利落地就地一滚躲过 眸色渐身 口中低难着咒语 驱使猪邪剑腾空而起 刹那 猪邪剑就像是 带了追踪功能似的 朝着厉鬼追去 为了防止厉鬼 再逃产到其他楼层 孟星鸾极快地布置了一个束缚枕 厉鬼用尽全部力气 抵抗猪邪剑 但却无用 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 她撞开束缚阵最薄弱的地方 猛地朝着窗外逃去 孟星鸾眼神一灵 召回猪邪剑 她走到窗边 四处看了看 郑狱继续追踪 一股阴冷的力量 猛地拽住她 将她拉出窗外 师姐 孟星鸾 躲在拐角一直旁观的两人 被这一幕吓得一身冷汗 这可是十三楼 跳下去非死计惨 周玉白快送男竹一步走到窗边 男人冷峻的面上 带着不易察觉的交集 他大半个身子都浮在了外面 然而就是这一看 让他的三观重塑 漆黑的夜空 如同墨一样浓稠 厉鬼被猪邪剑刺中 疼得在空中打滚 嘶吼的叫声 令人耳膜生疼 而被他担心着的女人 脚踩猪邪剑 迎面的冷风吹散三千青丝 如同神明一般 俯看着厉鬼 孟星鸾身处酒楼外 透过打滚的厉鬼 他清晰地目睹了一幅美男出玉图 孟星鸾 罪过 要长真眼了 女人本想 趁对方发现前 带着厉鬼离开 然而就像是命中注定 心有灵犀一般 男人和他对上了视线 孟星鸾根本来不及 细看对方的长相 一个闪身 瞬间消失在了天际 谢燕慈 型号 十三楼恢复到了安静 宋男主赶忙打下手 帮孟星鸾捆住厉鬼 期间还不忘踹一脚泄粉 让你拽让你追 这下 大兄弟 你说是不 孟星鸾发出一阵低笑 周玉白崇拜他 想想还挺搞笑的 周玉白脸都黑了 别平嘴了 你先告诉我 你怎么进公寓的 女师是从方琪公寓里挖出来的 在没破案前 这里都是闲人物尽宋男主道好 不仅进去了 还被厉鬼追得到处跑 宋男主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声音一下子小了下来 眼神四处飘 就 就那样近的呗 孟星鸾摁了一下 瞇了瞇眼 尾音上扬 嗯 宋男主眼一闭 露出了一副誓死如归的表情 我就用了一张昏睡符 师姐 我知道什么也没干 孟星鸾对这个答案一点都不意外 他将厉鬼收进容器里 先和魏恒会合 再去了25楼 果然如宋男主所说 他用了一张昏睡符 迷晕了两个警务人员 魏恒给宋男主竖起了的大拇指 兄弟 还是你牛 警察都敢干 宋男主 害怕 想溜 然而孟星鸾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滴溜住宋男主的后衣领 自己惹出的是自己解决 宋男主可怜巴巴 任劳任怨地 又画了一张清醒符 低念咒语催动符指 符指消散的那一瞬间 三人快步坐电梯到了其他楼层 而被宋男主迷晕的看守警察悠悠转醒 迷茫的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 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下一楼的时候 他们又碰上了周玉白 孟星鸾刚叮嘱好 未横清掉今晚的监控录像 见到男人立马收声 气氛突然沉寂 宋男主根本感受不到 他一见到周玉白 顿时就哥俩好地凑到他身边 兄弟 这么晚了 你还出门啊 你是不是因为最近的案子不敢住这里 嘿 鬼都被我师姐抓走了 没啥好怕的 因为公寓女士案 几乎整栋楼的住户 当天就搬了出去 宋男主先入为主 认为周玉白也是其中之一 魏横看着宋男主一言难尽 宋男主 你跟他很熟 你知不知道 他是你师姐的前夫 前夫一词 把宋男主整猛逼了 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 魏哥 你说他就是那个吃着碗里 瞧着锅里 又当又立的渣男 宋男主没见过周玉白 但是知道孟心鸾嫁了个渣男 周玉白 孟心鸾对宋男主的这个形容 感到颇为新鲜 而后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抬眼去看周玉白的脸色 果然变得阴沉 铁青 胃横挑眉 不然呢 宋男主这下看周玉白的眼神 都没有刚才热气了 他和男人拉开距离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音量拔高 周先生 刚才我给你的福祉 是要算钱的 不多不少 一张一万块 然后还有开天眼的费用 我也不是奸商 十万一次 微信还是支付宝 宋男主说着 还拿出手机 打开了二维码收款 本来他是不打算要钱的 但是现在大兄弟 便师姐渣男前夫 那肯定还是要收的 宋男主的小算盘 打得啪啪响 周玉白想说什么 但却都哽在了喉咙口 他深深地看了孟心鸾一眼 然后才给宋男主扫钱过去 十一万在他眼里 就跟十一块差不多 但是这钱花的他十分心耿 果然和孟心鸾沾边的事 和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男人沉着脸 压着怒气 叮 电梯停在了负义楼 周玉白头也不回地离开 期间还接到了孟听瑶的电话 魏恒择了一声 孟姐 你说孟听瑶到底有什么魅力 迷得周玉白团团转 孟心鸾很泰然 他道 没办法 人家就是喜欢心机小白花 魏恒突然来了恶趣味 孟姐 你之前说孟听瑶去国外 是为了打胎 你说周玉白知道真相了 会不会气死 第二十章 前夫还是选择了白月光 正在医院的孟听瑶 打了一个喷嚏 他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 柔软的黑发 扑散在白色的枕头上 身上带血的白色礼裙 已经被蓝白相间的病号服替代 整个人写满了憔悴和柔弱 瑶瑶 以后你不准再跟孟心鸾来往了 不是我说圣母不好 但是有时候 圣母会害了你的 孟心鸾就是个疯子 本来孟听瑶伤的都是皮外伤 掌心也就被碎片划了几下 可孟心鸾故意的一次 让他遭受了无望之灾 手臂被缝了五针 一声说有刘疤的可能性 孟听瑶无声地落泪 声音灰色干雅 可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姐姐 妈妈他们 也要我好好和姐姐相处 周偏然都要被气死了 他一把丢掉敷脸的冰带 恨铁不成钢地 等着孟听瑶 是你不想跟他好好相处吗 明明就是孟心鸾做 我哥和你才是一对 是孟心鸾这个贱人 棒打鸳鸯 我现在就给孟叔叔他们打电话 让他们好好看看 亲女儿做的好事 周偏然成功按照孟听瑶的计划再走 他故意不自己通知孟家 要借着周偏然的手来做这件事 这样孟家人才会对他这个养女 更加愧疚 病房里的对话门外的周玉白 听得一清二楚 他倚靠着冰冷的墙 头微低 神色晦暗不明 右手紧紧地攥着手机 孟心鸾把视频发到他邮箱里了 视频的角度有些低 但却把孟听瑶的每个动作 都拍得清清楚楚 孟心鸾自始至终都没碰过孟听瑶 是他自己突然加速跑到女人前面 自己摔了的 虽然孟听瑶确实说不关孟心鸾的事 可那些话 无论让人怎么听 都是在往孟心鸾身上泼脏水 这一刻 周玉白突然觉得孟听瑶很陌生 他记忆中的孟听瑶天真善良 是会下雨天给流浪猫撑伞的人 虽然是豪门千金 但对任何人都没有架子 周玉白真正开始接受他的时候 是他在23岁那年出了一场车祸 昏迷前 是孟听瑶哭着将他背出了车外 如若在晚上一秒 他便会死在爆炸中 男人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 等了几分钟 重新收拾好心情 他才提着东西推门而入玉白 这么晚了你不应该过来的 我没事 你明天还要上班 孟听瑶即便都这样了 还不忘立为人着想的人设 周玉白冷淡地回了句 没事后把东西放下 他扫了眼脸颊红肿的妹妹 皱了皱没说 骗然 你先回去休息 这里有我在 周骗然愤恨道 哥 你一定要为我和瑶瑶讨回公道 不要放过孟信丸这个贱女人 放完狠话 周骗然才不情不愿地离开 病房里 煞食只剩下周玉白和孟听瑶两人 晚上他没吃什么东西 所以来医院的路上 周玉白打包了一份蔬菜粥 孟听瑶的手受伤了 故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着男人的亲手违反 氛围十分和谐 但孟听瑶就是感到一阵忐忑恐慌 等一晚周见底 周玉白才问 瑶瑶 真的是孟信丸推倒你的吗 孟听瑶心一紧 垂眼委屈道 瑶白 我不怪姐姐 但是我好害怕刘八 说完 还故作不经意地 把被孟信丸划伤的地方露出来 以及以前因为就周玉白 而被烧伤的手臂内侧 周玉白沉默了半声 放下空的周晚 缓和了语气说 不会刘八的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 给你用最好的药 时间不早了 快睡吧 星号 另外一边 孟信丸已经审完了厉鬼 煞气话去 露出一张带着苦相的脸 他被珠邪剑刺重 此场十分不稳 公寓的气氛陷入了低谷 最终是卫横的一生草 打断了沉寂 说来这厉鬼也是个苦命的女子 一生没想过福 爹妈重男轻女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可以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结果呢 对方是个隐藏的家暴男 结婚三年 被家暴十八次 流产七次 活着的时候 四处求助无果 打离婚官司十几次 最终都是一个结果 最后一次 家暴男喝醉酒 把他肠子都打出来了 他苦苦求饶 却没想到 对方还变态到 在这种情况下 还侵犯了他 女人死不瞑目 等家暴男第二天清醒过来 以后才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 惊慌之下 家母给他想了个办法 于是 家暴男仗着施工有别人家房子钥匙 半夜卑狮 将已死的妻子 弃进了墙里 并且还为了防止妻子死后 变成鬼缠上他 还恶毒地用了玄学道法束缚他 如若不是方琪找上梦星鸾 这件事 不知还要隐藏多久 这样的人 活着就是在浪费空气 等找到人了 我不揍死他 魏恒长这么大 第一次听见 这么令人气愤的事 他一拳锤在桌子上 梦星鸾看着有了裂痕的玻璃桌 淡淡道 小恒子 明天记得送张桌子过来 后知后觉 自己干了什么的魏恒脸红一下 师姐 那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做 宋男主一脸跃跃欲试 是不是我们 过去抓到那个该死的杀人犯 送到警局 梦星鸾扫他一眼 送到警局后 你怎么解释 解释说 你是玄学师 是根据鬼的口述 找到凶手的 话一出 宋男主整个人都贬下来了 他是清虚道长最小的徒弟 自从道观开始 被特殊管理局针对以后 师父就遣散了所有弟子 宋男主今年19岁 有家不敢回 在外漂泊了一年半的时间 要不是今天碰上梦星鸾 他还在睡桥洞呢 他的丈夫为了掩盖杀人的事实 大肆宣称 是被人骗去东南亚了 尸体面目全非 只要给警方透露一点消息 他们自己顺藤摸瓜 就能找出凶手来 宋男主瞄懂 但又觉得这样不够 让警察抓他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厉鬼心红着一双眼 阴风阵阵 嘶哑地尖叫道 我要他死 孟星鸾淡定地喝了口水 我会带你去找到他 到时候 要杀药刮你随意 话落 胃横的手机亮了 他看了眼信息 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 孟姐 楚王花钱买了几个小混混来侮辱你 第21章 我问你 师姐找哪狗怎么了 楚王就是孟听瑶的舔狗 本身他跟孟星鸾扒单子打不着 无冤无仇的 想来找小混混的事情 也是因为今晚寿宴上 孟星鸾伤了孟听瑶 无如我也得看 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孟星鸾神色疏冷 眼底的不屑之色 一闪而过 时间很晚了 魏恒提出告辞 宋男主则做得很端正 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魏恒 兄弟 你不跟我一起 宋男主很无辜 长了一张无害的正太脸 为什么要走 我跟我师姐注意起 魏恒 你是成年人 孟姐也是成年人 你觉得合适吗 合适啊 以前我还跟师姐一个被窝呢 宋男主说罢 还挺骄傲 孟星鸾住的公寓 是标准的套衣 如果宋男主硬要留下来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睡沙发 要么打地铺 魏恒感到手痒痒 他露出一个 自认为和善的笑容来 不由分说的 提着宋男主的后衣领 将人滴留了起来 连拖带拽的走了 孟姐 我们就先走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宋男主还未来得及抗议 门就被关上了 他和魏恒大眼瞪小眼 你有病 我睡我师姐这里 你嫉妒了 魏恒冷笑了一声 我要有你这种碍事的师弟 我立马挖个坑 把自己埋了 孟姐现在正处风口浪尖 刚和周玉白离婚不久 要是被人看见 你从孟姐公寓里出来 你猜会不会被别人诟病 宋男主依旧瞪着魏恒 那不是正好吗 气死周玉白那个渣渣 师姐和他这个老男人离婚 转身找了个小奶狗 有什么不对 魏恒 魏恒头疼服额 拽着人进了电梯 我看你就贴合一个字 狗 今晚睡我呢 别添乱 星号 两人走后 孟星鸾将厉鬼又收了回去 这晚睡得并不踏实 手机一个劲地在响 全是孟家人换着号打来的电话 拉黑手速 跟不上他们换号的速度 最终以手机关机告终 孟家人听到已关机的提示音 气得脸红脖子粗 恨不得现在就把人拎回来暴打一顿 孟星鸾这个逆女伤了瑶瑶 又在圣老太太的寿宴上 害他们孟家丢脸出仇 现在学会逃避这一出了 真是死不悔改 孟母急得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 但还要强作镇定地 通过各种关系 联系上圣家道歉 孟听瑶跟周家兄妹两人关系都很好 可孟母电话打到周夫人身上 得到的却是对方的一番冷嘲热讽 小孟 不是我说你们 亲女儿交不好也就算了 没想到杨女也目中无人 敢在老太太寿宴上那么闹 孟母身形摇晃了一下 满脸苍白 这下好了 孟星鸾还把周夫人得罪了 病房里陷入了一阵低气压中 孟听瑶眼睛肿得像核桃 她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握住孟母的手 贴心地说道 妈妈 你也别怪姐姐 想来她也不是故意的 圣奶奶那边我会想办法弥补 弥补 你想怎么弥补 那老太婆把翡翠都退回来了 孟父抽了半盒烟 整个人憔悴又暴躁 圣家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们的亲女儿认识圣老太太 可对方连一张请帖都没送过来 她已经接到好几个不怀好意的电话了 孟金安是解控 见不得孟听瑶受委屈 她气红了眼 双拳紧握 少年说 爸 这些又不是姐姐的错 都怪那孟星鸾 要不是因为她 我们能这么低声下气地去求人吗 说完 又回头看着孟听瑶说 姐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 孟金安说完就气冲冲地离开了病房 孟母在后面连叫了几声都没得到回忆 孟星鸾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 落在了公寓里 女人平躺在床上 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脑中却想着梦中的事 昨天 她大意被厉鬼拉出了窗外 在收服厉鬼时 偶然间目睹了一个男人的出狱图 按理说 萍水相逢 她不应该会上心 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 居然让她在梦里 再次重现当时的场景 与之不同的是 梦中的细节 比现实中的惊鸿一瞥还要详细 孟星鸾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 她觉得自己可能是魔症了 一个连脸都没太看清的男人 居然能让她做梦 怀着复杂的心情 孟星鸾起床洗漱 开始惊天带厉鬼寻仇的工作 孟星鸾向厉鬼 要了杀人犯的生辰八字 一算便确定了她如今的藏身之处 是一个距离海市一百多公里的小县城 卫衡开车送孟星鸾过去 宋男主则留在海市 做引导警察的工作 兵力上高速时 卫衡看了眼后视镜 说 孟姐 从你家出来开始 这辆车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不用管 冥冥之中必有注定 既然楚王这么乐意作死 那就坐吧 全程高速 两人一轨抵达目的地 只花了一个多小时 去吧 到时间我会来找你 孟星鸾一边对厉鬼说话 一边解开对她的束缚 在跨境这片区域时 厉鬼身边的煞气暴涨 如若不是孟星鸾提前设下禁锢 只爬来的路上就已经失控 过了一会儿 卫衡停好车 问 孟姐 那鬼走了吗 昨天孟星鸾给她临时 开了几个小时的天眼 到今天已经失效了 走了 孟姐 你说她会不会 直接杀了渣仔一家 杀了的话 按照你们的规矩 不就不能投胎了吗 孟星鸾逆了卫衡一眼 懒洋洋的偏头 看向后视镜 那是黑白无常的分内事 我闲着没事干抢人活 顿了一下 又补充了一句 就算杀人了她也能投胎 我跟黑白无常还挺熟 再说了 那样的祸害留着也是多余的 卫衡一脸崇拜 不愧是孟姐 黑白无常都是她的关系户 两人坐在车里等 中途 卫衡接到一个电话 她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孟姐 你那个瞎眼弟弟也跟来了 第二十二章 我警告你 你别过来啊 孟金安看着县城的入口 面上的神色十分难看 她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整张脸都被藏在了阴影下 过往的人都会往她这里瞧上几下 毕竟大热天的 能把自己捂成这样 实在是惹眼 少年觉得 孟星鸾突然跑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肯定是因为 她自己干的那些事 心虚 不然还能因为什么 想起躺在病床上的孟听瑶 她细长的眼中 闪过一抹狠色 一刻也不敢耽搁地开始找人 今天不给点颜色给孟星鸾瞧瞧 她还真当自己是人上人了 除了孟金安在找孟星鸾外 另一边带着打手跟来的楚昂 也在找她 不过在孟星鸾的刻意下 两拨人很快便发现了她的踪迹 孟星鸾内搭一件白色的紧身吊带 外照一件轻薄的防晒衣 黑色的长发扎了的低丸子头 整个人显得十分慵懒随性 她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忽而拐进了一条巷子 后面的人赶紧小跑跟上 这是一条早已荒废了的小巷 阳光照不进来 阴暗潮湿 垃圾堆在角落散发着恶臭 带头的楚昂左右环顾 没发现人影 当即脸色就沉了下来 人哪 不知道啊 我看着她是拐进来了的 肯定是有另外的小道 楚歌 我带人去其他地方找找 人肯定跑不了的 孟星鸾就坐在墙头 饶有欣慰地看着他们丑恶的嘴脸 等看够了 才懒洋洋地出声 网上看啊 孙子 乍然出现的女生 吓了所有人一跳 旋即便不约而同地抬头 原本无人的墙头 赫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纤细的身影 是孟星鸾 壮汉三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哆哆嗦嗦地说 刚 刚才那明明没人的 是 是鬼 大白天乃来的鬼 神叨叨地自己吓自己 壮汉二毫不客气地 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 孟星鸾轻笑了声 然后利落地从墙头跳下 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 看得几人一愣一愣的 楚王捏紧拳头 怒瞪着孟星鸾 孟星鸾 你要是现在去向瑶瑶道歉 我就放了你 楚王身后站着三个壮汉 短袖直接被穿成了紧身衣 露出的粗胳膊 纹着纹身 一看就是社会男 孟星鸾眯了眯眼 道歉 我字典里没有这个词 要不直接一起上 等会儿我还有事 赶时间 女人将嚣张演绎的淋漓尽致 一想起孟天瑶所受的委屈 楚王丝毫没有犹豫的 就叫三个壮汉上 她也不管对方是否是一介女子 楚王只知道 在孟星鸾欺负孟天瑶的时候 女人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三个壮汉根本不把孟星鸾放在眼里 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放心 我们不会下死手的 壮汉一活动着拳头 一双大小眼里 蹦射出令人感到生理不适的光芒 三个壮汉将孟星鸾团团围住 女人透过他们之间的缝隙去看楚王 发现对方满脸得意 她略有些不快的挑眉 而后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脚踢在了壮汉三的腹部 那么大一坨的人 硬是被踹飞了鸡米远 砰的一声 撞到一个垃圾桶 而后整个人晕了过去 全场寂静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似乎不明白 她哪来的那么大力气 刚才的壮汉三少说 也有两百斤吧 她是大力士转世吗 无数疑问盘旋在他们心间 可不等他们消化 孟星鸾已经将下一个目标 放在了壮汉一身上 她早有准备 孟星鸾这一脚踢空了 壮汉一得一得笑 还未来得及绽放 下一秒就笑不出来了 孟星鸾一拳捶在了她的鼻梁上 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入耳 听的人后背发凉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血从鼻腔流出 壮汉一被打得晕头转向 仰面倒在了地上 壮汉二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看着笑意盈盈的孟星鸾 突然有了撒腿 就要跑得冲动 你 你别过来啊 你 你再过来 我就 就什么 看着壮汉二磕磕巴巴害怕的样子 孟星鸾觉得有些无趣 她揉着刚才拳打壮汉一的那只手 忽而将目光放到了正要溜的楚王身上 想我不打你也不是不行 把那个人给我绑过来 像是得到了什么特赦令似的 壮汉两飞奔到楚王身边 滴溜住他的衣领 暴力地将男人摔在了孟星鸾面前 虽然倒戈的行为很丢脸 可他打不过孟星鸾 再说了 他跟孟星鸾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不过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罢了 如今消不了 那就退钱呗 钱没了可以再挣 可命没了 钱还怎么挣 不得不说 这个壮汉二还挺上道 你干什么 你信不信我投诉你们 我可是你的雇主 你不打这个贱女人还抓我 你个窝囊废 楚王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撑着地要爬起来 可就在攻身的那一瞬 孟星鸾一脚踩在了他的头上 稍一用力 脸就跟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 楚王能感觉到 侧脸传来的火辣辣刺痛 整个人都被屈辱感包围 他毫无尊严地匍匐在地 被他口中的那个贱女人踩着头颅 孟星鸾 你他妈放开我 你 楚王的语气 比之前还要令人讨厌 孟星鸾微微眯了眯眼 脚下又加了几分力气 这下楚王消音了 他双手紧紧地扣住地面 身体上的疼痛 远没有精神上的伤害 来得猛烈孟星鸾 你就不怕我报警吗 回应他的是 孟星鸾的几声轻笑 女人颇为惊讶地收回脚 半蹲下身 一只手抓住楚王的头发 稍稍用力 迫使他扬起头来 此刻的楚王 没有半点之前的嚣张 剩下的 只是无尽的狼狈 他眼里的恨意 孟星鸾尽收眼底 报警 贼喊捉贼骂 不是楚王你花钱 雇人来教训我的吗 我这只是正当防卫 楚王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但他根本不觉得 自己做错了 明明是你欺负瑶瑶 我只是在 替他打抱不平 你以为你是侠客 还打抱不平 楚王 一而再再而三招惹我 真当我是吃素的 想来你这豪门少爷的 好日子也到头了 第二十三章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孟星鸾的话 让楚王一正 你 你什么意思 心里突然涌上来 一股强烈的不安感 楚王死死地盯着孟星鸾 你之前 做的亲子鉴定报告 现在应该已经 送到了楚先生手里 不可能 楚王拾口否认 他红着一双眼 立声说 亲子鉴定结果 必须得是本人去取才可以 孟星鸾 你少在那危言耸听 我就是我爹的孩子 你满口谎话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你不是最清楚吗 楚王 如果不心虚 你自己偷偷做什么 亲子鉴定吗 孟星鸾一字一句 都说在了楚王的弱点上 男人的身体 小幅度地开始站立 他想挣扎 但孟星鸾 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一分钟后 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孟星鸾精确地 吐出一个时间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楚王觉得 犹如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时间每流逝一秒 他的心跳 便会加快一秒 一分钟后 放在裤包里的手机铃声 准时响起 围观的壮汉二 露出一副惊诧的表情 卧槽 神了 这女的有超能力吧 惹不起惹不起 孟星鸾松开 抓着楚王头发的手 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接吧 就算没有他 楚王的身份 迟早也会暴露的 楚家算上 楚王一共三兄弟 如今楚父老了 即将面临着退休 那么家产谁继承 就成了他们兄弟 争夺的对象 楚王和楚父 长得一点都不像 两兄弟本就存有一心 找人调查却查到 最近楚王主动 去做了亲子鉴定 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事 孟星鸾的出现 只不过是让事情 提前了一些罢了 楚王哆嗦着手去摸手机 在自动挂断的最后一秒 摁下了接听键 楚王 你现在在哪里 赶紧回家 我爸找你 一句我爸 就足以说明任何事情了 楚王面如死灰 双腿一折 跪在了地上 手机从手上掉落 屏幕摔得四分五裂 平日里 你仗着你的身份耀武扬威 看不起这个又欺负那个 如今身份没了 楚王 做何感受 孟星鸾对他没有半点怜悯 楚王捏紧拳头 像是自我催眠似的 喃喃自语 不会的不会的 我爹最疼我 他肯定不会把我赶出去 我还是楚家的少爷 还真活在童话里呢 孟星鸾突然没了兴致 依照楚家两兄弟的野心 怎么可能容忍他一个外人 留在楚家 就在他欣赏楚王的丑态时 突然感到收鬼 用得魂气一阵发热 下一秒抬眼眺望某个地方 他绕开楚王准备离开 走了几步 顿了下 红唇勾了勾 说 我掐指一算 这件事 你的瑶瑶也是功不可没 孟星鸾离开了这条小巷 至于楚王接下来会怎么样 都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他现在正在赶往 厉鬼所在的地点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躲在墙后的孟金安 才从阴暗处走了出来 他满眼复杂之色 刚才的一幕 他从头看到了尾 在听到楚王要教训孟星鸾的时候 他有一点担心 他这个亲姐姐会不会被打死 但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 可后面发生的事情 都不在孟金安的预料之中 孟星鸾不但没被打 孟星鸾这么猛的吗 也难怪孟听瑶 是受欺负的那个了 孟金安没有犹豫 静止跟了上去 他倒要看看 孟星鸾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型号 一座两层自建房内 地上一片狼藉 王春花 你就是变成鬼了 我也能再杀你一次 没想到你这个臭女婊子 居然找了过来 我配 真是阴魂不散 还好有道长留下来的符纸 男人骂骂咧咧地 举着一张黄色的长条纸 而厉鬼则被打倒在地 痛苦地哀嚎着 昨天和孟星鸾交手 他本就受了伤 如今这渣仔 居然还留了一手 他自然落了下风 不甘心和绝望的情绪 萦绕在心头 生前他打不过这个渣仔 死了却依旧打不过 所以他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辛苦活了二十多年 为的就是他的折磨吗 而啊 打死他 变成鬼了还不安生 这种毒妇 就该遭天谴 当初就该 将他扔进滚泥桶里 嫁进我们向家 一个蛋都没生出来 这是要让我们向家绝后啊 躲在向前背后的老太太 一脸扭曲 哭天喊地地怒骂着儿媳 眼看男人手中的符纸 就要贴上厉鬼的鬼身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 孟星鸾破门而入 向前一个愣神间 就已经被孟星鸾 一脚踹到了一边 后背撞到桌子 伴随着砰的一声 整个人摔了得四脚朝天 疼得男人呲牙咧嘴的 老太太也吓了一跳 他气得跳脚 你又是什么人 你这叫私闯民宅 打我儿子 你不得好死 孟星鸾危险地眯了眯眼 只一个眼神扫过去 老太太就吓得哆嗦 拟了半天 再吐不出半句话 只能干坐在地上 哀嚎受伤的男人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三脚眼充满了怒气 低骂了一声臭女婊子 人还没站直 孟星鸾又是一脚 踹在了向前的胸膛上 这一次 明显听见了胸骨断裂的声音 向前痛苦地捂着胸口哀嚎 孟星鸾全程面无表情 给孟星鸾隐隐一种熟悉感 这是专门镇压厉鬼所用的符路 平常修为的玄学师根本画不出 能画出这等级别的符路 对方的能力势必不低 因为特殊部门的对道观的打压 现在所有的能人意识都加入了部门 所以这极有可能是特殊部门的手笔 孟星鸾脸去眸子镜头的身色 弯腰捡起 然后裁面向着厉鬼 他隔空画幅 低难咒语 只见他周身气质一灵 下一秒 原本鬼气虚弱的厉鬼 一下子恢复到了实力巅峰 屋内的阴气四散 刺骨的冷从脚底涌上了头 孟星鸾轻描淡写地扔下一句话 转身离开 去吧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第24章 自作聪明的孟金安 孟星鸾贴心地走到屋外关上了门 为了防止男人叫得太斯心裂肺 惊动附近的邻居 所以 他还非常贴心地布了一个障眼法 屋外的天已经变了 来时晴空万里 现在阴雨密布 随时都有下雨的可能 孟星鸾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下一秒说出的话 却让躲在一边的孟金安吓了一跳 跟了我一路了 再躲就没意思了 孟金安狠狠皱眉 孟星鸾什么时候发现他的 他一路上都很小心谨慎 暗场里 孟星鸾根本就不可能发现他的 一定是在炸他 孟金安打定逐一步吭声 贴着墙站 过了几分钟 也没传来动静 得意之色在眼底一闪而过 他就说嘛 像孟星鸾这样的废物 怎么可能会发现他 孟金安双手扶着墙根 弓着身探出头 空旷的院子里 哪里还有女人的身影 正疑惑着 突然一只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 少年一个猎且 勉强稳住身形 一脸怒气地转身 你 刚吐出一个字 孟金安就不说话了 脸色变得很难看 孟星鸾什么时候跑到他身后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女人竟然敢踹他 孟金安今年16岁 从小就是混世大魔王 别说踹了 就连打他都没挨过一次 都说没意思了 还躲 非得要这样才出来 孟星鸾挑了挑眉 他和孟金安面对面而战 孟星鸾 你是不是有病 孟金安拍了拍屁股上的脚印 满脸怒气 他和孟星鸾 长得有三四分相似 可五官却远没有孟星鸾的精致 我看 是你病得不轻 像你这样的行为 我是不是应该报个警 孟星鸾从一开始就知道 跟着他的人除了楚王 还有别人 只是这个人是孟金安 倒让他有点吃惊 毕竟从回孟家开始 他和孟金安的交集就不多 最多的 就是他被孟听尧当枪时 脑残的来找他麻烦 今天对方的目的孟星鸾 大致也猜得出 不就是来为孟听尧找场子的吗 孟星鸾内心毫无波澜 如果说一开始 他还对孟家人抱有希望 那么现在就是一网死谈 情情 从来都不是他的必需品 孟金安对上女人冷漠的视线 强压下心中的怪异感 吼道 孟星鸾 你少在那强词朵里 姐姐现在还住在医院里 都怪你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和姐姐道歉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才不会得罪圣家和周家 少年说着 就要上手去拽孟星鸾 可对方后退了一步 让他扑了个空 孟金安和孟星鸾一般高 明明都是一米七的个子 可他看起来 就是要比女人矮上一头 孟金安 孟星鸾 你今天不回也得回 孟金安 你以为你是谁 女人疏离的语气 打断了孟金安 孟金安抿着嘴部说话 她从来不承认自己 是孟星鸾的亲弟弟 她的姐姐 只有孟听瑶一个 你们孟家人 还都是一个德行 自大又自富 地球没了 你们就不赚了吗 孟听瑶住院 不是她自己自作自受 什么叫我 让你们得罪的圣家和周家 孟星鸾 简直都要被气笑了 在圣奶奶八十大寿上 闹出那么大动静 不是孟听瑶自己的责任 至于周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 孟金安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好像说得有道理 但是 孟星鸾 要不是因为你推了姐姐 能有后面这些事吗 孟金安自认聪明 差点就被孟星鸾绕进去了 孟星鸾 总算知道 为何孟家的前途一片黑暗了 孟金安是孟家唯一的男丁 现在看来 就是智商继承家业 一言难尽 孟星鸾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推了 孟金安耿着脖子 说 姐姐说是你推的 你就那么相信她 对 孟星鸾轻笑 那她叫你去吃 心好你吃吗 孟金安 孟金安 张红着一张脸 被孟星鸾对得无话可说 孟星鸾不再在孟金安身上浪费时间 她回头看了眼紧闭的房门 手指微动 大概还有15分钟 警察就会过来 要收拾残局了 孟金安站在原地 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 不走 你不回去道歉 我是不会走的 看来孟金安还没死心 试图想以死缠烂打的方式 让她去道歉 孟星鸾可不惯着她 她给等在外面的卫衡打了个电话 过了两分钟 卫衡来了 她十分不屑地扫了孟金安一眼 然后在少年惊诧的目光下 被拽走了孟金安奋力挣扎 却抵不过一个成年男人的戾气 省点力吧 我可是前年的拳击冠军 孟金安放弃挣扎 心里给孟星鸾又系上了一笔 解决了孟金安这个不速之客 孟星鸾重新推开了门 屋子里几乎没有一件完好的家具 没了抵抗厉鬼的东西 像钱木子两人只能任人宰割 老太太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 目光呆滞 嘴角还有可疑的液体留下 一个劲儿地在那说 我错了 我错了 至于向前 则在地上痛苦地打着滚 脸色煞白 刺耳的求饶声 此起彼伏 厉鬼周身的煞气越来越浓 她流着血泪 又哭又笑 让这对恶毒的母子 经历她死前所经历的一切 她觉得 还是太便宜他们了 她想要他们死 怨气越来越浓 就在厉鬼失控的前一秒 孟星鸾出声叫住了她 过来 平淡清冷的嗓音 仿佛具有安抚力 厉鬼眼前的心红渐渐消散 理智渐渐回笼 孟小姐 她听到孟星鸾身边的人 叫她孟姐 所以知道了她的姓氏 孟星鸾说 警察要来了 向前已经被折磨得 疯疯癫癫 陷入在厉鬼布置的循环里 痛苦挣扎 生前 厉鬼每次所受的伤害 都十倍奉还在了她身上 在循环里 她就是王春花 气氛沉寂了几秒 厉鬼问 如果我杀了他们 我会魂飞魄散吗 你想他们死吗 孟星鸾反问了一句 他们害了我一辈子 就应该偿命 第25章 孟星鸾丢人丢到地府了 使该偿命 孟星鸾赞同地附和了一句 但很快 她又补充了一句 但是也不应该脏了你的手 厉鬼一愣 不解地看向女人 他们是害你的凶手 在法律上 他们也是死刑 早死对他们来讲 只是提前解脱 可完几天死 却能多些精神折磨 在他们死之前 他们会一直沉浸在你布置的循环里 不得解脱 死后阴下18层地狱 魂飞魄散 孟星鸾自诩不是什么好人 但对于那些饿到骨子里的人 向来心狠手辣 今天厉鬼即便是杀了两人 他也能把他转世投胎 不受折磨 厉鬼陷入了沉思 过了半场 他对孟星鸾的提议表示了赞同 我听孟小姐的 如若没有孟小姐帮忙 我也不会亲手教训这个渣男 孟小姐 之前是我冒犯了 还望您带我向那年轻道士致歉 我不是故意追着他不放的 那时 他被镇压在墙里 如若不是宋男竹误打误撞破了局 他根本就没有离开 那间公寓的能力 孟星鸾恩了一下 警笛声游远极近 留给他善后的时间不多了 女人手指纤细 隔空画幅 像上次一样 召唤了去往阴间的大门 阴风四起 掀起孟星鸾耳边垂落的碎发 他眸光清冷 身形高挑 这次和上次不同 伴随着大门的打开 一黑一白两道鬼魂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是黑白无常 他们手指脚镣手铐 白无常身材高瘦 面色惨白 口吐长舌 头上的官帽写着 一件生材四字 黑无常身宽体盘 面容凶悍 各小面黑 头上的官帽写着 天下太平四字 两位鬼叉一见到孟星鸾 面上的神色 发生着五彩斑斓的变化 哟 我们孟大师 这是重操就业了 阴阳怪气的话 出自白无常之口 黑无常接着补充 孟大师 你老公知道 你跟勾魂鬼差 抢活干嘛 孟星鸾 他不仅在人界丢人 现在丢人都丢到鬼界了 女人沉默了几秒 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我什么时候抢活干了 我是那么闲的人 黑白无常 同时直勾勾地盯着他 这阴间大门 是你一个人类 能随时开的吗 两鬼语气 带着指控幽怨 他们是勾魂鬼差 这大门本就是由他们掌管 开关都是他们说了算 可某天 一个人类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愣是学会了召唤鬼们 有记得第一次和孟星鸾见面 他还是个人畜无害的糯米团子 也就他们膝盖那么高 两鬼一人大眼瞪小眼 以至于后来自己 来阴曹地府的孤魂野鬼 都是孟星鸾的关系户 孟婆汤都得多给一碗的那种 行了 废话不多说 这鬼带走吧 黑白无常 上下打量了厉鬼几眼 黑无常说 孟大师 你下次能不能别为难我哥俩了 上次那个鬼身上 可是背了人命的 你还让我们给投胎牌 那不纯为难鬼吗 地府有地府的规矩 但凡鬼身上是背了人命的 不得第一时间获得投胎牌 需受到应有的惩罚 再走正规程序才行 可孟星鸾不管这些 说让给就得给 为此 黑白无常都恨不得时间 回溯到第一次和孟星鸾见面的时候 趁他小 就该好好揍一顿 现在大了 孟星鸾不揍他们 都算不错的了 投胎前 你们有装鬼 负责审查鬼生前的所有经历 如若有问题 就算我把刀架在阎王脖子上 也没用 这话孟星鸾说的不假 黑白无常默默对视几眼 默契地走到厉鬼身边 将镣铐待在他的双手上 这次的活还算轻松 就当给大师你一个面子 我们直接给个号牌 让他去投胎 你也是苦命 下辈子会有个好归宿的 那我们有时间再续 孟星鸾的话音刚落 黑白无常进鬼门的速度 肉眼可见的变快了 再续 他们拒绝 鬼门关上的前一秒 厉鬼的血泪 一个劲地往下掉 他哽咽着说 谢谢你孟小姐 阴风四起 继而消失 天地间重新归为平静 向前母子 还沉浸在折磨当中 又是哀嚎 又是痛苦的嚎叫 星号 还是女尸公寓案 宣告侦破 网上的热度 直接攀爬到了第一 官方仅简单地 做出了说明安抚民心 但只终究包不住火 向前母子两人的作为 被人翻了出来 行径实在是令人恶心愤怒 法律对于两人的判决 也是十分果断 立即执行死刑 方琪作为第一犯罪嫌疑人 如今嫌疑喜青 已经从警局的审讯室出来了 她现在看孟兴丸的眼神 简直就跟看神一样 比起胃横来 她的行为更狗腿 孟姐 晚上吃饭没 没吃的话我请客 我知道一家新开的中餐厅 味道很好 咱一起去吃吧 方琪又叫上几个兄弟 新开的中餐厅 位于市中心 地段繁华 周围高楼林立 方琪作为第一批超级VIP客户 一进门就有服务生 热情地迎了上来 方少爷 包间已经备好了 在二楼靠窗的那间 风景顶好 请跟我来 一楼大厅的客人络绎不绝 坐无虚席 在经过圣老太太受宴的事情后 孟兴丸在圈子里 可是出了名的 现在谁不认识孟兴丸 一个恶毒的真千金 不仅抢了妹妹的心上人 还要欺负别人 如今离了婚 跟一帮顽固子弟混在一起了 不少目光都落在了孟兴丸身上 师姐 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 总得多有人认识 宋男竹一双眼亮晶晶的 穿着未横送的运动套装 看起来又乖又嫩 出名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会有源源不断的大单子 会赚得盆满钵满 孟兴丸腻了他一眼 一眼看穿他的心思 他这个小师弟哪都好 就是掉钱盐子里了 什么事都能跟金钱挂钩 他的名声确实大 但那都是恶毒的名声 一群人上到二楼 在拐角拐弯的时候 迎面撞上了几个人 且个个都是面熟之人 姐姐 孟兴丸 两道声音均是出自不同人之口 来者正是孟家一家 一家四口整整齐齐 谁都不缺 第26章 孟家人找茬 孟兴丸完美回怼 吃个饭都能碰上孟家 一群人表示非常无语 有个词叫什么来着 哦对 阴魂不散 他们皆是以孟兴丸为首 女人的左右两边 分别站着胃横和宋男竹 孟兴丸轻易地挽着孟母的胳膊 一家人的脸色都十分温和 可就在看见孟兴丸的这一刻 发生了变化 孟父眉头紧锁 他来回看了跟在孟兴丸身边的几人 于他而言 除了卫横其他人都是生面孔 孟兴丸 你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 一想起孟兴丸捅出来的篓子 孟父就恨不得当场打死他 孟家的事业 现在正处在上升期 想要突破这层瓶颈 人脉是必不可少的 可现在 现在因为孟兴丸 他们得罪了圣家和周家 再还是 这两个家族 都是宛若龙头般的存在 底下那些家族 要是知道孟家得罪了他们 哪里还敢和孟家合作 孟兴丸 就是见不得他们孟家过得好 卫横见不惯男人这副嘴脸 当即呸了一声 你怎么不说 你有脸出现在我们孟姐面前 老逼登 做人不要太双标啊 对付这种扎爹 就不能太客气 第一次被人叫老逼登 孟夫气得脸色发青 孟金安赶忙上前扶住男人的胳膊 沉着脸看向卫横 上次就是这个男人 把他毫无尊严地丢了出去 而始作俑者就是孟兴丸 我爹跟你说话了吗 你是孟兴丸身边的狗吗 这么能叫 孟金安的嘴巴 也不是什么好嘴 卫横不怒反笑 你看啊 我的牙齿没有你的尖 舌头也没你的长 所以我说不过你 凝了 这话看似卫横弱势 实则反骂了回去 人的舌头长吗 不长 只有狗的舌头才长 宋男主毫不客气地笑出了声 这让孟金安感到更加的难堪 他捏紧拳头 咬牙切齿地说 这里是海市 我们孟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就不怕我们针对你 卫家的主场在京城 但两家若真要做个对比 那还是卫家更胜一筹 卫横的几个兄弟 被这话说得笑弯了腰 笑死人了 这人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吧 针对卫哥 这是我今年听见的最大的笑话 算了算了 毕竟是个未成年 没见识没脑子很正常 孟家真以为自己能指手遮天了呢 他们没有刻意压着嗓门 充满嘲笑的话 让孟家各个脸色阴沉 卫横故作出一副啪啪的模样 可眼底的击窍却溢了出来 针对我 我好怕呀 孟星鸾全程旁观没有说话 孟母哪曾见过这种架势 她娘家是书香门第 说话向来都是客客气气 就算是她 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而现在 她怀胎十月生下的女儿 跟这些顽固子弟混在一起 孟母气得脑袋嗡嗡地想 孟星鸾 这就是你教的狐朋狗友 一个个嘴里没好话 我们给你的钱 就是让你这么用的吗 一提到钱 孟听瑶就有点慌了 她不等孟星鸾说话 就抢先转移了话题 妈 你别这样说姐姐 姐姐的朋友 肯定不是故意的 身上的伤还没全好 孟听瑶苍白着一张脸 柔柔弱弱地安慰着孟母 孟星鸾饶有欣慰地盯着她瞧 环抱住孟听瑶脖子的那个鬼鹰 比上次见面怨气更深了些 想来过不了多久 就会转变成厉鬼 孟星鸾不打算管 甚至还想坐等好戏看 只是刚才孟母说她给钱了 孟星鸾瞇了瞇眼 半点不吃孟听瑶这套 而是直截了当地问 我什么时候要你们孟家钱了 她从头到尾 一分都没花过孟家的钱 见话题又绕回来了 孟听瑶更慌了 每次孟母让她打给孟听瑶的钱 她都私吞了 要是今天一对质 可不就露线了吗 孟听瑶冷汗直流 脑子快速地运转 想着对策 孟星鸾 我只当你年纪小不懂事 你刚回孟家的时候 那些一群首饰 我都是按照对瑶瑶的标准 给你置办的 孟父缓过气来 一听孟星鸾说 没花孟家的钱 当即就气笑了 孟星鸾回孟家的时候 是15岁 她高中的学费 以及大学的学费 都是她给的 生活费一个月 给孟星鸾的是3000 那是因为怕她会乱花 会被别人骗 至于孟听瑶 一个月给的是10万 有时候不够 还会额外给 虽然他们给的是比较少 但绝对够孟星鸾的日常 基本开销 现在孟星鸾居然说 没花孟家的钱 当真是个白眼狼 孟父看向孟星鸾的眼神中 充满了冰冷 他也有想好好 弥补亲女儿的意思 可对方完全不领情 既然不领情 他们又何必热脸贴冷屁股 孟星鸾 孟星鸾也不是第一次 见识到孟家人的厚脸皮 现在已经能 很好的控制情绪和表情了 他不屑地勾唇 那些东西 不都是孟星鸾穿剩下 和不喜欢的吗 你再好好想想 我究竟皆没接受 孟星鸾是15岁 但又不是傻子 如今他都22了 这些孟家人 还摸不清他的脾性 为了不让孟先生有误会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说清楚的 我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我自己给的 孟先生若是不幸 可以去银行查查你的流水 以及去学校问问 可不要给我乱扣帽子 我这人脾气不好 说到最后 孟星鸾的语气里 不带丝毫感情 孟星鸾已经被吓得面如土色 紧掐着掌心保持清醒 孟星鸾 孟母沉着声音 喊了她一声 等人看向她时 孟母又说 你从家里离开后 我每个月都让瑶瑶给你打钱 上次你直播丢人 我还给了你十万 听后 孟星鸾的目光 在孟星鸾身上落下 孟夫人 我觉得 你应该问问 你的宝贝瑶瑶钱 究竟去哪了 反正我没碰过你们孟家一分钱 这句话 孟星鸾把自己从孟家摘了出来 至少她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孟家的孩子 不等孟母询问孟听瑶 后者眼一闭 就晕了过去 姐 瑶瑶 快打120 场面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 因着看完一出豪门大戏的服务生 赶忙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 就在这个时候 周玉白出现了 第27章 前夫要找他买佛珠 男人身形修长挺拔 似乎刚从公司赶过来 还穿着高定西装 眉目冷峻 眸色幽深 在看见孟听瑶晕倒的时候 大步和孟心鸾擦肩而过 来到了孟听瑶身边 姐夫 你来得正好 快送我姐去医院 孟经安急匆匆地说 周玉白将女人懒腰公主抱起来 低头看见她苍白的面色 一抹担忧快速划过 什么也没说 快不离开 孟心鸾就站在原地 神色冷淡 刚才的对峙 吸引了一楼的客人 他们看得津津有味 看来传言不假呀 孟家人真的不喜欢亲女儿 突然觉得 孟心鸾有点可怜了是怎么回事 孟夫孟母从孟心鸾身边走过时 宋男竹说 孟先生 我关你面相气色杂乱 恐有破财之灾啊 少年说的是真话 但搭上他那一张娃娃脸 这不就是寻人开心吗 孟夫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哼 我看你年纪小就不计较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说完 夫妇两人匆匆离开 宋男竹撇撇嘴 真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直接破产算了 魏恒饶有欣慰地 提醒他们做什么 你这装扮一看就是大学生 也不怪别人不信 宋男竹瞪他 那你把我道士福还给我啊 一群人乐呵呵地进了包间 方琪不知道孟心鸾喜欢吃什么 于是将店里的菜都点了一遍 孟心鸾只挑自己喜欢的菜吃 比起他的优雅进食 宋男竹就显得接地气许多 拿起筷子风卷残云 一顿下来 肚子都圆润了 他惬意地眯着眼 靠在椅背上 方琪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生意 宋男竹 宋男竹笑迷迷地回道 差不多吧 我好久都没吃这么饱了 自从被师父赶出道观后 我四处云游 饿一顿地饱一顿 哎 晚上还只能睡乔洞 听起来是挺惨 在场除了孟心鸾知道其中的真相外 其余人看宋男竹的眼神都多了些怜悯 卫恒拍拍他的肩膀 既然你是孟姐的师弟 那就是我卫恒的弟弟 以后有我一口吃的 就有你一口吃的 跟着哥 包你吃香的喝辣的 宋男竹眼睛一亮 嘴甜地喊了一声 喂哥 孟心鸾无奈服额 看着宋男竹傻乐的样子 忍住了没拆穿他 一群人吃好喝好后 便准备回家 方琪现在还不太赶住那间公寓 虽然孟心鸾说已经没事了 但心里还是毛毛的 孟姐 有事随时找我 我随叫随到 方琪跟着他的朋友一起回去 卫恒开车送孟心鸾回家 到地下停车场时 一抹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是周玉白 他倚靠在车身前 头微锤 在看见孟心鸾时 他掐灭了烟头 冷漠的视线 从卫恒身上一扫而过 宋男竹没有那么有威胁性 索性便直接忽略了 孟心鸾 我有事和你单独谈谈 孟心鸾对上他的眼睛 吃笑了一声 周先生不在医院陪你的宝贝摇摇 来找我谈什么 说离的称呼 让男人眉头微微皱了皱 卫恒和宋男竹 根本就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站在孟心鸾身边 跟雕塑似的 大有一副要谈就谈 不谈就滚的架势 周玉白知道 单独谈没戏了 于是说 你之前给我妈的那个佛珠手串 还有吗 近几天 周母小病不断 不是咳嗽 就是喉咙发炎 再加上美好圈的腿 于他而言 简直就是折磨 周玉白是亲眼目睹过孟心鸾抓鬼 联想起老爷子提到的那串佛珠 才有了今天来找孟心鸾的事 男人眼底的情绪 十分复杂 和孟心鸾认识七年 他却从不知道对方还有这种本事 他相信科学 但那天看见的捉鬼场面 给他来了一场巨大的冲击 世界上真的有鬼 玄学师也不是骗人的 孟心鸾是真的有本事 没有 女人无情地吐出两个字 我可以花钱买 多少钱都可以 宋男竹插话 周先生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我们玄学师也讲究员 没缘分再多的钱也无用 况且 周母的情况 那都是她自己的命数 反正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顶多就是吃一辈子药 孟心鸾抬眼看她 之前我给过她一串 是她自己摔的 现在又想要 你们周家人 把我这里当垃圾桶啊 不想要就丢 想要就来捡 气氛开始变得沉默起来 半晌 周玉白深深地看了眼孟心鸾 而后说 打扰了 孟心鸾到家 已经是十一点了 许久没有开播 今晚准备照常开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孟心鸾点了开始 右上角的人数 逐渐发生着变化 从各位数到两位数 再到三位数 每场直播我 只会随机抽取三人 解惑或者算命酬金 一座嘉年华起 另外的是另外算 开场白说完以后 孟心鸾开启了 随机抽人系统 伴随着转盘 360度大旋转 很快 今天的第一个有缘人 便出来了 头像用的是一个玉贵狗 网名叫吃个鸭鲤 不用孟心鸾提醒 他非常自觉地 打赏了一座嘉年华 我是新来的 这个玄学主播算得准吗 应该是准的吧 这个主播还是个富婆 也不至于出来骗钱吧 我是老粉 上一场直播 这个主播发现了一起凶杀案 最近热度很高的公寓女士案 就是这个主播发现的 四 再看看 吃个鸭鲤发来了连麦申请 直播间一分为二 对面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 她笑容满面 即便隔着一层屏幕 也能看出她的心情不错 大师你好 我从你第一场直播 就开始关注你了 今天我想算算 我什么日子结婚合适 孟心鸾 你的生辰八字 和对方的生辰八字 私信发给我 吃个鸭鲤动作很快 不到一分钟 就给孟心鸾发了过去 她期待的 等着孟心鸾的回答 过了几秒 孟心鸾说 你不适合结婚 第二十八章 周夫人这个位置 只能是她孟听摇的 直播间的二十万网友 原本带笑的 吃个鸭鲤表情一将 主播这是什么意思 她不适合结婚 意思就是 她适合孤独终老了 吃个鸭鲤 压下心中涌上来的怒气 竭力平静地问 大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和你现在的男友 婚姻注定坎坷 吃个鸭鲤差点气笑了 她直直地盯着 屏幕里的孟心鸾 说 大师 说话得有依据吧 我是花了钱的 别把我当怨大头啊 虽然但是 我觉得主播能说这话 肯定知道些什么内幕 主播说 她和现男友 婚姻坎坷 意思就是 两人之中 有一个有问题 主播快解惑呀 别卖关子了 现在不仅是吃个鸭鲤 直播间的网友 也都跟着急了起来 孟心鸾平静地看着她 你今年27岁 现在从事运营工作 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去年在海市的三环 给你买了一套 两室一厅的住房 伴随着孟心鸾的话音落下 吃个压力生气的脸 渐渐变成了震惊脸 而网友从她的面部表情变化 辨别出了 孟心鸾说的都是真的 我去 不会真说对了吧 主播是个富婆 该不会是花钱 买通了人家吧 楼上别乱说啊 这个漂亮小姐姐 是真的有本事 上次发现 强体的一具女尸 这总不能说是 花钱买的吧 建议你一部海市官方微博 大师 你都说对了 吃个压力这下也不气了 反倒琢磨起 孟心鸾 究竟为什么要说她 不适合结婚 孟心鸾继续说 你的现男友 家里是开玩具厂的 今年30岁 母亲早年去世 家里只有一个父亲 和一个妹妹 在海市有两套房 吃个压力更震惊了 连连点头 对对 大师你说的真准 照这样看 他们不是挺般配的吗 门当户对的 而且还没有 婆媳关系要处理 我也是说啊 就冲没有婆媳关系这里 我觉得嫁过去准没错 所以 主播到底是什么意思 孟心鸾 慢条思理地喝了口水 才接着说 表面上 看起来你和她确实很般配 但是她究竟是不是 你的现男友就另说了 吃个压力 每个字她都听得懂 但是为什么连在一起 就猛了呢 你给我的这个生辰八字 跟你的男友 不是同一个人 孟心鸾换了个 通俗一懂的说法 不是同一个人 什么意思 我突然有一个 大胆的想法 就是小姐姐的男朋友 假暴了自己的身份 和她谈恋爱 那这不就是骗婚吗 直播间的言论七嘴八舌 对这件事的猜测 纷纷脑洞打开 吃个压力 还没回过神 她呆愣愣地盯着屏幕 好半天才说 大师 你的意思 是我对象骗我 这么理解也没错 她用别人的身份 跟你谈恋爱 沉浸在要结婚的喜悦中的 吃个压力 遭了一顿暴击 孟心鸾 我看你跟我有缘 再指点你一下 大师你说 他跟你说他出国出差了对吗 但实际上 他人还在海市 吃个压力继续追问 那大师你知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你可以帮我算算吗 我可以给钱的 说完 吃个压力又打赏了一座嘉年华 现在直播间的人数 已经破了五十万 且还有上涨的趋势 孟心鸾掐指一算 给了他一串精准的地址 海市东城区蓝猫网8 312号 突然感到有些刺激 小姐姐 at吃个压力 能直播吗 楼上加一 我也想看 小姐姐 我有钱 我给你打赏哦 东城区 我去 我就在东城区 大师 谢谢你 我现在就过去 就是 大师 我能不挂视频吗 说完 吃个压力怕孟心鸾不同意 于是又打赏了一座嘉年华 孟心鸾心情很好 点了下头 可以 快去吧 有钱挣 还能长人气 不亏 星号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孟天瑶已经醒了 他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娇弱 周玉白守在病床边 他看着手机里的画面 面上没什么表情 但听了孟心鸾说的那些话 道起了几分兴趣 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孟天瑶咬紧下唇 轻声开口 玉白 听到声音 男人这才抬起头 他随手 将手机放在一边 起身去给孟天瑶到了杯水 喝了小斑杯水 孟天瑶才觉得 嗓子舒服了些 他借力称坐了起来 背后垫了个枕头 孟天瑶故作无意地问 玉白 你在看姐姐的直播吗 他心中有了危机感 直觉告诉他 现在的周玉白不对劲 不对 从盛老太太的寿宴上开始 周玉白就已经不对劲了 他看见孟心鸾和别的男人走太近 会产生情绪波动 其次现在 居然还看起了孟心鸾的直播 孟天瑶藏在被子里的手下意识地捏紧 面上却不露丝毫情绪 周玉白摁了一下 嗓音冷淡 公司新开发了一个直播软件 现在正在找主播 孟心鸾现在还没和波罗直播签约 意思就是 孟心鸾的人气高 他们公司需要这样的女主播 孟天瑶垂眼 是吗 一丝极度从眼底划过 过了几秒 他抬头 眉心紧促 一副担忧的模样玉白 我听说传播封建迷信是犯法的 姐姐她不喜欢我 玉白 你可以去帮我圈圈姐姐吗 孟家的东西 我都不会要 她没必要 做违法的事情 周玉白下意识地反驳 那是玄学 不是封建迷信 话一出 两人都愣住了 孟天瑶有些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后者则皱起眉头 纳闷自己居然会听孟天瑶说话 孟天瑶嘴角的笑都僵硬了 事情的发展 快要超出她的控制范围了 明明之前周玉白那么厌恶孟天瑶 可现在算怎么回事 不 不行 她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周夫人这个位置 只能是她孟天瑶的 第29章 孟天瑶要独美 吃个压力 按照孟天瑶给的地址 打车到了网吧 她把手机拿在手里 镜头很晃 直播间的吃瓜群众不断增长 孟星鸾又给她指了具体的方位 进门左转的第二排第六个位置 牛逼 这么准确的吗 主播不去当警察 真的可惜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让我康康主播说的 究竟是不是对的 渣男不得好死 吃个压力深呼吸了一口气 抓紧手机 他没有直接去找男人 而是在第一排第六个位置坐下 镜头调到了前置 女生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压低声音说 大师 我先打电话试探他一下 吃个压力的声音 已经有些颤抖了 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男人 就算是化成灰他也认识 三天前对他说 要去国外学习 可现在居然在网吧打游戏 真把他当傻子了吗 吃个压力 用另外一部手机 给渣男打了个电话 等了三十秒才接通 莉莉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觉 女孩子要早点休息 不然会长皱纹的 等我忙完 我就立刻回去找你好吗 渣男温柔的声音 急剧欺骗性 吃个压力眼眶里包着泪水 极力克制着愤怒的情绪 压低声音问声说 我想你了 嗯嗯 我也想理理 先不跟你说了 我这边还有事 晚安 说完便挂了电话 小姐姐别哭 渣男不得好死 所以主播算的都是正确的 先看看吧 现在只验证了小姐姐的对象 没去国外 至于身份 还有待考证 张瑞长虚一口气 把手机随手放在了桌面 他旁边的男生 一脸八卦的凑了过来 哟 女朋友来电话了 不然呢 我前几天才和他 想去国外学习了 还好我反应够快 不然就穿帮了 张瑞并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这家网吧的人不多 就他那一排 也就他和他朋友两个人 吃个压力和直播间 听得清清楚楚 你说你也是 和人谈恋爱 一开始骗人家干什么 一个谎 就得用无数个谎剧原 我觉得 你应该找个机会 给人说清楚 张瑞不以为然 我跟他打算 就今年结婚 离离家境比我好 我要是现在坦白了 我就变单身狗了 雷子 我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父亲是个毒鬼 母亲又卧病在床 我们家欠了几百万 我就算一年365天不休息 几辈子也还不上 说完 张瑞还肯请朋友 不要说出去 等我和离离结婚了 我会向他坦白的 吃个压力听完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直接因为用力而泛白 泪水顺着眼角落下 终于他忍无可忍 站起来直接走到第二排的位置 在两人震惊错愕的目光下 他抬手狠狠地扇了张瑞一个巴掌 张瑞 你无耻 我们分手吧 不等人反应过来 吃个压力已经跑开了 莉莉 莉莉 不是你听到的那样 我去 真的是骗婚啊 看完之后 我只想夸主播拯救了一个家庭 这男的算盘都打在我脸上了 看女生家里有钱 想等结婚后 骗人给他们家还债 恶心死了 这男的为什么还活在世界上 直播间的人 被这一幕刷新了三观 那些质疑梦星鸾花钱作戏的声音 消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人的崇拜 吃个压力打车回了家 直播间的视频还没挂断 他整理好情绪 重新调到前置 说 谢谢大师让我看见了他的真面目 刚才的那些话细思极恐 虽然他从小被父母保护得很好 但也不是个傻子 张瑞摆明了想把他当冤大头 吃个压力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恶心过 四年的感情就当为了狗 吃个压力又打赏了两座嘉年华 才挂断连线 孟星鸾紧接着抽第二个有缘人 今晚的直播一切顺利 除了前面那个吃个压力耽搁了时间外 其余的两个都是解惑 平均一个人花了十分钟 收工睡觉 孟星鸾去泡了得早 睡前还不忘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孤儿错过了宋男竹艾特他看的视频 那天他捉鬼的视频都被宋男竹拍了下来 为了更好的宣传效果 宋男竹还用了点手段 让视频里的厉鬼能被普通人看见 可这在别人眼里就是加了特效 这特效可以啊 就充不是五毛钱特效我点赞关注了 我就说怎么那么演书 原来是最近新关注的玄学主播 大胆一点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就是真鬼呢 看到最后从窗户跳出去的那一幕 我小心脏都下庭了 艾特梦大师没事吧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但却要靠实力 这让我情何以堪 评论关注分享报长 拖了孟星鸾的福 宋男竹的账号涨粉也十分可观 这让宋男竹立刻有了一个新的点子 他立马换了头像 从相册里找到许久以前和孟星鸾拍的合照 在简介那里写上 艾特梦大师的小师弟宋男竹 现在师父和道官靠不住 但是他有一个可靠的世界啊 所以等孟星鸾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看到这一切沉默了许久 不得不说宋男竹脑子转得快 连蹭热度这种事 一下子就能完明白 一个晚上 孟星鸾涨粉50W加 宋男竹涨粉10W加 后台有波罗平台的工作人员 给孟星鸾私发的签约信息 如若有意向 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 他们平台将会给他S级别的签约待遇 孟星鸾打电话过去 约了今天下午两点咖啡厅碰面 除此之外 他还收到了来自周玉白公司的签约邀请 对方称他们近期有一个直播软件上架 诚恳地想要邀请他过去做签约主播 待遇让他自己提 只要不过分 他们都会尽量满足 孟星鸾眼也不眨地将这个好拉黑删除 笑话 他和周玉白都离婚了 除非他脑子被驴踢了 才会去给前夫打工 他自己独美不好吗 第30章 周玉白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 孟星鸾掐点抵达的咖啡馆 波罗直播的工作人员 已经点好咖啡等在了那里 他留着利落的短发 穿着职业装 整个人显得十分干脸 见到孟星鸾 他礼貌地伸出手 你好孟小姐 我是蒋梦 请多指教 两人面对面坐下 孟星鸾招来 服务生点了一杯拿铁 蒋梦面带微笑 从工作包里拿出文件 推到孟星鸾面前 孟小姐 我们长话短说 您近期的直播数据我昨夜统计过 是我们平台有史以来最好的新人成绩 仅靠刚开始 一点流量的扶持 就能达到如今的数据 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但他的身份本身就自带流量 会算命的豪门千金 全球能有几个 屈指可数 这是我们平台的S级合同 孟小姐你可以看看 合同一共有20多页 孟星鸾从头看到尾 找出其中的关键词 第一 直播时的礼物打赏收入37分 平台3 主播7 这在众多平台里 绝对是最诱人的一点 第二 成为波罗直播的签约主播后 不得在其他任何平台直播 第三 合约即日生效 时长是五年 孟星鸾觉得很满意 蒋梦说 如果孟小姐成了我们平台的主播 我们将会以最好的方式 运营你的账号 并且会给你配备助理 您随叫随到 孟星鸾摁了一下 拿笔在后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见此 蒋梦脸上的笑意 都更真切了一些 孟小姐 我们合作愉快 前后签约 只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蒋梦坐了一会儿后 接到一个电话 提前离开 孟星鸾慢条思理地 坐在靠窗的位置 品着咖啡五分钟后 盛初理提着一个包装精致的口袋 坐到了女人面前 鸾鸾 盛哥 盛初理比孟星鸾大十岁 在他眼里 孟星鸾跟亲妹妹 没什么两样 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知道你在这里 孟星鸾笑眯眯的 嗓音温和 我调查过波罗直播的背景 盛哥是背后的CEO 所以知道 他在咖啡馆的事 应该是蒋梦汇报给他的 孟星鸾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盛初理将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那是做工精致的绿豆糕 这是奶奶做好 叫我带给你的 他说 你喜欢吃 孟星鸾不是甜 但格外喜欢绿豆糕 等我空了 我会亲自去谢谢程奶奶 孟星鸾将绿豆糕收下 然后说 盛哥今天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来找我的吧 盛初理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 戏长的眼里 流露出愉悦的笑意 看来什么都瞒不过我们鸾鸾 是这样的 下周 我们分公司有快地要动工了 想请鸾鸾去看看有没有问题 盛家的产业 涉及各种领域 其中的房地产站大头 做这行的人 最忌讳的就是动工出世 大概十几年前 有个工地施工师到一半 接二连三都有工人出意外死亡 后来请到时来看 发现这的近是古时候的刑场断头台 现在这新闻网上都还能搜得到 刚好工地要动工 再加上孟星鸾这个大佬就在身边 所以盛初理觉得 谁赚不是赚 倒不如把钱给妹妹赚的念头 找上了孟星鸾 与此同时 周偏然缠着周玉白 出来给孟天摇选礼物 开车路过咖啡馆的时候 他一眼就看见了孟星鸾 当即叫道 停车停车 男人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怎么了 哥 你看那是不是孟星鸾 一提到孟星鸾 周玉白的眼一下子就睁开了 他顺着周偏然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女人精致的侧颜赫然映入眼帘 他唇边的笑是周玉白从未看见过的 视线在往旁边看 男人的正脸 令周玉白一下子沉了脸 胜初理 身侧的手下意识地捏成拳头 偏偏周偏然还在火上浇油 他阴阳怪气地说 哥 我早就说过孟星鸾是个张花惹草的人 你看看才跟你离婚多久 就攀上了盛处理这个大腿 真是水星洋花 还好离得早 不然哥你头上都能痒痒了 够了 周玉白带着怒气的嘀吼 让周偏然一冷 他不解地看向周玉白 还不等他问个明白 男人已经开门下车 直奔咖啡馆了 周偏然意识到情况不妙 一边给孟天瑶打电话 一边赶忙追了上去 孟星鸾正和盛处理侃侃而谈 两人见的氛围十分和谐 但这一切在周玉白眼里 就变得十分碍眼了 他也不说话 大步上前一把拽住孟星鸾的手腕 用力将人拽了起来 孟星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盛处理唇边温和的笑 煞食收回 站起身拉住了孟星鸾的另外一只手 此刻像急了修罗场 咖啡馆的其他人 被这里吸引了注意力 甚至有的还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孟星鸾 跟我走 周玉白沉着一张脸 狭长的眼漆黑阴晕着风暴 他紧紧地抓住孟星鸾的手腕 大有一副 他不走 他就不松手的架势 盛处理镜片后的眼闪着冷光 周总这是以什么立场命令鸾鸾 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什么也不是 以前因为周玉白是孟星鸾的丈夫 所以他忍了 可现在两人都离婚了 凭什么还忍 他又不是忍者神龟 双方的气氛剑拔弩张 孟星鸾两只手都被人拽着 他面无表情 甚至还有点想笑 周玉白 你今天没吃药 一出口 孟星鸾眼底的嘲讽就溢了出来 你最好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松手 不然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孟星鸾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跟我赌气 盛处理都不是个好人 周玉白现在满脑子都是孟星鸾 跟盛处理在一起的画面 孟星鸾从盛处理手中抽回手 而后去掰周玉白的手 他冷笑了一声 声现清冷 却带着无尽的机巧 周玉白 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人 如果是以前 孟星鸾可能会觉得 周玉白是在乎他的 但这个行为一放到现在 他哪里是在乎 明明是眼里绒布的一粒沙子 是他可悲的自尊心 第31章 孟星鸾 我杀了你 孟星鸾眼底的冷漠 让周玉白觉得尤为刺眼 太阳穴突突地跳着 头痛欲裂 整个脑袋像是马上要炸开了似的 以前因为爱周玉白 所以他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抛弃一切在家相夫轿子 可这样的行为换来的是千疮百孔的伤害 现在孟星鸾清醒了 可周玉白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 总是找他麻烦 果然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孟廷尤匆匆赶来 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副场面 他赶忙上前跑到男人身边 然后挽住了周玉白的胳膊 玉白 偏然和我说 你在这里 女人小鸟依人 清纯的脸上带着对周玉白的担忧 内心的慌乱 愣是半点都不嫌 为什么周玉白又来找孟星鸾了 孟廷尤心里 盈盈有了一个猜测 但他就是不愿去相信 在这两年的婚姻里 周玉白对孟星鸾 并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只是男人太迟钝 并未发觉 这一刻 孟廷尤感受到了浓浓的危机 你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 是不是没休息好 玉白 你的手怎么这么烫 后面半句话 孟廷尤骤然拔高了音量 整个咖啡馆 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店里其他吃瓜群众 脸上难掩激动 刚开始 他们以为只是普通的 两男争议女的修罗场 但是现在看来并不简单 周玉白浑身滚烫 脸色阴沉 周偏然跑到男人的另一边 伸出手去探他额间的温度 哥 你发烧了 周偏然语气焦急 他回头 瞪了孟星鸾一眼 对孟廷尤说 瑶瑶 你先带我哥上车 这里交给我 孟廷尤拉着周玉白就要走 但男人如同坚毅的树移动不动 玉白 孟廷尤急了 他忍痛再次使力 刚刚结痂的伤口 煞时被血浸染 这一次 周玉白总算是把目光 从孟星鸾身上移开了 他哑着嗓子 忍着头痛说 我带你去医院包扎 孟星鸾和盛初里目送着两人离开 盛初里低头去看孟星鸾 伸出手在他肩膀上安慰式地拍了拍 没事吧 毕竟周玉白是他喜欢了七年的人 两人离婚也没多久 盛初里担心孟星鸾看到这一幕 会觉得难过 没事 孟星鸾的一颗真心 早就在孟星鸾回国当天 被撵得稀巴烂 现在已经能做到无动于衷了 留下来的周偏然 双手还胸 下巴微抬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孟星鸾 你和我哥已经离婚了 不管你跟谁在一起 你都不许再 出现在摇摇后哥面前 莫名其妙的话 让孟星鸾挑了挑眉 你怎么不看好你哥哥孟星鸾 让他们不要发病 到处咬人 这话暗逢两人是狗 周偏然气得脸红脖子粗 以前怎么没发现 孟星鸾这么伶牙俐齿 明明以前都是随便他说的 骂人的话已经到了喉咙口 可一对上孟星鸾的眼睛 话又不自觉地咽了回去 女人的同人漆黑 仿若能看透人心 周偏然不知为何 就想到之前孟星鸾说过的话 一股森冷的寒意遍布全身 不 不会的 他的私生活从未告诉给任何人 孟星鸾又不了解他 肯定是胡乱说的 即便这么想 周偏然还是对孟星鸾 有了忌惮之心 周偏然狠狠地瞪着孟星鸾 撂下一句狠话便走 孟星鸾 你给我等着 人走了一半 这场闹剧也算是收场了 这让吃瓜群众有些意犹未尽 盛处理开车送孟星鸾回家 女人下车时 她说 如果孟家人来找你麻烦 你就打电话给我 我来处理 孟星鸾没有服了她的好意 她等盛处理开车离开了以后才上楼 蒋梦发了一个文件过来 里面是对她账号数据的分析报告 蒋梦 孟小姐 有了她的提醒 孟星鸾想起 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关之主了 于是 手动将昵称改为了菩提梦大师 再然后和对方敲定了 每天直播的固定时间为晚上11点 合同里没有限制她的直播时长 这里面不可否认有胜处理的功劳 玄学讲究的都是原 不可抢求剩下的时间里 孟星鸾坐在桌前提笔画符 平安符 安睡符 曲斜符 两个小时后 女人放下笔 伸了个懒腰 外面的天刚黑 路灯照亮了柏油路 静音的手机乍然出现了很多未接电话 电话号码和归属地都不同 孟星鸾没管 到饭点了 宋男主准时打来电话 孟星鸾收拾好 直接出门 人还没到小区外 两个人就拦住了她的去路 是楚昂和一个面容憔悴的妇女 她整个人都受了一大圈 哪里还有以前的意气风发 好狗不挡到 女人清冷的语调 让楚昂攥紧了拳头 她一双眼充满了红血丝 声音嘶哑 孟星鸾 你现在满意了吗 那天大哥打电话 把她叫回了家 楚家所有人都在 她和母亲被所有人 以异样的目光看着 她不是楚家的血脉 而是她母亲和别人鬼混 留下来的罪证 当天晚上 他们母子俩就被楚家赶了出来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面前这个外表漂亮 内里独歇的女人 孟星鸾 满意什么 我和我妈落的这个下场 都是你害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也不可能会被赶出来 孟星鸾觉得 楚昂脑子病得不轻 她神色冷淡 扫过楚昂和妇女的脸 说 这是你的命数 就算没有她 楚家一样会发现这个事 命数 孟星鸾 你还真有脸说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活该你样样都比不过摇摇 楚昂五官扭曲 咆哮着冲孟星鸾大吼 周遭散步的人 不约而同地朝着这边看来 甚至有人举起了手机 小姑娘 我看你长得漂漂亮亮 怎么心肠就那么恶毒 我家昂昂又没得罪过你 你又何必赶尽杀绝 妇人哭哭啼啼的 眼睛肿得像核桃 孟星鸾忍不住笑了 笑意不达眼底 是我捏造的这件事吗 当初你不把楚家当冤大头 怎会有今天 孟星鸾 我杀了你 伴随着人群中的一声尖叫 楚昂亮出藏在袖口的小刀 发狠似的朝着孟星鸾捅来 第32章 孟星鸾觉得自己头上一片绿 她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用尽全力朝着孟星鸾刺来 所有人都认为 孟星鸾一定会中刀 然而结果却是出人意料 不断地往下滴 干涸的地面颜色逐渐变深 杀人了 快打120 有人受伤了 人群变得慌乱起来 不用其他人的帮助 孟星鸾反手卸掉楚昂的手腕 上空飘荡着男人歇斯底里的痛呼声 楚母红了眼 想要上前去打孟星鸾 但被围观的好心人抓住了 这个是杀人犯的母亲 我刚才亲耳听见 男的叫他骂 真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还想打人 哪来的脸 燃血的水果刀掉在了地上 发出哐郎的响卫衡和宋男主赶来看见的 就是这么一幅场景 孟杰 师姐 两人焦急地大喊一声 推开人群跑了过来 卫衡看了眼楚王母子 顿时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他直接踹了楚王一脚 促使他整个人仰面倒地 痛呼声不断 尖锐的刺耳 草你女马的畜生 赶伤孟杰 吃了雄心豹子胆是吧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卫衡连踹了好几脚 那边被人抓住的楚母 直接眼泪刷刷地往下掉 歇斯底里地喊道 不要打我儿子 楚王身上挂了踩 捂着骨折了的手腕 绝望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没有人同情他 就在刚才 他试图用水果刀 杀这个长相漂亮的女人 若不是对方反应快 现在只怕倒地的 就是孟兴鸾了 宋男主拿纸巾给孟兴鸾擦血 女人满脸默然 手上的伤口被染得血肉模糊 但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的 警笛声游远极静 最终 楚王和他母亲被警察带走 孟兴鸾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 车上医务人员 先简单地为他处理了一下伤口 等到了医院才清洗伤口 包扎上药 要是伤口再深一些 就要见骨头了 你这小女娃娃还挺能忍痛 刚才我这才处理完一个 伤口还没你的严重 却叫得撕心裂肺 花白头发的医生说完 还无奈地摇了摇头 接着叮嘱他 回去伤口不要沾水 等两天再过来换药 三人穿过医院的走廊 往外走 宋男竹愤恨道 有些人真的是愚昧 无知 明明是自己造成的这种结果 却硬要往别人身上灌 要是今天换了别人 说不定就真白挨着一刀了 雨霸 又累汪汪地 看向孟兴鸾缠着绷带的手 师姐 你肯定很痛 还好 孟兴鸾持无所谓的态度 这点伤于他而言 还真不算什么 三人往下走 路过二楼一间病房时 宋男竹眼尖 看见了里面的人 咦 渣男和小三 病房里 周玉白打着吊针 面色发白 冷峻的五官 没什么多余的表情 换好药的孟兴尧 端了一张椅子 坐在他面前 都怪我 昨天我就应该 让你早点回去休息的 玉白 还难受吗 孟兴尧娇娇弱的声音里 充满了自责 周玉白靠在枕头上 闭目养神 不怪你 即便男人这么说 孟兴尧还是很自责 他眼眶里包着眼泪 带着浓重的鼻音说 这几天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周玉白没说话 他现在心很乱 很烦躁 这副样子 落在孟兴尧眼里 难免让他不得不多想 都是因为孟兴尧 明明都已经离婚了 为什么还要阴魂不散的 在周玉白面前晃 以前孟兴尧 还有把握拿捏住周玉白 但是现在却不确定了 上次也是 他拿出了杀手锏 周玉白才没多问 可现在 他迫切的希望 和周玉白确定关系 只有这样 他才能名正言顺地处理那些 围绕在男人身边的阴阴厌厌 孟兴尧看着周玉白 等了许久才说 玉白 我喜欢你 以前喜欢 现在也喜欢 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男人睁开了眼 他眼中的神色漠然 视线落在孟兴尧身上 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我知道你是因为 我才和姐姐结婚的 现在你们也离婚了 我想留在你身边 玉白 我爱你 孟兴尧寒情默默地 望着周玉白 他起身坐到了床边 在男人的目光下 缓缓朝着他靠近 就在两人快要吻上的时候 周玉白突然偏了头 孟兴尧的唇 落在了男人的侧脸上 他错愕地睁大眼睛 玉白 瑶瑶 你要我安静一会儿 我现在很累 病房里的气氛 沉寂了几秒 半晌 孟兴尧才尴尬地坐直身体 垂眼脸去眼底的怨毒 周玉白第一次拒绝他 我知道了 没事 等你想好了再回应 我也是可以的 孟兴尧十分善解人意 自己给自己抬接下 你饿了吗 我出去买点粥 宋男竹在憋笑 他快步追上 走了很远的孟兴鸾 师姐 我跟你说啊 那个渣男 好像又不是很喜欢小三 刚才孟兴鸾 在看到孟兴尧求吻的时候 就走了 爱凑热闹的宋男竹 则看完了全部 卫衡逆了宋男竹一眼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宋男竹 我才不是小屁孩 明年我就二十了 我处理过很多感情问题 但是第一次遇见这种 卫哥 你说周玉白喜欢小三 才和师姐离婚的 但是现在离婚了 为什么又不给小三名分 卫衡双手抱住后脑勺 吊儿郎当地说 有钱人玩的花 别探究 对你没好处的 孟兴鸾没搭话 说实话 他现在已经放下周玉白了 但是 刚才看见两人接吻的场面 心里还是有些发堵 和周玉白结婚两年 期间周玉白和孟听瑶联系 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有没有上 床 有没有接吻 他都不知 如果婚内周玉白和孟听瑶 做出了这些事 那他头上 还真是一片绿 孟兴鸾面无表情 恨不得穿回去给过去的恋爱挠两拳 上了车 卫衡像是想到了什么 说 孟姐 过几天 海城有个拍卖会 你去播 第33章 孟兴鸾觉得 他的前途堪忧 到时候 有时间我会去看看 三人吃过晚饭后 直接回家 宋男竹和卫衡 将人送到门口才离开 蒋梦给孟兴鸾发过来一串视频链接 里面赫然是今天在咖啡馆 和周玉白起冲铺的画面 点赞量已经破了百万 分享以及评论在不断增加 已经有人扒出了孟兴鸾的身份 甚至 在他直播的个人账号里 夸张一点来说 私信的频率 几乎一秒一个 蒋梦 目前看来 这个视频对你的恶意没有那么大 我想的是 新任期发展 他的热度 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流量 蒋梦 如果你介意 我现在就找公关处理 孟兴鸾现在是波罗直播的签约主播 平台的一切都以他为主 流量热度 一个都不会少 孟兴鸾打下一行字过去 不用管 这个视频 即便他不处理 也会有人处理 毕竟总有人嫉妒 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所以 为何要自己浪费力气 孟兴鸾开播前 扫了一眼粉丝关注数 直到今天 已经破了百万的关卡 离千万的目标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现在 他已经是波罗直播的签约主播 刚开播 运营那边就已经将他的直播间 挂在了软件首页最显眼的位置 富婆康康我 我又来了 今天能抽到我吗 我好想算一算 我的命中注定 我跟着我师父学过一点看相 但是主播的面相 我是真看不透 我好奇 主播真的是已经结过婚的吗 弹幕刷刷的出现 这时 一座嘉年华闪过 魏恒让孟兴鸾 给他上个管理员的位置 孟兴鸾私信问了蒋梦怎么设置后 才将魏恒 晋级为管理员 今天的孟姐由我守护 我看谁敢造次 喊话有点沙马特 但效果还不错 此刻右上角的在线人数破了百万 孟兴鸾说完开场白以后 开启了第一轮的随机抽人 随着转盘的旋转 今晚的第一个有缘人 在万千账号里脱颖而出 挂金一副 冷酷小狗就申请了连麦 这是一个面容憔悴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你想算什么 我最近经常梦到我已故的爷爷 他说没钱花了 家里的东西都被搬空了 叫我多烧点钱过去 一次也就算了 但是每年都这样 我一年至少每个月都得烧纸钱过去 是不是地府的开销太贵了 楼上不要太离谱哈 差点我就信了 骚年 听我的 给爷爷烧一部苹果 十四普柔曼克斯 让爷爷报警 弹幕越说越离谱 孟兴鸾私信让冷酷小狗 将老人的生辰八字发过来 等了两分钟 孟兴鸾才说 是恶鬼夺食 直播间的人头顶三个大问号 字他们都听得懂 就是意思完全不理解 冷酷小狗一脸猛逼 大师 什么意思 你爷爷的墓被人冻过 棺材里不止你爷爷一个人 话一出 弹幕都停顿了 所有人后背爬上了冷汗 大晚上体会到了 什么叫恐怖阴森 主播别吓我 我一个人在家Cuck 一个棺材葬了两个人 穷到这个地步了吗 可是我爷爷下葬的时候 我亲眼看见 棺材里只有我爷爷一个人 怎么可能还有其他人 谁一天闲得没事盗木啊 冷酷小狗觉得这事太离谱了 他爷爷又不像古代皇帝那样 死了还有陪葬珠宝 一个普通人 能有啥可以惦记的 孟兴鸾不急不缓 继续说 你爷爷早年当过兵 参与过战 争 这个恶鬼 就是恶势力的尸骨 恶鬼生前作恶多端 理应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但是他的后代得到了一个法子 就是将恶鬼的尸骨 和一生行善的人葬在一起 这样地府的人 就会混淆他的身份 你每年烧的钱 都进了恶鬼的兜里 他想要顶替你爷爷 抢占他投胎的位置 说完 孟兴鸾喝了一口水 冷酷小狗听得更疑惑了 我爷爷确实很善良 但是世界上善良的人多了 为什么挑我爷爷 你爷爷两年前去世 恰巧符合要求 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跟你爷爷有交集 冷酷小狗沉默了 那主播 你能算到是什么人干的吗 孟兴鸾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主播这意思是 小伙子身边的熟人干的 这要是真的 那未免也太缺德了吧 小狗 建议你想想 你认识的人里 有没有人突然发了一笔横财 如果有 百分之九十九 就是那个人干的 冷酷小狗 恰好看见了这条弹幕 他皱眉沉思 突然恍然大悟地瞪大了眼 我大伯前年说 买彩票中了大奖 现在在城里买了别墅 一家子过得红红火火 孟兴鸾了然点头 他的钱不是买彩票中的 至于来源 你可以找私家侦探调查 冷酷小狗愤怒地握紧拳头 对孟兴鸾说的话 深信不疑 他从一开始 就关注了孟兴鸾 起初只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可后来经过几次直播 他逐渐相信 孟兴鸾真的有本事 那大师可有化解的办法 很简单 打开棺材 将多出的尸骨火烧成灰 之后烧纸钱的时候 在钱上写你爷爷的名字 并默念你爷爷的名字 喊他收钱了 冷酷小狗真诚递到过泄后 又打赏了十朵玫瑰花 就挂了连线 他在自己的账号动态里发布声明 自己会直播这件事的全部过程 孟兴鸾继续抽第二个有缘人 但是这次出现了 和第一次一样的情况 抽奖系统失灵 出现bug 不知情的人 以为是波罗直播数据出问题了 知道实情的人明白 今晚没有有缘人了 孟兴鸾持佛系状态 没了就没了吧 反正道观的债务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还得轻的 他不只要还钱 还得还功德 前者努努力 有希望全部还上 但是后者有点艰难 现在师父不知去向 他的四个师弟 只见到宋男主一个 孟兴鸾觉得自己这个贯主 前途堪忧 第34章 孟兴鸾又要捉鬼了 下播后 魏恒给孟兴鸾发来几张截图 魏恒 孟姐 这些号我都拉黑了 我觉得是有人花钱买的水军 账号总的抓出来二十多个 在直播间带节奏 恶意抹黑孟兴鸾 甚至还充值砸一块一个的臭鸡蛋 虽说也有钱赚 但是窝囊的钱宁愿不要 魏恒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这些水军肯定跟孟兴鸾脱不了关系 孟兴鸾点开图片 大致浏览了一遍 情绪没什么起伏 倒是忍不住想笑 他也就这点出息了 从始至终 孟兴鸾都未曾把孟兴尧放在眼里 一个纠占雀巢的野鸡 也妄图想飞上枝头变凤凰 不可否认 在周玉白这件事情上 他确实是有点小聪明在身上的 魏恒 哦对了孟姐 还有一件事 楚家的事情在圈子里已经传遍了 警方那边我也有找律师 不给他安个杀人未遂的罪名 我还不幸违 话题度不仅仅在楚昂身上 更多的则是对孟兴鸾的好奇 他在大山里生活了15年 再加上孟家不怎么带他露面 圈里的人对他的认知都是靠传言 这也多亏了孟听瑶 才让他落了个恶毒的名头 可是现在 孟兴鸾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渐渐显露了出来 你说他粗鄙 明明是个气质清冷的大美女 你说孟家都不起这个亲女儿 但是人家抱上了盛家这条大腿 你说孟兴鸾是被周玉白抛弃的气负 可是凭你怎么解释 两男争一女 你说他没本事 可人家算命嘎嘎准 与此同时 孟家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全都在孟听瑶的意料之外 他看着社交群里那些豪门子弟 千金名媛讨论着孟兴鸾 极度的面目全非 微信小号最新消息 是水军工作室发来的消息 大概意思就是 今天的账号都被对方拉黑了 孟听瑶 我在家前 明天我要看到直播间 全是对他的恶评 一想到孟兴鸾那张脸 孟听瑶就恨不得用刀将其划伤 毁容 如果没有孟兴鸾 周一白根本就不会这么反常 思绪回溯到今天下午 男人一输完夜就离开了 第一次他让司机送他回家 理由就是公司有事 很忙 可这个借口孟听瑶根本不吃 男人突然输冷的态度 让他十分没有安全感 社交群里有人 艾特孟听瑶 期末 艾特孟听瑶 瑶瑶 孟兴鸾不是你姐姐吗 你把她拉到群里呗 夏琳 拉进来干什么 我们这可是高级社交群哎 一个弃腹他配吗 我说你们男的就是肤浅 看他长得漂亮 就想跪舔 叶迁 你这不要以该论群啊 我可不是这样的人 宋威威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我们跟孟兴鸾又不认识 而且都说他坏话了 他要是进群 不是很奇怪吗 齐木 我觉得孟兴鸾没有那么不堪 再说了 人家才是孟家的真千金 瑶瑶一个养女 都在我们群里 这话一出 维护孟听瑶的人 纷纷打字骂齐木 最终还是孟听瑶做善人出言 劝他们不要吵架 他说的也是事实 我问问姐姐吧 如果他同意 我就邀请他入区 孟兴鸾早就把他拉黑了 但是这件事别人不知道 到时候 他只要批一张聊天记录图 给孟兴鸾立一个瞧不起人的人设 那他必定能引起许多仇恨 孟听瑶已经在幻想那个场面了 恶毒的笑出现在他脸上 接着他低头继续打字 孟听瑶 下个月我生日 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来啊 孟兴鸾过生日 孟家人从未重视过 但是他的生日 却是孟家上上下下都在意的 孟兴鸾就是个没人爱 没人在意的小丑 星号 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便到了盛处理分公司 工地开工的日子 这天 盛处理早早的就开车 来到小区楼下 等着孟兴鸾 最近的天气忽冷忽热 连下了三天的大雨 给 早饭 盛处理贴心的给孟兴鸾带了早餐 孟兴鸾也不客气 谢谢盛哥 从这里到工地开车 大概要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昨天孟兴鸾睡得晚 吃完早餐 就靠着窗小气了一会儿 等到了目的地 才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工地很大 四面靠山 灰尘扑扑的 两人一下车 就有人递过来两个安全帽 这里原先是一座烂尾楼 前几个星期才爆破拆掉 盛处理 是想将这里打造成一个旅游山庄 两人从铁门的入口进去 孟兴鸾环顾着周围的环境 眉心微醋 盛处理注意到了这个细微的表情 问 鸾鸾 是有什么问题吗 从踏入铁门开始 孟兴鸾就感受到了扑面来的浓浓阴气 倒是没见到一只孤魂野鬼 孟兴鸾点头 是 但具体的 也要等晚上捉只鬼问问才清楚 盛处理拿出手机打开工作群 吩咐开工延迟的消息 那晚上我来接你 孟兴鸾注意到 前面一座山上的别墅 他漂亮的桃花眼瞇了瞇 那里有人住吗 盛处理顺着孟兴鸾手指的方向看去 若有所思 半赏才说 没记错的话 京城谢家的柚子偶尔会去那里住住 孟兴鸾嗷了一下 没再探究 等到了晚上 工地里面的阴气比白天更加浓烈 孟兴鸾跃跃欲试 他让盛处理待在车上等他 走时还塞给他一张平安符和驱邪符 深知孟兴鸾的实力 盛处理没有多担心 而是叮嘱他小心 孟兴鸾进入到了工地内部倒塌的碎石泥土 还没来得及全部清除干净 地面坑挖不平 孟兴鸾一边走一边四面环顾 他在寻找鬼的踪迹 按理说这么浓的阴气鬼 应该不止一只 但是直到现在 孟兴鸾都没看到一只鬼影 有点奇怪 慢慢深入 孟兴鸾摒弃名神 终于感受到了一只鬼的气息 单手从布包里摸出珠鞋键 下一秒 猛地朝着东南方向秩序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尖叫 寂静的叶被彻底打破 阴气不断翻滚 汹涌地朝着孟兴鸾扑来 第35章 出御图的主人公 孟兴鸾就地一滚 精准躲过 面前的鹰气凝成一团 看不清真实面貌 他继续朝着孟兴鸾发动攻击 然而这些攻击在孟兴鸾眼里 就像是挠痒痒似的 他一边躲一边默念咒语 原本消失的珠鞋键从东面快速飞来 从后打散了这团鹰气 刺耳的叫声染上了怒气 孟兴鸾站直身体 眸光冰冷 凌冽的晚风吹起他披散的长发 他从布包里 快速摸出 极力打磨好的石子 看准鹰团周围几个地方 就快速置去 等鹰团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阵法束缚住了 伴随着阵内金光闪过 鹰团渐渐显现出了一个人形轮廓 那是一个浑身发青 舌头搭了出来的长发女人 他愤怒地四处寻找着突破口 但是无奈 都被无形的墙壁给弹了回来 孟兴鸾也不说话 就等着他筋疲力尽 十五分钟后 他无力地飘荡在半空 用血红的眼睛瞪着孟兴鸾 孟兴鸾懒洋洋地召回猪邪剑 在女鬼面前的半米处亭下 天上的圆月被遮了半角 黄色的月光洒落下来 笼罩住整座废弃工地 女人肤若凝知 眉眼清冷 漆黑的同人仿若深渊 以前的这里是一片坟墓 是又如何 你这个臭女人 快放开我 女鬼的声音 像是猫爪抓黑板的声音 刺耳又难听 孟兴鸾面不改色 他继续问 其他鬼呢 这里不止女鬼一只鬼 工地的阴气十分浓郁 眼前的鬼只是普通鬼 就算假设他是厉鬼 也不可能拥有这么浓郁的阴气 所以 百分之九十的 可能就是工地里聚集了一群孤魂野鬼 女鬼不说话 孟兴鸾也不强鬼所难 他慢条丝里的从布包里 拿出一个陈旧的罗盘 你不说我也有办法找到 只是可惜 你得去地府报道了 他说的漫不经心 但都说到了女鬼的心坎上 不 我不去地府 女鬼声嘶力竭 孟兴鸾往后退了一步 他看向女鬼 自知自己是猜对了 他并不想去地府投胎 黑白无常在工作摸鱼 也绝不会忽视 阴气这么浓郁的这里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性摆在眼前 那就是黑白无常 默认了他们不去投胎的事情 孟兴鸾眼底染上几次趣味 不去也行 那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女鬼对孟兴鸾的实力很忌惮 虽然不情愿 但又害怕对方真把他送地府怎么办 他飘在半空中 你问 这里加上一共多少只鬼 九个 我们不去地府 因为我们要赚钱 赚钱就可以买到好的投胎位置 我不想过苦日子了 女鬼激动地朝着孟兴鸾咆哮 孟兴鸾挑眉 赚钱 我们想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鬼屋 人类不就喜欢挑战新鲜刺激的东西吗 我们总比那些人类扮演的NPC恐怖吧 女鬼陷入了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里 孟兴鸾听了的大概 总结了几个字 这群鬼要在这里开鬼屋 他们自己当恐怖NPC 他直言戳破他们美好的幻想 现在这里被拆药重建成旅游山庄 你们是野鬼 普通人根本看不见你们 女鬼 有一说一 白瞎这么一张漂亮脸蛋了 怎么这么没情伤 就不知道附和他 然后夸赞他们的商业头脑吗 女鬼气呼呼地背过身 不去看孟兴鸾 就在这时 鹰峰四起 比刚才更为浓郁的鹰气 朝着这边涌来 孟兴鸾重新手持猪鞋剑 四面八方带着鹰气的攻击 朝着孟兴鸾袭来 女人腾空而起 借助猪鞋剑的力量 在空中稳住身形 鹰团四处飞散 凄厉的叫声飘荡在半空中 孟兴鸾拿出一张引雷符 他朝上抛起 瞬间天空乌云密布 只剩半角的圆月 彻底被乌云遮盖 闪电划破夜空 带着轰隆隆的雷声 似乎下一秒就能劈下来似的 孟兴鸾已经找准了躲避的位置 在一道惊雷劈下来前 他快速朝着那驶去 伴随着砰的一声 凝聚在一起的鹰团散了 渐渐显露出轮廓 雷声轰轰 还在继续蓄理 孟兴鸾黑色的长发 被吹得凌乱 逗大的雨珠从天上掉落 他凝视着前面发生的一切 在女人抬头看天的时候 黑色的伞顶 遮盖住了他的视线 孟兴鸾猛地回头 一张苍白俊美的脸 撞入他的眼中 男人穿着长款风衣 身形修长 单手拿着伞柄的手骨结分明 孟兴鸾觉得他有点眼熟 看来你不记得我了 男人的嗓音低沉沙哑 雨点敲击散面 发出啪哒的响 孟兴鸾危险地眯起眼 上下审视了他一遍 谢彦慈倒是不急 他捂着唇咳嗽了几声 苍白的面上浮现淡淡的薄红 几秒后 他好心提醒了一句 胡锦公寓 这是公寓藏尸案的地方 那天 他被鬼引到半空 误打误撞 看见了一场出狱图 孟兴鸾大脑飞速地运转 突然一道光闪过 他露出亚裔的表情 这个男人是出狱图的主人公 其实也不怪他 只是 那天是出突然 他都没来得及看清 对方长什么样就离开了 现在人居然找到这里来了 许诗看穿孟兴鸾心中的疑惑 谢彦慈说 我就住那边的半山腰 盛处理说住在那边的是 谢家幼子谢彦慈 谢彦慈 嗯 看来你知道我 谢彦慈露出一个微笑来 夏宇天为什么站在这里 要不去我家坐坐 男人对他发出邀请 天黑地屁 孤男寡女 很难让人不往歪处想 孟兴鸾往孤魂野鬼聚集的地方 看了一眼 拒绝道 不料 倒是你 大晚上在这干什么 这里 已经被列入了圣处里的地盘 谢彦慈孤身一人出现在这里 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但更令孟兴鸾感到惊讶的是 他在男人身上 看见了浓浓的死气 而对方的命格 理应早该丧命的 但却活了下来 孟兴鸾眼中 闪烁着探究的光芒 谢彦慈对此一点也不生气 他将伞塞到女人手里 转身走进了羽目中 下次见面 我会告诉你的 第36章 周玉白 你喜欢上孟兴鸾了 男人轻受修长的背影 消失在羽目中 孟兴鸾眼底染上了几丝趣味之色 不过很快 他便收回目光 朝着九个野鬼走去 雷声已经退了 只剩雨 还嘻嘻嘻嘻地吓着 女人撑着伞 在他们面前站定 他们的阴气 已经没有刚才的浓郁了 在孟兴鸾阵法的压制下 刨也跑不掉 只能像只待宰的羔羊 待在原地 九个鬼各有特色 就凭这吓人的长相 孟兴鸾觉得 半个鬼屋 说不定还真能打爆 你这个臭道士 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又没有害人 其中一个眼球突出 脖子有个窟窿的男鬼 愤恨地咆哮道 孟兴鸾散漫地掀了掀眼皮 说 这里是我哥的地盘 言外之意 就是让他们快滚 屁 明明就是我们的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百年了 你说是你哥的 就是你哥的 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们鬼也有鬼权 秃顶且只有半张脸 完好的男鬼 耿着脖子反驳道 几百年 那时间还是蛮久的 孟兴鸾不以为然地 打了个哈欠 你住就是你的地盘了 这块地是合法拍卖得来的 你们有钱吗 长蛇女鬼 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我们要是有钱 我们就去投胎了 这不是打算挣钱吗 话落的同时 孟兴鸾的手机响了 来电人是胜出脸 孟兴鸾快速挂断电话 也懒得再单个时间 他将九只鬼 全都收进了容器里 圣出脸 已经从车上下来了 他撑着伞 单手拿着手机 等看见孟兴鸾的身影时 才松了口气 鸾鸾 有没有受伤 圣出脸是普通人 但是刚才的雷雨来势凶猛 从中他看出了一点不对劲 虽然知道孟兴鸾厉害 但还是忍不住担心 没有 我们先走吧 车上 孟兴鸾偏头看了 远远处半山腰的别墅 突然问 圣哥 你认识谢彦慈吗 谢彦慈我不熟 但是我认识他哥谢言川 怎么了 与此同时 半山腰别墅内 空荡荡的别墅 森冷孤寂 偌大的客厅 只亮着一盏小灯 谢彦慈用干毛巾 擦拭着被雨水打湿的头发 眉眼深邃 苍白的脸略显病态 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哥 见到他了 说话的男人 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长相出挑 意气风发 谢彦慈捶着眼瞼 漫不经心地恩了一声 你真的确定 孟心鸾 就是你的命定之人吗 会不会是哪里搞错了 据我所知 他和周玉白有两年婚姻 最近才离的婚 继持觉得 孟心鸾一个二婚女 根本配不上他哥 谢彦慈逆他眼 那又如何 继持被哽了一下 最后支支吾吾地说 哥 你要是去追孟心鸾很吃亏的 你都没谈过恋爱 继持 你越界了 被谢彦慈冷声警告了一句 继持撇撇嘴 行行行 我不问了好吧 听过了 周玉白是孟心鸾的白月光朱砂痣 想来离婚只是闹别扭 等他们复婚了 哥 你就是那个小丑 星号 孟心鸾成为波罗平台签约主播的事情 很快便传到了周玉白的耳中 他感冒出狱 脸色微微发白 助理站在他面前战战兢兢 大气不敢出 男人眼底一片冰冷 下一秒便拿出手机 拨通了孟心鸾的电话 只可惜 对方早就将他拉黑了 这个现实 直接让周玉白黑了脸 助理在心中祈祷着 这个时候 有人会来救救他 好在老天终于听到了他的心声 周玉白的朋友 魏云迟到了 他给助理使了个眼色 后者瞬间松了一口气 快步跑了出去 魏云迟随手关上门 他穿着休闲 眉眼俊朗 他走到周玉白面前坐下 怎么了 怎么黑着一张脸 周玉白看他一眼 没说话 魏云迟笑了一声 让我猜猜 是因为你前妻孟心鸾 一提到这个名字 男人明显反应大了 魏云迟往后依靠 整个人懒洋洋的 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 玉白 我还真就不理解了 你不是厌恶孟心鸾吗 现在如愿离婚了 你怎么还是一副不高兴脸 魏云迟昨天刚从国外谈生意回来 和孟听瑶见了一面 对方向他述说了委屈 所以他今天才会直接来找周玉白 男人抬手揉了揉眉心 尽量平和语气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玉白 别岔开话题 你先回答 我刚才的问题 周玉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孟心鸾结婚是非自愿 婚姻持续了两年 现在宣布破裂 他应该高兴才对 可这一个月来 他一点都不高兴 甚至孟心鸾和盛处理走得太近 他还会暴怒生气 周玉白觉得他自己病了 并且病得还不轻 男人的沉默 让魏云迟更摸不着头脑 魏云迟坐直身体 调笑道 你别告诉我 你喜欢上孟心鸾了 明知这是个玩笑话 但周玉白愣是恍惚了一下 喜欢孟心鸾 不可能 回过神来的周玉白立刻否认 既然不喜欢 那你为何要因为孟心鸾 而做出伤害瑶瑶的事情 魏云迟继续逼问 直奔今天的主题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和男人的视线在空中撞上 周玉白眉头一皱 他什么时候 因为孟心鸾伤害他了 从始至终 他都是以孟听瑶为主 要说伤害 也应该伤害的是孟心鸾啊 第一次 周玉白心中对孟听瑶 生起了怪异感 我没有 魏云迟听到男人的否认 也不去反驳 而是说 瑶瑶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知道她喜欢你 所以我退出 祝福你们 但是 你若是敢让瑶瑶伤心 就算你是我兄弟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魏云迟也喜欢孟听瑶 但是孟听瑶 一心都在周玉白身上 她难过伤心 但最后还是 选择了成全 魏云迟收起 复杂晦涩的情绪 又说 你公司最近不是 新开发了一款直播软件吗 我觉得 你可以邀请瑶瑶 成为你们的王牌主播 孟听瑶不是喜欢欺负瑶瑶吗 那你就给她找回场子来 第37章 钱难挣 使难吃 孟听瑶在回到家的当晚 就重新审讯了九只鬼 每只鬼的说法都不同 但唯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 坚决不要去地府 他们要挣够钱了 再去 苦了一辈子 不想下辈子继续苦了 孟听瑶似笑非笑 几百年了 都还没挣够 一句话 让众鬼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长舌鬼 瞪着一双心红的眼睛 绝强道 你以为钱那么好赠 钱难挣 使难吃 人类一天一个新花样 他们的想法 完全赶不上时代的变化 而且困扰他们 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何让人类 能够看见他们 房间陷入了一片安静当中 孟星鸾不是大善人 如果放了这九只鬼 那他们必定 还会回到工地上 阴气对活人 可不是什么滋补之物 所以 最好的去处 也只有地府了 孟星鸾再次将他们收回容器 一觉睡醒后 接到了圣处理的电话 鸾鸾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让我对这片电 有了新的想法 电话那边 圣处理沉着声音说 嗯 其实我觉得 开一个鬼屋也不错 场地大 可以见很多个 不同场景类型的鬼屋 九只鬼一整晚 都待在容器里 所以设计给圣处理托梦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而圣处理能梦见这些 想来只有一个字可以解释 圆 他跟这九只鬼有圆 孟星鸾索性顺水推舟 说 如果要建鬼屋的话 我这里可以给你提供九个NPC 圣处理 孟星鸾 具体的细节哦 让我师弟宋男主 和你对接 孟星鸾起床收拾好自己 才给宋男主打了电话过去 少年在拿到 装有九只鬼的容器时 满眼都是兴奋之色 玄学也分为好几类 但他叫擅长看向 抓鬼什么的 只能算入门学徒 可他从未放弃过 对抓鬼的热爱 师姐 你就是我心中的NL 依依 我爱死你了 如果情况允许 宋男主此刻 恨不得像个树袋熊似的 挂在孟星鸾身上 然后 对准那精致无瑕的 侧颜巴基 就是极口 但事实就是 如果他敢这么做 一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宋男主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带他们去各个鬼屋体验 然后让他们写总结 死了几百年 那必定会对现在的社会脱节 想要鬼屋大爆 探电也必不可少 收到 师姐 我保证完成任务 宋男主带着九只鬼离开后 孟星鸾也出门了 他将直播的收益 全部提现了出来 扣除交的税和公司分成 他到手也有三百万 孟星鸾首先是到4S电梯车 汽车销售一见他 眼睛都亮了 领着人就推荐贵的 张嘴就将车吹得天花乱坠 孟星鸾全程都吃冷淡态度 小姐 我跟你说 这车全球仅有五辆 你也别觉得我吹牛 就在海城 这车都不超过两辆 现在购买价格特别优惠 不要九百九十八 只要九个亿 兜里只装了三百万的孟星鸾 看中了店里的一辆白色奥迪 忽略掉销售卖力的推荐 女人手一指 这辆我要了 多少钱 销售滔滔不绝地花一指 有些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小姐 那辆车的配置 没有这辆好 你确定 只是代步而已 多少钱 眼看着大单飞了 原本热情的销售 一下子冷淡了下来 落地价150万 孟星鸾刷卡提车 这一幕都被有心人全程拍了下来 夏琳转手就将照片发到了社交群里 脸上的神色十分不屑 夏琳 看来这孟星鸾混得也不怎么样 买车都只能买便宜货 离了孟家和周家 他什么也不是 照片只拍到女人漂亮的侧颜 明明是随手一拍 但依旧美得不可方物 夏琳咬紧下唇 眼底闪着极度的光芒 周偏然 本来就是 他嫁给我个 可没少花周家的钱 你们也不看看 他都跟穷酸鬼一起玩 这次恐怕都掏空他的家底了 齐木 其实我觉得 这车还挺好看的 150万也不便宜吧 夏琳 at齐木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到底是我们这边的 还是孟星鸾那边的 宋葳葳 at齐木 少说两句吧 齐木 我怎么了我 我实话实说 都不行了真的是服了 群里因他而起的争吵 孟星鸾一无所知 他办理好全部的手续后 直接将车开走了 今天他还有一件事要办 那就是去给周老爷子送安睡符 本来应该是让老爷子 派人过来取的 但是一直都没联系上 所以 孟星鸾只有自己跑一趟了 从市区到老宅 开车要40分钟 一路上畅通无阻 比预计的时间 还提前了5分钟抵达 老宅屹立在林间 山清水秀 空气十分清爽 孟星鸾将车停在了外面 徒步去摁响了门铃 来开门的是周家的庸人 新来的庸人 并不认识孟星鸾 他问 你好 请问您找谁 我姓孟 找周爷爷 孟星鸾直接将人放了进来 小姐 您先随便坐 我去给您倒水 老宅安安静静 庸人们各司其直忙碌着 只有偶尔几个 会时不时地 朝着孟星鸾所做的地方 投来目光 好奇 惊艳 总之没有恶意 这可比上次来的时候 感觉好多了 庸人端上来 一杯柠檬水 刚刚弯腰放下 耳边就传来女人的询问声 周爷爷不在家吗 在的 我已经让人去叫老爷了 孟星鸾的目光落在了楼梯口 舒缓的眉头顷刻皱起 似有似无的黑气 悄无声息地弥散出来 孟星鸾起身要往那边走 玄关处就传来庸人说 先生回来了 周玉白不是一个人回家的 身边还跟着一个 打扮的先锋倒鼓的老头 男人一眼认出了孟星鸾 孟星鸾 孟星鸾听到声音 停下脚步回头 卫时粉呆的五官 漂亮清冷 线长的雨节下 是漆黑的同人 他穿着白色的紧身小短袖 下达七分破洞牛仔裤 手长腿长 十分惹眼 你怎么在这里 第三十八章 他能救周老爷子 我来找周爷爷 两人之间的氛围 有些怪异 先锋倒鼓的老头 上下打量了孟星鸾几遍 隐隐觉得有点熟悉 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爷爷他最近身体不好 生病了 周玉白冷峻的脸上面无表情 生现雌性疏离 这和他之前纠缠的样子 大相径庭 总算是正常了 孟星鸾默默想到 这才是周玉白 一个不喜欢他 甚至是讨厌他的周玉白 孟星鸾内心毫无波澜 这位小友看起来甚是面熟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灵老打破了沉寂的氛围 孟星鸾这才正眼看向老头 物字 他轻轻勾了勾唇 菩提道观观主孟星鸾 孟星鸾 灵老细细嘞喵了好几遍这个名字 片刻后恍然大悟 你是清虚的徒弟 没想到当年的小女娃娃 都长这么大了 瞧我一时半会儿没认出来 丫头 你是否现在何处 孟星鸾确实不知道 要是知道的话 他就是妻师 也得把清虚绑在道观 只要清虚道长在 那就轮不到他来继承 负债累累的道观了 两人之间的谈话 周玉白听不太明白 但有一点他知道 就是灵老曾和小时候的 孟星鸾见过 一抹探究的视线 落在了女人身上 孟星鸾装不知道 那丫头 你有没有你师父的联系方式 我 灵老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孟星鸾就出声打断了 我先上去看看周爷爷 哦对 先去看老爷子 走走 咱们一起 一老一哨走在前面 周玉白跟在后面 越靠近老爷子的房间 死气就越重 孟星鸾和灵老同时凝固了表情 就连周玉白这个普通人 都察觉到了非同寻常 孟星鸾伸手推开房门 房间里密不透风 窗帘紧闭 没有一丝光亮 沉闷的气息 压得人喘不过气 周玉白打开了房间的灯 有了光 众人这才看清 床上老爷子的情况 老人原本健康红润的脸 变得干瘪起来 皱纹布满整张脸 看起来有几分恐怖 落在被子外的皮肤皱巴巴的 显得十分枯瘦 这 灵老一时哑口无言 孟星鸾眉头紧锁 他隔空画幅 一道滋养续命符 飘入老人的额间 消失不见 灵老看得目瞪口呆 隔空画幅 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人能做到 隔空完成画幅 瞬间 灵老看孟星鸾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什么香菠菠似的 孟丫头 你可看出点什么来了 孟星鸾的脸色 微微发白 滋养续命符 属于高级别的符纸 纸上画出来都难 更别提隔空一笔完成了 他捏紧手 面不改色 有脏东西 在害周爷爷 一个月前 老人还生龙活虎的 现在不到一个月 就虚弱的 仿佛下一秒 就能嫁合归西 想来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看了一圈 这里没有厉鬼存在的痕迹 奇怪了 到底是为什么 灵老喃喃自语 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有没有接触什么奇怪的东西 周玉白很少有时间 在家陪老人 他拿出电话 灵老 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问问 说完人就退出了房间 来到走廊上 孟星鸾走遍房间的每个角落 一个细节也不放过 就在收回目光的一刹那 老人枕边的一脚血红 引起了孟星鸾的注意 女人大步走到床边 弯腰 伸手从枕边拿起一块做工精巧 颜色晶莹剔透的玉佩 颜色红的艳丽 张扬 这是 林老眉心紧锁 一脸严肃地紧盯着女人手中的玉佩 同为玄学师 他心底下意识地十分忌惮这块玉佩 被无数冤魂血浸染过的玉佩 年代很久远 至少也有百年的历史 经过岁月的洗礼 凶器越来越重 普通人佩戴 轻则小病不断 重则命丧黄泉 如若今天他再晚些来 那么现在迎接他们的 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周老爷子枯瘦的手指动了动 片刻后 艰难地睁开了眼 整个人精神恍惚 身体就像是被车碾了似的疼 缓了好一会儿 老爷子才清醒过来 他看见了孟兴卵 孟丫头 老人的声音嘶哑干涩 周爷爷 你先别说话 我去给你倒水 孟兴卵拿着玉佩走出房间 他让佣人端一壶开水上来 过后却并未第一时间返回房间 他整个人以着木制栏杆 双肘撑在上面 血红的玉佩在空中晃来晃去 颜色十分惹眼 孟兴卵眯了眯眼 还未来得及收回 楼下就传来动静 周玉白扶着周母进来 身后还跟着打扮艳丽的周偏然 周偏然随意地抬头 静一下子和孟兴卵来了个对视 还来不及思索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老宅 周偏然就看见了女人手中血红的玉佩 当即便奸声说 孟兴卵 你竟然敢偷我 送给爷爷的东西 你真不要脸 他的嗓门很大 整座别墅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周玉白眉头一皱 冷声呵斥周偏然 偏然 不许乱说 周偏然压根听不进去 他捏紧拳头 蹬蹬蹬地跑到了二楼 一见孟兴卵站在那 伸手就要去抢玉佩 你这个小偷 快把东西还给我 孟兴卵往后一退 让周偏然扑了个空 女人眼中脆满了寒霜 目光紧锁在周偏然身上 你说这块玉佩 是你给周爷爷的 周偏然气愤得很 怒瞪着孟兴卵 不是我给的 还能是你给的 快还给我 周玉白扶着周母上来了 见周偏然跟泼妇一样 男人当即去将人拉住 周偏然 你够了 冰冷的声音毫无感情 周偏然委屈地摇紧下唇 用怨毒的眼神 瞪着孟兴卵 哥 这块玉佩 是我好不容易买来给爷爷的 你怎么不说是孟兴卵偷爷爷的东西 他都不是周家人了 为什么还来老宅 周玉白眸色一按 松开拽住妹妹手臂的手 沉声道 他能救爷爷 第39章 前婆婆要向他求佛珠手串 孟兴卵能救爷爷 周偏然像是听见什么天荒夜谭似的 瞪大了双眼 片刻后 发出嘲讽的笑声 表情极为不屑 哥 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洗脑了呀 他要是能救爷爷 我直不到地洗头 周偏然放出狠话 他压根不信孟兴卵有救人的本事 孟兴卵又不是医生 大学学的专业也跟一瞻不上便 你要说 世界末日来了 都比这话可信度高 不仅是周偏然不信 周母也不信 贵妇人极为不悦地拧起眉头 冷声说 玉白 你爷爷现在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吗 医生都束手无策 他能有什么本事 林老现在在哪 快带我过去看看 母亲和亲妹妹 对孟兴卵的态度 让周玉白心中 生起了异样的情绪 以前他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 对孟兴卵的 不知为何 这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让男人有些生气 他垂眼 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 不动声色地扶着周母 进入老爷子的房间 林老正站在老人床前 一脸严肃 周母露出一个得体的笑容来 林老 真不好意思 还把你请过来了 只是我们家老爷子 说到后面 他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 有些哽咽 周母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时都见过 他是无神论者 但如今 老爷子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送去医院做全身检查 却查不出任何病因 最后不得不让儿子 去特殊部门 请处理过这种事 且有经验的人过来 死马当活马医 人现在他请到了 老爷子能不能挺过来 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房间的气氛很沉重 周老爷子 现在说句话都很吃力 偏偏周偏然眉眼利剑 生气地质问老人 爷爷 为什么我送给你的玉佩 会在梦星鸾手上 林老捕捉到了 这句话里的关键词 当即冷眼看向他 你说玉佩 是你送点老爷子的 被林老这么一看 周偏然居然生出了害怕之意 他到喉咙口的话 煞食咽了回去 对啊 有 有什么问题吗 爷爷很喜欢 糊涂 林老一拂袖 十分生气 你知不知道 这个玉佩是何物 那可是大凶之物啊 要是老爷子没挺过去 你就是凶手 周偏然满眼呆滞 周母皱着没问 林老 会不会是你搞错了 然然怎么可能会 害自己的亲爷爷 搞错了 这个玉佩 你带几天试试看 我说的究竟对不对 林老冷哼一声 人我无能为力 现在老爷子 只有梦丫头能救了 梦丫头 周母眼皮跳了一下 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梦星鸾从外面走进来 原本还一脸生气的林老 一下子转换成了一张笑脸 梦丫头 可有解决的办法了 三人同时朝着梦星鸾看去 梦星鸾面无表情 周偏然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看着林老对待女人轻易的态度 他当即就气势汹汹地说 我明白了 你跟梦星鸾是一伙的 面对周偏然毫无厘头的揣测 林老脸色一沉 不等他说话 周玉白已经先他一步 呵斥了周偏然 周偏然 闭嘴 男人眸光如冰 十分赦人 周偏然更委屈了 周母皱着眉眉说话 但还是伸手拉住了女儿 然然 听话 一个两个都指责她的不是 周偏然愤恨地瞪了梦星鸾一眼 捂着嘴哭着跑开了 房间瞬间安静了下来 这时 平躺着的老爷子 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周玉白连忙坐到床边 替老人顺着气 老爷子浑浊着一双眼 脸上写满了悲哀他竭力说 玉白 让偏 偏然和丫头道 道歉 周玉白 爷爷 你先别说话 我会让然然赔礼道歉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休息 梦星鸾捏紧玉佩 紫白细长的首纤细 在周母的注视下 她说 周爷爷我有办法救 但是酬劳 我要五千万 学门也有学门的规矩 如若没有相等价值的交换 折得还是老爷子的福 同样玄学师本身 也会遭到天前 听完梦星鸾的话 旁观的周母眼底 闪露出一丝鄙夷 还以为多清高 结果竟是为了钱 当真是上部的台面 圣老太太也不知什么眼光 居然把这样的人当成宝 我给你一个亿 如若爷爷真的好起来了 我会再额外给你一个亿 周玉白看着梦星鸾说道 梦星鸾 我只要五千万 就算周玉白真的给她两个亿 那多出的钱 她也是留不住的 一边的灵老缓和了语气 感叹道 你们这是遇到贵人了 要是没有梦丫头 老爷子说不定真挺不过今天 就凭梦星鸾能凭空 画出滋养续命符这一点 就远超99.9%的同层了 临走时 梦星鸾又隔空画了一张 滋养续命符 老人胸闷的征兆瞬间减轻 脸色也缓和了许多 如此神奇的一幕 让周母变了脸色 也不知梦星鸾何时 去学了这个本事 看起来还像模像样的 周母又想到自己 自从佛珠手串没了后 遇到的倒霉事 她想让梦星鸾再给她一串 但又拉不下面子来 于是 她将主意打到了林老身上 林老听了周母的需求后 有点震惊 周夫人 不瞒你说 我对这些玄学物件都不太精通 就算给了 效果肯定也是大打折扣 梦丫头年纪虽小 但是本事大着呢 周夫人可以去和她求一串 林老根本不知道 梦星鸾曾是周母席的事 所以也不理解贵夫人 骤然变得僵硬的面部表情 另外一边 周玉白正要将梦星鸾送出别墅 女人的面色微微发白 脊背挺直 正要迈出别墅时 天空突然传来轰隆的雷声 梦星鸾立刻把没落地的那只脚 收了回来 周玉白没看懂她的这个操作 陈卓生说 要不等明天再走 外面要下雨了 你一个人开车回去不安全 说完又觉得哪里怪怪的 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爷爷现在随时都有危险 你留在别墅 可以第一时间处理应急情况 第四十章 你的对象是个男人 外面阴云密布 雷声轰轰 天气变化得实在是快 唯有梦星鸾清楚是为什么 他一连画了两道滋养续命符 已经被天道察觉到了 这雷明显是冲着他来的 所以就在周玉白以为梦星鸾会拒绝的时候 他点头答应了 这块玉佩的来历你 最好找周篇然问清楚 血红的玉佩被梦星鸾握在手里 红与白形成鲜明的对比 显得有几分诡诀 周玉白恩了一声 你的房间还是原来的那间 缺什么东西 你可以直接和庸人说 梦星鸾在这边住了两年 他所住的是别墅的一间次卧 主卧就在这间房间的旁边 梦星鸾抛开思绪 冷着一张脸说 我住客房就行 一句话直接撇清了他和他的关系 周玉白说不上自己此刻是什么心情 他深深地看了梦星鸾一眼 吐出两个字 随你 说完 男人拿起西装外套就出门了 梦星鸾住的是一楼 靠近走廊尽头的客房 房间的面积不大 装潢简洁 整体来讲 梦星鸾还是挺满意的 晚上吃饭 周玉白和周篇然都不在 周母借口不舒服 也没出来吃饭 故而 偌大的餐厅里 只有林老和梦星鸾两人 梦星鸾乐得自在 他胃口小 一碗饭就饱了 而林老则瞅准这个时机 开始问东问西 虽说梦星鸾是小辈 但架不住他能力出众厉害 再说了 玄学的本事就是互相交流 说不定还能从对方身上 学到新东西呢 丫头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隔空画佛啊 是清虚教你的吗 画这个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老头子 我也没什么恶意 就是好奇 丫头 你那几个师兄弟 可在海城 林老一路跟到了梦星鸾客房门口 女人走进去 又立刻转身 他单手扶着门框 阻止了林老再进一步的行为 隔空画佛这么简单 还需要什么诀窍吗 林老一梗 他就没见过这么不谦虚的人 好吧 孟星鸾确实有不谦虚的资本 林老脑子快速运转 在孟星鸾要开门的最后一秒 用手拦住了 丫头 就当老头子我冒犯一下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行不行 孟星鸾对林老的印象还行 如若换做别人 只怕今天手都要被门碾碎 可以 孟丫头 海城最近发生的公寓女士案 你是不是插手了 没有历鬼的痕迹 当时他们特殊部门 特地派人过去查看过 可找了一圈都没什么蛛丝马迹 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他们来之前 已经有人处理过了 林老盯着孟星鸾 试图从他脸上 找出点什么东西来 可惜 孟星鸾是表情管理者 说没表情 就是没表情 你猜 话落 门便和尚 传来啰嗦的声音 林老 你猜我猜不猜 好气 但又无可奈何 唉 林老重重地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客房里 孟星鸾接到了宋男竹的视频电话 手机屏幕 被宋男竹的娃娃脸占据 睫毛又黑又长 皮肤嫩得像是能掐出水似的 他兴奋地说 师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孟星鸾 什么好消息 上次我不是对你那个渣爹 说他有破财之灾吗 今天他们公司损失了好大一个单子 说完 宋男竹回头再跟谁确认 几秒后 又补充了金额 价值好几个亿呢 明明这个渣爹是他的 但宋男竹看起来比他还兴奋 孟星鸾 恩恩附和了几句 说实话 自从看白了孟家人 他基本上就不太关注了 哼 倒也不至于 除了这层血缘关系 孟星鸾 找不到任何和他们有联系的东西 他们愿意宠着养女 那就宠吧 反正从一开始 他就不奢望母爱和父爱 孟星鸾 又和宋男竹闲聊了几句 才打开直播 今天的直播设备 只有一部手机 直播间一开 就有源源不断的粉丝进来 眼间的几个粉丝发现 今天的直播背景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主播今天不在家吗 背景变了 这是在朋友家 还是搬家了呀 感觉没之前的好 太简陋了吧 看着弹幕 孟星鸾也没回答 而是直接切入 今天的直播内容 赵丽氏抽三个人算挂 伴随着抽奖转盘的滚动 今晚的第一个有缘人出现了 齐木接连两次 在社交群背对后 一气之下 屏蔽了整个群 顶着逆反心理 开始观看孟星鸾的直播 他披着小马甲 看得津津有味 要他说啊 这孟星鸾比孟听瑶 长得好看多了 要不是因为 从小的交情不好闹翻 齐木绝对会 义正言辞地 对孟听瑶说 他最讨厌 脚柔作作的女生 看着看着 突然出现的中奖画面 让齐木一带 什么意思 他被抽中了 他这么欧的吗 平时买彩票 也没见证得一等奖啊 在齐木愣神的时候 孟星鸾 已经连喊了他两声 在最后倒数三个数的时候 齐木才慌慌张张地 冲钱打赏了一座嘉年华 申请连麦之前 齐木找了个口罩戴上 孟星鸾看着直播间里的男生 无言了几秒 然后才说 你想算什么 齐木一时没想出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算什么 他要钱有钱 父母恩爱 兄弟和谐 恋爱也很顺利 有一个谈了半年的女朋友 马上就要谈婚论嫁了 这小哥不知道算什么的话 我花钱买你的位置怎么样 主播别浪费时间 赶紧下一个吧 再现吃瓜 齐木看着弹幕 意识到自己浪费时间了 正要伸手挂断 孟星鸾说话了 既然你不知道算什么的话 那我就随便说了 嗯 不是要生辰八字吗 随便说都行 似是看出了齐木的疑惑 孟星鸾补充了一句 我也擅长看向 齐木被引起了好奇心理 他收回手 开始等着孟星鸾接下来的话 反正从始至中 他什么话都没说 要是孟星鸾真说对了 那他就是真的有本事几秒后 女人倾起红唇 一句话让整个直播间 都鸦雀无声 你的对象是个男人 第41章 完美灵 齐木脑子里 回旋着孟星鸾说的这八个字 你的对象是个男人 齐木 逗他玩的吧 不可能 我家贝贝不可能是男人 你不要乱说 亏我相信你有本事 回过神来的齐木 十分生气 他很爱自己的女朋友 根本受不了别人这么污蔑 主播上次说 别人不适合结婚 结果对方的男朋友在骗婚 我有点好奇 主播到底是从哪里看出 小哥女朋友是男人的 你要是知道那还得了 如果真的是男人 那岂不是太缺德了 要是我 我得隔音死 弹幕的言论千奇百怪 直播间所有的网友 都在激动地等着后续 孟星鸾对于齐木的否认 也不生气 而是慢条斯理地说 你有证据证明 她是女人吗 齐木一夜 但很快她便说 你跟贝贝又不认识 你肯定是想挑拨理解 你就是想骗我的钱 孟星鸾 孟星鸾 那你敢按照我说的去做吗 女人的眸光清冷忧深 即便是隔着一层屏幕 也能把人吸进去 齐木纠结了一会儿 很快便爽快地点头 行 但是你 若是污蔑了我贝贝 那你得道歉 退钱 齐木是抚养的豪门子弟 但又不是冤大头 哪有被人污蔑 还给人钱的道理 孟星鸾应远了她这个要求 反正等会翻车的 又不是她 你现在撕发一张 你对象的照片给我 齐木很警觉 为什么 你不是会看相吗 看我不就行了 孟星鸾 看你有个屁用 孟星鸾面不改色地继续说 我不是神 在你身上 我只得到了 她是男人的信息 趁现在还没结婚 你不想留下阴影的话 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 她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极为认真 半点看不出说谎的痕迹 原本还坚定的心开始动摇了 犹豫了几秒 齐木还是撕发了女朋友的照片 给孟星鸾 看着后台发过来的照片 孟星鸾细细看了几眼 心中已经有了结论 她抬头问齐木 你知道 你女朋友住哪吗 这个问题 让齐木很有自信 当然知道 我们可是谈了半年的小情侣 你问这个干什么 知道就好 现在你给她打电话 说要给她点外卖 齐木虽然不懂孟星鸾这波操作 但为了让对方道歉 还是乖乖按照她说的话来做 她用另一部手机 给贝贝打去电话 说自己给她点了份外卖 等下记得开门去 两人腻歪了会儿 才挂断电话 齐木一脸甜蜜蜜 可在抬头看直播间的时候 心咯噔了一下 原本没什么表情的孟星鸾 用一副玩味的眼神看她 齐木觉得毛骨悚然 我赌石包辣条 主播说的是真的 你们注意观察主播的细微表情 总感觉这个小哥要出镜阳相 哈哈哈哈 前排客瓜子 坐等后续 直播间的人 大部分倾向于孟星鸾 因为主播就从来没有失手过 他说的话都灵验了 现在 你立刻出门去他家 切解 我让你敲门再敲 不然你会错过很精彩的事情 齐木拿起车钥匙出门 他用支架固定好手机 才发动引擎 直播间的网友越看越兴奋 纷纷将直播链接 分享到亲朋好友群里 很快 右上角的人数 就破了百万关卡 蒋梦守在数据前 看着这飙升的数据 他是打心底 佩服孟星鸾 看来他准备的那些人设剧情 都用不上了 孟星鸾靠真本是吃饭 就今天的这一挂 蒋梦也十分感兴趣 15分钟后 我已经到了 然后呢 在这段时间里 孟星鸾私聊了魏恒 他让对方去找某软件的下载链接 魏恒找到后 直接发到了他的微信里 孟星鸾熟练复制 而后发送给齐木 下载我私信给你的链接 齐木完美照做 只是点开链接 弹出来的软件下载 让他的心狠狠一跳 这软件怎么看起来那么不正经 达面 不能瑟瑟 未成年速速退散 我好像已经猜到结局了 直播间又迎来了新一波的高潮 网友们兴奋的瞌睡虫都跑了 更期待接下来的一幕 齐木硬着头皮下载了软件 注册登录 主页的推送直播间给他一种不好的预感 清一色的 全是长相出挑的男性 有柔弱的类型 也有硬朗的类型 而滑动最上面的轮播推送图 一个令他十分熟悉的脸映入眼帘 贝贝 弹幕刷得更欢了 点进去 齐木颤抖着手点击屏幕 一个直播间弹了出来 谢谢王哥送来的火箭 爱你哦 欢迎小一芬进入直播间 想要看表演就点点赞哦 破十万人气就调擦玻璃 贝贝的声音很细 再加上顾一家听起来有些逆人 但他直播间的人非常喜欢 齐木正愣着一张脸 看着直播间 这个声音陌生又熟悉 他不敢相信 这个一口一个大哥的人 是他的女朋友贝贝 贝贝原本披散着的期间短发 用皮筋在脑后扎了个小啾啾 瓜子脸 肤白 一双性眼看起来十分无辜 标准的男生女像 在G圈里 他就是完美的灵 哇哦 好像看见了新大陆 刺激 隔着一层屏幕 我都感受到了 小哥内心受到的暴击 我要是他 我现在就找块豆腐撞死 小哥 你要是实在喜欢 性别不是问题 弹幕全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 齐木整个人都在发抖 他用力握着备用机 小臂的清惊显现 可见 他用了多大的力气 现在 你可以上楼了 孟兴兰的语调依旧很淡 但是他眼底 却堆满了浓浓的恶趣味 刚才打电话 齐木还跟人腻挽 等彻底戳穿这层假象时 只怕恶心到饭都吃不下 他的情况 可比吃个压力坏多了 至少那个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他这个就是个伪女 齐木浑浑噩噩地跟着记忆 来到贝贝门前 他颤抖着一双手 奔向了门铃 直到门开 看清人时 齐木的一颗心 才彻底破碎 第四十二章 你到底要玩我到什么时候 直播间的人数到达了巅峰 如若不是波罗平台 拥有资深的秃顶程序员 此刻服务器早就崩了 贝贝一脸笑开门来拿外卖 结果敲门的不是外卖员 而是他的亲亲男友 顿时表情都变得慌乱起来 木 木木 你怎么来了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翻车了翻车了 没想到有史以来 我能吃到这种瓜 主播我关注了 笑死 还一口一个木木 我不歧视同 姓恋 但是歧视这种骗人隐藏性别的人 主播牛逼 这都算准了 孟星完后台的粉丝 关注数蹭蹭地往上涨 想必今晚就能摸到千万的门槛 而刚才那些质疑孟星完的网友 则见识到了什么叫啪啪打脸 但还有嘴硬的人硬要说 那是剧本 可没有人在乎这些 因为现在 他们一心都铺在直播间里看后续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是剧本 这么新颖的剧情 他们也买账啊 反正不打赏白嫖 他们又不吃亏 贝贝试图想要解释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装束 和平日的清纯扮相大相径庭 甚至可以用马枣来形容 木木 我只是试一下新买的睡衣 你看好看吗 贝贝用平常撒娇的语气问奇木 换做以前 奇木肯定宠溺地说好看 但是现在知晓了真相 她只想作呕 男人看着贝贝 没忍住片头无嘴干呕起来 哦 贝贝见词脸色一僵 直播间的画面跟着抖动 看不见人影了了 网友们开始快速打字 小哥 你把手机举好啊 我看不见了 有没有人住附近啊 给小哥送个支架呗 我出钱 这是 我能免费看的剧情吗 刺激 流鼻血 奇木终于缓过气来 她苍白着一张脸 用厌恶的目光看向贝贝 你说这话的时候 能不能把你猴杰藏藏 够恶心人的 贝贝下意识地抬手捂住脖子 她天生的男生女相 除了猴杰 其他男性特征都不是特别明显 要不然 怎么可能骗得过奇木 乍然被揭穿 贝贝显得不知所措 她惊慌失措地 想要拉住奇木解释 但对方毫不犹豫地后退几步 看她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似的 贝贝煞食面无血色 亮呛着跪倒在地 明明几天前这双眼睛 还充满爱意 怎么变得这么快 奇木将自己的备用机 扔到贝贝面前屏幕上 赫然是她的直播间 奇木走前甩下一句话 你真让我恶心 等回到车上 奇木整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 毫无生机 她掐断了连脉 然后将社交群 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她直接在群里爱特 奇木 爱特梦听瑶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贝贝是个男的 我招你惹你了 你要这么晚我 你等着 我会让你后悔的 今晚的三卦都挺有意思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是第一卦 有人已经将直播剪了出来 现在热度不断攀升 等孟星鸾下播的时候 视频内容已经挤进了热搜第一 同时 孟星鸾这个名字在全网大造 深夜了 雨越下越大 闪电滑破寂静的夜 更添孤寂 阴森的氛围 孟星鸾默默地从布包角落里 翻找出一张干净的黄色符纸来 他拿起剪刀 快速地剪了一个指人出来 然后咬破手指 用写在其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让他沾染上自己的气息 过了几秒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指人活了 有手有脚 看起来有一种蠢猛感 孟星鸾打开一点窗户 将指人放了出去 这是他惯用的手段 从小到大他没少干坏事 通常被天道察觉到后 他都会用小指人瞒天过海 反正屡试不爽 小指人才跑进树林没多久 一道天雷从天降 精准地落在树林里 雷声震耳欲聋 雨更大了 孟星鸾去洗了个澡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正要睡觉 客房的门就被敲响了 咚咚 敲了几下没反应 外面的人继续敲 孟星鸾平躺在床上 睁着眼看天花板 想着等外面的人知难而退 可他越敲越来劲 最后忍无可忍 孟星鸾掀开被子 一跃而起 他猛地打开门 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周玉白身形高大 走廊的灯映射出他的影子 孟星鸾被笼罩在阴影下 女人下意识地皱起眉 周玉白 你走错房间了 孟星鸾 男人的嗓音沙哑低沉 幽黑的眼眸 直直地盯着他看 雨声成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伴奏 你到底要玩我到什么时候 孟星鸾 他什么时候玩他了 周玉白 劝你不要太离谱 男人浑身酒气 冷峻的脸比平时多了几次慵懒 他的手肘处搭着西装外套 衬衫的领口松了两颗扣子 性感的锁骨若隐若现 以前周玉白也曾有喝醉回家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来着 哦对 好像是精心照顾 替他手洗好被弄脏的外套 一整晚都没合眼 可结果换来的是什么 是周玉白冷漠 厌恶的目光 孟星鸾收回思绪 重新正视周玉白 周先生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要休息了 很晚了 顿了一下 又说 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你这样的行为 会让我很困扰 困扰 也许是酒精作祟 男人危险地眯起眼睛 他忽然伸手 一下子将门全部推开 另外一只手 则抚上了孟星鸾纤细的腰肢 当初嫁给我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会让我困扰 两人的距离骤然拉近 彼此的呼吸 都能清晰地感知到 周玉白眼里 倒映出孟星鸾那张漂亮的脸 眼神恍惚了一下 和以前装模作样的脸 完全不一样 以前这双眼里 看向他时 都是满满的爱意 可现在只剩下了冷卧 扶着女人腰肢的那只手 一个用力 两人的距离更近一步 只要周玉白弯腰俯身 便能吻上孟星鸾烟红的唇瓣 就在周玉白犹豫间 孟星鸾已经抓住了他的胳膊 等男人回过神来时 已经被一个过肩摔摔在了地上 第43章 孟星鸾 我现在可以跟你去复婚 屋外雨势猛烈 闪电划破静谧的夜 一道惊雷在耳边炸开 孟星鸾垂眼看着周玉白 扯了一下唇角 周玉白 是不是我太给你脸了 后背传来的刺痛 让男人的理智短暂回容 他脸色阴沉 他并未第一时间回答孟星鸾 而是撑着门框 从地上站了起来 衣衫凌乱 但配上他那张冷峻的脸 倒别有一番风味 孟星鸾 他滴滴地换了一句女人的名字 然后抬眼看向他 如果你只是和我赌气 才去欺负瑶瑶 那么我现在可以跟你去复婚 今晚他去找周偏然 结果周偏然在孟天瑶那里喝闷酒 他也喝了不少 期间听其他人说起 最近孟家发生的事 再看孟天瑶憔悴柔弱的脸 便知道是孟星鸾 利用圣家欺负孟家了 对于孟家来讲 几个亿足以斩断他们的左膀右臂 孟天瑶却强做镇定的 说不关姐姐的事 于是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孟星鸾 什么傻逼玩意儿 说神话呢 孟星鸾直接被气笑了 周先生还真是弥勒佛呀 我见过圣母 但却还是第一次见圣佛 怎么 还想为了白月光诸杀制 牺牲自我呀 说到最后 孟星鸾眼中染上了几分玩味之色 他慵懒的单肩已在门框上 发丝凌乱 漂亮的五官 宛若精致的艺术品 周玉白无言看着他 孟星鸾又说 只可惜 现在我对你没兴趣了 以前他做的所有事 只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他爱周玉白 但现在 一颗真心都碎得稀巴烂了 还指望着重新沾回去 和好如初 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 周玉白说不上 心里是中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觉得堵得慌 女人眼中的神色清明理智 不像是说气话 男人捏紧身侧的手 尊严告诉他要立刻离开 但脚就像生了根似的 长在地上 他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反感孟星鸾的 好像是在孟天瑶救了他之后 听着别人的片面之词 才对孟星鸾的印象逐渐变差 直至后来 周老爷子以命相逼 逼着他娶他那时候 他对孟星鸾的厌恶和反感 到达了巅峰 可现在他的行为是怎么回事 周玉白想不通 久经麻痹了神经 静默了几秒 他缓缓开口 你给我下咒了 除此之外 周玉白再想不出 任何合理的理由 孟星鸾 这是脑子被驴踢了吗 这么离谱的话 都能说出来 虽然确实有下咒这个说法 但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孟星鸾根本看不上 要是他真用了 这七年还能像个舔狗 周玉白 这话说出来 你信吗 孟星鸾瞌睡都被周玉白搅没了 他开始不耐烦起来 我是玄学师 抓鬼的 你与其说我给你下咒 倒不如说我抓了只鬼 天天在你耳边洗脑 来得实在 周玉白 砰的一声 孟星鸾暴力地关上了门 徒留下男人和紧闭的房门 面面相去 心情复杂 郁闷 星号 第二天一早 另外一边 孟家 周偏然在孟听摇床上醒来 他朦胧着双眼摸索着下床 摇摇 推开里间的推拉门 孟听摇正坐在电脑前面 脸上恶毒的表情 令人胆战心惊 周偏然一愣 等他揉揉眼睛 再次看过去的时候 哪里还有半点恶毒的影子 肯定是刚才他看错了 周偏然甩甩脑袋 将奇怪的想法甩出去 摇摇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 怎么可能有那样的表情 孟听摇单手合上电脑 看见周偏然呆站在原地 当即温柔地露出一抹笑容来 然然 你醒了 怎么不多睡会儿 昨晚你可折腾死我了 一提到昨晚 周偏然就有些愧疚 他酒量不好 即便孟听摇不明说 他也大概猜到了 自己耍酒疯的样子 女人拉了张椅子坐下 不好意思啊摇摇 昨天我实在是太生气了 没关系 快收拾收拾 我把你送回家 玉白可是专门叮嘱过我的 说完 周偏然有点惊讶 我哥昨晚回家了 孟听摇不着痕迹地 抓紧一群下摆 面不改色地点了下头 他说担心周爷爷就先回去了 昨天周玉白被人灌了不少酒 圈子里大家都默认他 和他是一对 想来是想给他们制造机会 可周玉白愣是要回家 拦都拦不住 所以 生米煮成熟饭的机会 就这么飞走了 孟听摇很不甘心 但又无可奈何 最后 他将这些都怪罪在了孟兴卵头上 那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去刷牙洗脸 等两人坐上去周家的车时 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 周偏然抱着手机翻看消息 在点进社交群的时候 下意识地瞪大了眼 瑶瑶 你看群没有 什么群 你看看就知道了 社交群未读消息99加 翻到最顶上 赫然是奇目爱特梦听摇的消息 周偏然忽略掉奇目发言的语气问题 捕捉到了关键词汇 奇目那个女朋友 居然是个男的 周偏然的关注点都在群消息上 故而错过了梦听摇脸上僵硬的表情 昨夜因为要照顾周偏然 他几乎一整晚没睡 好不容易有了点睡意 但却被手机的叮叮咚咚吵吵醒 点进去一看 全是关于梦新鸾的通稿 他登上小号 翻遍了整个评论区 一看见那些夸赞梦新鸾的言论 他就拿起键盘一顿对 总之差点气得他心梗 梦新鸾就是一个恶毒 喜欢抢别人东西的坏人 他何德何能能拥有这么多粉丝 梦听摇极度地发疯 现在经过周偏然的提醒 他才看见奇目爱特他的消息 梦听摇面色发白 娇小瘦弱的身体摇摇欲坠 周偏然又顺藤摸瓜 到了昨晚梦新鸾直播的录屏视频里 看完全部 他感觉三观受到了暴击 瑶瑶 你看看 视频梦听摇没看 他竭力控制住情绪 但看了不到一半就受不了了 眼泪啪哒啪哒的就往下掉 整个人楚楚可怜 惹人怜爱 然然 我 我不知道贝贝是男生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也不可能介绍给奇目认识 第四十四章 周玉白丢了梁沛 梦听摇哭得十分伤心 作为好闺蜜的周偏然 赶忙安慰他 我知道你肯定是被骗了 要我说啊 奇目就是没脑子 他跟人都谈了大半年了 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现在还来怪你 真是恶心 梦听摇整着女人的肩膀 身体一抽一抽的 过了几分钟 情绪才稳定下来 等兵力驶入周家老宅后 梦听摇已经重新换上了一副笑脸 除了眼睛有点红肿外 其他看不出异常 见此 周偏然没什么坏心眼的感慨了一句 瑶瑶 我要是能有你这样的心态就好了 上一秒还在哭鼻子 下一秒就跟没事人一样 心思敏感的梦听摇 只能尴尬地笑笑 我只是怕玉白会担心 老宅的气氛 相比昨天的沉重 今天轻松多了 周母坐着和林老交谈 时不时的还会多问几句 关于儿子女儿姻缘的事 提及到周玉白 林老拿着他的生辰八字 仔细地算了算 最后沉重地叹息一口气 可惜了 周母一愣 赶忙问 怎么了林老 令子是否已婚 然后又离了 是啊 你们这是丢了良配啊 周母一头雾水 良配 孟兴鸾是他儿子的良配 说笑呢 他儿子那么优秀 孟兴鸾一个小门小户的人 怎么配得上 周母还想继续追问细节 但林老一脸高深莫测地说 天机不可泄露 周母 说了又好像没说 但他却对林老的这句话上了心 这时 周偏然牵着孟听摇进来 妈 我回来了 徐阿姨 孟听摇紧跟着叫了一声 但周母的态度始终很冷淡 甚至连一个正眼 都没给孟听摇一个 上次他一对儿女 丢了礼数 他可记得清清楚楚 全是因为孟听摇 害人不成 反倒被盗打一耙 真是喘得伤心 周偏然压低声音 对孟听摇说 你别多信 因为爷爷的事 我妈最近心情不太好 孟听摇摇头 说了没关系 两人在沙发上 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旁的林老放下茶杯 看向周偏然 想起昨天的事 立刻板起了脸 周小姐 你可想到了 那玉佩是谁给你的吗 在周偏然眼里 这个先锋倒鼓的老头 跟孟兴鸾是一伙的 两人狼狈为奸 面对质问 他极为不屑地昂起下巴 谁给我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是厉害吗 怎么不自己算 问我算什么本事 林老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沉了下去 知晓对方真正身份的周母 对女儿使了的眼色 然然 不能这么没礼貌 被亲妈这么一呵斥 周偏然总算收敛了一点 林老 我女儿被我宠坏了 你多淡呆着点 真不好意思 周母语气里充满歉意 但面上却找不出 一丝歉意的表情 林老看破不说破 几人僵持间 孟兴鸾前脚刚下楼 后脚周玉白也下来了 两人一牵一后的动作 让孟听瑶直接白了脸 手指都快将裙摆扣出洞来了 等孟兴鸾走到对面坐下 他才柔柔弱弱地 喊了一声姐姐 可孟兴鸾连一个眼神 都没给他 装没听见 尴尬的氛围 在众人之间弥散开来 最后还是周玉白给他解围 过来的时候 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我让司机过去接你们 孟听瑶眼脚泛着红 但却极力露出一个笑来 没关系 我不想预白你太累 周母听得不停皱眉 她想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孟听瑶期待着周玉白 能坐在自己身边 但男人像是根本没看懂似的 坐在了另外一边 女人手指再一个用力 裙摆已经勾丝了 为什么孟兴鸾一大早 就出现在周家 难道昨晚 她是在这里过夜的 这个猜测一冒出来 孟听瑶就差点控制不住脾气 她深呼吸一口气 周玉白那么讨厌孟兴鸾 根本不可能留她在家过夜 肯定是自己想多了 刚安慰完自己 却被灵老接下来的话 打回原形 孟丫头 昨晚睡得还好吧 我听到你那边传来一些动静 灵老关切的眼神 落在了孟兴鸾身上 嗯 睡得挺好 孟听瑶眼底的极度 已经快要化为实质 她气得浑身发抖 为了避免被人看出来 将头埋得很低 最先察觉到 她不对劲的是周偏然 瑶瑶 你怎么了 你怎么手这么病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除了孟兴鸾 其他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孟听瑶身上 孟听瑶花费了巨大的力气 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没事 只是没吃早饭 有点头晕 周偏然起身 就要去看看 冰箱里有没有牛奶面包 但被周母叫住 然然 等会儿我会让佣人准备早餐 你现在快告诉灵老 你给爷爷的玉佩 究竟是从哪来的 话题又绕了回来 周偏然不想说 但在周玉白施压的目光下 不情不愿地开口 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 说是待在身边 能解人烦恼 无忧无虑 最近我不是看爷爷 经常愁眉苦脸的吗 我就想着给爷爷 至少能让爷爷开心点 周偏然说的 不全然是实话 但他说都说了 别人爱信不信 正准备喝口水 孟兴鸾冷不丁地 冒出来一句话 死人不就是无忧无虑的吗 因为这句话 客厅陷入一片死寂 周偏然暴怒地瞪大眼 孟兴鸾 你是不是有病 亏我爷爷对你那么好 你居然这么皱他 孟兴鸾丝毫不惧地 对上他的眼睛 似笑非笑地勾唇 我说的对不对 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周老爷子 会变成今天这样 周偏然并不无辜 至少他对这块玉佩 并不是他表面上 知道的那么简单 周偏然被盯得后背发凉 无能狂怒 只能坐下 林老说 这块玉佩是大凶之物 周小姐 你被你朋友骗了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间接 害了你爷爷 周偏然低头 一时之间 没了刚才的狂妄嚣张 身侧的孟兴遥握住了他的手 镇静地对林老说 然然又不知道 他只是担心周爷爷 你说得太严重了 第四十五章 周母说他比不上孟兴鸾 孟兴遥一字一句 吐字清晰 林老这才将目光落在他身上 老头的眼神清明 但在看清孟兴遥 被一团黑气包裹时 神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此女厉鬼缠身 恐有大难 他并没有在这个情况下 出言提点孟兴遥 反而是对他刚才的话 做出了反驳 严重 那请问这位小姐 你觉得什么时候才算严重 要是没有孟丫头在 老爷子已经驾河归西了 一番话铿锵有力 再次将功劳归 就到了孟兴鸾身上 周母神色不变 但看向孟兴鸾的眼中 已然多了几分深究 她和孟兴鸾相处两年 她怎不知道对方 还有这种本事 林老是特殊部门的人 她三番两次都在捧孟兴鸾 实在想让她不多心都不行 许是想到了什么 周母的表情僵硬了一瞬 自从摔了孟兴鸾送的佛珠后 她又开始小病不断 甚至前段时间摔断的腿 现在都没好全 她本不想将这一切都归咎在佛珠上 可圣老太太的话 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说不定 真是佛珠的功劳呢 于是 她亲自走了好几个寺庙 花仲金求来了很多佛珠手串 可效果微乎其微 周母很想要佛珠 可又拉不下脸 去求曾经那个 她怎么看都不顺眼的琴儿喜 孟丁瑶被堵得哑口无言 周偏然反握住孟丁瑶的手 抬头 现在与其说这些空话 倒不如想想怎么救我爷爷 几人一起用餐 餐桌上的氛围实在是奇怪 孟兴鸾喝了一杯奶 吃了一片吐司 就离桌上楼去看周老爷子 林老赶紧跟上 周偏然胃口全无 孟丁瑶劝她喝点牛奶 你别担心 周爷爷会好起来的 说完 孟丁瑶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眼 正在沉默用餐的周玉白 斟酌了一番才开口说 姐姐真的可以救周爷爷吗 话落 几人不约而同地 抬头朝着她看来 孟丁瑶赶忙又说 我的意思是 姐姐从来没学过这些东西 要是她为了表现自己 耽搁了周爷爷的病情怎么办 肯定是孟兴鸾 用了某种手段 才能睡在周家 要是她知道 昨晚孟兴鸾在 她说什么 也不会放周玉白回家的 孟丁瑶掐紧掌心 满脸担忧 周偏然也附和了几句 反正她不信孟兴鸾 真有那本事 肯定是故弄玄虚 她就知道 孟兴鸾对她哥贼心不死 现在居然学会刷存再赶了 真是恶心 周母没说话 周玉白喝完最后一口牛奶 神色冷淡 林老不会说谎 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 偏袒孟兴鸾 她早就派人去查了 结果就是 林老和孟兴鸾不熟 甚至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 周玉白说的是实话 可听在梦听摇耳中 就是在为孟兴鸾说话 她的脸色一白 咬紧下唇 满眼不干 我上去看看 妈 你们慢慢吃 说完 男人便起身朝楼上走 现在餐桌上只剩下周母 周偏然 和孟听摇了 周母面不改色地使唤周偏然 去厨房给她重新热牛奶 周偏然绝嘴 很不情愿 妈 这种事 你让庸人干不就好了 我 不想两字还没出口 就被周母瞪了回去 好好 我现在就去 周偏然端着冷掉的牛奶 去了厨房 她一走 孟听摇浑身都不自在 如坐针毡 双手紧紧地 扣着裙摆上的洞 低着头 不敢去看周母 周母心底冷笑了一声 以前她还觉得 孟心鸾连一个养女都比不过 可现在看来 也不过如此 孟小姐 你跟我女儿关系很好吧 眉头末尾的一句话 让孟听摇 瞬间精神紧绷 她乖巧地笑了笑 我跟然然认识好多年了 我很珍惜她这个朋友 徐阿姨不用这么见外 叫我摇摇就可以了 周母仿佛没听见 孟小姐 如果你真的是 未了然然好 有些事就不该牵扯上然 孟听摇嘴角的笑意一僵 上次成老太太的寿宴后 我就想找你谈谈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周母凌冽的目光 朝着孟听摇射来 说出的话 也十分不尽人情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 我的儿子和女儿名声 受了多大的损 我不管你想怎么对付孟心鸾 那都是你的事 周母深呼吸一口气 平复心情 如果你若在因为你的事情 牵连到郁白何然然 我不会对你客气 一番话 让孟听摇整个人 都像坠入深海的渔室的 脸色苍白 呼吸困难 可周母还没有说完 孟家再怎么样 都比不上我们周家 一个孟心鸾就够了 所以 孟小姐还是趁早收起 你的那些小心思 郁白值得更好的人 至少也要跟我们周家 门当户对 几句话 就将孟听摇 彻底打入了地狱 她眼中盛满了不甘 徐阿姨 我跟郁白是真心相爱的 扑痴 周母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 无嘴冷笑出声 她看向天真的孟听摇 真爱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嫁进来的是孟心鸾 不过也幸好是孟心鸾 要是她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我们整个周家 怕是不得安宁 言外之意 就是她孟听摇 比不上孟心鸾 这成了压倒孟听摇的 最后一根稻草 说她什么都行 但绝对不能说她 比不过孟心鸾 女人眼眶泛着红 一副 受了莫大委屈的样子 她一字一句地说 徐阿姨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孟心鸾她 永远都不如我 两人不愉快地谈话 在周偏然回来时结束 楼上的孟心鸾 再次查看了老爷子的情况 比起昨天 今天可以说是好太多了 两道滋养续命符 发挥出了百分百的功效 接下来就需要好好养着 周老爷子感激地看向孟心鸾 丫头 辛苦你了 上次爷爷给你说的单子 对方还没给我准确答复 离婚当天 老爷子说 有个朋友遇上事了 要给他介绍顾客 可拖了这么久 也没个后续 这让老人十分愧疚 孟心鸾说了没事 贴了几张符纸在房间 最后叮嘱了周一百几句便离开 林老收拾收拾 也准备走了 楼下 遇到孟心鸾 出于善心 老头还是提醒了他一句 孟小姐 你被厉鬼缠身 要保命的话 趁早找个玄学师除掉吧 第四十六章 被网爆了 孟心鸾原本不美妙的心情 更是因为这句话 而雪上加霜 但凡是跟孟心鸾沾上关系的东西 他都平等的厌恶 他皮笑若不笑地回了一句 我是有钱 但是我不傻 不要妄想骗到我身上 林老听完 无奈地摇摇头 算了 反正 他好心提醒了 听语不听 那是别人的事 只是这人忒蠢了吧 周家重新安静了下来 周一白接了个电话 就往公司赶 周偏然想和孟听瑶去逛街 但被周母拦了下来 最后 孟听瑶指得一个人离开 不得不说周母的一番话 将她的自尊心 戳了得细巴烂 因为孟心鸾 她在周母身上所花费的力气 全都白费了 周母瞧不上她 但那又如何 反正她早晚都比他们先死 她和周玉白在一起以后 不回家不就得了 孟听瑶根本不愿意放弃周家这个大腿 坐上车 孟听瑶拿出手机 铺天盖地关于孟心鸾的通告 朝着她砸来 女人极度地切号 开始写小作文 批判孟心鸾 大致内容说 孟心鸾就是个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 抢了妹妹的丈夫 现在离婚了 却还死皮赖脸地住进别人家里 且脚踏两只船 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 发完这些 孟听瑶才觉得痛快了一些 她眼中布满恶毒的神色 开始花钱买流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条帖子的热度 很快就上来了 不明真相的网友 开始纷纷揣测 至于那些早就看孟心鸾不顺眼的黑粉 他们像是 找到了主星骨似的 拿起键盘 就化身为键盘侠 这就是又当又利吧 看着人模人样 结果不甘人事 当了女婊子 还要立牌方 最恶心这种人了 大家都管好自己的丈夫吧 别被狐妹子勾了去 那些喜欢孟心鸾的人好好看看 这才是最真实的她 一个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 值得我们喜欢 孟心鸾去死 各种恶毒的言论 朝着孟心鸾袭来 甚至聪明的网友 已经开始扒拉孟心鸾的往事 卫衡看着这些 脸色阴沉的吓人 宋蛮竹啪哒啪哒 打字为孟心鸾发声明 可黑粉的战斗力太恐怖了 他说的话根本没人听 他气得脸都红了 这些人听风就是风 听雨就是雨 怎么一点自己的判断力都没有 卫衡拿起外套往外走 我去找孟姐 你要去不 去 等两人一路及时到孟心鸾家时 女人已经洗了个澡 重新换了身衣服 师姐 你被网爆了 宋男竹开口就是一个惊雷 孟心鸾还没来得及看手机 听完后面上的神情便都没变一下 甚至还很平静 宋男竹急了 师姐 你被骂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孟心鸾懒洋洋的 狗咬你一口 你就要咬回去 宋男竹尾了 不甘心地又问 难道就这么忍了 孟心鸾用一副看傻瓜的眼神看他 好歹也共同生活过几年 宋男竹一点都不了解他 宋男竹 我是忍者神龟 宋男竹摇头 不是 记忆中的师姐 是鬼惹了他 他都要在鬼坟头上蹦迪的人 想明白之后 宋男竹眼睛一亮 师姐 那你准备怎么办 用反击符反击回去 反击符顾名思义 你攻击我的所有 都会全部返还到你自己身上 不限于物理攻击和精神攻击 网报显然属于后者 你等着看吧 孟心鸾打开手机前 将从周家拿回来的玉佩 扔给宋男竹 拿给你玩几天 你看看能不能精准定位到 玉佩的原主人 玉佩是凶物 普通人待在身边 只能折兽 在经过老爷子本人同意后 孟心鸾才带回来 吩咐完后 女人才窝在沙发里 翻看网报他的原铁 现在点赞已经破了百万 评论还在不断上涨 黑粉攻击力占上风 喜欢孟心鸾的粉丝松散 没有人在背后领导 根本对不赢这些恶评 黑粉的言论 一个比一个恶毒 诅咒他快去死的人 数不胜数 孟心鸾全程心平气和 他点开这个号的主页 头像默认 昵称默认 天数显是一天 明显就是某个人的小号 而他昨晚留宿周家的事 知道的也就那几个人 周玉白他还是了解的 不会做这种下头的事 周偏然 可能性不大 也没那个脑子 孟听谣 就是他了 孟心鸾唇角的弧度 机翘的上扬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烦我 那必定十倍奉还 他不是爱立人设吗 那他就全部摧毁 孟心鸾问魏恒 你能查到孟听谣之前 在国外的就医记录吗 魏恒想了一下 点头 应该不难 我可以试一下 当初孟听谣美名 齐约成全 实则只是找个正当的理由 去国外躲胎 他喜欢周玉白不假 但一心一意 多少有点太难为他了 周玉白 只是他众多备胎里 最有钱有权的一个 孟心鸾眼底 染上了些许玩味之色 马上不就是孟听谣生日了吗 那他可要好好准备这份大理 网上的事情 还在不断发酵 在波罗平台发律师函前 已经有不少大V出言 力挺孟心鸾 B大师V 一群没眼睛的东西 分不清好坏 就孟姐这实力 只有别人当他小三的粉 徐家加V 我相信孟姐 孟姐人美钱多 根本看不起那些臭男人 胜出李V 轮轮的人凭我了解 污蔑辱骂他的人 我会一一起诉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陆乔年V 力挺小孟 一连串大V号 给网友都看猛了 然而 黑粉不愧是黑粉 要当键盘侠当到底 在今晚孟心鸾开播的第一时间 就首当其冲 管理员未横眼击手快 对这些账号进行拉黑 可拉黑 也阻止不了 他们当键盘侠的真心 一个号没了 他们就换下一个号 反正不把孟心鸾 骂哭他们就不撤退 煞时 整个直播间 变得乌烟瘴气 蒋梦思聊孟心鸾 问他要不要先停播几天 等事情处理好了再开播 孟心鸾拒绝了 镜头里的女人 美得张扬 极具攻击性 狭长漂亮的桃花眼 直勾勾地盯着镜头 在几百万人的注视下 倾起红唇 今天我们来玩点不一样的 第47章 这界网友能处 有事真上 不一样的 直播间的人 齐齐一愣 今天也不愁有缘人了 那些骂我的人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连麦骂我 话音一落 所有人都觉得 孟心鸾疯了 不应该是做 邓卿解释的吗 怎么还嚣张地求骂了 主播 被刺激的精神失常了吧 第一次见求骂的 笑死了 这就叫打不过就加入吗 不解释 网上说的 就是事实了呗 我来 让我来会会这狐妹子 弹幕刷得更快了 孟心鸾随机 接受了一个 黑粉的连麦申请 大概是怕自己被网报 对方没有打开摄像头 麦克风一开 如炮竹式的脏话 就响彻整个直播间 孟心鸾 你就是个贱人 缺男人是吧 你不是有钱吗 怎么不去找男模 你 话语恶毒 听声音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有时候为难女人的 就是女人 孟心鸾面不改色 她用纸巾遮了摄像头 私信让魏恒 把网络IP地址给她 一收到 她就麻利地捡了一个小纸人 用笔在其身上写下地址 轻轻一吹 小纸人便消失不见 不开视频 就能难倒她了吗 这些人还真没听过一句话 玄学师不能惹 一旦和对方结仇 那等待他们的 就是灭顶之灾 孟心鸾是个好人 不会让对方死 但会让对方生不如死 备受煎熬 她重新一开纸巾 黑粉还在滔滔不绝地攻击她 女人在心中倒数着321 她的小纸人日行千里 即便远在国外 也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 这就是她孟心鸾的恐怖之处 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 都应当对她十分忌惮 黑粉骂得口干舌燥 抬眼看见孟心鸾那张漂亮的脸 顿时极度不满整张脸 她咕咚咕咚灌下去半瓶矿泉水 辱骂的词一时半会儿还得想想 孟心鸾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开口 你骂够了吗 骂够了 那就该我了 女生清冷飘渺 刺激 小姐姐要骂人了吗 好想看美人口吐芬芳 骂了我就举报 我来讲个故事吧 又是故事 我记得上次主播讲故事 就让一个豪门子弟被扫地出门了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 她不是那家亲生的 是她母亲跟别的男人按结猪胎生下来的野种 网上还有视频 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此刻 直播间到达了高 潮 有个人叫朱某某 今年38岁 性格泼辣极度心强 有一个女儿 丈夫和她恰恰相反 是个爬耳朵 为了满足妻女 白天跑滴滴 晚上跑外卖 一天只睡不到五个小时 黑粉越听越觉得耳熟 可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妻子早就出轨了 出轨的对象 还是她的兄弟 话落 激起波涛骇浪 而黑粉的脸色 已经惨白得毫无血色 她哆嗦着手 想要挂断连麦 可不管 她怎么暗都没用之于她的兄弟 有妻子也有儿子 知三当三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主播说的 不会就是这个连麦的人吧 各种猜测在弹幕上闪现 梦星轮眼中 闪着玩味的光 她不急不缓地操控着 趴在黑粉窗口的小指人 在无人注意到的地方 小指人从窗户的缝隙钻了进去 突然 一阵风出现 将小指人吹到了她的手机屏幕上 黑粉下意识地用手去扒拉 却摁开了摄像头 一张蜡黄的脸 出现在了几百万人面前 啊 意识到自己露脸的黑粉尖叫一声 她焦急又害怕地去关 可还是无用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手机砰的一下 被她狠狠摔在了地上 屏幕四分五裂 但却还顽强地工作着 一切还没完 摄像头突然黑屏 几秒后就变成了手机桌面的画面 无人操控 但她却自动翻到了微信的聊天记录 几百万人都被这神奇的一幕 惊得冷汗直冒 记录先是点开了黑粉丈夫的页面 对话十分窒息 往上一番 全是转账记录 丈夫说 没钱吃饭了 黑粉让她去死 接着就是黑粉和她的情夫 与刚才咄咄逼人的样子 大相径庭 黑粉娇俏地像个小女人 说的话也十分体贴 往上一番 还有露骨的聊天 在网上 是他们密谋让黑粉丈夫出意外死亡 黑粉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的事 如果说 刚才只是道德层次上的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犯罪了 直播间的正义人士不少 看完这些义愤填膺 果然人越丑 玩得越花 罪毒负人心 还在那骂主播 我看你就是指桑骂怀 一报警 等着警察来制裁你吧 细思极恐 大学生在线恐婚了 孟兴卵讲的故事 已经被他们自动带入到黑粉身上 他们对黑粉那个素媚谋面的丈夫 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满腔愤怒地攻击着黑粉 这届网友能处 有事是真上 不用孟兴卵操心 就已经开始顺藤摸瓜寻找线索 他们觉得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找到黑粉的丈夫 让他看清毒负的真面目 换一种说法 他们也算是救了一条人命了 孟兴卵主动挂断了连麦 他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并没觉得自己干了件什么大事 他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身 还有人要连麦吗 这下 黑粉蹦跋的 没有刚才那么欢了 枪打出头鸟 孟兴卵是玄学主播 ID名字也是菩提孟大师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不少人对孟兴卵有了忌惮之心 但也有不信邪的 继续和孟兴卵连麦 无疑 落得一个秘密败露 名声扫地的下场 一连几个 让孟兴卵有些疲惫 还有人吗 直播间陷入了诡异的沉寂中 黑粉销声匿迹 真爱粉在刷 孟大师威武 为孟大师匡匡撞大墙 等花时间过去了两个半小时 准备收工 下播前 孟兴卵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你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将是你种下的因 至于果 可能落在你身上 也可能落在你身边 亲近人身上 生而为人 应当善良 第48章 潜伏在网上替他说话 孟兴卵昨晚的直播 被粉丝录屏下来 发到了网上 热度攀升 行内人看门道 行外人看热闹 普通人觉得 孟兴卵是有点邪乎在身上的 对于一个陌生人的事情 细思极恐 黑粉明显蹦跌的 没有之前欢了 连卖挑衅的那些 都有网友发出来的后续 证实了孟兴卵说的话 一时之间 局面反转 孟兴卵借此 涨了几百万的粉 突破了千万的大关 蒋梦看得惊叹连连 他做这行很久了 见识过很多网报 但像孟兴卵这么处理的 绝对是第一个 果然 玄学师就是不一样 蒋梦有预感 孟兴卵一定会成为 他们波罗直播的一姐 黑粉们忌惮梦兴卵 但关于那个帖子的事 却没半点澄清 评论下面 开始有心平气和的质疑 不是我针对主播 是我想知道 事实究竟是不是那样 破坏别人的感情都该死 主播你最好澄清一下 主播 就算你做了那样的事 只要你肯改正 我还喜欢你 评论梦兴卵都没看 倒是他的事 都被对家的直播平台 汇报给了领导 周玉白坐在办公椅上 衬衫的领口 有了一颗眉扣 猴杰性感 他翻看着那个揭秘梦兴卵的帖子 眉头紧锁 要我说啊 这梦兴卵就应该选择我们家 你看这次都被网报了 波罗也没表示 汇报的秘书 一边看周玉白脸色 一边小心翼翼地说道 然而 男人理都没理 帖子里说 梦兴卵在他家留宿 但当时知道的人没几个 男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他退出界面 当即给周偏然打去电话 那边很快接通 哥 网上的那个帖子 是不是你做的 周偏然被这么一质问 当即气不打一处来 音调拔高 什么叫我做的 我有那么卑鄙吗 而且那天晚上我都不在家 我要是不看帖 我都不知道 孟兴卵睡在我家 哥 我真的捣不懂你 你又不喜欢孟兴卵 现在那么关心 他做什么 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 你就好好跟瑶瑶在一起 别辜负他 当初瑶瑶为了救你 差点连命都没了 听完这些话 周玉白心里徒增压抑 他烦躁地挂断电话 既然不是周偏然的 他会是谁 家里的庸人 他们没那个胆子 林老 他看起来很喜欢孟兴卵 绝对不可能会做出 这种下三滥的事 母亲 不可能 他不会做出 有损身份的事情 所有人的脸 都在周玉白脑海里 闪过突然 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眉头紧紧地皱起 仿佛能夹死一只苍蝇似的 孟兴卵 这个名字 回荡在男人耳边 他找了无数理由去否认 但好像每个理由 都存在漏洞 上次他在圣老太太的 寿宴上受伤 只口不提孟兴卵 但说出的话 却与他句句相关 后来他看见了视频 视频里清清楚楚拍到 是孟兴卵 自己突然加速 跑到前面跌倒的 跟孟兴卵 没有任何关系 可就是因为 孟兴卵的几句话 让所有人都认为 是孟兴卵推了他 然而事实 根本就不是那样 太阳穴突突地跳着 周玉白心里极其复杂 一边是他曾经喜欢过的人 一边是 令他讨厌的前妻 两者其实很容易筛选 可周玉白就是犯了难 沉默了许久 周玉白伸手扯了扯领带 俊美的脸上写满了冷意 眼底不满噪音 秘书察言观色 低下头不再说话 周玉白让他下去 等人一走 就登上自己的微博账号 他不怎么玩往 这个账号 大部分都是为了 配合一些宣传才见的 今天 他要澄清一件事 周玉白V Ad菩提梦大师 是我前妻 我们是和平离婚 网上传的 说他留宿我家 原因很简单 他救了我爷爷 那天是我要求他留下的 三言两语 就替孟星鸾 分解了一些火力 周玉白在海城 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平时会活跃在各大杂志上 他的粉丝数目十分可观 两千多万 动态已经发出 很快就有人评论点赞 等这条帖子 被顶上热搜的时候 孟星鸾才看见 周玉白主动替他澄清这件事 令他感到十分意外 记忆中那个 会为他说话的白月光 永远停留在了 他十五岁的记忆里 现在这是诈诗了 他就归为平静 他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 死了就是死了 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 孟星鸾没有回应周玉白 网上的热度越吵越大 有关孟星鸾和周玉白婚内的事情 都被扒了出来 然后全网人都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周玉白根本不爱孟星鸾 至于为什么结婚 真相还有待挖掘 说不定真的像那个帖子说的那样 孟星鸾在嫁给周玉白的时候 男人的心里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郎才女貌 我才知道这对CP 现在居然就已经毙了 蓝寿香菇 孟星鸾那么优秀 我觉得不至于去当小三 我好奇 是什么样的人 居然能成为周玉白的白月光 长得比孟星鸾还漂亮吗 我是圈内人 我知道 问我 现在评论里不仅有键盘侠 还有到处找瓜的网友 孟星鸾随后发了个动态 菩提孟大师V 真相五天后揭晓 五天后刚好是孟天瑶的生日 近期孟氏集团受了重创 孟父的全部重心都在公司上 根本无暇顾及孟天瑶的生日 但是依照孟星鸾对孟天瑶的了解 他绝对不会不办生日宴会的 网上关于这件事的热度 再次吵到一个新的高度 暗戳戳等着吃瓜的人 遍布全国各地 孟天瑶不是要网报他吗 那好 那他就借此机会倒打一耙 借孟天瑶送过来的热度 将他打入深渊 孟星鸾的计划 孟天瑶一概不知 他现在因为周玉白 替孟星鸾解释的事情 气得浑身发抖 屋内能摔的东西 都被他摔了得稀巴烂 门外的孟天安面色复杂 过了许久才敲门 他说 姐 这是妈你的宴会邀请名单 他让你看看 有没有漏掉的 如果有 就加上 第49章 反击 孟天瑶里的人设要崩了 宴会邀请名单上 没有孟星鸾 冷静下来的孟天瑶 仔细思虑了一番后 最终决定 把孟星鸾的名字添上去 他要让孟星鸾 亲眼看见他的家人 是怎样宠爱他的 女人站在门口 眼底一闪而过 愤然恶毒的光 他有一遮挡房间里面的情形 但架不住孟星鸾个高 他很轻松地 就扫到了地上的狼藉 斟酌了几下 他问 姐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从小到大 他还是第一次 见孟天瑶发这么大的脾气 记忆中的姐姐 一直都是温柔和知书打理的 孟天瑶掩饰掉眼中的慌乱 低头说 我最近压力有点大 因为姐姐 现在齐木经常找我麻烦 但是也都怪我 当初没摸清别人的底子 就介绍给他认识 关于齐木谈了半年的女朋友 是个男龄的事 孟经安才知道不久 虽然很同情他 但是听到姐姐自责伤心的语调 那点同情瞬间烟消云散 他郑重其事地向孟天瑶保证 姐 你放心 我现在长大了 我可以保护你 如果齐木敢欺负你 我就打死他 有了孟经安的保证 孟天瑶总算露出一抹笑容来 谢谢你啊 对了 爸爸那边还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呢 孟家一下子损失了几个亿 如若不快点填补这个空缺 恐怕损失还要再翻上几倍 现在公司内部的股东 都对孟父充满怨气 孟经安点头 下一秒咬牙切齿地说道 都怪孟心鸾这个毒妇 他就是仗势欺人 盛家和孟心鸾关系不错 这次也是因为盛家单方面毁约 才造成他们公司的损失 你要说和孟心鸾没关系 谁信 现在 孟经安对孟心鸾恨之入骨 孟听瑶将少年面上的表情 尽收眼底 他藏住心中的窃喜 转而回房间拿出来一张银行卡 他递给孟经安 安 这里面有五百万 你帮我交给爸爸 孟经安惊讶地瞪大言 姐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我便卖了一些首饰 现在当务之急 是帮爸爸渡过难关 你放心 我也会去找玉白帮忙的 孟经安接过银行卡 感动得差点冒鼻涕泡 孟听瑶这个行为 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可跟孟心鸾的狼心狗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少年捏紧卡 郑重地说 姐 你永远是我亲姐 孟听瑶宠密地揉了揉她的脑袋 快去吧 等孟经安的身影 消失在了走廊 女人面上的笑才淡下来 取而代之的 是满满的肉疼之色 那五百万 可是她攒了很久的私房钱 现在一下子得出去 能不行疼吗 但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她要让孟家人明白 谁才是真心对孟家的人 与此同时 孟心鸾家 女人正翻看着 卫衡传真过来的资料 手机免提放在桌上 孟姐 这些证明 应该能垂死黑寡妇吧 正常情况下 医院都不会透露病人的资料 但孟听瑶去的 可不是正规医院 医生没有医德 多给点钱 便什么都说了 两年前 也就是周玉白和孟心鸾领 结婚证当天 她一个人飞去国外躲胎 为了显得事情更加合理 便拿孟心鸾当幌子 因此 所有人都认为 是孟心鸾横刀夺爱 她暗自神伤 才跑去国外的 可当初的恋爱脑 并未跟孟听瑶计较 因为 她一门心思 都扑在了周玉白身上 现在想来 真是蠢死了 孟心鸾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但也不代表 她能任人污蔑 这只是其中一环 孟心鸾懒洋洋地 将资料丢到一边 当初她出国前一天 给我打过一通电话 魏恒立马猜到了 后面的剧情 所以孟姐你还有录音 语调听起来还蛮惊讶 孟心鸾眯眼 笨了一下 魏恒笑得幸灾乐祸 这下黑寡妇可要倒大霉了 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话落 她话锋一转 不过孟姐你 居然还留得有这一首 黑寡妇估计都没想到 只是碰巧 当初她正在给周玉白露表白信 谁知孟听瑶一个电话 就打过来了 魏恒还想再问些细节 可孟心鸾不愿说 只让她到时候 看戏就成了 星号 五天后 孟心鸾如约去了 孟听瑶的生日宴会 女人穿着吊带和气氛破洞裤 与盛装打扮过的千金格格不入 但即便是这样 依旧美得惊心动魄 一走进后花园 她就成为了瞩目点 窃窃思语 在人群里弥散开来 这是孟家那位真千金吧 今天是挑事来了 我看可能是 孟家对养女宠爱有加 她有落差挺正常的 谁还没个嫉妒心呢 哎 最近网上的事 你们看了没 这孟心鸾真会算命 谁知道呢 八卦始终是众多女性 不可泯灭的一部分 今天是孟听瑶的主场 可主人公还在房间收拾 没下来至于孟金安 则跟着父母在门口迎接宾客 她穿着西装 站在孟母身后 显得有些魂不守舍 孟母拉拉她的衣袖 安安 怎么了 妈 今天是姐的生日 我担心孟心鸾会搞破坏 放心 我早就安排了人手 要是孟心鸾真做出什么 伤害瑶瑶的事 我让人把她丢出去 因为公司的事情 现在整个孟家 都视孟心鸾为眼中钉 孟听瑶人员不错 来的人很多 有次于孟家的豪门 也有高于孟家的豪门 孟父对此颇为满意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伴随着钟声敲响 穿着修身公主裙的孟听瑶 闪亮登场 在众人的目光下 她上台致辞 感谢各位抽空 来到我的22岁生日宴 她举手投足间 都是大家闺秀的座派 身后的大屏幕 播放着她从牙牙学语 到长大成人的照片 孟父孟母 站在台下满意地望着她 而孟金安则在人群里 搜索孟星鸾的位置 女人站在人群的末尾 单手拿着酒杯 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酒 神色慵懒 细看眼底 盛满了玩味之色 孟金安一愣 等等 跟孟星鸾一起来的那个男人呢 他刚反应过来 都还来不及去寻找 孟听瑶身后的大屏幕画面便变了 他的话筒消音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清晰的通话录音 第五十章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周玉白的吗 孟星鸾 明天你就和玉白结婚了 我知道你很高兴 但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玉白不会喜欢你的 就当是我暂时让给你的 没有人祝福的婚姻 还真是可悲 等我回来 属于我的我都会抢回来 你就继续当你的小丑吧 孟星鸾 你永远玩不过我 话语清晰 挑衅味十足 不只是孟听瑶本人惊呆了 在场的宾客也都呆了 刚才录音里的声音 是孟听瑶的吧 但是为什么跟她本人的形象 相差那么大 孟听瑶手中的话筒 砰的一下掉在了地上 脸色煞白 瘦弱的身形摇摇欲坠 孟父反应快 让人立刻去放音室 看看怎么回事 可谓横比他们更快 一张医院开的证名单 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一时场面混乱失控 宾客们的窃窃私语 不断钻进女人的耳朵里 什么 这是B超单 孟听瑶怀过孕 时间是21年6月 我记得 这不是周一白结婚前两个月吗 这是今天大瓜呀 没想到孟听瑶表面 看起来冰清郁节 结果被地理孩子都怀上了 周一白处理完公司的事情 匆匆赶来 刚迈进布置的很华丽的后花园 首先看见的 便是屏幕上的B超单 视线上移 瞥见了孟听瑶的名字 顿时 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 孟听瑶怀过孕 可为什么 他从来不知道 周一白的眸色 逐渐变得复杂阴沉 在海城同龄人里 他洁身自好 受到的教育 是尊重女性 恋爱期间轻轻抱抱都可以 但若想要捅破最后一层杀 那必定是要等到婚后 他从来没有碰过孟听瑶 和他做过最亲密的事情 也仅限于亲吻 孟听瑶怀了别人的孩子 这个结论 印在了周一白的脑子里 关掉 关掉 孟听瑶撕心裂肺的大吼 哪里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模样 他跌跌撞撞地提着裙摆 从台上跑下来 亲力的五官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 站在前面的宾客 被吓了一跳 孟听瑶有双重人格吧 变脸速度怎么这么快 我看未必 说不定这就是他的真面目呢 好可怕 比塑料袋还能装 嘲讽计较的言语 不断朝着孟听瑶涌来 他心红着一双眼 泪珠不断滚落下来 无人敢拦他 孟听瑶穿过重重人群 眼看就要进入大厅 面前却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等他抬头看清来人长相时 愤怒值已经爆棚 孟听瑶 我就知道是你 你这个贱人 孟听瑶所剩的理智 在见到孟听瑶的那一刻 就消失殆尽 他扭曲着一张脸 伸手要掐孟听瑶的脖子 疯狂无理的样子 令人唏嘘咋舌 女人倾勾唇脚 单手抓住他的一只手腕 而后用力一推 孟听瑶便重心不稳地摔倒在地 高跟鞋磨破了后脚跟 再加上扭到了脚踝 顿时钻心的疼痛 从下往上蔓延 几分钟前的孟听瑶 有多风光 现在就有多狼狈 宾客们都站在一边看好戏 孟家人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 孟金安一个剑步冲上来 挡在了孟听瑶面前 少年怒视孟兴鸾 压抑着滔天怒火 他质问孟兴鸾 今天是姐姐的生日 你到底想干什么 孟兴鸾轻描淡写地回 送礼啊 孟母紧跟着冲上来 娇好的脸上也盛满怒气 他指责孟兴鸾 鸾鸾 你知不知道 这些东西会毁了瑶瑶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 就冲我来 你现在赶紧澄清 这些都是你的恶作剧 孟父也站在孟听瑶那一边 孟兴鸾 趁我还没生气 赶紧按你妈说的做 这一幕都被其他人看在眼里 换做平常 他们或许会觉得温馨美好 受欺负了 有人护着 撑腰 可在眼下这个情况来看 他们觉得孟兴鸾实在可怜 亲生父母和亲弟弟 都维护着一个养女 反倒指责他这个 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女儿 亲姐姐 被护着的孟听瑶 理智渐渐回笼 她立马又换了一副面孔 柔弱无助 眼泪跟马尿一样往下掉 姐姐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污蔑我 如果你觉得 是我抢了你的位置 我走就是了 一番话 以退为进 可有脑子的人并不买账 我就说她装得很 你看刚才还想掐人 现在又是一副可怜样 她是不是有坚妄症 刚才她可不是这个态度 女儿啊 以后你可千万别 跟这种人交朋友 坏心眼太多了 哪一天被卖了都不知道 孟听瑶掐紧掌心 一脸屈辱 刚才是她犯蠢了 居然被孟听瑶拎着鼻子走 不过还好父母都站在她这边 只要她矢口否认 那这些都是假的 孟听瑶一眼看穿 孟听瑶的小心思 她掠过孟家人 手背在身后 悄悄掐了一个针眼诀 下一秒 无形的图案 瞬间没入孟听瑶的额间 孟听瑶此刻心乱如麻 不等她再开口 孟听瑶就问她 孟听瑶 两年前 你是不是去国外 打掉了一个孩子 是又如何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尖锐的女生 响彻整个后花园 孟听瑶几乎是脱口出 连脑子都没过一下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的 孟听瑶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眼 面上毫无血色 她哆嗦着唇 恐惧沾满了整个大脑 她刚刚说了什么 明明她想说的 不是这个 人群中发出一阵唏嘘声 B超丹摆在那里 现在当事人又亲口承认了 所以 这件事是真的咯 孟听瑶 你对我做了什么 孟听瑶颤抖着声线 满眼恶毒地盯着孟听瑶颤 女人轻挑眉头 无所谓地笑笑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吗 孟听瑶抬眼 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 很快 她便捕捉到了周玉白的身影 男人不知何时站到了人群后 此刻正一脸冰冷地看着这里 女人玩味地勾起唇脚 继续发问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周玉白 第五十一章 人设崩塌 孟听瑶她自杀了 周玉白的名字一出 孟听瑶更慌了 她本想闭嘴不言 经过大脑张口就来 不是她的 话一出 孟听瑶的脸色更白了 她一脸绝望 周围人所有的细微动作 在她眼里不断放大 明明是极低的声音 可她仍旧听得一清二楚 天啊 我记得孟听瑶那个时候 不是说非周玉白不嫁的吗 怎么怀了别人的孩子 谁知道呢 说不准 只是把人家当备胎 所以那个时候 孟听瑶出国 根本就不是什么感情疗伤 而是出国去堕胎了 伴随着窃窃私语 大屏幕上的内容变了 取而代之的是 孟听瑶在某私人医院的堕胎证明 医院名字 堕胎时间 以及亲笔签名 都明晃晃地摆在那里 就在众人的目光聚集在屏幕上时 孟听瑶忽而蹲下身 她伸手 捏住对方的下颌 稍微一用力 迫使她抬头仰望着她 孟听瑶 女人清冷的嗓音 宛若来自地狱的魔音 孟听瑶身体不停地颤抖 眼底恶毒的光 微弱到不足为惧 你出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孟听瑶一步一步地引诱对方 说出事实 孟听瑶对上那双漂亮的眼 眼神呆滞 腹中的话脱口而出 我只是想去国外堕胎 在这里会被人发现的 刚好你不是喜欢周玉白吗 我就提前顺水推周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柔弱可怜的人 为了成全你们才离开 这样 我出国的目的一目了然 不会有人想到其他地方去 整个海城的人都知道 周玉白和孟听瑶是一对 可两人并未确定男女关系 周玉白说 会等她二十岁的时候 向她求婚 可意外来得太突然了 孟听瑶当时的肚子 已经微微隆起 月份大了 药流流不干净 会去医院刮工 她害怕这一步如若走错了 那么她二十年来里的人设 将会毁于一旦 孟听瑶不敢冒险 并且也不敢让周玉白喜当爹 于是才忍痛出此下策 将爱慕的人 暂时让给了孟兴鸾 人群中一片哗然 而另外一个主人公 站在人群后 脸色阴沉的 仿佛能滴出墨似的 太阳穴突突地跳着 男人隐忍着怒气 她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 有一天 她会被人耍得团团转 且这个人不是别人 是她曾经捧在心肩肩上宠的人 孟听瑶从呆滞中回神 意识到自己又说了什么后 差点晕厥过去 一旁的孟家人 已经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孟兴鸾满意地勾起唇角 她松开 捏着孟听瑶下巴的手 颇为嫌弃地捏了捏手指 还有最后一个礼物 伴随着女人的话音落下 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段监控录像 这是盛处理 在寿宴过后发给她的 当时 她只私发给了周玉白一人 现在却选择公开出来 录像里的孟听瑶 原本走在孟兴鸾后面 可不知为何 突然加速冲到前面 在女人冷淡的目光下 自己摔了出去 再然后就是一副委屈的样子 说不关她的事 是自己摔的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所有人都被孟听瑶 肮脏地操作惊呆了 看完录像 孟父一阵气血翻涌 下一秒 一个巴掌便扇在了孟听瑶脸上 啪 孟听瑶苍白的脸顿时红肿起来 她的头偏向了左边 脸火辣辣地翻着疼 泪花在眼眶里阴晕 转瞬落下 孟母惊呼一声 老孟 你在干什么 接着 贵妇蹲下身 心疼地将人揽进怀里 仅凭一个录像能说明什么 今天是瑶瑶的生日 你怎么可以打她 孟母的维护 让孟听瑶忍不住哭出声 哭哭哭 你还有脸哭 老太太的寿宴 你都敢破坏 你是闲家里太富裕了 孟家如今遭遇的事情 终于找到了原因 罪魁祸首 就是她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 在圣老太太八十大寿上 居然干出这种事 可真是她的好女儿 孟夫妻的脸色胀红 呼吸急促 胸膛不停地上下起伏 原本好好的一场生日宴 就此落幕 孟家的脸 被孟听瑶仅凭一人之力 丢了个干净 孟兴鸾临走前 扔下一句话 这份礼还满意吗 孟听瑶 语调鸡翘含笑 让本就愤怒到极点的孟听瑶 愣是被气吐了血 后面的事孟兴鸾没有再关注 三天后 她在网上看见了 孟听瑶自杀的消息 笑死了 居然还有脸稿自杀 让主播背了这么大一口黑锅 真的是666 我就知道主播是冤枉的 那些黑子们 怎么不出来蹦的 哪敢出来啊 波罗平台都给他们发律师函了 再加上主播的这身本事 谁敢啊 还是有钱人玩的话 我看这女的也没多爱男的啊 要是爱 怎么可能跟别人搞怀孕 这就是传说中的又当又利 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有人脸皮这么厚 网络上的言论 实现了360度大反转 那些黑子 在知道生日宴上发生的事情后 硬是一个屁都憋不出来 而之前他们辱骂孟兴鸾的评论 删都删不完 毫无疑问 他们都收到了律师函 孟兴鸾无趣地翻看着这些帖子 他将iPad放到一边 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今天是个阴天 天空乌云密布 随时都有可能下雨 他已经有三天没直播了 蒋梦思发消息 让他不播的时候发个公告 免得被一些粉丝说闲话 现在的孟兴鸾 已经是座拥千万粉丝的大主播了 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在直播界里 可谓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且长势还在不断向上 势如破竹 躺平三天的孟兴鸾 决定再偷懒一天 他刚发完微博 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 是一串陌生的数字 归属地显示在海城 孟兴鸾按下了接听键 那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孟兴鸾 是周玉白 孟兴鸾皱皱眉 想要挂断 但对方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生日宴上 瑶 孟听瑶说的都是真的吗 第52章 前夫智商上线了 周玉白这三天 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在生日宴上看见的事情 历历在目 他不愿相信孟听瑶 是这样心机深重的一个人 男人倚靠在窗户栏杆上 身后是无尽的夜色 眸色漆黑晦暗 他单手拿着手机 另外一只手 择握成拳 眉眼间 尽显疲惫之色 我说是真的 你会信吗 电话那头的女生 冰冷中夹带着几分嘲讽 从一开始你就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现在细想过去 孟兴鸾似乎从未在他面前 说过孟听瑶的坏话 最多的就是 他不喜欢孟听瑶 让他离孟听瑶远点 孟兴鸾沉默了几秒 他显得有些飘渺 我没说吗 你回国的当天我就说过了 孟听瑶出国 是为了打胎 周玉白一正 思绪开始回溯 那天真心话大冒险 孟听瑶输了 被人起哄着 和他喝交杯酒 恰巧就被孟兴鸾看见了 他闯了进来 说要和他离婚 孟兴鸾的确说了这件事 可当初的他是什么反应 孟兴鸾 瑶瑶是你妹妹 你知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话 要是传出去 他可就毁了 回溯停止 男人的脸色沉了沉 他没有信孟兴鸾的话 反而指责他说的话 会毁了孟听瑶 现在想来 他在孟兴鸾眼里 就是个蠢货 周玉白此刻的心情 十分复杂 张了张口 想说却不知说什么 沉默在两人之间 蔓延开来 最终 他问出了一个问题 当初我出车祸 你在现场吗 话一出 周玉白本人都愣住了 他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 就他的人 很明显 就是孟听瑶 跟孟兴鸾有什么关系 孟兴鸾显然也没料到 男人会问出这个问题 他很快回神 语气漫不经心 你觉得呢 周玉白23岁时 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当时他的腿 被卡进了座位的缝隙里 汽油流了满地 他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 可千军一发之际 孟听瑶出现了 他不顾危险 将他救了出来 自此 孟听瑶在周玉白心里 有了一席之地 可现在想来 孟听瑶只是一介弱女子 怎会突然有那么大的力气 掰开座椅 周玉白的智商突然上线 这些天 他见识过孟兴鸾的本事 如若当时他在场 那么救他命的人 根本不是孟听瑶 真相距离他只有一步之遥 周玉白迫切地想知道 肯定的答案 所以你在场对吗 听着男人急切的语气 孟兴鸾忽然笑了 我在不在场 有什么关系 被你从车里出来的人 是孟听瑶 当初他用减重符 减轻了整个车的重量 但刚做完这些 却被孟听瑶捡了个漏 如若换做之前 孟兴鸾肯定会借此好好澄清 可现在他不需要了 就算周玉白知道真相了 那又如何 他们已经离婚了 他也不再期待对方的爱了 当没有交集的陌生人 挺好的 孟兴鸾垂下眼瞼 查开话题 问 周爷爷恢复得怎么样了 周玉白沉默了几秒才回 挺好的 时长三分钟的电话 在他的回答下结束 男人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 接到一个电话后才离开 一路驱车到了医院 病房外 孟金安和孟母站在那里 隔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 见人来了 孟金安立马喊了一声姐夫 周玉白眉音 问 怎么样了 醒来情绪不稳定 刚才又闹着自杀 医生已经打了镇定剂 孟母一边说 一边抹眼泪 孟廷尧她养了二十多年 她不相信对方能干出这种事来 整理好情绪 还没来得及问明白 就发现孟廷尧割腕自杀了孟金安握紧拳头 咬牙切齿 肯定是孟兴鸾污蔑我姐 她就不是个好人 换做以前 周玉白对这种话不做任何批判 但是现在却忍不住回了一句 你姐自己亲口承认的 孟金安一愣 她不可置信地望向周玉白 姐夫 你不会真的相信了吧 周玉白没说话 男人穿着鼻挺的西装 站在原地 冷峻的面旁 看不出丝毫情绪 她偏头透过玻璃 看向病房里躺着的孟廷尧 心里说不出是怎样的感受 孟母说 尧要是我一手带大的 她什么样的人 我这个当母亲的 怎会不了解 网上说孟心鸾很邪乎 说不定就是她故意陷害瑶瑶 我承认 我们对她的照顾太少 但是她总全身带刺地对我们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她过生的时候 我们都太忙 没顾得上 但是事后 我们也试图补偿 可她就是不领情 一提起孟心鸾 妇人心中就充满了怨气 周玉白这时候 智商还在线 她细细咀嚼着孟母的每个字眼 最后得出的结论 就是他们偏心 但却从不承认 甚至这次宴会的事情 也都全怪在了孟心鸾身上 不知为何 周玉白心中竟有些烦躁 孟金安扶住孟母 态度冷淡下来 姐 周总 我姐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我希望你不要做出任何 刺激她的事情 周总 我相信 你也不是狼心狗肺之人 你的命是我解救的 前面的话 周玉白听听也就算了 但是后半句 却让她整个人的面色一沉 她犹豫了会儿 最后抬手揉了揉酸胀的眉心 说 今晚我会在这里守着 金安 你带着阿姨回家好好休息 行号 孟听瑶是半夜醒过来的 她整个人脆弱的仿佛玻璃 脸色惨白 睡 我要睡 沙哑干涩的声音 在病房里响起 闭眼假妹的周玉白 煞事睁开了眼 她起身 聚到了一杯水过来 能自己起来吗 周玉白说完 又觉得自己问了句废话 她将水杯搁置在一边 弯腰将孟听瑶抱了起来 两人的距离很近 男人身上的烟草味 充斥着她的整个鼻腔 孟听瑶忍不住眼眶一酸 泪水又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她不顾手腕上的伤口 双手立马还住了周玉白的脖梗 周玉白身体瞬间变得僵硬起来 瑶瑶 玉白 你相信我吗 第53章 瑶瑶 你不脏 孟听瑶怎能感觉不到 男人骤然僵硬的身体 她极力压下心中翻腾的怒气 小声的啜泣 声线颤抖 又加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周玉白没说话 孟听瑶又说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那天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 你要相信我玉白 女生里的哭腔十分明显 男人的心一紧 但面上却不露丝毫情绪 她将手放在了女人的肩膀上 意图让对方松开自己 可孟听瑶越抱越紧 被绷带缠绕的手腕隐隐泛红 伤口裂开的疼 让她面色一白 即便痛得窒息 她也仍旧不松手 玉白 孟听瑶轻柔地患着 试图唤醒周玉白对她的怜惜 瑶瑶 你先松开 不要 玉白我好怕 刚刚我做噩梦了 我梦见 你不要我了 泪水越流越凶 打射了男人肩膀处的衣物 周玉白垂眼 最后考虑到 现在她的情绪不稳定 于是只能任由孟听瑶抱着她 察觉到这点的孟听瑶 心中一喜 表演得愈发卖力 她瘦弱的肩膀 不安地颤抖着 哭哭啼啼了好一会儿 才止住哭声 玉白 是不是因为我脏了 你才不要我了 男人面色复杂 在孟听瑶的期待下 回应了她一句 你不脏 不 玉白你就是嫌我脏了 我现在已经配不上你了 但是我也很无辜 孟听瑶早已经想好了对策 她坚信 周玉白会因为 她救过她的命 而对她心软 当初我出门找姐姐 她的朋友给了我一杯水 喝完后 我就不记得了 等我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就在宾馆的床上了 许是说到痛楚 孟听瑶颤抖得更厉害了 原本还算稳定的情绪 一下子紊乱起来 她开始抱头疯狂地大叫 活脱脱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 手腕上的伤口重新裂开 血流不止 场面一度失控 周玉白叫来医生 重新打上镇定剂后 孟听瑶才安静下来 昏睡过去的前一秒 她紧紧地攥着男人的衣角 声音微弱可怜 玉白 你不会 抛弃我的对吧 周玉白没有给予回应 她替孟听瑶盖好被子 随着医生一起离开了病房 病房外 医生说 你是孟小姐的丈夫吗 是这样的 你也看见了 孟小姐现在的情绪十分不稳定 病人求生的念头很弱 我的建议 就是 这段时间顺着她 不要激怒她 周玉白点头 我知道 等医生走后 男人才走到应急出口 点燃一支烟 白色的烟雾鸟鸟生起 朦胧了冷峻的五官 眉眼间却染上了几分噪诣 在抽到第五支的时候 周偏然打来了电话 喂 哥 瑶 瑶瑶还好吧 周偏然跟她哥一样 这几天 心情低落复杂 孟廷瑶是她的好闺蜜 知道她喜欢自家哥哥后 她还做红娘 给两人搭桥牵线 她一直把孟廷瑶当嫂子 但是乍一听她怀过运动过胎 还是很吃惊 虽然她玩得也花 可向来安全措施都做好了的 没套不给进 即便进了 事后也会处理好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点生理需求怎么了 这一点 周偏然觉得 孟廷瑶没做错 但错就错在事后 没处理好他哥思想保守 也不知道这点能否接受 已经睡下了 哥 生日宴上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 肯定是孟廷完的阴谋 周偏然握拳 咬牙切齿地继续说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录音都可以伪造合成 你不要伤了瑶瑶的心 最后 他又添了一句 如果没有瑶瑶 我就没有哥哥了 这句话 让周玉白心底的烦躁感更重了 早点休闲 我挂了 电话一段 整个过道陷入了一片寂静中 周玉白一夜没睡 抽了整整一包烟 等天蒙蒙亮了 才拾起地上的烟头 扔进垃圾桶 早上八点 看着孟廷尧吃完早饭 他才去公司上班 路上 秘书说 老板 三天后就是海城的拍卖会 主办方那边 送来了几张邀请券 海城的拍卖会 两年一次 周玉白思绪恍惚了一下 竟想到刚和孟兴卵领证的时候 孟兴卵提出 想和他去拍卖会的事 当时他因为不喜拒绝了 男人垂下眼瞼 扮上后才淡淡说 抽两张给孟小姐送去 秘书一愣 老板 你今天晚上要过来看孟小姐 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周玉白知道他是误会了 解释了两句 不是给孟听谣 而是孟兴卵 秘书压下眼中的震惊 应了居士 车快开到公司楼下时 秘书收到了一条消息 他露出为难的表情 周玉白冷眼看过去 出什么事了 老板 关于孟小姐网上的恶评 压不下去 一开始 孟兴卵被网报的热度就很高 再加上对方刻意操作 一样越滚越大 现在事情出现了反转 孟听谣直接承担了所有火力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都要给我压下去 秘书顿感亚历山大 他马不停蹄地 找到一个媒体公司老总的电话 正要打过去 一条消息又来了 这次发的是一个截图 at 菩提梦大师V 下次记得处理好尾巴 at 孟听谣 图片 图片 两张图片放的是那个 爆料人的IP地址 以及一些相关资料 秘书顿时哭丧着一张脸 老板 另外一个孟小姐又爆料了 文言 男人一把抢过秘书的手机 待看清截图后 表情更冷了 他明警薄纯 内心两个小人在打架 最终他闭眼 不管以什么代价 你都要把这件事压下去 星号 与此同时 孟兴鸾发完动态 就将手机丢到了一边 在床上磨蹭了一会儿后才 慢调思理的穿衣起床 魏恒给他送来了一张 近拍卖会的邀请函 可到傍晚 又有人送来了两张 魏恒一脸猛逼 不是我呀 孟姐 孟兴鸾将信封翻了一个面背面 写有署名 周玉白 魏恒伸长脖子看 等看清名字后 发出一阵冷笑 他这是玩得什么把戏 一边花钱给黑寡妇将热度 一边送你邀请函 可真够恶心的 第54章 已离婚 现在单身 可撩 对于周玉白的这波操作 孟兴鸾早就见识过了 在他恋爱脑的七年里 男人没少因为孟听瑶的事 委屈他 即便过错方式孟听瑶 男人也不会听他解释 毋庸置疑 他永远偏爱孟听瑶 孟兴鸾随手将这信封 扔到了垃圾桶 花钱压热度的人 不只有他吧 孟兴 这你都知道 魏恒惊讶 随后又愤愤不平 那些人究竟有没有脑子 都看清黑寡妇真面目了 居然还肯为他花钱 我报的这些都算小事 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吧 孟兴鸾漫不经心地掀了掀眼皮 他早就知道 光凭这些 并不能一棍子打死孟听瑶 但是多少对他 还是产生了影响 比如孟父 监控录像证明了 是孟听瑶在老太太的寿宴上挑事 后续圣家出手打压孟氏 完全合情合理 孟父就是一个事业狂 整个孟氏都是他的心血 如今却因为一个养女 差点毁于一旦 心中要说没疙瘩 那是不可能的 至于其他 利益没牵扯到他们身上 他们看看就过去了 孟听瑶不是把孟家人的宠爱 当个宝妈 那他便会一点一点地瓦解在摧毁 魏恒了然地点头 而后又兴冲冲地问 现在周玉白知道 黑寡妇背着他跟别人乱搞 孟姐 你说他们还能在一起不 谁知道呢 在一起也好 不在一起也罢 跟他孟心鸾有什么关系 到了晚上十一点 孟心鸾准时开播 无数粉丝网友涌了进来 右上角的在线观看人数飞快的变动 主播今天好漂亮 姐姐贴贴 原来主播不仅是个富婆 还是豪门千金啊 你的生活我的梦 因为孟听瑶 孟心鸾真千金的身份 也被网友们扒了出来 流落在外十五年的经历 让许多网友产生了共鸣 以至于 那些说话阴阳怪气的评论 都被众多网友对了回去 但随之新的问题来了 主播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真的是想不开啊 婚姻可是爱情的坟墓 我听我朋友说 主播舔了那个男的七年 舔 主播就是大女主的代表 怎么可能是舔狗 肯定是你朋友搞错了 弹幕上的言论 全都和孟心鸾有关 他看起来也就二十来岁 人长得漂亮又有钱 谁都没想到 他居然英年早婚 孟心鸾看见了这么淡幕 他回 澄清一下 我已经离婚了 现在单身 直播间沸腾了 单身 那我可以追你吗 楼上洗洗睡吧 实在不行撒抛尿罩罩 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离得好 主播就应该独美 男人 要来有什么用 淡幕正吵的热火朝天 突然直播间被大鹅礼物刷屏 卫横戏数了一下 吃惊的张大了嘴 嘉年华足足刷了有一百个 直播间被特效罢屏 淡幕争吵的内容也不太看得清 最后一个嘉年华 配了一行文字 单身 那可聊吗 孟心鸾飞快地扫了眼 这个号的ID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女人挑挑眉 轻勾唇角 多谢富贵哥送来的礼物 屏幕另一头的谢彦慈 咳嗽了几下 苍白的皮肤上染上一层薄红 他眼中盛满趣味的神色 富贵哥 不愧是他感兴趣的女人 谢彦慈又刷了几座嘉年华 主播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俗气了 富贵哥 听起来像油腻大叔啊 别来沾边 有钱人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 谢彦慈的账号开始疯狂涨粉 孟心鸾不再理会 而是点开了抽奖系统 开启了今晚的算卦之旅 也许就是命中注定 第一卦就抽中了谢彦慈 对此 谢彦慈本人也十分意外 在几百万人的注视下 他又刷了几座嘉年华 才申请连卖 众人期待地盯着屏幕 似乎想看这个出手阔绰 能一致千斤的人究竟长什么样 然而谢彦慈没有开摄像头 几百万人同时失望 纷纷叫嚣着让他开视频 谢彦慈不置可否 孟小姐不是会看生辰八字吗 我设控 不想开视频 男人的嗓音低沉雌性 宛若大提琴般醇厚 就冲这声音 怎么听都不可能是个油腻大叔啊 直播间里的声控沦陷了 比起他们 孟心鸾却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 等看见男人私信发过来的生辰八字后 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上次去帮盛处理看工地 他引来天雷 后面下雨是一个叫谢彦慈的男人 给他送了伞 孟心鸾面上伞漫的表情 随着挂算逐渐凝固起来 两分钟后 他说 你为什么还活着 直播间的人 虽然每次主播都语出惊人 但能不能不要一次比一次离谱啊 什么叫你还活着 不活着 难道当死人吗 听这个声音 这个叫富贵哥的最多最多三十岁 除非患了癌症 否则谁三十岁就隔屁了 谢彦慈眼底染上了一丝欣赏之色 他接连咳嗽了几声 没有在直播间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要求跟孟心鸾私聊 几百万人瞬间不乐意了 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为什么要私聊 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难道主播的意思是 富贵哥本该死了的 大晚上的 别吓人啊 看在谢彦慈刷了这么多礼物的份上 孟心鸾欣然同意了他的这个要求 谢彦慈满意的挂断连麦 直播间吵吵闹闹 孟心鸾接着抽第二个 可今天也遇到了和以前同样的情况 抽奖系统无故失灵 波罗平台是不是该换程序员了呀 怎么老是出问题 所有人都让孟心鸾多播话 可孟心鸾是谁 自然不可能答应这么无理的要求 他果断下播 加上谢彦慈留下来的微信 开启了解答疑惑之旅 他手握谢彦慈的生辰八字 但却指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男人早该死了的 可却活到了现在 孟心鸾还是头一次遇见这么离奇的事 谢彦慈 我也不太清楚 三天后的拍卖会上 有一件属于我的东西 你看了 或许会知道点什么 顿了几秒 那边又发来一条消息 谢彦慈 你前夫和他白月光也会来 第五十五章 事件 你别厉害脑了 三天后 谢彦慈早早地就等在了孟心鸾公寓楼下 电话里 季时还在喋喋不休 哥 现在孟心鸾风头正盛 你跟他一起去拍卖会 那不是纯纯躺着也中枪吗 我看周玉白还和他不清不楚地有牵扯 我就怕网友说 你是插足的小三 作为谢彦慈为数不多的朋友 季时真的揣着一颗老妈子心 现在突然开窍 有好感的对象 还是一个刚离婚的女人 这怎能让他不焦虑 万一谢彦慈初恋就被伤透了心 那以后岂不是得水泥风心了 那可不行 听着季时的话 谢彦慈搭在膝盖上的手指 有节奏的上下敲动 苍白俊美的脸露出几分漫不经心来 等对方说完 他才不紧不慢地回到 他们都扯了离婚证 我算奶门子小三 他这叫正当追求自己的幸福 季时一夜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孟心鸾 还跟周玉白偶断思量 反正他不幸 分手了还能做朋友这句话 真的爱过了 怎么可能心平气和的当普通朋友 话在舌尖绕了几圈 最后憋出一句话 反正你保护好自己 你一个恋爱小白是玩不过人家的 谢彦慈 他有那么蠢 他又不是恋爱脑 并且 现在他对孟心鸾好感居多 要说爱 好像还谈不上 男人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 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某洞单元口 等看见一抹高挑的身影时 他果断掐断了电话 即实话说到一半 六 果然恋爱中的人听不进任何话 就连谢彦慈也不例外 型号 天气正好 万里无云 孟心鸾一出单元门 就看见一辆麦巴赫停在外面 后座的车窗摇下 露出一张俊美的脸来 宋男竹跟在后面 见慈忍不住满眼惊艳 他见过不少好看的人 周玉白好看是好看 但老是板着一张脸 活像谁欠他八百万似的 所以宋男竹不喜欢 但眼前的这张脸 好看且有生动情绪 一下子正中他的心 宋男竹兴冲冲地 拉着孟心鸾上车 他紧盯着谢彦慈看 男人好笑地问 我脸上有脏东西 宋男竹贴着孟心鸾坐 摇头 没有 顿了一下 他又说 你的命格好奇怪 我竟然看不透 宋男竹擅长看相 但面前这人 他却看不透 实在是奇怪 你也是玄学师 宋男竹 嗯嗯 我是师姐的小师弟 他长着一张正太脸 颇具喜感 谢彦慈说 你好 我是谢彦慈 宋男竹原本灿烂地笑 一下子僵硬了 远眼不禁瞪大了一圈 等等 他说他叫什么 谢彦慈 那个在师姐直播间 一致千金 扬言要聊师姐的谢彦慈 现在当事人 就坐在自己面前 宋男竹抛开其他杂念 开始上上下下地 认真审视谢彦慈 男人手长腿长 明明天还没那么冷 却已穿了件 驼色的长风衣外套 露出的皮肤冷白 细看能看见青色的脉络 黑色的碎发 打理得干净整洁 眉眼深邃 脸上的表情慵懒 但又给人一种 无形的疏离感 嗯 坚定完毕 没有任何攻击性 就算他要对师姐 欲行不轨之事 那也像的小鸡仔一样 毫无反击之力 对于孟兴兰的战斗力 宋男竹还是很认可的 现此看见少年 眼底的敌意退去 唇角的弧度 忍不住又上扬了一分 果然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孟兴兰身边的人 也是这么有趣 至少变脸的速度 还挺快的 麦巴赫平稳地行驶在路上 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一路上 宋男竹都横在他们中间 孟兴兰则在闭目养神 反正该问的都问了 剩下的 就看拍卖会上 能不能买到谢彦慈的东西 他好奇 既然是自己的 那为何会出现在拍卖会上 谢彦慈给出的回答 就三个字 不知道 如若不是知道对方什么人 孟兴兰差点就以为 对方是在耍他 十分钟后 司机说 少爷 拍卖会到了 拍卖会的地点 在海城市中心的一处酒店内 麦巴赫停在了地下停车场里 谢彦慈率先下车 而后绅士地 替孟兴兰拉开车门 三人一起坐电梯上去 在上到七楼的时候 宋男竹收到了 魏恒发来的消息 他说他已经在 拍卖会门口了 宋男竹回了三个字 马上到 等会儿 如果你有想要的东西 可以告诉我 耳边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 我有钱 未来的主播一姐 能没钱吗 宋男竹警惕心更重了 居然想要用钱来利用师姐 虽然这个男的看起来很有钱 但是他没师姐赚钱来得快啊 以前师父说了 要是师姐不利爱闹 利用玄学挣钱 很快就能成为全球首富 就在宋男竹胡思乱想间 伴随着丁的一声 便踢到了25楼一开门 外面全是打扮贵气的 富人和老总做派的男人 三人一出场 仅凭高颜值 就收获了所有人的目光 中间那个女人 怎么有点眼熟 感觉在哪见过 你是不是有健忘症 昨天你还看别人直播了 那是孟星鸾 他换男人的速度 也太快了吧 今天这男的是哪家的 长得还挺帅 谁知道呢 我看见周总也来了 你说等会儿 能不能看见修罗场 窃窃思语 在人群里响起 他们八卦的对象 正是孟星鸾 周一百此刻 正在和另一个男人交谈 他面上表情十分冷淡 身形修长 整个人净显金贵 在男人身边 跟着一个打扮秀丽的女人 孟廷遥穿着淡绿色的长裙 外面罩着一件修身的外套 左手手腕缠着绷带 黑色的长发 自然地屁在身后 巴掌大的脸苍白 大病未遇的他 比平时多了几分楚楚可怜 他就站在周玉白身边 低头一语不发 乍然从别人口中 听见孟星鸾的名字 他的身体一抖 睫毛下的眼翼 闪而过怨毒的光芒 很快 周玉白也听见了 他终止了和男人的交谈 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竟将目光投向了入口处 第五十六章 让前夫警惕感爆棚的人 在众人的瞩目下 以孟星鸾为首的三人 进了拍卖回现场 女人穿着休闲 黑色的长发 挽了个低丸子头 五官慵懒漂亮 一双桃花眼恋艳 仿佛能渗透人心 余下两人 一左一右地跟着他 左边那位长着一张 讨喜的娃娃脸 看起来嫩得很 右边那位长相 与孟星鸾不相上下 俊美清俊 身高要比女人高出半个头 驼色长款风衣 更衬得他身形修长 只是那苍白的肤色 平白给人一种微弱感 倒不似孟星鸾那般 攻击性十足 总之三人就是高颜值足 刺眼的一幕映入眼帘 周玉白面上的神色越来越冷 站在他身边的人 倍感压力 其中 孟听瑶赶出最深 他咬紧牙关 下一秒就做出一副 无害的样子 挽上了男人的手臂 姐姐也来了 并且 身边还跟着两个陌生男人 孟听瑶很想在周玉白耳边 绿茶一番 但他崩塌的人设 还没全部修复回来 并且 他近期压根就不敢上网 不用想也知道 网上全是辱骂他的人 看了只会自己弃自己 不看还能有一点点 自欺欺人的成分在里面 孟听瑶只期待着 时间过得快些 等热度下沉下去 女人在心中思考着接下来的路 周玉白的目光 却一直落在三人身上 他见过宋男竹 据说是孟兴鸾的师弟 两人互动亲密 但也不曾让他生出过警惕感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跟在孟兴鸾身边的另一个男人 让他警惕感十足 即便两人保持着正当距离 可来自男人的第六感告诉他 此人不简单 比盛处理还不简单 周玉白目光深沉 直到工作人员来说 拍卖会要开始了他 才一开目光 所有人对照邀请函上的位置 就坐 宋男竹和卫横位置 紧挨在一起 孟兴鸾和谢彦慈 则跟他们同一排 只是隔了一个过道 也不知是巧还是不巧 孟兴鸾和周玉白的位置 就在他们前面 并且在前排 还有很多孟兴鸾眼熟的面孔 孟家人都来了 盛家则指来了盛处理 和他的堂妹盛凡 盛处理回头和他打招呼 但在看见谢彦慈时 表情变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如常 虽然不知道 这谢家的小少爷 怎么和乱乱认识的 但有目前看来 对方是没有恶意的 孟母想要和孟兴鸾坐在一起 却被孟夫拉住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去了 我不放心瑶瑶 自从上次的生日宴会后 孟夫对待孟兴鸾的态度就变了 在没有之前那么慈祥宠溺了 孟母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心里对丈夫多少起了点怨言 有什么不放心的 玉白不是就在他身边吗 孟父满脸冷卧 既然又补充了一句 以前就是太宠着他了 才导致他犯了大错 他千不该万不该去招惹圣家 圣家的打压 差点让他破产 坐在母亲身边的孟金安 招惹了又如何 不还有周家吗 不说还好 一说孟夫气就不打一出来 他压低声音怒吼 你以为周家会让继承人 娶一个跺过胎的破烂货 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 孟母和孟金安脸色一僵 明嘴不再说话 孟听瑶并不知家人那边 因他起的冲突 此刻的他正在极力 往周玉白身上靠 后座的孟兴鸾 有一说一 还挺拉眼睛的 谢彦慈偏头问他 怎么了 孟兴鸾面无表情地悔 看见脏东西了 他的声音不大 但却足够前排的两人听得清楚 周玉白的被一僵 几乎是下意识地将孟听瑶推开 女人发出一阵痴痛声 小脸煞白 玉白 娇弱的一声呼唤 让男人顿时回神 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后 周玉白心底难得生出一点愧疚感来 孟疼你了 孟听瑶眼睛里包着泪 摇头 不疼 两人之间的相处 被孟兴鸾尽收眼底 以前怎么没发现 周玉白爱孟听瑶 居然爱得这么深 果然 小丑只有他自己 拍卖会正式开始 主持人上台致辞 外加介绍今天的拍卖品 他身后的大荧幕 展示着拍卖品的各种信息 台下每个人都有一个举牌和一支笔 等介绍完信息过后 就是大型竞价现场 前几件都是一些华丽的首饰 孟兴鸾对此并不感兴趣 他身子朝着谢彦慈的方向轻了点 压低声音问 你确定这里有你的东西 男人神色很认真地回答他 我确定 孟兴鸾又坐直身体 他对这些都不怎么感兴趣 如果是玄学师主办的拍卖会就好了 拍卖会已经过去了40分钟 等红宝石项链一呈出来 孟听瑶的眼睛立刻就亮了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周玉白已经开始出嫁竞拍 一亿两千万 现场一亿两千万 还有人出嫁的吗 竞拍人是周玉白 有眼色的人都没竞价 最后 周玉白成功拍下这条项链 孟听瑶压住心底的欣喜 只是嘴角还是忍不住往上扬 果然玉白还是爱他的 拍卖会继续进行 最后一件拍卖商品 是一个颜色剔透的茉莉玉配 这块玉配 出自3000年前的王朝 据说是某位皇子贴身佩戴的事物 谢彦慈原本散漫的神色 顿时收敛了起来 孟兴乱问 是这个吗 谢彦慈点头 接着举牌出嫁 两亿一次 两亿两次 十亿 低雅磁性的男生 引起了轩然大波 十亿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谁这么豪气 居然出十亿 买一个小玉配 此价一出 没人敢跟拍 笑话 不过就是一个玉配 就算他是古董 也不可能值十个亿 孟兴乱在心底责了一下 果然 有钱人就是这么任性 拍卖会散后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带着他们 去到一间休息室 先生 请稍等片刻 东西马上送过来 工作人员说完就退了出去 宋男竹和卫衡排排 坐在那吃水果 他的嘴巴塞得鼓鼓囊囊 刚才我就想说 这块玉配 跟师姐你给我的那块好相似 话没说完 就被闯进来的人打断了 他们以周玉白为首 身后跟着的 则是孟家人 第57章 前夫打他白月光的脸 孟兴乱挑眉 这是脱家带口 当闲眼包来了 魏恒率先反应过来 他随手将手里的西瓜 塞进宋男竹的嘴巴里 然后长腿一脉 站到了孟兴乱身边 来者不善 男人危险地瞇了瞇眼 周总 这里是 我们的等候室 你是不是走错了 话落地几秒 所有人心思各异 即便是孟听瑶 突然要过来的原因 替他找场子 好像也说不通 孟听瑶被孟母搀扶着 一颗心慌乱地 砰砰乱跳 柳梅忧愁地紧皱在一起 再配上柔弱苍白的脸 怎么看都是个娇弱的人 又有谁知道 就是这样的皮囊下 有一颗恶毒的心 周玉白手里 拿着一个精致的木盒子 他用漆黑的眼盯着孟兴乱 没理会未恒的质问 下一秒伸出手 给你 两个字沉稳有力 却将等候室里的人都惊到了 周玉白居然要将价值 一亿两千万的红宝石项链 送给前妻孟兴卵 为什么 孟家人不理解 紧跟过来的盛家也不理解 甚至就连当事人孟兴卵都觉得 这是很离谱 周玉白是不是有病 那天晚上不是都说得很清楚了吗 还是说周玉白是个笼子 亦或许是 周玉白 我是垃圾桶吗 男人没反应过来 他何时说过 孟兴卵是垃圾桶吗 孟听瑶都不要的东西 你觉得我会要 周玉白听后就知道 是对方误会了 他下意识地要解释 但一双手却从后拉住了他 玉白 我来跟姐姐解释 说完 他往前一步 鼓足勇气对上孟兴卵的眼睛 姐姐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玉白 这条红宝石项链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忍痛割爱给你 怎么就成我不要的了 他心心作态的样子 差点让魏恒等人作呕 人设都塌了 怎么还这么能装啊 装化肥的蛇皮口袋 都没他这么能装 一番话 成功让周玉白头顶三个问号 脸色阴沉 他什么时候说 这个是送给孟兴卯的了 从拍下到工作人员送过来 他都没有任何暗示 这是送给孟兴卯的 男人接下女人的话 解释道 这是我买来送给你的 话落 又怕孟兴卵不信 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以前你说过你喜欢红宝石项链 这话孟兴卵的确说过 好像是在婚后的一周年 结婚纪念日时说的 当时周玉白厌恶她倒不行 连表面都不想装 那天 她等了整整一晚 男人也没回来 后来从她朋友口中听到 好像是非国外见孟兴卯了 真真假假 孟兴卵不想再追究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孟兴卵瞥眼去看孟兴卯的反应 果然 女人一张脸轻一块的红一块 自作多情 被男人一言戳破 现场人又那么多 恨不得当场挖条缝钻进去 后面站着的孟父老连也挂不住了 她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之前的自己 竟那么宠爱这个养女 现在看来 还不如那个流落在外15年的亲女儿 一时之间 心情颇为复杂 尤其是在抬眼看向精彩艳艳的孟兴卵时 这种念头越发深重 姐 孟兴安担心地扶住她 心中对周玉白却起了怨念 本来姐身体就不好 她说的这些话 不就是明晃晃地在气节吗 少年握紧拳头 隐忍怒气 看够了孟听瑶的难堪 孟兴卵才正视周玉白的眼睛 男人的皮囊万里挑一 否则也不可能让她一栽就是七年 孟兴卵已经释然了 周玉白 那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 我对你没兴趣 孟兴卵却没嘴下留情 每个字都像刀子似的刺向她 我不想知道你这么做的原因 但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我不需要 她满心满眼都是周玉白的时候 对方不领情甚至很厌恶 现在她决定放过她了 她却不干了 就算是回头 还带着恶心玩意往她面前凑 那不更好笑吗 连取舍都做不到 凭什么觉得她能接受 男人递盒子的手将印在了半空中 这时传来几道掌声 谢焰瓷面上的笑容温和 一双瑞凤眼里 写满了对孟兴卵的赞赏 孟小姐真性情啊 就冲今天孟兴卵的这种反应 继续担心她成小丑的事 完全就是多虑了 周玉白一张脸色铁青 孟听瑶再绷不住了 直接眼一臂晕了过去 姐 瑶瑶 孟金安和孟母一阵惊呼 静谧的场面 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 姐夫 你快去开车 快把姐送医院 情况发生得太过于突然 周玉白指的先离开 见此 宋男主撇撇嘴 很是不羡 一边给师姐送礼物 一边还要照顾黑寡妇 这渣男还真忙 也难怪师姐 不想吃回头草 原因就在这里 周玉白离开了等候室 门外的盛初礼 带着唐妹走进来 盛凡用古怪的表情 盯着站在原地不走的孟金安 你爸妈都走了 你还待在这干什么 少女的语气十分不善 她和孟金安是同班同学 但她看不惯 孟金安的所作所为 在学校仗着家里有钱 就胡作非为 逃课打架样样精通 还去招惹特优生 这不纯属脑贪吗 孟金安狠狠地瞥了她一眼 语气凶巴巴地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滚一边去 说完又看向孟星鸾 孟星鸾 你当初就该死外边 我的姐姐 只有孟听瑶一个 你最好别来沾边 还有 周玉白是我姐的 你要是敢抢 我饶不了你 你最好像你说的那样 没兴趣 说到气头上 孟金安眼尖看见 一边桌子上有一杯水 想也不想 就伸手去拿 可孟星鸾比她快一步 在少年错愕震惊的目光下 冰凉的水 全泼在了她脸上 冷水顺着下河 滴落在地板上 一下子浇灭了孟金安的气焰 想泼我吗 不好意思 比你快一步呢 孟星鸾看似笑眯眯的 实则眼中的冷意 都化为了实质 她将空水杯 摔在了少年脚边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 杯子被摔得四分五裂 孟金安的心一惊 耳边想起孟星鸾的话 第58章 孟金安说 不许侮辱我姐 我截然一身 哪来的地点 沾边 你也配 一张脸长得歪瓜裂藻 还没我小师弟一半好看 谁给你的勇气说 这种话呢 梁静如吗 女人清冷带嘲讽的声音 响彻整个等候时 被提及到的宋男竹 亮着一双眼 原来她在师姐心里这么好看 孟金安再怎么说 也和孟星鸾 是有血缘关系的 金鸣摆在那里 歪瓜裂藻算不上 只能说 吊耳郎当不学好的气质 硬生生地冲毁了那份帅气 孟金安咬紧牙关 一双眼怒火冲天 如若眼神可以杀人 孟星鸾早死千百次了 孟星鸾毫不畏惧 甚至还挑衅地勾了勾唇 继续说 我不要的垃圾 你们随意 女人口中的垃圾 明指周玉白 至于孟听摇 自然就是捡垃圾的那个人 孟金安拳头捏得嘎吱作响 额头的青筋抱起 挥舞着的拳头 瞬间扬起 狠狠地朝着孟星鸾杂取 孟星鸾 不许你侮辱我姐 变故来得太突然 离孟星鸾最近的胃横 下意识地伸手去抓 但孟星鸾比她更快 几乎是眨眼的瞬间 孟星鸾就已经稳稳地 包住了她落下的拳头 孟金安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她撞入了女人深不可测 带着寒意的眼眸里 同时后背被冷汗浸染 一抹恐惧 悄悄地在心底发芽生根 孟星鸾反手扭断她的手臂 少年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呼 旁人看着这一幕都觉得疼 孟金安抱着断掉的手臂蹲下身 她面色发白 密密麻麻的细汗 沾满了她的整个额头 她怎么忘了 孟星鸾就是一个狠毒的女人 上次她亲眼看见 她将楚王带来的打兽 打得落花流水 且楚王本人 也在她手上吃了不少苦头 如今她公然挑衅公鸡 不就是在自讨苦吃吗 孟金安痛得几乎晕厥 但耳边又响起女人的声音 给圣凡道歉 突然被点名的圣凡 一脸受宠落惊 孟金安咬牙没吭声 孟星鸾耐心不好 直接一脚踹在了少年的背上 孟金安一个猎切栽倒在地 好巧不巧 面前就是圣凡本人 看着她的惨样 圣凡有种说不出的畅快感 在学校她经常看见 孟金安带头欺负别人 现在终于挨打了 就一个字 爽 圣凡压制住内心的激动 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道歉 疼痛难忍再加上内心的屈辱 孟金安最终从牙缝里吐出三个字 对不起 听不见 圣凡 对不起 孟金安大吼一声 他咬牙切齿 一双眼心红 少年用没受伤的手 踉跄着从地上爬起来 刚站直身体 眼前一黑 下一秒便栽倒在地 他愣是被腾晕了过去 孟星鸾垂眼看着晕倒在地上的孟金安 眼底连波澜都没起一下的 他对卫恒说 医药费我等会转你 人送医院吧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他是守法公民 把人打伤了 赔偿是理所应当的 区区几千的医药费 换人一顿打 别说 还挺值 孟星鸾的这一番操作 直接收获两个粉丝 一个是迷妹圣凡 一个是迷弟宋南竹 圣处理和谢彦慈打过招呼 临走时 问了一句 你哥什么时候回来 半个月后吧 圣处理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后才 带着圣凡离开 五分钟后 工作人员送来了装在檀幕盒子里的玉佩 明明是个古董 但玉佩的橙色依旧银润剔透 谢彦慈将价值十个亿的玉佩 交给孟星鸾 给你 孟星鸾将盒子打开 墨绿色的玉佩静静地躺在里面 上面雕刻着精致的纹路纸腹 抚摸上去 手感很有层次 宋南竹凑上来 细细地看了几眼 最后得出结论 师姐 这块和你给我的红色那块 是一对的 那玉佩呢 宋南竹挠挠头 圣哥不是在建鬼屋吗 我就带着那九只鬼训练 红色的玉佩 似乎能给他们提供能量 所以我就放家里了 谢彦慈静静地听着 然后插了一句话 还有另外一块吗 孟星鸾面对着这个 一问三不知的男人 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 他给了谢彦慈一张平安符 随身带着 我有发现会告诉你的 星号 夜见深 经历了几场畅酣淋漓的欢 爱后 周偏然燕足地 成一个大字躺在床上 下一秒 浴室的水声停了 一个男人裹着浴巾出来 他自然地 躺到床的另一侧 伸手将周偏然揽入怀里 然然 别闹 我好嘞 周偏然闭着眼 任由男人的手 放在自己腰间 郭卓掩盖住眼底的暗盲 若无其事地问 然然 上次我给你的玉佩 你给你爷爷了吗 给了呀 那现在怎么样了 郭卓忍不住激动地追问 周偏然睁开眼 看着男人 这张英俊帅气的脸 撇撇嘴 你还好意思问怎么了 一个月老头都只是卧病不起 郭卓心中 生起了一抹不好的预感 出意外了 我哥找了个道士到家里 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让老头回光返照了 总之最近看起来精神多了 周偏然从始至中都知道 那个玉佩是不祥之物 所以 在孟新鸾问的时候 他才会恼羞成怒 老头子不是偏爱一个外人吗 把亲孙女当灯草 把外人当个宝 那他倒要看看 等他死了 还怎么去偏爱孟新鸾 周偏然心中的怨气 已经积满了 每一次周老爷子 因为孟新鸾而训斥他的时候 他都狠狠地记在了心里 郭卓就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才想方设法 接近周偏然的 玉佩被别人拿走了 得到这个信息的男人 音调骤然拔高 周偏然皱起眉 呵斥了一句 你叫什么叫 你不要以为 你在我这里是个例外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你活好 我早就找下一个了 郭卓顿时脸黑 但他强忍住 把周偏然丢出去的冲动 又说 然然 你不是很讨厌老头吗 你听我的 去把玉佩重新拿回来 我重新想办法 帮你弄死老头子 第五十九章 前夫让他救他的白月光 从拍卖会回来后 孟新鸾将玉佩放到了茶几上 做工精细 银润的墨绿玉佩 在灯光的照耀下 更显精美 如若不是有专家鉴定过 谁能相信 这居然是几千年前的古物 孟新鸾微微眯了眯眼 为什么谢燕慈会说 这是他的东西 假设是他自己将东西 送去拍卖行拍卖 那又花十亿 买回来不就多此一举吗 还有一种可能 渐渐在女人脑中呈现 只是这种可能 还需要找到黑白无常 打探一番才能确定 毕竟有些离谱 但又不是没有可能 这时 宋蛮竹急匆匆地 送来了另外一块玉佩 孟新鸾将其摆在一起 果然如少年所说的那样 两块玉佩极为相似 抛开颜色不谈 他们的纹路和手感 几乎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两块本就是一对的 孟新鸾拍照 发给了谢燕慈 M M 红的那块眼熟嘛 本来以为会等几分钟 对面才会回 没想到他前脚刚发出去 后脚叮咚声便响起 谢燕慈 要到手才知道 孟新鸾没多想 M 那明天 让我师弟给你送过去 谢燕慈想也没想的就拒绝 他怕太突兀 又解释了一句 谢燕慈 这种事 我觉得当面谈比较好 毕竟事情很复杂 能不复杂吗 谢燕慈明明早该死了的 却还活到现在 这种事 不论放在哪都是十分离谱的 孟新鸾和对方定了个时间见面 而后才退出聊天见面 宋男主演巴巴地看着 师姐 我觉得这个男的对你图谋不轨 孟新鸾挑了下眉 我没他有钱 名声又不好 有什么好图的 在经历过周玉白的事情后 孟新鸾便决定风心所爱 要男人有何用 现在最紧要的 就是将倒灌的债务还清 前方面多直播几场 差不多就够了 只是功德方面 一想到这里 孟新鸾就头疼 也不知是不是师徒之间的心有灵犀 孟新鸾很快就收到了 来自清虚道长发的邮件 邮件里面就一行字 辛苦图了 为师知道 你直播不容易 放心 为师给你打赏了几朵小红花 紧跟着 后面还有一条新邮件 上面也是一行字 乖图 功德到现在还是附属 加油做好事哦 你是师父的骄傲 骄傲 骄傲你个大头鬼 把烂摊子全甩给他 可真是好师父啊 孟新鸾皮笑肉不笑地捏紧拳头 见此 宋男竹默默地咽了咽口水 害怕得到 总之师姐 你可千万别厉害脑了 男人都是身外之物 成为全球首富 才是要紧的事 师姐成了首富 那他就是首富的亲亲小师弟 宋男竹心里的算盘 打得劈啪响 孟新鸾一眼看穿他的心思 冷笑了一声 与其靠我 不如去将你那几个师兄找出来 清虚道长 一共收了五个徒弟 其中 除了孟新鸾和宋男竹有天赋外 另外的三个 纯熟打酱油 早早地就下了山 除了逢年过节会联系以外 其他时候 就跟死了一样 宋男竹 师兄们 喂 怕被殃及 宋男竹随便找了个借口 留之大吉晚上照常直播 每天三挂 有缘者优先 无缘者就提前下播 原本玄学频道 在任何平台都是冷门 但因孟新鸾 热度一下子暴涨 现在自称玄学师的人 数不胜数 算命占星 层出不穷 第二天 宋男竹给孟新鸾 发来一张截图 上面写着 重金求助玄学大师 求助者 孟听瑶 酬金 五百万 地点 海城第一人民医院 后面的孟新鸾没看 宋男竹又发来消息说 这是他家的一个玄学群 先是狠狠地说 孟听瑶活该 后面又让他放心 群里的几十人 都是三角猫功夫 有他在 没人敢接地 所以 孟听瑶等死吧 孟新鸾无情地戳破 宋男竹这天真的念头 M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你到时候 就知道有没有人去了 求助信息上 没有说明情况 具体的 也要等人过去看了才知道 一般厉鬼可不好对付 尤其是这种 没开支的厉鬼 星号 与此同时 海城第一人民医院 六楼六百零一病房 孟听瑶被折腾地 在床上打滚 闹腾了一夜 医生打了好几针 镇定剂都无用 孟母心疼地落泪 一边是女儿 一边是儿子 不由的心中 对孟新鸾怨恨加深 她想不通 为何自己会生出 这么改毒的孩子来 孟听瑶和她无血缘关系 也就算了 但孟金安可是她亲弟弟啊 她怎么能下得去手 孟父不在 过来陪她的是 她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丁盈安慰地 揽着孟母的肩膀 斟酌了一下 她说 姐 你别觉得我迷信 但我真的觉得 瑶瑶这是撞邪了 孟母一愣 撞邪 对 医生这边束手无策 也不是个办法 倒不如我们 找到试试看 孟母本能地皱起眉头 心中有些抗拒 她可没忘记自己的亲女儿 就是干这行的 整天装神弄鬼 把她脸都丢尽了 丁盈继续劝说道 姐 难道你就忍心看到 瑶瑶受折磨吗 反正死马当活马一 我也是为了瑶瑶好 在女人的几番劝解下 孟母总算是同意了 她让丁盈去发布消息 而她为了保险起见 给周玉白打了个电话 孟母三言两语 将这边的情况说完后 就问周玉白 有没有认识这方面的能人 周玉白当然有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 是孟心鸾 来人的沉默 让孟母更着急了 玉白 我知道 瑶瑶现在配不上你了 但是你念在她 当初救了你的份上 帮帮我们好吗 孟家人惯会 道德绑架 而他们清楚 只要抓住这一点 周玉白就会无条件地 答应任何事 谁叫他们瑶瑶 救过她的命呢 听了此话 周玉白眼眸深沉了一瞬 很快她就回道 伯母 你放心 我不会放着瑶瑶不管的 有了她这句话 孟母才放心地挂断电话 男人坐在办公椅上 静默了许久 她才拿起电话 拨通过去二十秒过后 听筒里传来清冷的女声 喂 第六十章 修罗场预警 她要死了 自从周老爷子出事后 孟心鸾就将周玉白 从黑名单中拉了出来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方便联系 现在突然接到周玉白的电话 孟心鸾下意识地以为 是老爷子出什么事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 周玉白一时无言 想说的话到了喉咙口 却又咽了回去 孟心鸾讨厌孟听瑶 这点毋庸置疑 所以 她要怎么开口 让孟心鸾就孟听瑶 男人半天没说话 孟心鸾忍不住皱了皱眉 周玉白 听到她的呼唤 男人这才从思绪中回神 请你捉鬼酬劳多少 孟心鸾一下子反应过来 她单手拿着手机 唇边的笑意染上了几分机巧 眼眸里闪着冰冷的光 你想让我就孟听瑶 周玉白自始至终都没提及到 需要捉鬼的对象是谁 但孟心鸾却脱口出一个名字 男人皱眉 下意识地质问她 你早就知道 孟心鸾最讨厌的就是 周玉白用这种语气和她讲话 当即 也不藏着掖着 每个字都像是带着浓浓的火药味 对 我早就知道 从她回国那天 我就知道 她脖子上一直吊着一只小鬼 明明还是个艳阳天 女人的话 却无端让人后背发寒 周玉白狭长地眼半眯 空闲的那只手微卧 沉寂了几秒 她才轻起薄唇 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 话一出 周玉白就觉得哪里不对 但又不知道 是哪里不对 还不等她咬文嚼字 听筒里就传来女人嘀嘀的笑声 告诉你 然后听你说 我装神弄鬼 如若不是周玉白 亲眼看见孟心鸾捉鬼 说不定她真的不信 依照她的性格 这话确实像她能说出来的 男人眼中 盛满复杂的神色 唇线紧绷成了一条直线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不管多少钱 这差事 我是不会接的 她快死了 听孟母的描述 可不就半死不活的吗 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活菩萨 女生博良道近乎绝情 周玉白知道她心狠 但却不知道 她居然这么狠 孟心鸾又说 以后不是关于周爷爷的事 就不要联系我了 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 大家也都是成年人 好聚好散 最后半句话 让男人心里陡然发堵 孟心鸾挂断了电话 她也不去想周玉白 是否会找上其他人 即便找到了 她又能如何 有句古话是这样说的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如若这次孟听瑶没被折腾死 那也是她的命 至于后续如何 就看她长没长脑子了 孟心鸾眼底 乍然闪过一丝杀气 转瞬即逝 光阴四见 日月如梭 半个月后 谢彦慈如约和孟心鸾 见了面本来不应该拖这么久 可谢彦慈因为一些私人原因 离开海城了半个月 今天她才回来 一到 就立刻将孟心鸾约了出来 孟心鸾带上两枚玉佩妇约 地点定在一家新开的私房菜店里 谢彦慈提前预定了包间 她不了解孟心鸾的喜好 所以 每样菜 她都点了一份 看着堆满桌的佳肴 孟心鸾难得沉默了一下 谢彦慈温和地笑了一下 嗓音低沉 不知道孟小姐喜欢吃什么 所以就都点了一份 孟心鸾在男人对面落座 我不挑食 谢彦慈唇角的笑意深了几分 两人极有默契 等先吃完饭再谈事情 男人教养极好 举手投足间 竟显优雅 慢条斯理的动作单拆开看 都觉得赏心悦目 孟心鸾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谢彦慈立刻抓包 孟小姐 是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孟心鸾也不觉得尴尬 镇定地收回视线 接着面不改色地喝了一口汤 没有 半碗汤见底 孟心鸾起身 说去一趟洗手间 五分钟后 孟心鸾站在洗手池前弯腰洗手 水声哗啦哗啦地流入下水道 女人细白的手被凉水浸染 干净又漂亮 她只起身 对着镜子整理起凌乱的长发 重新用鲨鱼夹固定好头发 刚准备转身 身后便多出了一道身影 孟心鸾从镜子里 看清来人的长相 心里吐出四个字 冤家路窄 半个月未见 周玉白眉眼尖 都染上了些许疲惫之色 但丝毫不减她半分帅气 狭长的单凤眼 深邃幽深 里面充斥着复杂之色 薄唇微起 好久不见 孟心鸾眼尾微扬 我倒是希望再也不见 女人的眼眸清冷瞪惊静 再找不到当初满满的爱意 周玉白手指全曲了一下 孟心鸾抬步就走 在与她擦肩而过的瞬间 周玉白说 我找了林老过来 孟心鸾知道 她指的是什么 当即脚步一顿 脸上扬起一抹刺眼 玩味地笑来 所以 你想表达什么 周玉白只盯着她 没说话 心情沉闷 孟心鸾继续说 告诉我 孟天尧没死 想看我失望的表情 那你可真就想错了 她死不死的跟我没关系 反正早死完死都得死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周玉白有了上次的经验后 已经能对这种话平静面对了 众所周知 离婚后的孟心鸾 说话很恶毒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 她已经放飞自我了 周玉白冷静了半个月 也没想明白 她对孟心鸾 还存有什么感情 要说厌恶 人家 已经和她离婚了 也不缠着她了 反倒是她主动去找她 喜欢吗 怎么可能 周玉白抛开这个 不切实际的念头 比起这个 她更愿意相信是不甘心 当初孟心鸾有多喜欢她 她能感觉得到 两年里 孟心鸾每天都会坚持 和她发信息 即便没有回应 也从胃中断过 她听家里的保姆说过 为了她 孟心鸾还学起了做饭 每次她回家喝的鸽子汤 就是孟心鸾亲手包的 可为什么离婚时 她那么果断 周玉白陷入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孟心鸾懒得搭理 抬步就走 可男人下意识地 拽住了她的手腕 没等孟心鸾酿好情绪 她的另外一只手 孟心鸾怎么去了这么久 第六十一章 孟心鸾说她有男朋友了 谢彦慈扫了周玉白一眼 而后将目光落在了孟心鸾身上 掌心所触碰到的肌肤白嫩冰凉 手腕大小 她轻轻松松就能全部握住 很难想象 就是这样的一双手 居然能扭断别人的胳膊 男人的毛色伸了伸 转瞬即逝 孟心鸾一下子明白过来 谢彦慈的意思 她在帮自己 否则怎么可能那么亲密地喊孪鸾 孟心鸾也不矫情 顺着谢彦慈的杆子往上爬 她回头朝着面色阴沉的周玉白扬了扬唇 周先生 当着我男朋友的面碰我 这不太合适吧 周玉白抓住了她话里的关键词 男朋友 这个长得一脸雷若的男的是她男朋友 周玉白眉心紧紧地促起 同仁幽黑 宛若身不见底的古井 她抓着孟心鸾的手一个用力 将人往这边带了一点 现在整个局面就是 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地拽着孟心鸾的手 而郑主被迫往周玉白那边倾斜 谢彦慈面不改色 只是眼中的冷色便多了 周总 现在轮轮是我女朋友 你也不想被传当小三 插足别人感情的闲话吧 男人的嗓音低沉 却带着一抹挥之不去的阴霾 接着 就见他上前揽住孟心丸的肩膀 让女人整个身体都靠在他身上 谢彦慈看着雷若 没想到力气这么大 周玉白松开手 而被他握着的地方起了一圈红意 他开始正视眼前的男人 在海城 他从未见过他 不是海城人 难道他是京城人 周玉白半眯眼 眸中的敌意不言而喻 看着男人的手 轻腻地放在孟心丸的肩膀上时 他按捺住心底翻涌的怒意 冷冷地盯着谢彦慈 说 孟心丸是我的妻子 谢彦慈好脾气地纠正他 准确来讲是前妻 周玉白身侧的手握拳 声线里染上了几分咬牙切齿 你家里人能接受 你找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这话一出 瞬间就下头了 孟心丸滴滴笑了几声 面上的表情冰冷 他抢过谢彦慈的话头 我不觉得 这是该贴在我身上的标签 谢彦慈赞同地接过话 离婚只能代表 轮轮他之前遇人不输 周总 与其在这骚扰前妻 不如去医院陪陪现任 谢彦慈的笑意不达眼底 他用挑衅的眼神 逆了周玉白一眼 而后低头温柔地说 轮轮 我们走吧 目睹两人亲密地离开 周玉白已经在暴墓边缘了 太阳穴突突地跳 隔间的青筋显得有几分恐怖 这时 魏云池从外面进来 他看见男人这副样子 忍不住择了一声 玉白 我还是第一次 听到你承认 孟心丸是你的妻子 结婚两年 周玉白从未带孟心丸 一起出入过公共场合 即便是朋友聚会 也从未有过他的身影 并且也任由别人在他面前 诋毁孟心丸 现在离婚了才来承认 不觉得有些好笑吗 魏云池想起在医院 躺了半个月的孟听瑶 心意紧 又说 我们赶紧去打包 瑶瑶还等着呢 周玉白用黑沉沉的眼睛盯着他 魏云池一阵心悸 他皱眉 怎么了 刚才那个男人你认识 不认识 三天内 我要他的全部资料 星号 在走出周玉白的视线后 谢彦慈就伸识地收回手 掌心似乎还残留着女人身上的余温 孟小姐 刚刚冒昧了 我知道你是好意 两人重新回到包间 服务生已经将菜撤了下去 圆木桌被擦得干干净净 孟星鸾坐在谢彦慈身边 把两个装着玉配的檀木盒子 推到他面前 打开看看 谢彦慈先打开了 用识意拍下的墨绿玉配 指尖的触感冰凉 男人垂下眼瞼 线长浓密的睫毛 遮盖住了黑悠悠的瞳孔 沉寂得心一颤 脑子隐隐作痛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壳而出似的 男人颤着手关上盖子 接着打开了第二个盒子 这次 指尖刚碰上 喉尖就涌上来一股心甜的味道 在孟星鸾错愕的目光下 唇角溢出鲜红的血 脸色苍白如指 谢彦慈 孟星鸾皱眉扶住他的一只胳膊 谢彦慈嗓音嘶哑虚弱 我没事 唇角的血顺着下颌落下 其中一滴落在了女人白皙的手背上 红与白的视觉效果差 尤为激烈 男人狭长的瑞凤妍染染上了几分戾气 他掐紧掌心 闭眼 手机在我口袋里 给季池打电话 孟星鸾伸手从他的外套口袋里 掏出一部电话 手机没有锁平密码 他很快便找到季池的电话 拨通了过去 等了几秒 那边才接通 哥 怎么了 我们现在在某某私房菜 谢彦慈出事了 你现在赶紧过来 清冷陌生的女生 让刚睡醒的季池脑袋发猛 但很快反应过来 他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 飞快地穿上衣服裤子 拿上车钥匙 就立刻出门 半个小时后 两人将谢彦慈送到了第一人民医院 看见男人被推进急救室 季池满脸担忧 他烦躁地挠了挠头 背靠冰冷的墙壁 慢慢蹲了下来 他会没事的 耳边响起孟星鸾的声音 季池慢慢抬头 说实话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现实中 看见孟星鸾 本以为网上的那些视频和照片 就够好看的了 可没想到 真人还要好看千倍 如果不是现在情况特殊 季池说不定要问他讨一张签名 来医院的路上 谢彦慈的心脏骤停了好几次 这把季池的魂都吓飞了 谢彦慈要是出了事 谢家得把他剁成肉泥啊 男人哭丧着一张脸 祈求着谢彦慈平安 孟星鸾静静地看着手术室的方向 兜里的两枚玉佩相处 即便隔着幕合 女人也能隐隐感受到 他传来的热量 他眉头一皱 眼底染上了复杂的神色 他说 我回去拿个东西 他打了一辆出租回去 半个小时后才返回到医院 坐电梯时 遇到了一家子不速之客 第62章 起死回生 他是活菩萨 丁盈带着孟星鸾刚买完午餐回来 电梯门刚要合上 一双细白的手就挡住了 伴随着门向两边展开 这才看清来人长什么样 丁盈洋装惊讶的无嘴 是星鸾啊 你这是来看瑶瑶吗 丁盈和孟星鸾见面的次数不多 再加上他这几年和父母定居国外 三年能见一面都嫌多的了 他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孟星鸾 孟家的基因优秀 但眼前的女人完全就是 挑着所有的优点在场 发丝略显凌乱 五官漂亮清朗 身形高挑 是个能让人一眼就感到惊艳的美人 半个月过去了 孟金安还打着石膏 那天留给他的阴影虽然大 但嘴巴还是管不住 他机翘地笑了一下 小姨 他巴不得我姐早点死 怎么可能好心来看见 他恨死孟星鸾了 那天他听医生说了 还好送来得及时 要是再晚一步 手臂就算接上了 也不能完全恢复如初 试问谁家的清姐这么恶毒 反正他孟金安不会承认 有这么个姐姐的 孟星鸾不冷不淡地扫了他们一眼 没搭理丁颖 被过深摁了十五楼 孟听瑶住在九楼 丁颖尴尴尬一笑 但还是忍不住问 星鸾 你去十五楼干什么 孟星鸾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丁颖被呛了一句 后面的话全被堵在了喉咙口 他以为孟星鸾 多少会给他点面子的 但没想到 对方竟这么绝情 孟金安很喜欢丁颖 小时候这个小姨 经常带他到处玩 还给他买玩具 所以 孟星鸾的漠然 让他起了打抱不平之心 孟星鸾 这是小姨 是你长辈 莫名其妙的话 让孟星鸾忍不住笑出了声 眼带嘲讽地向孟金安看去 我又不是孟家人 你能不能不要到处碰此 说完 视线往下 落在了他那打石膏的手上 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啊 文言 孟金安的脸色红一阵的白一阵 精彩万分 丁颖还不知道 孟金安的手是孟星鸾打的 当即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 星鸾 你 便踢丁地响了一下 九楼到了 孟星鸾往旁边站了站 让出位置 打断丁颖的话 到了 外面等着许多人 丁颖只好说回话 带着孟金安走了 耳边重新归为安静 孟星鸾紧皱的眉头舒缓开来 十五楼 手术室还亮着红灯 季池坐在椅子上 双手抱着脑袋 将脸埋进膝盖 口中念念有词 千万不要有事啊哥 我愿意用我十年的寿命 作为交换 求求你别死啊 孟星鸾伸手拍了下他的肩膀 季池猛地抬头 见识孟星鸾才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 我以为是谢家人 孟星鸾在他身边坐下 随口问 谢家人怎么了 季池不愿多说 孟星鸾也不多问 他伸出右手 用细白的指尖隔空画符 圈外人季池看得两眼发猛 忍不住问 你在干什么 画符 孟星鸾简短地吐出两个字 这道符稍显复杂 饶氏身为天才的他 也花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 随着最后一笔落下 虚无的符录朝着手术式飞去 最终消失不见 季池眼间地发现 孟星鸾额头冒了汗 再结合最近看的那些小说 瞬间孟星鸾的形象就高大了起来 他拿出一包纸递给他 孟小姐 给你 孟星鸾看他一眼 随手接过 抽出一张擦着额上的汗水 你认识我 我每天都要看你的直播 看来还是个小粉丝 孟星鸾心情一好 开始仔细审视季池 男人五庭饱满 是个有福之相 只是 一丝若有若无的黑气 缠绕在他眉宇间 要算命吗 季池没反应过来 算命 不要998 只要98 季池每天蹲点直播间 可每次都抽不中他 现在孟星鸾居然主动问他 要 男人回答的斩钉截铁 他利落地 加了孟星鸾的微信 凑齐一摆 给对方发了过去 孟星鸾果断收下 季池说 我想算一下我的姻缘 不 你不想 季池 孟星鸾不给他问为什么的机会 继续说下去 你硬堂发黑 不久便会有血光之灾 平安府一千步讲价 季池 如果不是知道孟星鸾的底细 他真的会认为对方是个骗子 于是 季池又赚了一千过去 孟星鸾一手收钱 一手给了他一张平安符 两人坐着又等了几分钟 手术式的灯灭了 季池立刻起身冲到前面 带着口罩的医生 从里面走出来 谁是病人家属 我是 医生上下看了眼季池 才说 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至于吐血的病因有很多种 等人醒了 就去做个筛查 季池听到脱离生命危险几个字眼后 才彻底放松下来 他连连点头 谢谢医生 后面他又听到医生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也是福大命大 几分钟前 检测仪都成直线了 没想到又恢复了过来 季池一愣 季儿猛地回头去看孟星鸾 没记错的话 几分钟前 孟星鸾再画符吧 卧槽 活菩萨 这下 孟星鸾在他眼中的形象 跟神差不多了 现词被转移到了 VIP单人病房 男人脸色苍白如纸 脆弱地仿佛一盏流离 孟星鸾塞了个平安符 在他枕头下面 而后又用带过来的小石子 简单布置了一个滋养阵 做完这些以后 他才退出病房 季池说 孟小姐 今天辛苦你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里守着 孟星鸾恩了一下 他回头又看了一眼病房 心中有一种极为怪异的感觉 但具体又说不上来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还有 地上的石子不要乱碰 季池点头 一脸郑重地说 孟小姐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进去的 孟星鸾这才离开 坐电梯下楼 红色的数字刚到酒楼 电梯的灯一下子灭了 随之来的是一阵颠簸 孟星鸾听到了刺耳的婴孩哭声 第63章 捉鬼 鞭打恶毒养女 孟星鸾被关在了电梯里面 婴孩的啼哭声 让他忍不住皱起了眉 四周一片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孟星鸾打开手机用来照明 明亮刺目的光 笼罩着他整张脸 莫名显得有些阴森诡诀 他隔空画幅 速度极快 虚无的浮路 静止朝着前面飞去 下一秒 伴随着砰的一声 电梯门被硬生生地掰开了 两边往里凹陷 足以见得 这是用了多大的力 大力符 只要五秒就能完成 孟星鸾丝毫不知道 自己的这个举动 引来了多大的震惊 九楼的医护人员和病人 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切 刚刚发生了什么 恐怖分子袭击 不等想明白 紧接着 他们便看到 他们整张脸 孟星鸾满眼冷色 九楼的走廊 全被鹰气席卷 啼哭声还在继续 呲耳悲悯 护士长硬着头皮 走上前叫住了孟星鸾 这位小姐 你 电梯出现故障 他们是知道的 可刚摇人不到一分钟人就出来了 这算什么事 还有 他哪来的这么大力气 电梯门可是消防员 用专业工具才能撬开的 孟星鸾打断他的话 我会赔偿的 护士长煞食哑口无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孟星鸾离开 孟星鸾随着鹰气最浓郁的地方追去 很快他便来到一间VIP病房前 鹰气源源不断地从里向外渗出 鹰冷的气息席卷着整座楼层 透过门上的玻璃 孟星鸾看见了几张眼熟的面孔 病床上躺着的孟听瑶 以及坐在他床边消水果的丁营和孟金安 孟星鸾危险地瞇了瞇眼 原本挂在孟听瑶脖子上的小鬼 已经不见了 可浓郁的鹰气 确实是从病房里传来的 且这不应该是一只鬼散发出来的气息 孟星鸾没有犹豫 直接推门而入 动静引得三人纷纷侧头 朝着门口的方向看来 丁营惊讶的张口 星鸾 孟星鸾没有理会他 他环视着病房的所有陈设 最终目光锁定在了孟听瑶手边的一个陶瓷瓶上 给我 他冰冷地吐出两个字 孟听瑶被这眼神吓了一跳 但他很快管理好自己的面部情绪 委屈的仰头 姐姐 这是灵老给我保管的东西 不是你的 孟听瑶三言两语 就给孟星鸾塑造了一个抢人东西的恶毒形象 孟金安挺身而出 挡在孟听瑶面前 他瞪着孟星鸾 孟星鸾 你来这里 就是抢东西的 我就知道 碰到你准没好事 少年眼底的厌恶已经化为了实质 阴气源源不断地从瓶子里一出 让人从头凉到了底 孟金安打了个寒战 孟星鸾逆他一眼 而后伸手一把推开他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 孟金安愣是被推了的裂剪 没了这碍眼的东西 孟星鸾对准目标 直接下手 孟听瑶似乎早有预料 在女人手快要碰到瓶子的时候 他故意松手 陶瓷瓶硬声落地 被摔了得四分五裂 煞时 没了意志的屏障阴气 更加肆虐地到处扫荡 外面的太阳被乌云遮住 并房内的灯 啪的一下熄灭 光线逐渐变得阴暗起来 旁观的丁营 冷得上下牙打着站立 他从包里掏出一张黄色的符纸 捏在手里 才感到一点安心 孟星鸾没去管他们 反倒露出了一副 果然如此的表情 变厉鬼的 确实不止一个 挂在孟听瑶脖子上的小鬼 没被领老彻底收服 也不知为何 他要将陶瓷瓶留给孟听瑶 但有一点他能肯定 小鬼吸引了医院里其他小鬼 并化为己用 强大自己的能力 现在看来 已经吞噬了不少婴孩了 果真恶劣啊 不愧是孟听瑶的种 阴气聚集在一团 孟听瑶眼底的得意 还没全部浮现 下一秒 他就被厉鬼附了身 刚成型的阴孩 根本无智商可言 想要彻底收服 那便只能使用武力 孟金安被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震愣在地 最后还是丁盈上前拉了他一把 小姨 解他 嘘 别说话 你也别过去 丁盈脸上满是凝重的表情 他在国外跟着一个 倒是学了点本事 只不过自身天赋有限 天眼失灵失不灵的 此刻便是灵地 他看见孟听瑶 被浓浓的阴气包裹的密布透风 青筋突起 心红着一双眼 朝着孟星鸾扑来 整个人宛如恶鬼 孟星鸾不急不缓的一个闪身 躲过他的攻击 和智商为灵的鬼 无话可说 所以 那只好勉为其难地打出来了 其实孟星鸾 还有一个更为便捷的方法 那就是用驱邪伏辟的恶鬼 从孟听瑶身体里出来 但他不想 毕竟话夫多类人啊 孟星鸾眼神骤然变得凌厉起来 他单手从口袋里 摸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绳子来 下一秒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转变成了正常鞭子的尺寸 骨有打神鞭 金有打鬼鞭 这鞭子对人不会有任何伤害 但是对鬼 却是有着致命的效果 孟星鸾直接一鞭子 抽到了孟听瑶身上 伴随着一声尖叫 被鬼附身了的孟听瑶 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孟金安红了眼 凄厉地喊道 姐 丁盈赶紧拉住他 你别过去 现在摇摇被鬼附身了 他约莫猜测 孟星鸾这是在驱鬼 只是这方法 是不是太残忍了点 孟星鸾根本不给 厉鬼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边又一边地打下去 手段凌厉很辣 看得旁人那是心惊胆战 阴气终于没有刚才那么浓郁了 可厉鬼仍旧待在 孟听瑶体内不愿出来 孟星鸾眯眼 下手的力度更加快转狠起来 病房里一直响彻着尖锐的惊叫 婴孩的哭声也越来越大 听得人毛骨悚然 丁盈抓紧孟金安的手 一抹恐惧压在心头 在两人的不远处 孟听瑶腾得在地上来回翻滚 头发乱得像鸡窝 狼狈急了 孟星鸾应晕最后一边 在周玉白等人 踏入病房的前一秒 终于将厉鬼给逼了出来 孟听瑶两眼一瞪 彻底晕死了过去 受到重创的厉鬼 飞快地往门口方向逃窜 在距离男人跟前只有一米时 孟星鸾的鞭子已经甩了过来 第六十四章 分鬼 他做得孽自己承担 不救 周玉白心一惊 漏了一拍 如若孟星鸾力度和距离失控 那么这一鞭绝对会落在他身上 柔软的长鞭 在空中虚卷成了一个圈 在普通人眼里 他们认为 这只是一个耍人的把戏 魔术 可在同道中人眼里 便能看见鞭子是圈着一个厉鬼的 林老收回面上的惊讶 紧接着是难以言喻的激动 本以为孟星鸾画幅就很厉害了 没想到 捉鬼也这么猛 实乃天才啊 不过 等等 这鬼怎么有点像他前些天 撞进收鬼屏的那只 林老刚要开口 孟母就瞧见了晕倒在地上的孟听瑶 当即快步上前 将人从地上揽入了怀 眼泪说掉就掉 瑶瑶 瑶瑶你怎么了 你别吓妈妈 妇人的悲伤 迷散在整个病房里 周玉白倒是没有第一时间 去关心孟听瑶 反而用深沉的目光盯着女人 下一秒 耳边传来孟金安的声音 她向孟母告状 妈 是孟星鸾这个毒妇干的 她用鞭子抽打姐姐 丁音张了张口 想要解释什么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闭嘴 孟星鸾面上情绪冷淡 她盯着胖嘟嘟 圆滚滚的恶鬼 陷入了沉思 可偏偏有人 要往枪口上撞 孟母连和孟金安 一起将人转移到了床上 然后才转身扬起手 就要往女人脸上扇 我打死你这个逆女人 妇人的声音 尖利带着滔天怒气 可腾空的手 却被孟星鸾抓住 她使劲挣脱 但却纹丝不动 她脸上一出一丝 错愕的表情 孟星鸾一手抓鬼 一手抓住 妇人不安分的手 表情机翘 在说话前 她狠狠地甩开孟母的手 打我 凭什么 凭你伤了我的瑶瑶 我怎么会生出 你这么个恶毒的人来 当初我就应该把你掐死 孟母歇斯底里地 朝着孟星鸾咆哮 半点没有平时的优雅高贵 明明面前站着的 是她怀胎十月生下的女儿 可看孟星鸾的眼神 却仿佛在看仇人似的 孟星鸾唇边的笑意加深 轻挑眉 你我的缘分早就尽了 更何况我什么时候 打你的宝贝瑶瑶了 孟金安怒视她 我又不是瞎子 我亲眼看见的 小姨也看见你打我解了 说完 少年还将问题抛给了丁莹 小姨 你说是不是 丁莹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头 孟星鸾根本不带慌的 她将握着长边的手放下 厉鬼随之落地 越挣扎 束缚的就越紧 哭声震天 吵得人耳膜生疼 她低喝了一句 别哭了 再哭还打 许事被恐吓到了 哭声渐渐变小 除了林老和丁莹 其他人都用莫名其妙的眼神 看着孟星鸾 她在跟谁说话 莫不是得失心疯了 孟母被气得 胸膛不断上下起伏着 满脸泪水 证人都在这里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打的是鬼 不信你问问林老 问题现在被抛给了林老 林老青咳了几声 硬着头皮 顶着好几双视线说 孟丫头说的没错 她打的是鬼 虽说她不怎么擅长抓鬼 但该有的知识 还是有的 孟星鸾这一手打鬼鞭 可谓是顶呱呱 就连她的师兄 也不及她万分之一 如若不是亲眼所见 林老都要以为 这是从哪跑出来的老妖怪了 孟金安破口大骂 死老头 你跟这毒妇 就是一伙的 文言 林老慈祥的脸 顿时就板了下来 不信你们自己去看看 她身上有没有伤口 老夫从不说谎 孟母下意识地 去检查孟天瑶的身体 手臂 脸都白皙光滑着 除了关节处被摔破了皮 哪里有被打的痕迹 孟母狠狠一愣 难道孟星鸾打得真是鬼 林老是特殊管理部的人 再加上半个月前 确实是因为她孟天瑶 才好起来的 孟母不禁信了九分 等她在抬头看孟星鸾的时候 眼底隐隐带上了愧疚之色 鸾鸾 她缓和了语气 可一对上那双嘲讽的眼 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孟金安大声喊了一句 妈 你别信那死老头的 孟星鸾真的打了姐姐 少年一个劲地 把过错往孟星鸾身上揽 见此一幕 一直沉默的周玉白 终于忍不住皱起了眉 一边是亲生母亲 一边是亲弟弟 可他们说出的话 却句句带次 男人下意识地去看孟星鸾 可对方面上冰冷一片 找不出丝毫受伤的神色 不知为何 心底却悄悄松了一口气 她用幽深的目光 盯着孟金安 说 鸾 孟小姐是玄学师 她这是救了瑶瑶 鸾鸾两字 差点脱口而出 但她及时压制住了 今天的画面 历历在目 孟星鸾在一个病秧子怀里 挑衅地 对她说这是她的男朋友 想到此 周玉白的眸色 更冷了些 有了周玉白的这句话 孟金安还是不服气 姐夫 你能不能别胳膊肘往外拐 你看不见我姐婚死过去了吗 都是孟星鸾害的 周玉白冷冷地盯着她 来自上位者的压迫感 怎是她一个高中生能承受得住的 孟金安咬牙 不情愿地闭了嘴 林老说 周先生说得对 是孟丫头救了令千金 说来也惭愧 老夫还不如丫头厉害 话落 又嘀咕了几句 明明我用收鬼屏风好了的 放在口袋里 怎会掉出来呢 林老想不通 索性便不想了 病房里的气氛变得静谧起来 林老眼一瞥 看见孟星鸾的动作时 瞪大了眼 丫头 你这是在作甚 收服了厉鬼 不应该全部装起来吗 怎么还把厉鬼 给分成几十份了呢 孟星鸾将被吃掉的小鬼 从厉鬼身上分离出来 额间布满了一层秘密的戏汗 她熟练地拿出一个器具来 将除了罪魁祸首的 其他鬼装了进去 徒留下挂在孟丁瑶脖子上的 那只厉鬼 等弄完这些 她才看了眼林老 分鬼啊 又是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但直觉告诉他们 这不是什么好事 林老 分鬼作甚 一起超度了不好 孟星鸾勾唇 挑眉 这只厉鬼 是孟丁瑶自己做的面 想让我救他 晚上睡觉 枕头垫高点 或许还有几分可能 第六十五章 意外 她直播时差点被雷劈 没有人想到 孟星鸾居然会分得这么轻 这让一开始口口声声说 孟星鸾是在救孟丁瑶的人 顿时哑口无言 林老不知 这其中的恩恩怨怨 但对孟星鸾的做法 表示理解 玄学师 谁还没个脾气呢 想当初 她好心提醒孟丁瑶 结果却被当成了骗子 她到现在还记着呢 要问她 为什么过来帮忙捉鬼 还不是因为头顶上司压力 不得不来 林老悠悠地叹了口气 这时 医护人员匆匆赶到 紧急替孟丁瑶检查了一遍 最终得出结论 孟小姐因为受尖昏过去了 没什么大事 好好休息就行了 这句话再次验证了孟星鸾说 没打孟丁瑶的话 孟母站在原地 愧疚感再一次涌了上来 孟金安知道母亲心软 于是她把打着石膏的手 伸到她面前 妈 你别忘了 你谁把我手打断呢 孟星鸾转身离开 她先去找了护士长 处理电梯门的事情 对于她是如何掰开门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还存有疑虑 孟星鸾装傻说不知道 再加上也没监控录像 最后只赔了钱了时 回到家 孟星鸾就将从厉鬼体内 分出来的小鬼 超度了黑气剑散 露出婴儿 本来瘦瘦巴巴的模样 几十个小鬼 一个接一个的消失 最终全部化为经典点 钻入了孟星鸾的眉心 这就是所谓的功德 道观具体欠了多少 她不清楚 但有一点她可以肯定 就是这些经典点 不足十分之一 任重道远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孟星鸾抛开杂念 重新将两块玉佩摆了出来 红色的那块 还残留着余温 墨绿色的 则恢复到了冰凉 女人半眯眼 谢彦慈是在接触到 红色这块才吐血的 凶物一般只会在 潜移默化间 对持有者产生影响 但谢彦慈 属于直接被影响 脑子里突然想起拍卖会上 主持人的介绍 这块玉佩 出自三千年前的王朝 据说是某位皇子 贴身佩戴的事物 孟星鸾眼中 逐渐染上了 复杂与探究之色 要想知道 谢彦慈是否跟这位皇子有关 也不见黑白无常的影子 过了几秒 一个鬼低头哈腰的 从里面飘出来 请问是孟大师吗 孟星鸾点头 是这样的 黑白无常大人 被阎王安排出差了 近来想必都不会回来 鬼差一边说 一边去看孟星鸾的脸色 发现没有恼怒的痕迹时 才松了口气 两位大人让小的给您传个话 等他们回来 就会来找您 孟星鸾不信事情会这摇角 但鬼都跑了 只能等他们出差回来 鬼门重新关上再消失 屋内的阴气 跑得无影无踪 空气中泛着一丝凉意 外面的天雾云密布 随时都有可能会下雨 孟星鸾回书房拿出一叠纸 熟练地开始裁剪小纸人 今天逆天行救了谢彦慈 这雷恐怕比上次还要猛烈些 毕竟同样的是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 那不就是顶峰作案吗 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 为了以防万一 孟星鸾这次准备了三个小纸人 做完这些以后 他点了个外卖 蒋梦给他分享了一个帖子链接 蒋梦 你又上热搜了 他已见怪不怪 孟星鸾是玄学体质 自带流量和热度 像这么让人省心的主播 可不多见了呀 比如上次的网报 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 直接反客为主 让始作俑者自食恶果 这次 被人偷拍到从豪车上下来 和男人举止亲密 再然后画风突变 是一张孟星鸾 从电梯里走出来的照片 其实乍眼一看 除了漂亮点外 并没什么特别 可你放大仔细看 便能看见不寻常之处 电梯门的凹陷 一看就是有人 用手大力掰开的 可谁能有这么大的力气 孟星鸾一看 就是手无腹肌之力的焦小姐 怎么可能掰得开呢 诸多疑问被提了出来 众说纷纭 蒋梦 梦小姐 我有点好奇 那门真是你掰开的 隔了几分钟 他才收到回复 M 大力福你值得拥有 蒋梦一脸猛逼 大力福 福落 一个纸片片 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不管蒋梦能否理解 孟星鸾都没有在管 他吃完晚饭休息了会儿后 才打开直播 这比平时要早了几个小时 收到弹窗消息的粉丝们 以为他被盗号了 右上角的在线观看人数 飞快地变化着 怀着担忧心情进来的粉丝 在看见那张熟悉的盛世美颜后 才放心 主播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被盗号了吗 今天怎么这么早 今天早播是要多抽几个有缘人吗 隔壁平台有人模仿主播 我昨天看了 剧本位很足 梅梦大师来得真实 孟星鸾说 规则不变 还是三个有缘人 几百万人里 有不少人感到失望 在直播的这几次里 孟星鸾已经成功 坐实了大师的身份 玄学这种东西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就算一些打死不信的 也不妨碍他们在线吃瓜 孟星鸾这个账号 做得非常成功 随着抽奖转盘的转动 今晚的第一个有缘人 成功诞生 宋葳葳从正愣中回神 犹豫了一下 还是打赏了一座嘉年华 特效飞过 直播间展开了连迈 外面雷声轰轰 犹如黑云压城 沉闷窒息 笼罩着整座城市 今天的天什么情况啊 好吓人 有没有懂得道友来说说 是不是哪个要在杜杰啊 哎你真别说 有杜杰那位了 直播间言论各异 孟星鸾悄悄将三个小指人 放出去 才抬眼看向镜头 宋葳葳调整了摄像头 露出一张轻力的脸蛋 卧槽 美女 有缘人 你想算什么 清冷的嗓音 隔着一层屏幕传来 宋葳葳凝着眉 一脸纠结 但又想起起目 拍着胸脯的利剑 咬牙说 我最近遇到一件怪事 孟星鸾 你是想帮人算吧 宋葳葳惊讶的抬眼 显然被孟星鸾说对了 她点头 我堂弟的行为很奇怪 像动物 话还没说完 天空响起一道惊雷 明亮的闪电 将天一分为二 下一秒 孟星鸾公寓阳台的玻璃碎了 屋内盆栽里的绿植 被屁的焦黑 第66章 雨中 前夫邀请她回家 孟星鸾 直播间的几百万网友 静谜了几秒 弹幕才开始有人说话 刚才的动静 是从主播那里传来的吧 好像是我大胆地猜测一下 主播家里遭雷劈了 好吓人 不是应该有防雷真的吗 主播没吓到吧 趁此机会 隐匿许久的黑子 开始出动 笑死了 这哪里是雷劈啊 明明是遭天浅了 坏事做尽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孟星鸾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看那些言论 他感应到 自己做的三个小纸人 被劈得渣都不剩 这次天道变聪明了呀 孟星鸾瞇了瞇眼 拿起手机闪人 他隔空画幅 套了十几个碧围幅在身上 雷声还在蓄力 几秒后 又是一道惊雷落下 屋内的墙壁被雷击中 表面的墙灰散落一地 露出水泥座的钢筋墙 孟星鸾快速跑出公寓 直播间的人 看了一阵心悸 这可比坐过山车刺激多了 画面晃动得很厉害 但他们仍旧舍不得退出去 甚至还分享直播间 到各种群里 于是 一个热搜词条爬了上来 当红主播惨遭雷劈 劈没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雷指劈孟星鸾 跟安了雷达导航式的 孟星鸾走安全通道下楼 他顺着福干 一个利落的起跳 直接跃到了下一层 不到三分钟 人已经跑出了公寓楼 逗大的雨珠落在身上 犯着极轻的疼意 手机拿在手上 整个人都成了落汤鸡 直播间的人 对没画面的直播间 看得津津有味 不少死忠粉 开始担心起 孟星鸾的安全来 谈笑归谈笑 有没有人在海城啊 能不能去帮帮主播 我已经打了120 希望主播没事 管那么多做什么 自己亏心事做多了 活该 弹幕两极分化极为严重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 但很快就被弹了出去 孟星鸾的手机关机 直播间也自动下了 孟星鸾在雨幕中躲闪着雷电 高调的身影极为轻盈 他已经跑了一条街 天上的雷 终于没有那么气势汹汹了 孟星鸾掐了一道隐身诀 再丢出一个纸人 伴随着轰的一声 纸人被劈的纸剩下了渣 雷声骤简 雨势变小 终于躲过了 孟星鸾轻喘着气 黑色的长发被雨水全部浸湿 湿答答地贴在肌肤上 冷风一吹 带着刺骨的寒意 周玉白坐在宾利的后座 他抬手揉着酸痛 疲惫的眉心 似有所感 他偏头 透过车窗看去 瞳孔一缩 停车 不容质疑的话 让司机吓了一跳 老板 怎么了 周玉白没回话 他拿伞下车 黑色的伞面很大 足以容纳地下两个人 孟星鸾正在凝干发尾的水渍 面前突然多出了一双干净的皮鞋 他旋即抬头 周玉白 雨调里带着惊讶 似乎能在这个点 这个时候 嗓音低沉 下雨为什么还在外面 孟星鸾没说话 又将头发拧了一圈 才准备离开 女人的漠视 以及潇洒离开的背影 刺痛男人的眼 他手指缩紧 冰冷着一双眼 爷爷他最近睡不好 你不去看看吗 孟星鸾离开的脚步一顿 而后回头 在老宅 周玉白恩了一下 出于对老爷子的关心 孟星鸾坐上了周玉白的车 车上 男人递给他一条干毛巾 擦擦 孟星鸾冷漠接过 谢谢 两人坐的距离隔得很远 中间还能塞得下 180斤的大胖子 车内的气氛沉寂 司机莫名地 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下意识地将油门踩得更多了 半个小时后 兵力停在了周家别墅庭院里 整座别墅 只有二楼亮着灯 佣人们都睡了 外面还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周玉白先撑伞下车 他想帮孟星鸾打开车门 但人比他快一步 与他擦肩而过 男人的眼一沉 停留了几秒 最终迈不跟上去 孟星鸾的T恤 湿漉漉地贴在身上 勾勒出娇好的身材 我先去看周爷爷 他刚走出一步 就被周玉白叫住了 二楼主卧衣柜里 有你之前没带走的衣服 先换掉 不要感冒了 说完 周玉白又补充了一句 爷爷会担心的 孟星鸾也不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愣了一下就往楼上走 等人消失在楼梯口后 周玉白去敲响了庸人的房门 来开门的是 做饭的刘妈 帮我煮一碗姜汤 低沉的男婴 让人大脑一下子清醒 刘妈说 好 楼上主卧 孟星鸾随手反锁了门 屋内干干净净 一点人气都没有 不过想来也是 周玉白和他结婚两年 即便是回家 也从不睡主卧 这个地方他进来的次数 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 衣柜里 全是奢侈的高端衣物 孟星鸾不洗穿裙子 找了半天才在衣柜的角落里 找到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 他利落地换上 光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 物是人非 不过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他便觉得这个住了两年的地方 变得陌生起来 抛开杂念 孟星鸾快步离开房间 楼下 刘妈已经熬好了姜汤 她将其盛在碗里 热腾腾的还冒着气 周玉白已经换好了一身休闲的套装 面上冷硬的线条 似乎都得到了舒缓 刘妈熬的姜汤 趁热喝了 屈屈寒 平淡的男婴 让孟星鸾颇感意外 他没说什么 一口将姜汤干了 自始至终 周玉白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明明脸还是那张脸 可为什么以前厌恶到不屑一顾 现在却又有点 贪念 这个词一出 男人舒缓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孟星鸾放下碗 起身 有充电器吗 我充个电 周玉白给刘妈丢去一个眼色 示意对方去抽屉里 将充电器拿过来 等把手机充上电 孟星鸾才提出去看老爷子 爷爷搬到一楼住了 外面传来汽车的引擎声 紧接着别墅的大门被打开 周篇然醉熏熏地走进来 第67章 两个蠢蛋 他穿着紧身小吊带 外套被拿在手里 走路晃晃悠悠的 白皙清丽的脸上 飘着两朵醉红 脖子侧边 还有可疑的红色斑驳吻痕 他两眼朦胧 在看见周玉白时 下意识地打了个机灵大脑 总算清醒了一些 周篇然捏入着嘴 小心翼翼地去遮挡吻痕 这么晚了 你还没睡啊 孟兴鸾背对着他 纹身回头 让周篇然下意识瞪大了眼 孟兴鸾 你为什么在我家 分配太高 有些破音 周玉白冷着一张脸看他 眼睛半眯 我邀请他回来看爷爷的 怎么了 周篇然 你先告诉我 你这是去哪鬼混了 举手投足间满是轻浮的坐牌 哪里还有半点豪门千斤的影子 更别提脖子上的吻痕了 周篇然脸上的慌乱一闪而过 眼神飘忽 他以为周玉白这个点会在公司 再加上母亲又去寺庙祈福了 所以他便玩得嗨了些 却没想到 唯有的一次居然被抓包了 然而 这还不是最坏的 他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接着郭卓的声音响起 然然 你东西忘拿了 男人手中提着的 赫然是周篇然的限量版包包 他脸一白 随着声音 周玉白的视线从妹妹身上 落在了郭卓身上 男人站在周篇然身边 打扮得倒挺衬斩 可脖子处却也有着同样的吻痕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言而喻 顶着周玉白危险的目光 郭卓打了一个寒颤 他强颜欢笑 大哥好 我是然然的 话还没说完 周篇然便飞起一脚 踢在了他的膝盖处 恼羞成怒地叫着 你乱喊什么 这是我哥 又不是你哥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他怎么就找了个这么蠢的床搭子 周篇然在心中 把郭卓的祖宗十八代 都给问候了一遍 他坚决不能让周玉白发现 他做的那些事 哥 你别误会 他只是我闺蜜的哥哥 我怎么不知道 瑶瑶还有个哥哥 周篇然硬着头皮说 不是瑶瑶 我还有一个闺蜜 拙劣的谎言 听得周玉白在爆发边缘了 一直旁观的孟星鸾 对此毫无兴趣 至于让他驻留在此的原因 无非是因为郭卓身上 有着和红色玉佩 极为相似的气息 他瞇了瞇眼 锐利的视线 让郭卓根本无法忽视 在触及到孟星鸾那张脸时 眼底的惊艳一闪而过 恰恰这一幕 被周篇然注意到了 他的理智 煞时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恶毒的话张嘴就来 你就这么缺男人是吧 谁都要勾引一下 这次孟星鸾没有再惯着他 在几人错愕的目光下 他扬起手 狠狠地扇了周篇然一巴掌 顿时 整个客厅都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周篇然直接被打猛了 鲜红的巴掌印 出现在他的右脸上 嘴角被打破 一出点血来 他彻底醒久了 疼痛让他眼眶里出现了水雾 他咬牙 试图想要打回去 可周玉白的一声冷喝 让他不甘心地收回手 够了 周篇然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周玉白眼神冰冷 让周篇然一下子哑了声 他不甘心地摸着被打的右脸 眼底的恨意 全部溢了出来 哥 我闹 你看没看见 是我被打了 孟星鸾接话 或从口出 他的目光 又落在了郭卓身上 也不知为何 郭卓心中 净生起了几次恐惧 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紧接着 孟星鸾的一句话 将他整个人打入深渊 送给老爷子的那枚玉佩 是你的吧 郭卓脸一白 下意识地否认 不是 孟星鸾心中 已经有了答案 周篇然脑子少跟筋 被床搭子吹了枕边风 合伙将凶物当成礼物 送给老爷子 目的就是为了要老爷子的命 当真是歹夺 孟星鸾点到为止 毕竟是他们周家的家事 他在插手就显得不礼貌了 更何况周玉白也不是傻子 我先上去看周爷爷 孟星鸾一走 周玉白直接打了110 周偏然一慌 哥 你干什么 周玉白眼底明满寒霜 冷个人上下牙打战 伤害爷爷的人 一个都跑不掉 这件事的后续如何 孟星鸾没在关注 他当晚看完周老爷子后 就离开了周家 手机充电开机 许多未接电话都涌了出来 手机都被打爆了 孟星鸾综合了一下 发了一条微博出去 菩提梦大师V 我没事 这次的天雷 比之前都要来的凶猛 居然连小指人都没梦骗过去 孟星鸾在思索其中的原因 最终都归咎在了谢彦祠身上 之前就老爷子 他阳寿未尽 可谢彦祠 是他从鬼门关硬生生拉回来的 简而言之 就是已经死了 则 等人醒了他 必定要多要点报仇 胃痕给孟星鸾打来电话 孟姐 网上的热度 我帮你压了一下 你真没事吧 被雷劈 可不是一件小事 新闻上那些报道的雷劈事件 可是死了人的 没事 听到这话 魏恒才放下心 他那边有点嘈杂 跟他住在一起的宋男竹 凑到听筒边 说 师姐 我帮你 加了直播间的那个人 经过少年的提醒 孟星鸾才想起来 有这么一回事 他让宋男竹 把人推给他 申请添加 十分钟后才通过 M 事情 你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 宋微微盯着这条消息 明警没 他本来想就这么算了 五千块于他而言 不痛不痒 然而现在孟星鸾夹塌了 齐木在旁边怂恿 宋微微 你别不信 你堂弟的事情 只有孟星鸾能解决了 他真的很牛 孟星鸾 现在已经成为了 齐木心中的神 要不然 他就被坑 莫名其妙地当一了 行了行了 我死马当活马医吧 宋微微 啪哒啪哒地开始打字 是这样的 我堂弟这半个月 变得很奇怪 见人他会狗叫 晚上则不睡觉 到处跑酷 眼睛有点像猫 反正种种行为特别奇怪 我怀疑是他撞邪了 孟星鸾打字回过去 约个时间我去看看 酬劳吝嗦哦 第六十八章 让柜子手生不如死的办法 宋微微和他 约定在了隔天下午见面 孟星鸾象征性地 准备了几张福禄 明天不过是去走个过场 在宋微微身上 他看到了一点因果 人突然会有动物的习性 只有两个原因 一 被邪虫附身 二 做了亏心事 就由自取 孟星鸾更倾向于后者 放下手机 孟星鸾头疼地 看着客厅里的狼藉 被雷劈了两下 阳台的玻璃碎了 绿植焦黑 墙皮脱落 怎么看 也不像是能住人的地方 孟星鸾拿上东西 准备去找个酒店凑合 第二天 他联系了物业和房东江淼淼 江淼淼正在外国旅游 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第一时间 先询问孟星鸾有没有事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 才松了口气 没事 我再重新装修一遍 反正这个装修 我都看腻了 孟大师 我这个小区还有一套房 要不你先勉强住着 放眼整个海城 像江淼淼这样的房东不多了 孟星鸾 不用 房子我会恢复原样的 重新翻修一下 或者直接向江淼淼买下 比起当初 现在的他有钱多了 海城的房价 虽然贵得离谱 但在多拨几场 多捉几次鬼 应该够了 孟星鸾心中 已经有了打算 时间来到宋葳葳地家 孟星鸾开车过来的路上 顺便接上了宋男竹 作为喜好捉鬼的少年 得知今天的目的 一路上兴奋劲 就没过的 师姐 今天我能录像播 不 今天的事交给你 宋男竹的眼睛更亮了 那师姐 你要帮我录像哦 把我的帅气音姿拍下来 等以后 回家我拿给他们看 孟星鸾嗷了一声 把车停好 齐木和宋葳葳 已经等在了院子里 宋葳葳说 我爸妈他们都不在 现在我堂弟在楼上睡觉 带我过去看看 这是宋葳葳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的看孟星鸾 好像和孟听瑶口中说的不一样 至少没有那么跋扈 宋葳葳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里 她走在前面带路 齐木走在孟星鸾旁边 说东说西 大概总结了一下 就是感谢孟星鸾救她于水火 要不是她 她到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 然后就是八卦孟家的事 孟大师 你知不知道 孟听瑶怀的谁的孩子 出了这么个败类 孟家没把她赶出去 孟星鸾看她一眼 是一个联系方式吗 齐木聪明地选择闭嘴 宋葳葳的堂弟宋小哲 住在别墅二楼 宋葳葳先轻轻敲响了门 而后才推门而入 房间内的光线十分暗淡 隐约可以看见 床上鼓起来一团宋男主 警惕地拿出一张符纸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总觉得空气中 弥散着一丝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小哲 你醒醒 表姐带朋友来看你了 宋葳葳伸出手去推散了几下 下一秒 躲在被子里的人突然跳了起来 宋葳葳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她面色发白 齐木上前去将她护在身后 两人不着痕迹地 移动到了孟兴兰身后 面前的一幕十分诡异 手长腿长的十七岁少年 像猫一样四肢着地 面对陌生人 她呲牙咧嘴并且哈气 所有习惯都像急了猫 孟兴兰迷眼 目光锁定在了床脚的一摊物体上 那是被咬死的老鼠 宋葳葳忍不住干呕了起来 齐木脸色也不好看 宋男竹扔出一张符纸 满脸严肃的低吼 妖孽素素显出原形 孟兴兰退到门边 将场地留给了宋男竹 虽说少年捉鬼能力弱 但像这样的邪虫 对付起来轻而易举 宋葳葳从未见过如此场面 她说 堂弟被鬼附身 只是一个猜测 没想到还真的是 宋葳葳哆嗦着问 孟 孟兴兰 我弟弟会死吗 孟兴兰双手还胸 微挑眉 嗓音博凉 看来 你们还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事啊 齐木和宋葳葳一头雾水 一个十七岁的人能做什么事 可孟兴兰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三观重塑 汗毛竖起 你弟弟虐猫虐狗 我大概估计了一下 至少也有百来个动物 惨遭毒手 上个月 你送了一只猫 给它当做生日礼物 你猜那只猫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宋葳葳身上 出现因果的原因 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虐猫的弟弟提供活物 现在猫死了 那女猫魂是有些怨她的 宋葳葳瘦瘦弱的身体开始发抖 孟兴兰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让她无法接受 她不愿相信 堂弟就是个手段狠辣的人 明明猫猫狗狗那么可爱 她为什么要伤害他们 孟兴兰继续说 你的姑姑也是帮凶 她花钱买猫买狗 专供宋小哲发泄扭曲的心理 轰的一下 宋葳葳脑袋一片空白 要不是齐木扶住她 只怕已经跌倒在了地上 齐木愤恨地骂了一句变态 孟兴兰注视着里面的宋男竹 她让少年不要伤了 由动物凝聚出来的邪虫 本来错误就在宋小哲身上 她能变成这样 完全怪她旧游自取 她虽然是收钱办事 但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人可以救 但怎么救 全看她心情 宋葳葳捏紧裙摆 颤抖着声音 小心翼翼地问 我送她的猫 死了 孟兴兰恩了一下 小猫两个月个月 头皮被掀 一边脸已经没有皮了 双眼被筷子戳瞎 四肢被菜刀全砍了 孟兴兰能看见 缠绕着宋小哲的那缕猫魂 动物没有人的思维 能凝聚出邪虫 可见恨意有多大 宋葳葳眼角的泪水 不受控制地刷刷往下掉 心中对天才堂地的滤镜 一下子破碎 谁能想到毒虫膏 一脸乖巧的少年 居然会是虐 杀得刽子手 齐木安慰了宋葳葳两句 然后问孟兴兰 孟大师 像宋小哲这么恶毒的人 死不足惜 可惜 华国的法律摆在那里 杀人偿命 宋小哲虐 杀行为属于 道德层次上面的问题 没有动物保护法 也就不能治他的罪 孟兴兰慢条斯理地 拿出一张符纸 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眸光一灵 俘虏飞出去的瞬间 想起他的生意 有啊 第六十九章 师姐办事 让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在昏暗的房间里 宋小哲的童人很圆 像急了猫童 俘虏定在他脑袋的上空 束缚住了宋小哲的行动 如此颠覆科学的一幕 让宋巍巍和奇目瞪大了眼 宋小哲宛若木头人一样 被钉在原地 汗毛利起 且嘴里还不断发出哈气声 宋男主口中念念有词 下一秒 就见一道光 穿过宋小哲的身体 逼出了他体内的一团黑雾 猫叫和狗叫声 煞时充斥在了耳边 随着黑雾消散 他们露出了死前的样子 远比孟星鸾说的还要恐怖 宋男主别过头 不忍心看 孟星鸾隔空顺着 一只不偶猫的毛 原本竖起的毛 煞时软了下来 明明被人类虐 杀到这种地步 却还是如此信任人类 他发出呼噜呼噜的舒服声 孟星鸾一挥手 所有的猫狗 顿时消散在了房间内 他们化作经典点 全部没入孟星鸾的眉心 救人是功德 救动物也是功德 宋小哲做的孽 那必定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没了邪虫的控制 宋小哲的理智渐渐回笼 双眼恢复到了正常的模样 他尝试着动身体 但却发现自己动不了 面前站着两个陌生人 恐惧一下子凝聚在了眼底 你们是谁 对我干了什么 快放开我 宋男主一脸怒气地瞪着他 你这种人就该死 那些猫狗招你惹你了 你居然这么对待他们 真是可恨 少年的话 让宋小哲脸一下子就白了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 我 我没有 你别 别胡说 宋小哲还在死鸭子嘴硬 宋威威在齐木的搀扶下 从地上站起来 他从梦星鸾身后走出 原本还慌乱的宋小哲 一看见他煞事就心稳了下来 表姐 齐木哥 快救我 宋威威一脸失望地看着他 宋小哲的心咯噔了一下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表姐 宋小哲 你别喊我姐 我没你这么恶毒的弟弟 宋威威眼尾泛红 毫无形象地大吼一句 他浑身颤抖 等冷静下来后才发问 我送你的那只小猫哪去了 宋小哲眼神飘忽 跑 跑丢了 宋威威忍无可忍 甩开齐木的手 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 宋小哲吃痛地 用舌尖顶了顶上盒 体内的暴虐因子 开始涌动起来 我问你 小猫那么可爱 你为什么要虐待他们 宋小哲原本无辜的眼神 顿时变得英致起来 他发出一道道癫狂的笑来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表姐 你居然觉得他们可爱 笑死了 长得那么丑 那么恶心就该死 你知不知 我听到他们的惨叫和哀嚎 有多么兴奋 宋小哲面容开始扭曲 越说越兴奋 孟兴鸾眉一皱 掐了一道静言绝在他身上 不知悔改 宋威威气地发抖 他说 孟兴鸾 你能不能让他去死 这种人渣败类 根本就不配做他的弟弟 死 太轻松了 孟兴鸾的声音 在此刻显得有些飘渺 生不如死 让他十倍体验他做的 恶才是真正的赎罪 话落 宋威威后背 爬上一层寒意 他忍不住去看孟兴鸾 女人模样生得漂亮 是那种连同性 都忍不住沉迷其中的漂亮 可说出的话 却令人汗毛竖起 宋小哲恩恩地挣扎着 孟兴鸾冷眼看着他 掐了一道反视觉 他所做的恶都会十倍 全部奉还到他自己身上 至于何时停止 恐怕这辈子 都要陷入这个死循环里了 齐木和宋威威 并不知孟兴鸾干了什么 见人要走 立马问 就这样放过他了 宋男竹收好东西 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来 我师姐办事你们放心 只会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们且看着就行 宋男竹的话 让两人一头雾水 但很快 他们便从宋小哲的行为里 发出点不对劲来 少年似乎陷入了某种噩梦中 他不断求饶 求着别人不要戳瞎他的眼睛 不要包他的皮 齐木震惊的邓大眼 这不就是宋小哲 对那些猫狗做出的事吗 孟兴鸾 这是让他亲身体验了一遍 死 恐怖 但不得不说一个字 爽 离开宋家的两人 并不知他们的反应 坐上车 宋男竹开始在自己的微博上 编辑内容 师姐 我刚刚用宋小哲的手机 截评了一些聊天内容 这种事 居然还有专门的曲 少年说得愤愤不平 一想到看见的那些记录 就无端冒出一股火来 世上的恶人可不止一个 但凡有一个这种人 那必定还有无数个 他们藏匿在角落里 利用虐 杀若小 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暴力 宋小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宋男竹编辑好内容发布 聊天记录 他用马赛克把关键信息挡了 也没明说是宋小哲虐 杀 但每个字眼 又无不止向他 现在的网友神通广大 只需一点点提醒 别人的祖宗十八代都能扒出来 动态一经发出 就受到了关注 养宠人最见不得这些消息 尤其是聊天记录里提到的各种虐 杀手段 恶心死了 这哪里来的变态 这种人 就是报复社会 现在能虐 杀猫狗 以后长大了 就能杀人 呼吁动物保护法 猫狗的命也是命 这该不会就是昨天 孟大师直播间求助的那个女孩吧 为了防止重伤无辜的人 宋男竹特地回复了这条消息 不是哦 是他家亲戚呢 有了这条人神共分的消息 孟星鸾惨遭雷劈的消息 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这界网友果然能处 很快 宋小哲的信息 就全被扒了出来 夸张到 就连他小学一年级考多少分 都扒得明明白白 孟星鸾将宋微微打过来的 二十万分了一半 给宋男竹 宋男竹心心眼 师姐我爱死你了 就像老鼠爱大米 孟星鸾和宋男竹分开后 静直驱车去了酒店 地下停车场光线昏暗 孟星鸾停好车下车 等电梯的间隙 身后突然笼罩了一道阴影 第七十章 静橘子了 从影子的大小来判断 来者是个体型壮硕的大汉 他手中拿着一根棒球棍 对准孟星鸾的后脑勺 便用力敲去 眼看着就要碰到 却不料面前的人 跟后面长了眼睛似的 快速一闪 棍棒落了个空 大汉错愕间 孟星鸾已然转身和他面对面 女人生的一副好皮囊 即便在网上见过 但仍旧掩饰不住眼底的惊艳 谁派你来的 孟星鸾的嗓音冰冷 眼神危险 大汉快速回神 凶饿着一张嘴脸和他对视 阎王要你命 他说着便继续挥舞着棒球棍 手法凌乱 不像个恋家子 孟星鸾轻松躲过 对付一个空有一身肌肉的草包 他是游刃有余 大汉打得浑身冒汗 气喘吁吁的 趁他休息间 孟星鸾找准机会 一脚踢在他的手腕处 伴随着一声痛呼 棒球棍硬声落地 大汉眼快 立马用没受伤的那只手去捡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孟星鸾掂量着手中棍子的重量 神情散漫 却无端让人脚底发寒 你 你想干什么 大汉用忌惮的眼神盯着孟星鸾 不干什么啊 孟星鸾唇边带着笑 他一步一步逼近大汉 在对方恐惧的目光下 棒球棍落在了他的肩膀处 啊 大汉一声惨叫 痛得在原地打滚 他甚至还能清晰地听见 骨头断裂的声音 他想象不到对方居然这么心狠 简直就是最毒负人心 孟星鸾冷眼看着他的惨状 忽而丢掉手中的棍子 拿出手机拨打了110 他故意开了免提 这里是盛天九电地下停车场 我发现一个杀人犯 嗯 对 就是杀了五个人的杀人犯 孟星鸾的一番话清晰明了 却听得大汉脸色惨白 头皮发麻 为什么这个女人知道他做的那些事 明明连警察都没发现 大汉意识到大事不妙 忍痛从地上爬起来 撒腿就要跑谁知孟星鸾直接一脚踢在了他的膝盖处 伴随着清脆的响 腿断了 大汉扑通一声栽倒栽地 跑啊 怎么不继续跑了 孟星鸾的声音此刻在大汉耳中像极了催命符 刚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他开始求饶 女侠 大侠 饶了我吧 我也是男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要找救那个姓周的 跟我没关系啊 孟星鸾捕捉到关键词 直接吐出一个名字 周偏然 我不知道 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他看着大汉匍匐在地上求饶 心中没有起一丝涟漪 这样的人 欺软怕硬 但凡今天换成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孩 只怕又是一条无辜的人命 像这样的人 活在世上 就是浪费空气 别浪费口舌了 警察马上就到 孟星鸾听得有些烦躁 大汉仍旧不断求饶着 直到喉咙都说冒烟了 他都不为所动 最终绝望网罩心头 如果时间能倒退 他绝对不会 为了区区十万块钱 就来招惹这个恶魔 按照华国的法律 他杀了五个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 可能是死刑 下辈子擦亮眼睛任人 玄学师也敢招惹 不要命了 尤其是招惹天才中的战斗机 孟星鸾计算着警察过来的时间 他逆了身无可恋 浑身都是死气的大汉一眼 善良地提醒了一句 像你这样的死了也无法投胎 需经历十八层地狱 再被荡成奴役 囚禁在地府 孟星鸾说的话 一个字一个字地 钻入大汉耳中 五分钟后 一群警察持枪过来 然而 画面与他们想象的十分不符 报案的是个女生 但是为什么躺在地上的是个男的 不应该是被劫持吗 无数疑问落在他们心头 地上躺着的就是杀人犯 孟星鸾好心地提醒了一句 文生 为首的警察警惕地向前 他先看了几下大汉 确定无反抗之力后 才收回枪蹲下身烤上手铐 这位小姐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警察的规矩 孟星鸾懂 他跟着一群人上了警车 浩浩荡荡地朝着警局方向驶去 然而这一幕被人偷拍了下来 发到了网上 照片中 酒店外停着一排排警车 穿着制服的警察 围着一个女人 和一个身体壮硕的男人上车 女人身形高挑 脊背挺直 侧颜漂亮 又急剧辨识度 很快便有人认出其中的主角 这不是波罗的那个主播吗 怎么上警车了 不会是犯事了吧 我就知道 他的直播内容都是假的 宣传封建迷信要不得 有没有 在警局的工作人员啊 我想知道主播究竟犯了什么事 网友的脑洞大开 各种猜测都有 与此同时 海城警局 孟星鸾坐在审讯室里 听着对面警察的审问 请问贵姓 孟 孟小姐 你是怎么知道 他是杀人犯的 据我所知 他没有上通缉榜 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案件记录 在警察锐利的目光下 孟星鸾淡定地喝了一口水 很简单 他背上有五只鬼 如此荒谬的言论 让警察震了一下 旁边做记录的警员看他一眼 得到肯定的眼神后 才落笔记录 孟小姐 我没有再跟你开玩笑 我也没有跟你开玩笑 孟星鸾面上的神色 一下子冷下来 要鉴定我是否在说谎 你们不如先去问问那个男人 只是手断了腿断了 但嘴巴没事 警察 知道得这么清楚 看来人是他打得没错了 他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思考着 接下来该怎么询问孟星鸾 人他是在网上见过的 波罗直播的当红女主播 人确实有点邪乎 当初轰动一时的公寓女士案 据说就是他发现的 但是凡事都要讲究规章制度 他们要把大汉当嫌疑人拘留 首先是要有证据的 现在只有孟星鸾空口说的 他杀了五个人 程序不合法 他们也没办法正式拘留 就在这时 一个警员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进来 老大 不好了 盛家来人了 话落的下一秒 又有人跑来说 谢家和季家也来了 第71章 涉嫌被雇杀人 警察贺征 今天是什么风 把海城和京城的三大巨头聚齐了 起身的瞬间 眼角的余光瞄到孟星鸾 眉心一跳 心中已经隐隐有了答案 等将人接待到会客室 猜测才得到了印证 盛处理穿着高定西装 斯文地戴着一副半包的眼镜 眼眸狭长 十足时的笑面虎 贺警官 冒昧打扰了 盛处理先客套了一句 然后才切入正题 我想知道 我妹妹到底犯了什么事 被请进警察局了 平淡的话 却自带上位者的威压 贺征默默地将视线移到 另外一边坐着的谢言川和季池身上 谢言川满脸冷漠 眼瞼一概 朋友的妹妹也是我的妹妹 季池笑着说 孟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话 他可一点没夸大 上次他花钱买了孟星鸾给的平安符 秉着听话的兴致 他随身携带 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今天下午 他驱车去医院 途经十字路口时 发生了车祸 他正常执行 但左侧却突然开出来一辆小货车 静止撞向他 车门都撞凹了 气囊也弹了出来 按理说 怎么也得算个重伤 可事实就是 他就额头磕了一个包 除此之外 再找不到其他伤口 医生觉得 可能是内伤 他按要求做了全身检查 每项指标都显示正常 等计时后知后觉 去摸平安符时 才发现兜里的东西 已经变成了一堆细细的灰烬 煞尸后背 惊出一身冷汗 贺征顶着三双锐利的视线 面无表情地 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是孟小姐给我们打电话说 遇到一个杀了五个人的杀人犯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 将人带回来询问 盛出理理解式的点头 规矩我都懂 鸾鸾是不会无缘无故地 冤枉一个人的 他说那个人是杀人犯 那他就是杀人犯 无条件的信任 让贺征不免多看了他几眼 海诚传闻 孟家的真千金 在跟周玉白离婚后 便勾搭上了盛家 与继承人盛出理 有暧昧之举 但如今看来 完全就是莫须有的事 贺征做警察这么多年 看人的眼神还是准的 盛出理真的是把孟兴鸾 当成妹妹来看待的 不夹杂一丝男女之情 盛先生 我也相信 孟小姐是不会撒谎的 但请您理解一下 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 盛出理的眼色一冷 谢延川抬手看了一眼万表 问 大概需要多久 孟小姐 我已经询问过了 如果却有此事 我们会立即实施抓捕 并对孟小姐公开奖赏 盛出理不着痕迹地催促他 那就尽快吧 顿了一下 又补充一句 来的路上 我听说那个杀人犯 被送到医院了 只是断胳膊断腿 审问应该能顺利进行吧 盛出理的面色 明明很温和 但却给贺征一种 就算人死了 也得给老子立马活过来的错觉 贺征 顶着压力 他只能争分夺秒地 去医院拿口供 杀了五个人 可是重大刑事案件 人一走 盛出理依旧坐在原位 有警员给他们添了一杯水 谢延川亲拧了一口 他今天才回国 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接到了弟弟在海城住院的消息 结果人还没到病房 就被继续嫁了过来 顺路还遇见了老朋友盛出理 谢延川问 他就是你经常提起的妹妹 盛出理恩了一下 卵卵很厉害 说不定你弟弟的是他能解决 闻言 继续立马接话 孟大师是真的厉害 谢大哥 这次要不是有大师在 哥他凶多吉少啊 继续发誓他 绝对没有在夸大事实 但作为没有亲眼见识过 孟兴卵本事的谢延川来讲 这两人说的话 绝对自带滤镜 他不置可否 也没笨到与两人争个真假 又等了十分钟 谢延川坐不住了 我先去医院看看我弟弟 盛出理为汉手 等软软出来了 我再来医院看厌词 谢延川走了 季池犹豫了一下 也立即跟上 走时 他让盛出理给孟兴卵传话 盛哥 你帮我告诉孟大师一声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以后但凡用得上我的地方 随便开口 盛出理应下 毕竟孟兴卵现在只身一人 多一个家族的庇护 对他来讲也是好事 其实不然 盛出理更偏向于是 季家走了狗屎运 攀上了孟兴卵这个大佬 现在网上的舆论 并不利于孟兴卵 进橘子代表什么 那肯定是犯事了呀 再结合起被雷劈的事件 很难让人不往坏处想 蒋梦联系盛出理 询问要不要做个紧急公关 盛出理直言拒绝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要浪费 从签下孟兴卵开始 他们公司的公关 几乎都在沐浴休息 压根派不上用场 顶多就是后期 整理一下那些恶毒的言论 给人递法律传票 医院那边警察进展顺利 很快就拿到了关键信息 大汉真名叫李富贵 桃花村人 现年38岁 有酗酒赌博的癖好 十年前杀害了一家五口 最小的受害人 只有两个月打 因当年科技发展之后 又无人症的原因 案件一直没有进展 一度成了悬案 没想到如今因一个主播的报警电话 让他们重新找到了破案的希望 孟兴卵当晚跟着盛处理回了盛家 只因盛处理说 盛老太太想他了 孟兴卵在盛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贺征的电话 孟小姐 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 孟兴卵刚睡醒 嗓音还有点阴雅 想让我帮你们算算 受害人尸骨灾奶吗 被人直言到处来意 贺征有点尴尬 他懂这行的规矩 孟小姐放心 只要你协助我们 侦破这桩案件 孟兴卵睁开眼盯着雪白的天花板 不是有特殊管理局在吗 上头要求我们三天内侦破此案 如果需要管理局的协助 是需要打申请的 过程已经超过三天来不及了 孟兴卵面上情绪无任何起伏 他掐指一算 等待了几分钟 才给贺征一串具体的定位 末了 孟兴卵突然想起来 一件被他遗忘的事 哦对了贺警官 李富贵还涉嫌被故杀人 第72章 前夫又要包庇罪人 文言 贺征一愣 被故杀人 他心头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下意识地便问出口 不会杀的 就是你吧 虽然语言有点冒昧 但确实是事实 果然 电话那头 传来了孟兴卵肯定的回答 他再次抛出一条线索 我已经问过李富贵了 他说给他钱的人姓周 是个女姓 海城姓周的人并不多 作为刑警的直觉告诉贺征 必定是与周家有关 他的神色 一下子凝重起来 孟小姐你放心 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贺征的话 孟兴卵姓 在看见他的第一眼 他就差点被男人身上的金光 闪到眼睛了 想要拥有金光护身很简单 那得是上辈子 做了N多好事 才能得到的福报 根据贺征现在的职业猜测 上辈子 估计也跟这个职业沾边 挂断电话后 贺征立马带队 朝着孟兴卵给的那串地址 使去15分钟后 孟兴卵洗漱 收拾好下楼 圣老太太刚锻炼完回来 精神气十足 见到孟兴卵 他笑容和蔼慈祥 卵卵怎么不多睡会儿 来尝尝奶奶做的绿豆糕 圣家上上下下 都喜欢孟兴卵 圣处里的侄子 圣承躲在妈妈身后 害羞地用一双 圆溜溜的眼睛瞅着他 孟兴卵失笑 脸上的表情柔和了一些 一大家子高高兴兴地吃完早饭 圣承拿着自己做的手工玩具 登登登地跑去找孟兴卵 女人此刻正在接电话 电话那头 是周玉白向他汇报 老爷子的身体情况 孟兴卵神色冰冷 周爷爷的饭量 不就是这样的吗 周玉白 你到底想说什么 周玉白沉默了几秒 犹豫了几下还是说 网上的消息我看到了 你还在警局 在警局我能接电话 周玉白哑然 他以为从那天雨夜开始 他和孟兴卵的关系 会得到一些缓和 却没想到 还是如履薄冰 像炸药包似的 一点就炸 孟兴卵眼中 逐渐浮上了几次不耐的情绪 在挂断电话前 他好心提醒了一句 我抓到一个男人 他说 有个姓周的人 给他钱买我的命 平淡的一句话 在周玉白心中掀起了巨浪 姓周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等电话传来嘟嘟的声音后 周玉白立刻敲响了周片然的房门 咚咚两声 门开了 周片然整个人都很颓废 想起清歌的手段 他心底的恐惧还未消退 就因为红色玉佩的事情 周玉白把郭卓送进了监狱 如若不是他聪明地 给周母打电话 只怕自己现在都还在牢里呢 哥 你 周片然 你是不是又干了什么事 男人低沉冰冷的声音 让周片然整个人都颤抖了一下 他眼神飘忽 心虚道 根本不敢和周玉白对视 下意识地张口否认 没 没有啊 一看周片然的这个反应 周玉白已经将姓周的名头 安在了他身上 心底的怒气疼得一下涌了上来 周片然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犯罪 锐利的视线 像刀子一样插在周片然身上 被吓到了 周片然的眼泪 一下子流了出来 绷不住全招了 哥 我 我只是一时生气 我没有恶意 真的 我没有要杀孟兴丸的意思 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 一下子被击垮 周片然苦苦哀求周玉白救救他 他不要坐牢 吵闹的声音响彻整个二楼 周母闻声赶来 见此场面 一张脸立刻就板了起来 他低喝一声 够了 老爷子还在休闲 你们是想闹到他面前吗 周片然立刻收敛了哭声 他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委屈地扑到周母怀里 带着哭腔 喊了一声妈 周母头疼不已 想不出 这女儿又犯了什么错 周玉白站在原地 冷峻的脸上 神色慧安 身侧的手捏成拳头 极力压制着心中的怒气 周母看向儿子 问 说吧 一大早的兄妹俩又在吵什么 上次他伙同外人伤害爷爷 我是看在妈你的面子上 才绕过他 没想到他还不长记性 居然买凶杀人 后面两个字 让周母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僵住了 然然买胸杀人 周偏然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胳膊 极力解释着自己 只是拗不过气 没想要梦星鸾的命 气氛沉寂吗 几分钟 周母深呼吸一口气 眼神一变 玉白 不管然然做了什么 她都是你妹妹 你忍心看到 她坐牢吗 听到这话 周玉白便明白 母亲这事 又准备包庇周偏然 明明小时候 还很乖巧的妹妹 怎么会变成如今的模样 一时疲惫感笼罩全身 她沙哑着声音说 妈 你知道她要杀的人是谁吗 孟星鸾 已经不是当初的孟星鸾 不好糊弄 周母十分不屑 这有什么 她天天开直播 不就是为了钱 给个几百万打发了 不就好了 我们周家不缺这点钱 星号 挂断电话后的孟星鸾 转身 便看见一个小团子 抱着玩具 眼巴巴地盯着她 程程 怎么了 姐姐在和扎叔叔打电话吗 孟星鸾挣了三秒 才反应过来 小孩口中的扎叔叔是谁 她有些好奇 为什么叫她扎叔叔 盛程很诚实地回答道 上次在奶奶的生日上 我看见扎叔叔 抱着其他女人走了 抛下姐姐一个人 妈妈说 这就是扎男 她说的一本正经 孟星鸾被逗笑 心中烦闷的情绪 一扫而空 她给了盛程一张平安符 又陪人玩了会儿 才离开 鉴于现在她的热度很高 她出门便戴上了口罩 她先联系了装修公司 将江淼淼房子 之前的装修图给他们 让他们一比一的还原 交接完后才回酒店 时间过得很快 天逐渐黑了下来 照常开直播 热度越高 她直播间的人气就越大 刚开不到一分钟 右上角的人数 已经破了六位数 且一直持续增长 主播这是从橘子里出来了 怎么这么快 花钱了 我敢肯定主播犯了大事 不然 雷怎么只批她呢 保不准就是老天 也看不下去 她装神弄鬼了 早就看不惯 她这种恶臭的卷钱套路 死骗子 活该 直播间的言论 刷刷地出现 而就在他们讨论的正欢的时候 海城警局官方账号 发来连麦申请 第73章 有些人天生坏种 笑死了 主播要翻车了吧 警察都来找你了 刚从橘子里出来 结果又来直播骗人 ad海城警察局总局 警察叔叔 实在不行多关几天吧 你们够了没有 你们有证据证明 主播犯罪了 鉴定完毕 楼上是个小田狗 直播间观看的人 更兴奋了 他们暗戳地 躲在网络后面吃瓜 甚至不约而同地 打开了手机入屏 孟星鸾接受了连麦 直播间一分为二 左边出现了赫征 那张硬气英俊的脸 他还穿着警服 即便是隔着一层屏幕 也能感受到一身正气 阿世贺警官 我老公帅死了 静橘子 就能和老公近距离相处吗 孟大师真是走运了 赫征面对镜头 神情有些僵硬 他看着孟星鸾 礼貌地喊了一声孟小姐 直播间 幸灾乐祸的人猛吗 抓人怎么是这种态度 不应该是恶狠狠地 搬起一张脸 训斥孟星鸾 赶紧关掉直播 把骗的钱还回去吗 这个走向有点迷惑呀 就在网友们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贺征低沉的声音 从直播间里传出来 各位 我是海城警局 行政支队的队长贺征 今天我正得领导同意 特此来向大家说明 首先网上谣传的 关于孟星鸾孟小姐 是因犯事 而被我们带入警局的事 我澄清一下 这是虚假消息 真实情况是 孟小姐报警说 抓到了一个杀人犯 我们只是对她例行询问 现在 我们已经掌握了 犯人的犯罪证据 具体情况 可以移步我们的官微 一口气说完这些 贺征有些口干舌燥 但她还是坚持不完最后一句 孟小姐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如若不是她的帮助 我们也不会这么快就破案 孟星鸾早有预料 全程都安静地听着 即便听到表扬她的话 也仍旧是一副 波澜不惊的模样 贺征说局里给她准备了一面警器和奖金 让她有空过来警局拿一下 因还有工作在身 贺征澄清完舆论后 就立刻下线 直播间的吃瓜群众 陷入震惊久久不能回神 几分钟后 人民警察应该不会屈服在金钱的诱惑下吧 贺征说的话我信 所以主播徒手抓了一个杀人犯 牛逼 我就知道主播怎么可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呢 主播大大低好人 弹幕再次呈现出了什么叫两极反转 孟星鸾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一千个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孟星鸾自诩不是人民币 不能做到人见人爱 但也不是任人污蔑的软包子 因为贺征这个插曲 孟星鸾直播间的人气 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要不是今天公司加班的程序员有点多 现在只怕服务器已经崩掉了 孟星鸾开始抽取今天的第一个有缘人 很快 一个用着小猫头像的ID 在将近千万人里脱颖而出 看得出他是个老粉 一座嘉年华 很快便覆盖了直播间普通礼物的特效 深情连麦 一张清秀的素颜映入眼帘 从背景来看 她坐在床上 旁边的台灯 头下柔和的暖光猫猫咪亚 脸上的激动不言而喻 她有点语无伦次 孟大师 我 我是你的铁粉 我好喜欢你 你 你吃饭了吗 话一出 引起了直播间的哄堂一笑 第一次见有人问主播吃饭没 小姐姐真可爱 猫猫咪亚脸一红 窘迫到恨不得立马挂断连线 但又舍不得 孟兴亚安抚他 吃过了 不用紧张 就当做是平常和朋友聊天就好了 女人的长相过于精致 平常都是一副疏离淡漠的模样 显得十分不尽人情 可今天的这句话 却瞬间打破了 他们在他身上贴的标签 猫猫咪亚像小鸡啄米似的点头 眼中堆满了对孟兴亚的感激和崇拜 几秒后 他终于调整好了心情 他问 孟大师 就是我看见了你 师弟发的动态 我想知道 那个人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这个也是无数爱宠人士 极为关心的问题 看完这个事 我都气死了 我朋友扒出了他的家庭背景 但人家是资本家 一直在压热度 我是那个虐猫的 我已经死了 被宋小哲父母 费尽心思压下去的热度 再次回血 孟兴亚说 你们真的想知道 猫猫咪亚点点头 眼尾开始泛红 我也是养猫的 看了那些 记录我哭了一天一夜 这种人渣 我知道法律拿他没有办法 但是我相信大师 你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女生的话 字里行间 都把孟兴亚描述成了 一个善良伟大的人 孟兴亚纠正他 我没你想的那么善良 至少以前 从来没人说过他善良 直播间的所有人 都把耳朵竖了起来 静静等待孟兴亚 宣判那个恶魔的下场 善恶奇果 接自食之 他们怎么对待那些动物 受到的就是什么样的恶果 猫猫咪亚愣了一下 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大师 你的意思是 他们会受到 和动物一样的伤害吗 孟兴亚点头又摇头 对 但也不对 如果说那些动物 受到的是一倍伤害 那么他们受到的将是十倍 并且 这种伤害 不会被医疗机器检测出来 简单来说 就是精神和灵魂上的折磨 话落 不只是猫猫咪亚 直播间的所有人后背 都不约而同的 爬上了一层冷汗 毒 实在是歹毒 简直比无马分尸那些酷刑 还要歹毒 有圣母的人 于心不忍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吧 都是小孩子 可能就是玩玩 只是下手重了 动物的命 难道比人还重要 孟兴亚眼底 一丝冷光乍现 他说 从不分人种和年龄 有些人从基因里 就是天生坏种 孟兴亚的话 得到了不少认可 那些站着说话 不腰疼的圣母 直接被骂得闭脉 不敢说话这时 猫猫咪亚那边的画面 抖动了一下 他听见敲门声 准备下床开门 手都放到门把手上了 离开锁只有一步之遥 手机里却突然传来 孟兴亚的声音 不要看 第74章 快逃吧 你要死了 一声惊喝 成功阻止了 猫猫咪亚开门的举动 也不知为何 他的手臂上 骑满了鸡皮疙瘩 心跳极快 满脸苍白 而跟着他跑出来的蓝猫 则朝着门 发出哈气声 外面不是外卖员 在镜头里 重新出现女生的脸时 孟兴亚看见 他眉心被一团 浓浓的死气围绕 尤其是 他将手放在门把手上 更为浓烈 怎么搞得有点吓人 主播怎么知道 外面不是外卖员 楼上智商跑丢了 主播是玄学师诶 会算命抓鬼 尊都假都 猫猫咪亚 硬着头皮问 谁 谁啊 门外沉寂了几秒 才压着声音回道 你的外卖到了 请开门取一下 女生戴着耳机 害怕地咽了口口水 强作镇定 我后台显示 我的外卖 还有一会儿才送到 你是不是送错了 门外没了动静 猫猫咪亚握紧手机 颤抖着将身体贴在门上 她通过猫眼往外看 却是黑漆漆的一片 梦星鸾 该说不说 这个女生 是有点胆大在身上的 她租住的是一个 老小区的房子 走廊的声控灯 时好时坏 就在猫猫咪亚 松口气蹲下身 安慰炸毛的猫咪时 梦星鸾的声音 乍然响起 灯没坏 你用猫眼往外看的时候 她也在看你 平淡的一句话 让人汗毛竖起 阴森恐惧感 瞬间笼罩全身 猫猫咪亚的表情 僵在了脸上 吓得一屁股 跌坐在了地上 刚刚的黑是 外面那人的眼珠子 女生被吓得头皮发麻 脑袋一片空白 直播间也被卧槽刷屏 大晚上的别吓我呀 我这要出门 拿外卖QAQ 主播真是算命的 跟有透视眼视的 好邪乎 我好害怕 默默地缩回了 路在外面的 GioGio 猫猫咪亚 根本不敢想象 要是刚才自己开了门 迎接自己的 将是怎样的结局 她缓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 孟大师 刚刚谢谢你提醒我 女生郑重地 向孟星鸾道谢 脸色苍白 惊魂未定 孟星鸾让她别急着挂 你挂金一副 想算什么 因为女生问的那个问题 耽搁了一些时间 此刻才算切入正题 猫猫咪亚 把屋里的灯全部打开 她用被子 把自己裹起来 才有了点安全感 顺便还把蓝猫抱进了怀里 我也不知道 我想算什么 大师 你说那个人走了吗 女生现在精神一直紧绷着 根本不敢有片刻的松懈 刚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居然和人眼对眼 她觉得自己以后 都对猫眼有阴影了 没有 因为女生眉眼间的死气 并未消散 孟星鸾也不急 她让猫猫咪亚 回想一下 最近有没有遇到奇怪的事 经过提醒 女生这才冷静下来 她皱紧眉 开始开始仔细思索起 孟星鸾的问题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哦对了 这半个月 我总感觉有人跟踪我 但要找不到人 我以为是我精神压力太大了 话说到一半 门又被敲响了 猫猫咪亚顿时一个机灵 她害怕地坐在沙发上 动也不敢动 下意识地平住了呼吸 怀里的蓝猫 也表现得不安极了 嘶吼着嗓子 发出猫戒战斗时 企图吓退敌人的哈气声 又来了又来了 我跑到我妈房间睡了 我妈以为 我看恐怖片呢 会不会又是刚才那个人 小姐姐 你千万别开门啊 你别怕 我已经帮你报警了 猫猫咪亚此刻 根本无暇去看弹幕 她恐惧到了极点 浑身发抖 门敲了大概有半分钟 然后才传来一道声音 602有没有人 你都外卖到了 我给你放门口了 你自己来拿 说完就又陷入了安静 猫猫咪亚这次学聪明了 她在手机上 先跟外卖员确认好了 信息恐惧感 才渐渐消散 刚才敲门的是真的外卖员 可不知为何 心慌的还是厉害 不要开门 她就在门外 梦星鸾的一句话 又让恐惧感巨拢 猫猫咪亚已经被吓哭了 她哽咽着嗓子问 大师 你说 我会不会死在家里呀 最近网上 关于这类的新闻非常多 平常她都不以为然 觉得距离自己很遥远 可现在危险 就和自己只有一门之隔 猫猫咪亚 没有怀疑梦星鸾话的真实性 她是铁粉 无条件地相信主播 有我在 不会 五个字虽冷 但还是给了女生一些安全感 她紧紧地抱着猫 尽量不发出声音 两分钟后 敲门声又响起了 这次不再是一个男婴 而是一个奸细 雌雄莫变的声音 你这人怎么回事 水都流我楼下了 赶紧开门 不开门 别怪我报警了 猫猫咪亚 还是没动 她清楚地记得 自己楼下的住户 在昨天就搬走了 怎么可能会这个时候 来敲门找她 想到此 猫猫咪亚更害怕了 孟星鸾就隔着一层 屏幕看着女生 在发现 她眉宇间的死气 满满消散时 才开口说 警察来了 五分钟后 猫猫咪亚 和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听见了警笛声 卧槽 主播料事如神 神算子啊 别的不说 就冲这个 我直接关注了好吧 主播救了人一命 大大敌好人 猫猫咪亚 顿时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她没敢挂 直播间的连迈 等警察上来敲门 孟星鸾说 门开的时候 她才敢开门 外面是巡逻的警察 一身正气的警服 让猫猫咪亚 眼泪啪哒啪哒地掉 大师 谢谢你 连迈挂断 一直提着新的网友 见此场面才落下 孟星鸾收获了 无数路人粉 有人说她是剧本 但很快就被人对了回去 剧本 承认别人 有实力怎么了 我看你活得像的剧本 直播间热热闹闹 孟星鸾开始抽 第二个有缘人 很快 一座嘉年华 在直播间闪过 这次连迈的 是个脸上 肉很多的男生 刚接上线 她便对着镜头 黑黑傻笑 这一幕 看得众多网友 极度生理不适 很快 旁边一只手 飞快地夺过手机 不好意思啊大师 我儿子他 话没说完 手机就被胖手抢走了 镜头很晃 猜得出 为了防止 再被抢她 在极力地奔跑着 等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她才将整张脸 贴在镜头上 神神秘秘地说 快逃吧 你要死了 第75章 她说 我爸早死了 搞诈骗 一堆横肉 乍然贴近 不少网友被吓得 将手机甩了出去 卧槽 这什么妖魔鬼怪 大晚上的 搁着装神弄鬼是吧 主播 快教她做人 梦星鸾 是有点辣眼睛 无言过后 她眼中浮上了 几次趣味之色 连麦的这个男生 说她要死了 这话听着属实心弦 你说我要死了 被回应过后 男生显得更兴奋了 眼中癫狂的神色 让人无端起了 一身鸡皮疙瘩 老天告诉我 你就要死了 快逃吧 逃得远远的 好遇上我这个好心人 放心 我会继承好你的一切 前半句不是重点 后半句才是她的目的 孟星鸾盯上她了 默默围观一切的宋男竹 在心里替她点了灯蜡烛 这人简直就是胆大包天 居然说 师姐要死了 并且还要继承师姐的遗产 这大逆不道的话 打死她 她都说不出来 宋男竹已经能想象到 这人的下场了 死 不敢看不敢看 男生发出节节的怪笑声 五官都被肥肉挤在了一起 猙獰又让人胃里一阵翻腾 被恶心到网友 直接举报了直播间 没一会儿 孟星鸾便看到一条弹窗 经检测 直播间涉嫌违规操作 关闭24小时 请主播引以为戒 孟星鸾 她差点都气笑了 不过疯了就疯了吧 正好提前下播 关掉电脑 蒋梦那边发来消息 说被疯的原因是 连迈的那个男生 恶心到人生里不适 举报人数高达几十万人 蒋梦 你也别担心 早点休闲 我安排人来解决 作为孟星鸾的私人运营兼粉丝 蒋梦不曾缺席任何一场直播 但说一句真话 要不是她自制力吼 说不定今晚的举报人数中 还会有她一个 因为真的太恶心了 孟星鸾回来的N字 正要关掉手机 一通电话便打了进来 那是一串陌生数字 归属地显示海城 孟星鸾不想接 她挂断以后直接拉黑 本以为这样就消停了 但她完全低估了对面 切而不舍的精神 拉黑一个 就又换另一个号打来 实在是被烦得不行 孟星鸾点了接听见 面色极为阴沉 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才克制着怒气说 鸾鸾 我是爸爸 你睡了吗 孟星鸾向着火药包 一听到这个烦人的声音 一点就炸 我爸早死了 搞诈骗 孟夫气得拳头握得嘎吱响 但又想起 自己今天有求于 他便硬生生地压下 鸾鸾 我知道你 还在生爸爸的气 爸爸现在明白了是我们的错 我们不敢因为孟听瑶忽视你 听着男人赎罪式的言论 孟星鸾毫无波澜 他十五岁被接回孟家 也想过和他们好好相处 可他的故作软弱 换来的是 他们一家肆无忌惮的伤害 现在后悔了 孟星鸾觉得不可能 他继续听着 顺带打开了通话录音 孟夫说得声泪俱下 说得口干舌燥 血浓与水 是孟听瑶比不得的 当年丢了你 我看你母亲太伤心了 才出此下策 是爸爸的女儿 是孟家的千金 现在家里遇到困难了 鸾鸾是不是应该帮爸爸分担 爸爸知道 你跟盛家的关系好 你就给他们说 别抢我们的声音 后半句话 孟夫说得小心翼翼 可等了许久 也没等来孟星鸾的回应 他忍不住喊了一声 鸾鸾 嗯 孟星鸾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听孟夫编故事 他都差点听睡着了 孟夫 说完了 那就该我了 孟星鸾骤然冷了音色 掀翻了孟夫一番 虚情假意的话 生物学上 我跟你们确实是有血缘关系 但是在非科学领域上 我跟你们的缘分已经断了 话落 孟夫急了 鸾鸾 你不能因为你现在发达了 就不要爸爸妈妈了呀 我看了你的直播 你知不知道 我听到你一个人抓杀人犯 是有多担心 孟星鸾 那看见我进橘子的新闻 就不担心了 没有一个电话一个问候 现在事后马后炮 真是比刚才连麦的那个男生 还要恶心 他还得谢谢孟天遥 帮他避坑了呢 孟夫哑然 心中变得焦急起来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鸾鸾 你一句话就能挽救爸爸的公司 只要你和盛家说了 我现在就把孟天遥赶出门 孟德海 你是不是认为 你公司遭到危机事 我跟盛家说了什么 孟夫下意识地回 难道不是吗 孟星鸾冷笑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 让整个盛家都听我的 你记住 你现在所烦恼的一切 都是你宝贝女儿带来的 凡事都有因果 他们把孟天遥宠成了一个宝 孟氏拿走了 孟氏一个重要的大单 如果没有孟天遥这层关系在 他们说不定还会给予一定的补偿 但恰恰 就因为孟天遥在 盛处里下了死守 孟氏应称了半个月 其中免不了有周玉白的功劳 孟夫 鸾鸾 孟星鸾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顺便拉黑了这个号码 他开始上网搜索 手机怎么设置拦截陌生号码 按照教程操作好后 才满意地勾存 半个小时后 孟星鸾洗完澡出来 夫人很有礼貌 他先代表儿子向孟星鸾道歉 之后才说出 自己想要求助孟星鸾的事 我儿子今年高三了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大概是从半年前 突然开始暴饮暴食 行为举止也变得古怪起来 大师 我想请你帮我看看 我儿子是不是沾上脏东西了 孟星鸾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他让对方给他一串地址 在京城 孟星鸾说 明天过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 孟星鸾接上宋男竹 便往那边赶 到庄园时已经是下午了 他们前脚刚踏进去 下一秒孟星鸾包里的猪鞋剑 就静止朝里飞去 搜得一下 穿过男生的衣领 连人一起给钉在了木头上 满是震惊 宋男主眼间 看见一个熟面孔 兴奋地喊 三师兄 第七十六章 审判 庄园里一片混乱 桌子上的水果被人掀翻 杯子 盘子碎了一地 满院狼藉 几人分散着战 原本的哭声 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 硬生生地止住 始作俑者被猪鞋剑刺穿衣领 挂在木桩上 肥胖的像球一样的身体 跟趋势的疯狂扭动 嘴里发出人听不懂的音节 宋男主的一声三师兄 直接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 熟悉的声音 引得一个染着银发的男生 瞪大了眼 小 小师弟 夏安后知后觉地 看向站在宋男主身边的漂亮女人 师姐 宋男主热情地回应他 与之相比 孟星鸾的态度就冷多了 夏安感到后脖梗一阵发凉 纵使他想破脑袋 他也想不到 居然能在这里 看见自己的师姐师弟 记忆中在山上生活的日子 已经变得朦胧起来 但此刻 就像风似的吹散了迷雾 几人都懂 这时候不是叙旧的时候 昨天联系孟星鸾的那位贵妇 抹着眼泪 一脸苍白地朝着他走来 孟大师 你看我 他被鬼附身了 孟星鸾半眯眼朝着男生看去 这时 一道暴躁的声音传来 方静 谁允许你请一些乱七八糟的人过来 来者是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他刚才被吓得不轻 此刻才缓过来 他扒开挡在前面的庸人 一脸凶器地走过来 杨起手 就是一巴掌打在贵妇脸上 啪 清脆的声音 让贵妇的半张脸 煞尸红肿了起来 他捂着脸 落着泪朝着男人吼 他能救杨阳 杨阳是我儿子 我想救他怎么了 救 大师都说了 无药可救 我没有这种怪我儿子 也不知道 你跟谁四通生下的孽种 韩茂骂骂咧咧的 对着女人就是一通乱骂 大 夏安 是 无药可就是他说的 但是他的意思是 没有药物可以救他这样的情况 韩茂到底是怎么理解的 顶着来自孟新鸾和宋男竹的视线 夏安倍感压力 夫妻还在对骂 方静心中一直激赞的委屈 在此刻尽数爆发 孽种 你在外面养情妇生下的儿子 不是孽种吗 韩茂我告诉你 你想把私生子带回家 没门 韩家是洋洋的 就在男人恼羞成怒 弯弱的韩耀羊猛地朝着这边扑来 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 韩茂被儿子死死地压在了地上 旁观的庸人们爆发出一声尖叫 宋男竹体贴地上前 却将方静拉到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他看着处于理智全无的儿子 捂着嘴乌叶出声 孟新鸾召回猪邪剑 单手失去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 剑任锋利泛着寒光 别哭了 他还有救 夏安这时候也走过来 他说 我说的无药可救不是那个意思 是你丈夫自己理解错了 莫了 又补充一句 我师姐他很厉害 他说有救就一定有救 文言 方静心中总算好受了一些 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再掉 孟大师 不管花多少钱多大的代价 只要你能救杨阳 你就是我们的恩人 我只有他这一个儿子 韩耀羊将韩茂压得快喘不过气来了 老男人一张脸仗成了猪肝色 孟新鸾掐准最后一秒 驱使猪邪剑将韩耀羊掀翻了个身 如此神奇的一幕 让人久久不能回神 猪邪剑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 他非常灵活地围绕着韩耀羊打转 男生艰难地扭动着自己肥胖的身躯 蹦跳住 想要抓住这碍眼的东西 却一个猎且摔了个狗吃屎 杨阳 方静惊慌失措地大喊一句 宋男竹拉住他 方夫人 现在这个可不是你儿子 他是个孤魂野鬼 只是占用了你儿子的屈巧 孟新鸾紧盯韩耀羊 默念着咒语 下一秒 猪邪剑迸发出一阵无色的光 光在空中聚集 凝成一道尖利的光剑 外形与猪邪剑有着八九分相似 去 伴随着一声冷喝 光剑穿过韩耀羊的胸膛正中心 只听一声淒厉的惨叫 躲在男生身体里的孤魂野鬼 被硬生生地割裂出来 韩耀羊脸一白 眼一臂晕了过去 飞在空中的猪邪剑盘旋了一圈 又回到孟新鸾手里 缩小成了五六厘米的大小 如若不是亲眼所见 只怕是别人花钱搞的特效 宋男竹用亮晶晶 崇拜的目光看向孟新鸾 一米七五的身形在他眼里 硬长成了两米七五 师姐帅呆了 唯师姐疯狂大扣 他保存了拍摄的视频 回去准备熬夜干出来发布 夏安从震惊中回神 感慨一句 果然师姐还是那么厉害 他今天只是被父亲赶鸭子上架过来凑热闹的 如果今天孟新鸾不在 他估计得被这几百斤的身体给做死 感受到两道灼热的视线 孟新鸾抬起手 隔空遏制住孤魂野鬼的脖子 嗓音薄亮 你说我快死了 韩耀阳被吓得整个鬼神都在哆嗦 他用惊恐的目光看向孟新鸾 不明白一个活人 怎么隔空掐住了他的脖子 大 大师 我错了 我就是随口乱说 如果时间可以从来 他绝对不会觊觎这个像恶魔一样的女人 谁知道居然有人隔着屏幕都那么想 韩耀阳原本打的主意 就是借机找到孟新鸾 然后趁他不注意夺了屈翘 谁知对方不做人啊 居然自己找上门来 对他大开杀戒 韩耀阳想死的一颗心都有了 虽然他现在已经死了好几十年了 孟新鸾冷笑一声 乱说 你夺人屈翘 试图取代 还妄想害人 你说怎么办 韩耀阳快哭了 他只是想重新体验 当活人的感觉 有什么错吗 虽然他前面抢占的几具屈翘 已经死了 但他也不是故意害死的 我 我只是借用一下 你看他不还没死吗 是还没死 但离死也不远了 短时间内暴影暴时 身体里的器官早已不堪重负 孟新鸾眼神骤然一灵 细白的手收紧 只见那圆滚滚的鬼体 像泄了气的气球似的 扁了下来 几秒后 化为一缕青烟散去 就在此刻 身后传来一道爆盒 住手 你这小女娃 挖好恶毒的一颗心 第77章 你是最火的女主播 孟新鸾纹声回头 走在前面的 是一个穿着道袍的老头 他一双三脚眼 怒气冲冲地盯着孟新鸾看 矮小的身体勾搂着 有些驼背 你怎么敢私自处理邪碎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违背了管理局的管理条规 孟新鸾一手将鬼捏死的一幕 被老头尽收眼底 他一边震惊于对方的能力 一边又暴跳如雷 早在十几年前 部门就已经颁发了规定 不论鬼怪好坏 一律都要带回来处理 如若发现玄学师私自处理 必要经受严厉的处罚 眼前的这个小女娃娃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孟新鸾冷淡地逆她一眼 你又是谁 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特殊管理部门的副部长罗正兴 老头说的还挺自豪 眉毛都要飞到天上去了 听到对方话里的关键词 空气似乎都脆上了几次寒意 孟新鸾嘀地笑了一声 嗓音玩味 我又不是部门的人 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罗正兴对孟新鸾的这个态度很不满 他义正言辞地说 你不是部门的人 就更没权利处理这些东西了 你这小女娃当真是蛇蟹心肠 邪虫做什么了 你要赶尽杀绝 灰飞烟灭 可意味着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了 跟着老头过来的人 还有夏安的父亲下大海 夏安赶紧走到父亲身边 压低声音问 爸 你从哪找来的智障啊 你听听 说的是人话吗 夏大海瞪了儿子一眼 你哪只眼睛看见 是我找来的 我就是在外面碰见的 儿子 怎么样 这家孩子的症状 有药可以救不 两人凑在一起 嘀嘀咕咕 梦星鸾一双漂亮的桃花眼 翠满寒光 他低头看向罗正星 唇边的弧度似笑非笑 夺人屈翘 抢占别人的人生 直接造成三人的死亡 你说 谁更蛇险 嗯 罗正星活了七十多年 还从未见过哪个小辈 能有这么识人的气魄 他一时被堵得哑口无言 但还是硬着头皮反驳他 就算他十恶不赦 你也不能擅自处理 一个部门 哪来的那么大威风 你也不过也是个走狗罢了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梦星鸾的每个字眼 都透露着不屑 老头气得五官扭曲 梦星鸾不再搭理他 转身朝着方静走去 他让佣人打了120 贵妇抱着孩子 哭得气不成声 一个17岁的身体 在短时间内抱饮抱食 长成了一个200多斤的大胖子 就算不检测 也能猜得出 体内器官衰竭的情况 这时 下大海走过来 他郑重地对方静说 韩夫人请放心 我们医院的医疗团队 会竭尽全力救治你儿子的 好好调养 好好吃药 问题不算大 被忽视的罗正兴 心中的怒气质 已经越界 正在熊熊燃烧着 他瞪着梦星鸾的背影 口中念念有词 煞时斜跨着的桃木剑 腾空而起 静止朝着女人所站的位置飞来 就让老夫好好教训教训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娃娃 师姐 小心 伴随着宋男竹担忧的呼喊 梦星鸾头也没回 在木剑碰到后背的前一秒 他一个后空翻成功躲过 双脚轻踩见面 在罗正兴愣神间 召唤出猪鞋剑 直朝着老头刺去 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连根针落在地上 都听得清清楚楚 猪鞋剑擦过罗正兴的病脚 削掉他的几根白发 再旋转回到了梦星鸾手中 冰冷的剑间 对准老头眉心的位置 所有人对这一幕 看得目瞪口呆 罗正兴浑身僵硬 浑浊的三角眼 出现了片刻的呆滞脑中的画面 还停留在猪鞋剑 朝着自己刺来的时刻 他毫不怀疑 梦星鸾想杀了他 特殊管理部门也不过如此 不屑嘲讽的话 让人感到十分恼怒 但剑就指着自己 罗正兴敢怒不敢言 你刚才说我蛇蟹心肠 梦星鸾画风突然一转 锋利的剑间 触碰到了他起满褶皱的皮肤 罗正兴一动也不敢动 他咽了口唾沫 紧张得浑身冒汗 小女娃娃 你这是做善 都是同门人 谁跟你是同门人 别来恶心我 罗正兴一夜 修奋的同时 也在心中把梦星鸾翻来覆去 骂了几百遍 咱们先把剑放下说话好不好 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 但若你愿意来我们部门任职 我一定给你引荐 在华国 特殊管理部门 就是玄学的权威 反正罗正兴没遇到过 不想进部门的玄学师 他们哪个不是削间了头想进来的 可惜 能力不够 部门压根就不要 虽说眼前的人实力够 但就冲着恶毒的心肠也不能进 先哄骗他 放下剑再说 然而 他肮脏龌龊的小心思 被孟星鸾禁束洞袭 女人面上的笑 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罗正兴勾搂的被更拖了 你以为谁都想当走狗 孟星鸾收起眼底的玩味之色 锐利的剑间往后退了一点 没了逼人的压迫感 罗正兴松了口气 可下一秒 凌冽的剑锋穿过他的身体 将道袍劈成了万千步条 尤其是胸口处管理部门的标志 碎得更是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今天饶你狗命 如若我真的是蛇蟹心肠 现在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冰冷的嗓音 宛若地狱的传唤 罗正兴有那么一秒 看见了自己的太奶奶 宋男主走上前呸了一声 你那个部门算什么东西 我师姐都是灌主了 晦气玩意儿 别来沾遍 罗正兴固灵地站在原地 狼狈地向条丧家犬 气节于心 扑的一下 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 苍老瘦小的身体摇摇欲坠 最终倒在了地上 救护车来了 台寒要扬上车时 经过庸人的提醒 才顺便带上了罗正兴 下大海阔气地请梦兴团他们吃饭 他包下一家酒店 桌上摆满了美味的菜肴 他给自己倒满酒 酒养梦小姐大名 没想到妙这么小 原来你 还是我家夏安的师姐 我就先干为敬 一杯酒下肚 还没来得及回味 一群穿着西服的保镖闯了进来 他们训练有素地 让出一条道 接着走出来一个 手持棒球棍的少年 他在几人面上一一扫过 最终停在了梦兴团身上 你就是网上最火的那个女主播 第78章 信你 我是大傻叉 梦兴团的视线和少年对上 汪野眼底是毫不掩饰的经验 但很快就收敛起来 他可没忘记 今天来这的目的是什么 家里的妹妹 还等着罗大师救命 结果他出来找了一圈 有人和他说大师被打了 都吐血进医院了 而罪魁祸首 就是当今波罗直播最火的女主播 汪野问了一路 才问到孟兴团的行踪 小野 你这是做什么 下大海认出了汪野 不就是汪家那小魔王吗 孟小姐现在是我的客人 你说话可放尊重点啊 小心我让你爸把你屁股打开花 汪野缩了一下脖子 他礼貌地喊了一声吓叔叔 接着便简单说了一下 自己妹妹的情况 我妹真的等不了了 奶奶他好不容易请到 特殊管理部门的罗大师 眼看都要上门了 结果半路居然被这个女主播 打进医院了 下叔说 你理解一下我行不 宋男竹咽下口中的鸡腿 义正言辞地纠正他话里的错误 我师姐没有打他 是他打我师姐 他没打到 就把自己气吐血了 汪野看向宋男竹 觉得有些眼熟 但又想不起来 到底在哪见过 想得头疼 索性便不想了 你跟他是一伙的 我能信你 除非我是大傻叉 汪野指高气扬地说道 孟星鸾静默了几秒 突兀地问 你是汪家人 你认识我 不 我认识你奶奶 上次在圣老太太的寿宴上 汪奶奶送了她很多礼物 再加上是老太太的好闺蜜 孟星鸾当机立断地 让汪野带路 汪野用狐一的目光看着她 你行马你 别以为你是玄学主播 就能救我妹妹 孟星鸾似笑非笑地挑眉 你也可以选择 让你妹妹等死 汪野还在纠结 夏安看不下去了 他想不出 怎么会有人这么蠢 连孟星鸾都敢质疑 小野 她是我师姐 罗大师可能就不了你妹 但我师姐肯定行 笑话 从小师父就在她耳边念叨 说她要是有孟星鸾 万分之一的天赋就行了 也不至于跟个木头似的 什么也学不会 下大海也帮枪道 我也能作证 孟小姐真的能救你妹妹 多了两个熟人做担保 汪野咬牙 这才同意让孟星鸾 跟她回去看看 宋男竹经过汪野身边时 轻飘飘地落下一句话 让我师姐亲手救人千金难求 要不是因为你奶奶 我师姐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汪野 人长得可爱 就是这张嘴 不会说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谢谢 一行人朝着汪家驶去 车上 汪野敲咪咪地掏出手机 在微博搜索孟星鸾的名字 跳出来的词条 跨度太大 他跳了个最近时间的 顺着链接点进去一看 是海城警局官V发布的通告 海城公安局V 桃花村深挖出来五具尸骨 犯罪嫌疑人现已落网 在此 我们想感谢一下艾迪普提梦大师 梦小姐英勇抓住嫌疑人 为本案做出重大贡献 特此表扬鼓励 图片 汪野震惊 不就是一个玄学女主播吗 怎么还会抓杀人犯的 有了这一层滤镜 汪野总算规矩礼貌了一些 半个小时后 豪车驶入别墅 汪野率先跳下来 大喊 奶奶 我回来了 你这兔崽子 毛毛躁躁的 罗大师来了吗 汪老太太 在庸人的搀扶下 从别墅里走出来 话还没说完 老太太的目光 就落在了孟星鸾身上 后面的话打了一转 立刻换了副说辞 鸾鸾 你怎么过来了 怎么不提前通知奶奶 奶奶好准备准备 老太太看起来很高兴 但眉眼间的愁容 挥之不去 孟星鸾说 汪奶奶 我今天是过来帮忙的 见老人一头雾水 汪野含糊的说罗正 新进医院了 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回来的路上 他又恰巧碰见了孟星鸾 想着他们都是一个行业的 于是便把人带来了 汪老太太对这个说辞 是怀疑态度 但眼下的情况 不是刨根问底的时候 老太太带着孟星鸾 就往别墅二楼走 一踏入二楼的领域 就听见一道悲戏的哭声 等走入汪田的房间 便见一个养尊处优的豪门太太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她的身边 同样是一个养尊处优 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 男人把她搂进怀里 红着眼眶安慰 田田吉人自有天相 不会有事的 等罗大师来了就好了 汪老太太轻咳了一声 妈 两声妈同时响起 汪父问 罗大师来了吗 罗大师在医院来不了 你快让让 鸾鸾也是玄学师 快让她看看 夫妇两人 是第一次见孟星鸾 但对她的名字略有耳闻 是最近热度很高的 一个玄学主播 汪母有些迟疑 哽咽着声音小声说 要不还是等罗大师 等什么等 本来我要请的是鸾鸾 但又怕太麻烦她了 退而求次才去请的罗大师 你还不相信我吗 老太太的一番话 让汪母哑口无言 她现在也只能把希望 全部寄托在孟星鸾身上了 孟小姐 请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 求求你了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 汪母捂着嘴 将脸埋进汪父的肩膀 汪也受到气氛感染 眼尾也有点泛红 孟星鸾上前 公主床上 躺着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 五官稚嫩 皮肤白皙 她紧紧地闭着眼睛 宛若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 孟星鸾收回视线 转而将目光投向一边 快把自己缩成球的女生 她面上带着憔悴愧疚的表情 眼睛肿得像核桃 汪田出事那天 你也在场吗 孟星鸾嗓音清冷平和 她在女生身上 看见了和汪田相似的 几次阴气 无缘没绷住 她双手用力抓紧头发 痛苦地蹲在了地上 泪水夺框而出 都怪我都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好奇 拉着田田去郊外 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田田为了救我 把她的护身符给了我 自己却被留在了公交车上 第79章 司机她没有眼白 每个字他们都认识 但组合在一起 却令人头皮发麻 本来汪母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可吴元说得有模有样 再加上女儿的行为 确实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她不得不信 元 元元 你说田田在公交车上 汪母突然激动地上前 去抓住女生的肩膀 声音因为难过 而显得很晦涩 吴元流着泪痛苦地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你告诉我是哪辆公交车 女人的逼问让吴元吓了一跳 她艰难的张口 却被疯狂来回摇动 耳边是汪母带着哭腔尖利的声音 你说啊 你快说啊 小剑 你冷静一下 你别为难孩子 汪父强势地抓住汪母的手 硬是将她按在了怀里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不关元元的事 老太太将吴元拉到身侧 低声安慰了几句 场面一度被悲伤和恐惧的气氛笼罩 作为医学生 夏安早已习惯了这个氛围 从她的角度来看 汪田早就没了生命迹象 可在玄学角度 却只是魂丢了 汪夫人 就算她说了 汪田在公交车上 你也找不到 孟星鸾盯着汪母的眼睛说 对方明显一愣 因为那是一辆 只有鬼才能乘坐的鬼车 因此那氛围随着孟星鸾的话落 而弥散在每个人的心间 孟星鸾问 吴元要了那天晚上的地址 准备今天凌晨过去蹲点 在汪家简单吃了晚饭后 几人便开车出发 身边坐着的两个还都是普通人 汪野和吴元 前排的宋男竹 转身分别递给三人一张平安符 说 等会儿 你们可千万不要乱跑 师姐负责救人 我负责保护你们 汪野看着对方的一张正太脸 有些狐疑地说 你确定你保护我们 别说我保护你们吧 宋男竹煞时弃成了河豚 他恶狠狠地冲着汪野呲哑 你放心 等一下我不会保护你 汪野不屑一顾 谁稀罕 他长这么大 就从来没有怕过什么东西 不就是鬼吗 他天天看恐怖片 还怕这个 笑话 夏安用怜悯的眼神看了汪野一眼 接着郑重其事地对宋男竹说 师爹 你可千万不要让鬼进我的身啊 曾经轻虚道长给他开过天眼 从此就给他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 不怪他胆小 实在是他们丑的五花八门 太辣眼睛了 黑色的奥迪在夜色中快速行驶着 越往郊区靠近 车就越少宋男竹低头倒顾着自己的账号 多亏了孟星鸾 他现在也是拥有百万粉丝的大V了 师姐 等一下我可以开直播部 宋男竹在征求孟星鸾的意见 孟星鸾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公路 文言散漫地吐出两个字 随你 宋男竹开心地咧嘴笑 见此 汪野嫌弃的皱眉吐槽道 你能不能别笑得这么傻气 宋男竹朝他翻了的大白眼 等一下就算你求着 我保护你我也不会保护你的 汪野被气笑了 火气疼的一下就冒上来 我汪野 今天就算是死也不会求你的 夏安沉默地听着汪野立的flag 好心地压低声音说 小眼 你话别说得这么慢 得罪我这个小师弟 没好处的 清虚道长一共有五个徒弟 他排行老三 宋男竹最小 排行第四 本以为好欺负 结果呢 人家深藏不露 看向本是出神入化 动不动盯着他 就来一句你有血光之灾 一想起往事 夏安俊朗的脸上表情略显古怪 汪野 时间缓慢地流逝着 宋男竹打开了直播 又上脚的人数不断变化着 露脸 而是将摄像头对准梦星鸾 这个开车的人好熟悉 怎么那么像梦大师 大胆一点 那就是梦大师 今天怎么是主播的小师弟开播 他们这大晚上的是要去呢 探险 我和我师姐现在在京城 我们要去救人 今天的直播胆小者 或者有心脏病的谨慎观看 宋男竹好心的温馨提醒 勾起了大部分人的好奇心 救人 不会是什么剧本吧 菠萝准备带新人了 先别急着救啊 我去拿点瓜子来 今天你就是我的下饭菜 弹幕上说什么的都有 宋男竹也不一一解释 十分钟后 奥迪停在了距离公交站牌 两米远的地方 吴远浑身骑满了鸡皮疙瘩 他哽咽着声音说 那天我们就是在这里上的公交车 咦 原来还有其他人啊 所以真的是在探险 山脚下的冷空气厚重 风一吹 带来一股阴冷的体验感 梦星鸾半眯眼 看向远处破旧的公交站台 在他眼中 站台被一团团黑色的雾气笼罩 再加上旁边路灯的闪烁 阴森孔不敢直接拉满 所以从某方面上来讲 汪田和吴远属于胆大包天的类型 汪野紧跟着从车上下来 他打了个寒站 左右环视了周围一圈 默默地靠下安静了一些 夏安 你离我远点 汪野 不是吧夏哥 我又不是gay 你别那么大反应好不 夏安瞥他一眼 我师弟等一下要保护我 你离我这么近 他还怎么贴身保护 汪野 两人的对话 清晰地传入了直播间 镜头上下晃了几下 很快 几百万网友捕捉到了夏安和汪野的脸 卧槽 大晚上 主播从哪拐的帅哥 那个赢头发的 怎么那么像我的学长 你们等等 我现在就去翻照片 别翻了 我认识 一个是一大的夏安 一个是汪家的汪野 因为两人 直播间再次陷入了一片讨论热潮 梦兴兰台步朝着站台走去 宋男主举着手机赶紧跟上 天上的弯月被乌云遮盖 唯有的一丝慰藉彻底消散 整片区域都陷入了诡异的氛围里 远处 传来汽车的鸣笛声 声音游远极近 一辆破旧的老式公交车 朝着这边驶来 等公交车在站台前停下 无缘惊恐地瞪大眼睛 声音发抖 撕 司机没有眼白 第八十章 豪门少爷的大型真相现场 无缘的话 让所有人心底生出一阵恶寒 且浑身上下都骑满了鸡皮疙瘩 人怎么可能没有眼白呢 没有眼白 那还叫人吗 大部分的网友觉得 这是他们设计的直播效果 有一说一 恐怖的氛围渲染得很成功 整辆公交车外形破破烂烂 车窗玻璃上沾染着各种污渍 里面乌泱泱的一片黑 让人不寒而栗 宋男主将镜头对准司机 煞时 一个有着皱巴巴的皮肤 满脸惨白的一张脸 映入了直播间 他黑洞洞的眼睛 宛若一个漩涡 直挺挺地盯着这边 卧槽 他真的没有眼白 谁告诉我 这是真的假的 尊都尊都 孩子都吓哭了 此时一位靓女默默地缩回了被窝 并且打电话把男朋友叫来了 直播间 被这诡异的荧幕 吓得魂不附体 你要说这是特效的话 那不明摆着自欺欺人吗 胆大一点的 已经着手开始搜索位置信息 很快 有关消息出现在了弹幕里 我上网搜了一下 有住在这附近的人说 这里经常闹鬼 他们也曾见过 午夜还在营业的公交车 还有一个案例 曾经有人上过这辆车 不到两个月人就死了 至今死因不明 被人这么一说 恐怖效果直接爆棚 宋男竹回头让吴渊他们站远一些 自己则开始现场解说 大家注意看啊 现在我师姐要准备上车了 你说我为什么不上 我没我师姐厉害 肯定不能拖后腿啊 宋男竹就站在车门边上 镜头里 梦星鸾抬脚上车 等了几秒 突然阴风四起 坐在公交车里的鬼 疯狂地涌了出来 直播间检测到有 血腥恐怖的东西 自动开启了马赛克 目睹一切的汪野 直接抱了一句粗口 卧槽 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 汪野被吓得满脸苍白 他伸出手紧紧抓住夏安的衣摆 但对方直接无情地拍掉他的手 夏安高喊 师爹 保护我 宋男竹应了一声 他用支架固定好手机 然后才跑过来 少年将吴渊和夏安护在身后 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道符指 他神色认真 口中念念有词 急急如律令 去 伴随着话音落下 一道金光自手中乍现 金光将三人卷入其中 周身阴冷的气息煞事消散 那些从公交车上飘出来的鬼 疯狂乱窜 他们避开这道光圈 静止朝着汪野冲去 汪野站在原地动也不敢动 他眼睁睁地看见一只眼球爆裂 舌头搭拉着的女鬼 冲到他面前 人眼笨鬼眼 啊 汪野毫无形象地惨叫一声 几乎是出于本能地 朝着夏安他们撒腿跑去 哪里还记得之前他立的flag 宋男竹 救我 型号 公交车内 鼻子的环境给人一种浓浓的窒息感 梦星鸾每走一步 都伴随着一声诡异的嘎吱响 地上混杂着鲜红和干涸的血迹 女人压下心中涌上来的恶心感 来到最后一排 几秒钟前 前面的鬼已经跑完了 唯有坐在最后面的这只鬼 还在坚守阵地 他穿着鲜红破烂的裙子 肚子烂了一个大洞 脖子生前被扭断歪在一边 手指枯瘦 关节被刺破一层薄皮 露出里面血乎乎的肉 看起来尤为恐怖恶心 汪田被捂着嘴 白色魂魄气息在慢慢变淡 他眼中的惊恐已经变得麻木 再看见梦星鸾的那一瞬间 又重新亮了起来 女鬼凶恶地盯着梦星鸾 发出类似于舌头性子的嘶嘶声 场面一度静谜下来 梦星鸾面无表情地走近他 接着伸手将汪田的魂魄拽了出来 眼看着到手的玩具被抢走 女鬼怒了 他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朝着梦星鸾白皙的手臂咬去 鼻息间不断涌入香甜的味道 女鬼眼露贪婪 眼看着就要咬上 下一秒却被女人扣住了天灵盖 女鬼迟缓地冒了个问号出来 这一幕被直播间的人尽收眼底 他们看见梦星鸾站在公交车上 一只手放在马赛克上面 接着一个360度大旋转 马赛克分家了 卧槽 是我想的那样吗 主播手上拎着的是头吗 恐怖片都不敢这么演 我敢肯定马赛克下是鬼 没想到有一天 我居然会感谢马赛克功能 感谢波罗 感谢大家 让我一介入女子 独自看抓鬼直播 梦星鸾随手一扔 被他硬生生掰下来的头颅 咕噜噜地滚到了车的另一头 司机 梦星鸾拎着汪田下车 而就在他前脚刚落地 后脚那些跑出来的鬼怪疯了似的 又涌了上去 他甚至还听见一道催促的男音 司机 快开快开 别被这女魔头逮到了 快跑 有多快开多快 身后的车门立刻关上 接着 给几百万人现场表演了一波 什么叫用公交车飙车 过来时慢慢悠悠 离开时 却恨不得把油门踩冒烟直播间的网友 梦星鸾等人 单扣一个六 宋男主手中的符纸 已经化为一堆灰烬落在地上 他拔腿朝着梦星鸾跑去 师姐 一声响亮的呼喊 彻底让汪野回神 他双腿还在发颤 两只手死死地扒住夏恩的手臂 至于无缘 在看见被梦星鸾拎着的汪田时 快步跑了过去 田田 田田你没事就好 你吓死我了 今晚戏剧性的一幕 深深地刻在了每个人的脑子里 上车后 宋男主关掉了直播 开始查看今晚的直播数据 他惊喜地发现 这一场直播下来 收入居然高达九百多万 粉丝观众那里 也即将破获千万的关卡 果然 师姐就是行走的流量制造机 副驾的宋男主有多开心 后排的汪野就有多窘迫 尤其是看见手机上新弹出来的热搜条 更是恨不得挖条缝钻进去 豪门汪小少爷在线打脸 夏安在憋笑 脸都憋红了 最后没忍住 扑斥出声 汪野瞪他一眼 斟酌了几下 他硬着头皮开口 送 刚说一个字 整个人突然朝着右边栽去 头撞上座椅 肿起来一个大包 前面拐角 一辆车开着远光灯 直直地朝着这边撞来 孟兴卵猛打方向盘 砰的一声 车头静直撞向大树 第八十一章 你的前妻疯了 树叶刷的几声往下掉 前面两个驾驶位的安全气囊 已经弹了出来 车头被撞得惨不忍睹 宋男竹两眼发猛 心脏狂跳不止 鼻血顺着鼻腔流下 孟兴卵的鹅脚受了伤 冷白皮上添了一抹鲜红 触目惊心 夏安和吴源的情况 只被蹭了点轻伤 师姐 你没事吧 夏安解开安全带 下车想要去查看前面两人的伤势 却被汪野一双手按住 妈的 让我来 伴随着少年的一声暴怒 他气冲冲地爬下车 抬脚就往大黄蜂引擎盖上踢 你他妈会不会开车 可以说的拐弯要减速 你小子一个字都不听事吧 你要死你就自己死去 祸害别人算什么事 妈的 气死我了 汪野张嘴就是一顿输出 大黄蜂跑车的驾驶座 下来一个男人 他也被刚才惊险的一幕吓到了 他单手摘下脸上的墨镜 俊朗的脸发白 对于汪野的话 他紧皱起了眉头 汪野冷笑一声 大晚上的戴墨镜开车 你装你妈那装 魏云池一眼认出 骂他的人是汪家的汪野 他眼底划过一丝冷意 汪野 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 别以为你是汪家的 我就不敢动你 汪野悠了一声 认识我 认识我 那就更好办了 我管你是谁 你说吧 今天这是怎么算 随着他的话落 孟兴鸾等人也从车上下来 借着车灯 魏云池很快认出了其中的熟面孔 他好兄弟周玉白的前妻 孟兴鸾 男人邪魅地勾起嘴角 隔着机里的距离 和孟兴鸾遥遥相望 你有证据证明 是我的错 我的车完好无损 汪野 你不应该去质问司机 是怎么开车的 因为孟兴鸾 魏云池对孟兴鸾的敌意很大 以至于一看见孟兴鸾 就控制不住 产生生理性的厌恶 宋男竹震惊地瞪大眼 似乎没想到 这人这么不要脸 那把黑的说成白的 你脑子有病吧 要不是 我师姐反应快 你还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 谁家拐弯开远光灯踩油门啊 魏云池直身一人 而对面却有五人 但他丝毫不怕 只要能听孟兴鸾出气 他什么都不在乎 我乐意踩油门 你管得着 魏云池说话丝毫不客气 苍白的脸 也在渐渐恢复血色 他一双狭长的眼扫过众人 无下汪三家 今天是聚齐了的 魏云池也不敢得罪得太狠 他深深地看了眼孟兴鸾 今天我就当没发生过这事 不跟你们计较了 好自为之吧 说完 魏云池便想上车 这时 一道冰冷的嗓音 滑破寂静的夜 像在每个人的耳中 我让你走了 魏云池高大的身体一僵 腰已经弯了一半 却因这句话又直起来 他迷眼看向孟兴鸾 女人从后面走到了他车前 漂亮的脸布满寒霜 宛若来自地狱的修罗修罗 魏云池被自己的这个形容笑到了 孟兴鸾哪里配得上修罗这个词 顶多就是个善度的毒妇 孟小姐好大的口气 我走不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劝你不要太离谱 事情都还没解决 你想往哪跑 孟兴鸾一脚踹在了引擎盖上 魏云池本以为会不痛不痒 但看见那往里凹的战损时 呼吸一致 这么大力气 他是怪物吧 刚才汪野用力一踹都完好无损 怎么就被孟兴鸾踹战损了 这是魏云池最爱的一台跑车 他的心在滴血 孟兴鸾 你有病逝吗 魏云池骂了一句 孟兴鸾给宋男主使了个眼色 后者立刻会议 他像条小泥丘似的钻进大黄蜂里 伸手一拽 将魏云池车里的行车记录仪给扯了下来 魏云池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但很快他就明白了 只见孟兴鸾转身走到奥迪车前 低头检查了一下发动机和变速箱等配件 是否无损 等确定没问题后才坐进驾驶座 魏云池的眼皮狂跳 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升腾起来 下岸让汪野和吴冤站远点 他大概已经猜到了孟兴鸾的用意 在几双目光下 孟兴鸾目光发狠 脚踩油门 他掐绝给车套了个快速扶 刹那 破烂的奥迪车宛若离弦的剑势地 猛地朝大黄蜂冲去 魏云池瞳孔骤软紧缩 身体下意识的本能让他拔腿就跑 砰的一声 奥迪车将大黄蜂的驾驶座车门 狠狠地撞凹进去 而奥迪车的车门打开 孟兴鸾就地一滚 成功脱离车身 如此高难度的动作 被他做得行云流水 宛若电视剧里惊心动魄的武打片 汪野嘴巴张德能塞进两个鸡蛋 卧槽卧槽 除了卧槽 他都找不到什么词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大黄蜂自然冒起了火焰 龙烟弥散在上空 火光摇曳 吞噬着两台车 孟兴鸾拍拍手上的灰尘 让夏安报了警 魏云池好半天才回神 他用看怪物的眼神 看向孟兴鸾 这女的不要命了吧 对自己这么狠 难怪孟听瑶 总是受欺负的那一个 孟兴鸾 你报警是在贼喊捉贼 如果说一开始本来就是他的权责 但是现在可不一定了 孟兴鸾挑眉 他晃了晃手中的两个行车记录仪 你猜这是什么 魏云池的脸立刻一僵 骂的 他嘀嘀地咒骂一句 大意了 他就说 宋男竹拽他行车记录仪干什么 原来就是为了防止录到刚才那一幕 很快 交警和消防车来了 熊熊燃烧的火焰被水浇灭 宋男竹将两个行车记录仪交给交警 拐巧地说 警察叔说 我们是正常行驶 那个人拐弯开远光灯 不问喇叭还踩油门 要不是我世界反应快 一车五命就没了 宋男竹还夸张地描述了一些细节 听得交警眉头直着五分钟后 这条路上没有监控 具体的 还要等我们调查清楚 再划分责任 你们的驾驶证给我一下 孟兴鸾从裤子等侧包 摸出驾驶证 魏云池则阴冷着一张脸 说 火烧没了 一行人坐着警车回程 魏云池单独一辆 他给周玉白打了一通电话 接通后的第一秒 他就咬牙切齿地说 你的前妻疯了 第82章 水泥风心 他要独美 周玉白此刻正带着孟兴尧 赶往京城做主播培训 突然接到好兄弟的电话 让他很意外 他开着免提 你前妻疯了 咬牙切齿的五个字 回荡在整个车厢 孟兴尧眼底一傻过错愕的神色 前妻 孟兴鸾 他又做什么了 孟兴尧低头 什么话也不说 周玉白看他一眼 问 怎么了 你碰见他了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魏云池更火大 他将事情来龙去脉 一一说了一遍 他简单略过自己飙车的事实 听完全部 周玉白沉默了 孟兴尧亦是如此 他甚至还在恶毒地想 为什么没有撞死孟兴鸾 只要孟兴鸾死了 那么他所有的阻碍便都消失了 孟兴尧攥攥紧拳头 浓密的睫毛 遮盖住了他眼中怨毒的神色 要不是因为孟兴鸾在他的生日宴上大闹 现在爸爸也不会对他这个态度 冷漠 不耐烦 瑶瑶 我先送你去培训基地 周玉白的声音打断了孟兴尧的思绪 他立马换上一副柔弱可怜的表情 小心翼翼地问 玉白 你是去找云池哥 男人恩了一下 孟兴尧眼中闪着泪花 用啃气的眼神盯着周玉白 我可以一起过去吗 我不会添乱的 我只是担心云池哥 周玉白沉默了几秒 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麦巴赫掉头往反方向走 半个小时后 两人抵达了交警大队 魏云池和孟兴丸他们待在一间会客室里 汪无下三家正在往这边赶 周玉白一踏进去就感觉到了氛围的凝固 孟兴尧直接朝着魏云池奔去 云池哥 一声哥硬是让几人都起了鸡皮疙瘩 汪爷感到一阵恶寒 几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在了孟兴尧身上 他穿着吊带小白裙 大病出于面上还带着点病态白 一双大眼睛里清之泪水 我见游脸 魏云池脸上的表情瞬间柔和下来 他抱住孟兴尧 瑶瑶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 宋男竹见此一幕 忍不住嘖嘖了两声 他对孟兴鸾说 师姐 你说 你前夫看见这一幕就不觉得刺眼吗 绿帽现在还分浅绿和深绿吗 当着爱人面搂搂抱抱 真的是伤风败俗 无缘看着高大俊美的周玉白 又听见宋男竹说的话 当即惊讶地瞪圆了眼睛 姐姐 你已经结婚了呀 夏安和汪爷同时将目光落在孟兴鸾身上 过往的一切 在如今的孟兴鸾看来就是历史黑点 谁能想到堂堂一代悬门天才 居然会为了男人要死要活 恋爱脑就该死 孟兴鸾面无表情 早离了 夏安眼中飘过不可置信的光芒 他对这个师姐的婚事略有耳闻 师父说 孟兴鸾对那个男人爱得死去活来 现在就这么轻松地离了 原本他看见网上的那些消息 还持怀疑态度的 现在孟兴鸾都自己承认了 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顿时 夏安的目光忍不住去描周玉白 嗯 长得挺帅 外表上勉勉强强配的上师姐 但是却是个渣男 Pass 周玉白不知旁人想法 他从近来开始 视线就一直落在孟兴鸾身上 身边除了无缘 其他都是清一色的异性 且每个都大有来头 京城汪家的汪也和夏家的夏安 孟兴鸾何时结识的这些人 在海城认识盛家的人也就罢了 京城还有认识的 某一刻 周玉白觉得自己 从未真正地了解过孟兴鸾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最终还是交警进来打破了僵局 我们已经加速调查过了 你们双方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我们也都看了 确实是魏先生 你操作有误 是主则 话落 孟兴尧突然出声 云池哥开车 向来谨慎小心 绝对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他没有去Kill孟兴兰 现在他的人设已经崩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铤而走险 周玉白心中的天平 已经不是全部朝他倾斜了 被人质疑公正 交警当即皱起了眉 你是在怀疑我们的工作能力吗 孟兴尧咬唇 脸色一白 我没有 周玉白站在一边无动于衷 魏云池弯了他一眼 而后伸出手拉住孟兴尧的手臂 瑶瑶 这次是我大意吃亏了 我没事 魏云池不甘心地吐出一番话 他今晚要不是轻敌 怎么可能让宋男竹碰他的车 身边女人娇若可怜 让魏云池心底对孟兴兰的恨意 更上一层楼 交警见双方都没有意义 便让他们去签字确认 孟兴兰看 宋男竹直接往前一站 恶狠狠地瞪了回去 你看我师姐做什么 你白月光不就在你旁边吗 哦 我明白了 黑寡夫和你兄弟走近 你吃醋 所以你想绿回去对不对 少年的话 让对面三人直接黑脸 也是经过他话里的提醒 孟兴尧才意识到 自己和魏云池的距离太近了 当即不着痕迹地 往周玉白靠近 魏云池见此 眼底的黯然转瞬即逝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周玉白话里的不悦 直接溢了出来 宋男竹丝毫不惧 我说错了 我告诉你 我师姐已经水泥风心 不再沉迷情情爱爱 所以 你别来沾边 让我师姐独美 孟兴兰 真是他的好嘴铁 现在他跟周玉白 就是陌生人 孟兴兰垂眼 冷淡开口 走吧 签完字回家 五人先行走出会客室 魏云池看着周玉白 忽而质问出声 周玉白 你不是讨厌孟兴兰吗 你盯着他看 你知不知道 瑶瑶多伤心 昔日好兄弟 现在剑拔弩张 争锋相对 魏云池望望 是自己的一通电话 将周玉白叫过来的 男人眼眸忧深 对上孟兴尧那双委屈的眼睛 心中的烦躁默然生起 他扔下一句话 我去买个东西 魏云池捏紧拳头 低头安慰了几句孟兴尧 便带着他去签责任认定书 孟兴兰已经签完字 离开了交警大队 外面 周玉白穿着风衣 从便利店出来 手中拿着一打窗口贴 一行五人排排站在路口 男人见此 迈步走到孟兴兰面前 在五双眼睛下 他沉着声音开口 孟兴兰 窗口贴 第83章 前夫就一个字 贱 不是 他有病吗 还窗口贴呢 刚才不还带着新欢过来 药物扬威吗 周玉白 这是卖的什么药 孟兴兰额上的伤口已经结痂 周围干涸斑驳的血迹 看着有几分可怖 夜风袭袭 掀起女人耳边垂落的碎发 一双桃花眼 带着清冷慵懒 他垂眼扫过周玉白 递过来的那打窗口贴 唇边扬起一抹 机翘的弧度 我又不是垃圾桶 不是什么垃圾都要的 语调平淡 但却句句带刺 周玉白的眉头一皱 右手僵持在半空中 两人是前夫前妻的关系 但现在的气氛 剑拔弩张 到处彰显着有大瓜的意思 汪爷悄悄问下安 下个 孟姐和这男的离婚 是不是因为对方出轨啊 聪明如他 结合刚才宋男竹说的话 再加上现在的情形 怎么看都像是 有着深仇大恨的样子 下安点头 看向周玉白的眼中 都戴上了恶意与鄙夷 卧槽 真是啊 小三不会就是 刚才那个女的吧 哦 什么眼神啊 居然喜欢丑的 这句话汪爷没有 刻意压低声音 他就是故意 说给周玉白听的 男人手背青筋抱起 太阳穴突突地跳 他收回手 目光逐渐变得冰冷起来 嗓音低沉 暗含警告 孟兴鸾 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但是恶意诽谤你不管管 文言 孟兴鸾忽然笑了 他没料到 这么无耻的话 居然能从周玉白嘴里说出来 原来你也知道我们 已经离婚了 既然离了 能不能别来战变 再者 你朋友 对我出言不逊 肆意侮辱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周玉白一愣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周玉白 做人不要这么双标 汪爷也没说错 我们离婚的根本原因 就是你出轨 说到这里 孟兴鸾没眼间 都染上了几丝刺骨的冷意 瞒着妻子出国接前任 然后让对方坐你怀里喝焦杯酒 不是肉体出轨才算出轨 一字一句 都宛若一把利刃似的 插在男人心上 这是孟兴鸾 第一次将话说得这么明白 相当于公开处刑 宋男竹知道周玉白过分 但是却没想到这么过分 顿时火冒三丈 其他三人 也都被孟兴鸾话里的信息 孟兴鸾居然这么恶劣 离得好 离得妙 要是这都不离 他们只能尊重祝福所死了 远处 几辆豪车以同样的速度 朝着这边驶来 夏安一眼认出最前面的车牌 我爸来了 我妈来了 我奶也来了 激动的声音 打破了沉寂的氛围 周玉白一直沉浸在 刚才孟兴鸾说的话里 他出轨了吗 他自认为是没有的 孟兴鸾是他的初恋 同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 虽然分手了 但不能做朋友吗 可那不过只是 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的惩罚罢了 至于他的朋友说 孟兴鸾的坏话 周玉白觉得 没必要浪费口舌去解释这些 反正最终孟兴鸾 也不会和他们打交道 说了也就说了 又不会掉块肉 男人面色冰冷阴沉 心中下意识地反驳 起孟兴鸾说的那些话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前妻 上了汪家的车 想说的话 全都堵在了喉咙口 几辆豪车扬长而去 直接无视周玉白 走得干净利落 五分钟后 魏云池带着孟兴鸾 从交警大队里走出来 周玉白站在路灯下 身影孤寂 低着头抽着闷烟 俊美的五官蒙上了一层 说不出的阴霾 魏云池眼尖看见了 男人脚边的塑料口袋 里面装着一打窗口贴 当即就明白了 是怎么一回事 他还说 周玉白能买什么东西呢 原来是去买窗口贴 跟前妻献殷勤去了 两人走到周玉白面前 孟听瑶仰望着他 担忧地开口 玉白 抽烟对身体不好 云池哥已经没事了 你别担心 小白花式的发言 让魏云池在心里 骂了他一句傻瓜 他抬头看向周玉白 眼中已经染上了一层怒色 他皮笑若不笑地 开始阴阳怪气 周玉白 这是吃别了 要我说啊 别热脸贴冷屁股了 作为兄弟 我可太清楚 你怎么厌恶梦兴完了 他就是个疯子毒妇 你别忘了 就是他把瑶瑶害成这样的 我可不信 你是良心突然发现 完完也就罢了 别越见 星号 汪家别墅一派灯火通明 汪也提前说孟兴兰受伤了 于是几人一走进去 家庭医生就已经等候在那里 医生简单替他处理干净伤口 庆幸道 还好破的口子不大 好好痒痒不会留疤的 孟兴兰长得漂亮 整张脸都毫无瑕疵 要是突然多了一道丑陋的疤痕 那得多让人惋惜啊 客厅里 夏大海和吴老太太都在 老太太曾在老闺蜜的盛宴上 见过孟兴兰 紧一眼 她就喜欢上了这个漂亮女孩 她恋爱地看向孟兴兰 丫头受苦了 疼不疼啊 汪老太太顺势接话 肚子饿不饿 奶奶 让厨房做点好吃的 看着两位老人的关爱 头上顶着一个大包的汪也 觉得自己肯定是捡来的 上次吴老太太 还拉着她的手说 希望她是他们吴家的孩子 结果呢 现在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果然 都是塑料关系 汪也闷闷地哼了一声 她没瞧见父母 便猜到 他们肯定在汪田的房间 奶奶 我和圆圆妹妹 先上去看看甜甜 汪田魂魄已经归位 脸上的血色肉眼可见地回来了 听着她微微打憨的声音 汪母喜极而起 心中对孟兴兰 越发感激起来 这一夜 网上掀起了惊涛骇浪 关于孟兴兰捉鬼的直播录屏 播放量暴涨 同时 她的热度和知名度 也直接卖了几个大层 夸张一点来讲 现在娱乐圈的当红影后影帝 也差不多这个流量了 人红是非多 很快 一个匿名发上来的视频 成功登上热搜榜 当红主播竟然当众殴打气熊老人 爆 第84章 妖邪 视频是一段监控录像 时常在一分半内 被人掐头去尾 只能看见孟兴兰用一把长剑 指着一位勾搂着背的老人 片刻 老人的衣衫爆破 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周围有人 但除了孟兴兰 所以网上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了孟兴兰身上 现在人红了就飘了是吧 咱华国的尊老爱幼品德都被你吃了 那些说不明真相 不与评价的人真的脑子有屎 就算老人有错 也不能跟老人动手了 我早就说了 孟兴兰就是草人社 现实里就是一毒妇 at菩提梦大师 出来回应啊 你是不是心虚了 评论区分成了三大派 第一派是孟兴兰的死忠粉 坚定不移地相信 事情肯定有误会 孟兴兰没错 第二派是孟兴兰的黑粉以及路人粉 他们认为不管老人怎么样 也不该出手伤人 毕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 孟兴兰有错 第三派是墙头草 不说对也不说不对 就在中间霍悉尼 波罗平台那边已经替孟兴兰紧急攻关了 等他睡醒的时候 电话已经被打爆 也不知是谁透露了他的个人信息 邮箱 电话 短信等能发信息的都全部沦陷在了恶评下 孟兴兰已经习以为常 他收拾好开门 对上的就是宋男竹那担忧的眼色 不等少年开口 他便说 我没事 楼下 汪家已经准备好了早饭 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 显然已经知晓了网上的事情 但谁都没提 饭后 汪老太太拉着孟兴兰的手走到一边 老人很自责 丫头 都怪奶奶 要不是奶奶把那罗正兴请来 你也不用遭这无妄之灾 不怪你 命中注定躲不过的 作为玄学师 孟兴兰将这些事都看得很淡 百音必有果 什么人违心做出这样的事 那么他遭到报应 也只是时间问题 文言 汪老太太上下仔细看了孟兴兰几眼 确定他和平时无异时 才稍稍放下点心来 老人说 奶奶已经让人去压热度了 你无奶奶他们也很担心你 这段时间 你就在这边好好玩玩 等风头 过了再回去 孟兴兰没有拒绝老人的好意 这次来京城 他临时决定 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菩提道观 位于京城郊区的一座山上 道观从几十年前就走向衰败 如今更是泯灭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既然他现在成了贯主 回去看看 也在情理之中 下午 孟兴兰接到了魏恒的电话 孟姐 你现在在京城吗 我忙完了 网上的那个视频我看了 顺便查了一下 对方的IP地址 就在京城的人民医院 魏恒消失了几天 因为家里的事情 他不得不抽身回去处理 他那个哥哥魏云池 就不是个省事的东西 为了继承权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想到此 魏恒眼底闪过一抹狠色 孟兴兰半点不觉得意外 我知道了 罗正兴是特殊管理部门的副部长 他受伤住院的消息 肯定瞒不住 估摸着这会儿 部长已经抵达了医院 再大胆一点猜测 网上的这件事 必定有他的手笔 孟兴兰挂断魏恒的电话 单手用卡针取出电话卡 稍微用力 电话卡折成了两半 出门时 不仅宋男主跟着 汪野和夏安也在 汪野还有点别扭 但那声孟姐 是实打实的福气 孟姐 你现在要去哪 办卡 为了少一些麻烦 出门前孟兴兰 特意戴上了口罩和鸭舌帽 京城的天院 没有海城的热 迎面吹来的风 都带着丝丝凉意 夏安在开车 他说 师姐 我爸说韩耀阳已经醒了 等他情况好点 会配合出来发成亲视频的 本来孟兴兰 就只是好心过来帮忙 现在发生这种事 方静内心很煎熬 他平时也不经营社交号 澄清的言论 他也不是没有发过 但都被那些键盘下 恶毒地攻击了回来 孟兴兰漫不经心地愣了一下 一旁的宋男竹 捧着平板 在关注网上的舆论风向 吴王夏或四家 极力在压制热度 刚开始数据下降确实有用 可没一会儿 又疯涨起来 数据是先前的两倍 宋男竹瞪大眼睛 师姐 他们用了反弹符 孟兴兰这才提起点兴趣 他拿过宋男竹手中的平板 登上自己的账号 他发了一条动态 菩提梦大师V 有种正面刚 微博已经发出 那些火力瞬间调转 开始在这条动态下面 疯狂开喷 宋男竹不明白这波操作 孟兴兰解释 想要破这种局很简单 先将火力吸引至最大 等事情反转 画幅至人兽的反噬才会越大 他不急于现在澄清 对方笃定他没办法破局 这就是他们的漏洞 宋男竹似懂非懂 其他两人听的可以说是云里雾里 到了营业厅 孟兴兰直接办了一张新卡 没了那些骚扰的消息 世界顿时都清静了许多 宋男竹存了孟兴兰的联系方式 顺便还给魏恒发了一份过去 夏安再联系下大海 十分钟过后 他露出一丝喜色 师姐 韩耀阳他们已经在录澄清视频了 汪野放下手机 接了一句 我已经联系好我的兄弟了 他们会给你砸起 突兀的砸起 让孟兴兰多看了他两眼 汪野别扭地转过头 我只是感谢你救了我妹妹 星号 网上关于孟兴兰的事 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机会 当即他便给周玉白打了通电话 让他立刻去联系孟兴兰 你现在让孟兴兰撤诉 只要他肯撤 我们就帮他降热索 周篇然买凶杀人的事情 警方已经介入了调查 为了免去牢狱之灾 唯一的办法 就是得到当事人孟兴兰的谅解 周玉白谋色忧深 紧抿着唇眉说话 周母催错了几句 你难道想眼睁睁地看着 然然坐牢 一句话彻底打消了周玉白的纠结 他尝试给孟兴兰打电话 却提示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最终没办法 周玉白联系上了宋男竹 周玉白 你告诉你师姐 只要他肯原谅然然 我们周家会帮他度过眼下的难关 第85章 菩提道观 宋男竹 他没事吧 没事多吃溜溜没行不 师姐都因为他换号了 怎么还能找上他 看来他也得把换号的事情提上日程了 宋男竹愤恨地将周玉白翻来覆去 给骂了几十遍 要不是因为扎小人违背修行之道 他肯定批发一大堆天天炸 炸死算了 孟兴兰此刻正在汪田的房间不滋养阵 他常用的狮子还在海城谢雁祠那里 现在退而求次只能用普通狮子 效果虽不如原配的好 但也足够汪田用了 床上的汪田用亮晶晶 崇拜的眼神盯着孟兴兰 他亲眼所见 孟兴兰是如何徒手似女鬼的 这简直太帅了 如果他是男孩子 现在肯定已经败倒在了孟兴兰的石榴裙下 姐姐 你考虑女孩子吗 突兀的一句话让孟兴兰尾音上扬 嗯 对上那双狭长漂亮的桃花眼 汪田的一颗小心脏就怦怦乱跳 他红着脸颊小声说 就是和女孩子在一起 站在旁边的汪母 尴尬地朝孟兴兰笑了笑 小孩子胡言乱语 孟小姐 你别当真 说完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 示意她 不要乱说话 安分一点 汪田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这时 宋男主在门外喊了声尸姐 恰好孟兴兰手中的最后一颗石子落地 他叮嘱汪母 不要乱动 等过几天再收 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以后 孟兴兰才离开 回神了 田田 你是一个女孩子 要矜持 汪母一个暴力 敲在了女儿的头上 汪田泪汪汪地收回目光 仰头看向母亲 我知道了妈 亲爱的妈妈 你能不能给我玩一下手机 我好无聊 面对女儿的撒娇攻势 汪母只得无奈地将手机交给她 玩一会儿就不许玩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好好休息 耳边的唠叨汪田自动屏蔽 手机弹窗跳出来的 全是关于孟兴兰的帖子 全网都在批判 孟兴兰打老人的恶心事 汪田看完 直接弃成了河豚 姐姐才不是那样的人 作为追星女孩 汪田觉得 她应该做些什么 她找上了同为追星女孩的无缘 他们在微信上商量了一番 最终决定成立一个后援团 孟兴兰的人气粉丝是很高 但是她没有特意去维持 动态很少发 福利几乎没有 别人几十个几百个粉丝群 换到她这里就是零个 这也就导致了 一遇到什么事 那些黑子占上风 他们需要一个英明的领导人 汪田和吴源开始分头行动 他们在评论区 找那些为孟兴兰说话的账号 私信他们 是否愿意加入后援团 愿意就拉入群 很快 群里的人数就破了四位数 第一个后援团群成功get 汪田做的这些事 孟兴兰一无所知 他正在看周玉白 发给宋男竹的那条消息 有个词完美地诠释了 周玉白的这种行为 落井下石 可真会挑时间 孟兴兰眼底冰冷一片 死渣男真当自己是什么人物了 我世界人卖广 才不缺他这点 宋男竹话说的没错 孟兴兰认识的人确实多 他发的最新动态 已经被好多大V名人转发了 你要说 周家在海城是顶级豪门 那吴湖王夏四家 在京城还是顶级豪门呢 他周家算个什么东西 无疑 周玉白的这番操作实在是下头 孟兴兰借用宋男竹的手机 回了一个字 滚 宋男竹朝女人竖起大拇指 还得是我师姐 做什么恋爱闹 当独立清醒大女主不香吗 孟兴兰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我现在要去道观 你留在汪家 还是跟我一起 宋男竹当然选择了后者 离家多年 道观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当初要不是清虚道长遣散众人 他现在还在道观当看乡大师呢 市中心距离郊区 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孟兴兰用汪母打过来的三千万报酬 买了一些日用品 而后才驱车赶往目的地 一路上的风景一人 宋男竹咔嚓 连拍了好几张发了微博 其中有一张他的自拍 照片里拍到了驾驶座孟兴兰的手 师姐的亲亲 小师弟V 和师姐回家了 图片 图片 宋男竹的社交账号 都和孟兴兰挂钩 不少黑子直接涌了过来 拿起键盘就开喷 宋男竹哼哼两句 见他们骂得这么恶毒 忍不住悄悄掐了一道反弹卷 这还是孟兴兰教他的 其他的太复杂 宋男竹至今还没学会 但他觉得 他完全可以靠这个走遍天下 骂吧骂吧 骂得越恶毒越好 宋男竹现在心态 直接360度大旋转 他就坐在副驾 兢兢有味地翻看着那些评论 时不时的 还会回上两句 打老人 你怎么不去死 你死了我 免费给你买棺材 师姐的亲亲 小师弟V 做人不要太伪善了 你拔了你爸的氧气管 棺材还是留给自己用吧 请 回家 我可听说 孟兴兰是从农村来的 使了些手段 才攀上那些豪门 也不知道多肮脏 师姐的亲亲 小师弟V 农村怎么了 是你家大米拉 你妈和你都是小三上位 真的是一脏脏一窝啊 可先 宋男竹回得不易悦呼 孟兴兰看破不说破 任由他耍这些小手段 一个半小时后 木马人停在了山顶的一处 破旧到关门前 排便经过长时间 自然灾害的洗礼 已经脏得不忍直视 勉强可以看出 上面的四个大字 菩提道观 荒凉估计 笼罩着整片山林 野草丛生 青苔在角落缝隙里 肆意生长 入门出的大厅地面 可见几只饿死的老鼠 池子里的水干涸 布满枯枝烂叶 宋男竹咳嗽了两声 这里的一切 都与记忆中的大相径庭 物是人非 让人心里难免有些发闷 孟兴兰先行走到后院 找到自己 曾经住的房间 木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房间的占地不大 只有15平米 装潢一点没变 桌面凳子床板 都落下了一层厚厚的灰 因为太潮湿 墙壁还出现了黑色的霉斑 孟兴兰扫尸了一圈 眸光突然一鸣 他抬步走到衣柜前 伸手打开虚掩着的门 从里面滴溜出一只黄色的活物 第86章 即将揭穿他的真面目 猫 猫咪疯狂地在 孟兴兰手中挣扎 四个GioGio 在空中胡乱地扑腾着 整只猫都属于炸猫状态 师姐 我怎么听到有猫叫 宋男竹闻声快速跑过来 他看见女人手上提着的橘猫石 陷入了沉思 而后发出疑问 哪来的猫 孟兴兰松开滴溜着橘猫后 勃梗的手 他的四个GioGio一落地 刹那便不见了猫影 不知道 孟兴兰雨掉一顿 眼角的余光 看见了衣柜里的一个褐色信封 信封散发着一股霉味 面上写着爱图孟兴兰亲戚 师傅留给你的信 是不是没来得及寄出去啊 放在这里 也不怕落雨给尽失了 宋男竹嘀咕了两句 然后说去找猫 一时屋内只剩下了孟兴兰 孟兴兰拆开信封 笔锋伶俐的楷书映入眼帘 他大概看了一下 精简地总结出了书信的内容 清虚道长 让他将还债的钱都打在这张卡上 6257XXX 至于功德 刚才看见的小橘猫 就是以功德为实 只要将他养大 那么道观的债务便去了一半 不得不说 师傅真是神机妙算 连他会回道观的事情 都未卜先知 孟兴兰面无表情地 将信纸折叠成小方块 塞到抽屉里 他能怎么办 接下这个烂摊子 就要一管到底 孟兴兰从车上 将买来的打扫工具拿下来 喊了宋男竹 一块过来打扫 道观很大 现在要全部打扫出来 根本不可能 于是 两人先把各自的房间打扫干净 窗户全部打开 散一散屋里的霉味 半个小时后 天已经逐渐暗了下来 两人 这才打扫完毕 宋男竹累得狂喝矿泉水 额前的碎发汗晶晶的 孟兴兰则坐在竹椅上 低头捣鼓手机 魏恒发来一条完整的监控录像 魏恒 他们肯定想不到 被删了的监控 居然还能找回来 孟姐 视频现在发吗 特殊管理部门的部长 穿多寒帽 将监控视频打包发给他 然后命令男人 将所有监控录像都销毁 所以 方静回去 才找不到任何痕迹 对方的目的不言而喻 他们想要仅凭这条监控 毁掉孟兴兰 只要没有完整版的监控 孟兴兰就算把嘴巴说冒烟 都不会有人信 不论放在哪里 殴打老人 都是道德败坏的表现 只可惜 他们漏算了 孟兴兰身边有个厉害的黑客 恢复数据 于魏恒而言 就是小菜一碟 M 发吧 得令 魏恒也用了一个小号 将监控发出去 同时 韩耀阳那边的澄清视频 也已经审核发布了出来 两两结合来看 找不出丝毫漏洞 更何况 监控视频还带声呢 他们说话的内容 网友们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 事情开始反转了 白天自认为正义的网友 对着孟兴兰 和为他说话的人狂喷 现在看完两个视频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所以 孟兴兰打人 是因为对方以老卖老 完了 我被当枪使了 明明就是老头先动手 到底是谁在引导舆论 不管事情原委怎么样 打人就是不对 洗不干净的 孟兴兰早就料到了 会有人说这种话 对方用的反弹符 已经开始松动 两个视频 不断有人花钱压热度 但因为这符纸的原因 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 发展你越压 热度就越大 他们这是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事情还没完 孟兴兰手里 还捏有一个证据 能让整件事完美的翻盘 找不出丝毫漏洞的证据 两个视频 只是打个头阵 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与此同时 京城人民医院 十七层住院部 一千七百零三病号房 化反弹符的部长 书良一口血堵在了喉咙口 面色十分难看 部长 监控不是伤了吗 难道是那个寒帽被刺我们 罗正兴背靠着枕头 坐在床上 因伤了气血 他现在整个人 看起来都苍老了二十岁 他阴冷着一双三角眼 宛若阴沟里生存的老鼠 书良硬生生的咽下 带着血腥味的唾沫 他保养得比罗正兴好 五十多岁的人 看起来也就三十多岁 他转身面无表情地 看着罗正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孟兴卵 真的是普通的散修玄学师 罗正兴的心 咯噔了一下 他眼神慌乱 根本不敢支持书良 他 他不是我们部门的人 不就是散修吗 书良眼色一冷 那天 他一接到罗正兴受伤的消息后 就立马赶了过来 仅听信了下属的一面之词 便冲动地做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现在他画的反弹符 有了松动的痕迹 说明事情 已经开始有了反转 不再听罗正兴说话 书良开始上网搜索 有关于孟兴卵的消息 在看完全部以后 书良一张脸黑的 快要滴出水来 罗正兴 你真是害死我了 子弹飞了一整晚 由汪田和无缘率领的后援团 也派上了用场 之前没人领导 粉丝就像是一盘散沙 被黑子们占了优势 现在有了领导人 对人的话术全都复制粘贴群里 速度和站立 直接提升了好几个高度 每个群轮换着上阵 一群晚上八点到十点 二群十点到十二点 总之 不给任何黑子喘气的机会 宋男竹注意到了这点 并且成功打入了内部 在得知团长和副团长 是汪田和无缘时 还狠狠地惊讶了一番 孟兴卵很淡定 你以为汪家能位列顶级豪门 是吃素的吗 他们对子女 子孙 被要求都很严格 宋男竹若有所思 我就说嘛 真有实力的大家族 才不会搞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周家就是空有一副屈窍 周偏然应该算废了吧 孟兴卵不置可否 吃早饭的时候 消失了一整碗的菊猫突然出现 宋男竹手里拿着一个肉包 还没来得及品尝 就被菊猫一个猛扑抢走了 宋男竹 什么鬼 菊猫叼着肉包 吭吃吭吃地 找了个安全的角落才开始吃 孟兴卵饶有欣慰的挑眉 师父说 这猫是吃功德长大 原来也要吃食物的呀 孟兴卵没急着去和菊猫打交道 顺其自然 今天两人准备 将主电打扫出来 刚打扫到一半 外面突然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紧接着 关门口乌泱泱的 站着好几十个人 为首的几个人手持自拍杆 开着直播 大家把火箭都刷起来 主播 我即将揭穿孟兴卵的真面目 第87章 肇事逃逸 猫被甩飞了 一大群人嚷嚷着 便要闯进道观 举着自拍杆的人 将周围的环境 一一映射进了直播间 右上角的在线人数 刷刷的上涨 这不会就是孟兴卵 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吧 怎么这么破烂 像乞丐窝 我就说嘛 他哪里来的钱 得罪了豪门亲生父母 他也就只能靠一些肮脏手段了 长时间没人住 变成这样 不是很正常吗 劝你们不要太离谱 虽然但是 人家孟兴卵 现在当主播可赚钱了 穷那也是以前穷 直播弹幕飞快地刷起 几个主播笑得嘴角 都咧到了耳根子 整整五百万人 钱啊 都是钱啊 这辈子 他们都没见过 这么多的在线人数 兄弟姐妹们 礼物刷起来啊 主播我可是跋山涉水 才找到这里的 你们不知道 这里有多骗 留着大背头的男人 泼沫横飞 滔滔不绝地诉说着 自己找到 这里有多不容易 直播间的有钱吃瓜群众 也不吝啬这点钱 要求大背头等会儿 将人拍清楚一点 好说好说 我这可是贷款买的最新手机 像素好得不得了 一群人闯入了罐内 没举起手机的人 都是气氛组 左看看又看看 主店内的宋男主脸 都气红了 师姐 道观岂是能让他们 胡乱来的 孟兴鸾眼神冰冷 若有所思 她的行踪不算特别隐蔽 但这群人 能这么精准地找过来 你要说 背后没人推波助澜 谁信 在联合起 殴打老人事情 发酵的第二天 她的所有信息 都被扒了出来 网友速度再快 也绝不会这么快 孟兴鸾心中 已经有了怀疑的人选 她扔掉手中的扫把 出现在了别人的直播间内 是孟兴鸾 原来她真的在这里 主播 你能不能把你的美颜关掉 好好的一个美人 都被你整成蛇精脸了 孟兴鸾 你家里人就没教育过你 什么叫尊老挨幼吗 人家年纪都那么大了 你家人打进医院 良心不痛吗 无数批判孟兴鸾的言语 出现在了直播间 大背头眼睛瞬间一亮 财神爷来了 礼物都刷起来啊 咱们都是正义人士 一个火箭 我帮你们当面问问题 大背头是斗玩平台的新人主播 她接到上头的命令 特此过来找孟兴鸾的麻烦 女人环视了所有人一圈 而后凝神掐绝 众人只能看见她的唇动 听不见响 但一对上那双冰冷的眼睛 恐惧感瞬间从心底发芽生根 无形的光照 笼罩在整座菩提道观 有人开始挠痒痒 是不是有蚊子啊 我身上怎么这么痒 喂 你帮我挠呢 痒死了 叽叽喳喳的声音响彻在道观上空 很快就有人发出一声尖叫 虫 虫 好大的虫 在他们眼里 同伴身上都被滑腻 恶心的虫体粘住 而发痒的地方通红一片 视觉冲击直接达到了巅峰 胆小者已经尖叫着 跑出了道观 大背头冒着冷汗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带来的人 不约而同地朝着观外跑 他瞳孔骤然紧缩 握着自拍干地手抖了几下 恐惧瞬间从底涌上了头 宋男竹不屑地哼了一声 不过就是个障眼法 居然怕成这样 活该 我看你们还敢不敢再来 怎么回事啊 那些人怎么跑了 主播 主播你说句话 我给你刷了五个火箭 你不会要跑路了吧 我听到他们喊有虫 怎么我没看到 疯了吧 大背头哆哆嗦嗦地问 你 你们真的没看见虫 主播 你不会得意想症了吧 哪来的虫 要是有虫 我直接再给你刷十个火箭筒 看到这句话 大背头总算有了那么一丁点安慰 他强忍着胃里涌上来的恶心 僵硬地抬头 孟星鸾 你就是个妖女 你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 面对男人的质问 孟星鸾轻描淡写地笑了一下 这里是菩提道观 你们冒犯了神明 怎么能说是我做的 你有证据吗 大背头脸色铁青 他身边还剩下几个熟识的朋友 在直播间金钱的诱惑下 其中一个平头男硬着头皮说 你少在那装神弄鬼 神明 我才不信 要是真有神明 第一个死的应该是你 殴打老人 还有理了是吧 几人站在同一条直线上 高矮胖兽各有特色 他们恶狠狠地瞪着孟星鸾和宋男竹 但由于刚才那惊悚的一幕 他们不敢上前 只敢举着手机对着他们拍 孟星鸾的目光锁定在了平头男身上 平头男后背已经被冷汗尽湿 忍不住发抖 你不害臊吗 平头男一愣 不安感顿时环绕着整个胸腔 直播间里 几百万的观众 看见孟星鸾滴滴地笑了几声 而后说出的话 令人心头大惊 口口声声说我殴打老人 你自认为是正义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平头男的直觉 告诉他 不能让孟星鸾继续说下去 可为时已晚 半年前 你酒驾 开车撞死 一名65岁的环卫工人 仗着没有监控 就肇事逃逸 至今老人的家属 还沉浸在悲伤中 你闭嘴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信不信老子撕了你的嘴 平头男一改 刚才正义凛然的模样 五官扭曲 眼睛里的阴毒 已经溢了出来 他直播间的网友们 陷入了沉默 孟星鸾说的 尊都假都 平头男真的撞死过 一个老人孟星鸾 想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接下来的话 让平头男双腿一软 直接跪坐在了地上 脸色惨白 不断冒着冷汗 你背上的鬼 一直在喊着冤 说要让你偿命 除了宋男主 其他人后辈均感到一寒 表情僵硬 宛若木偶 孟星鸾 说的都是真的 平头男只觉得如雷灌顶 阴冷的寒气 不断往他身体里钻 整个人像是被灌了 牵食的沉重 他哆嗦着 伸手去掏兜里的水果刀 握住刀柄 整个人犹如魔政了似的 脑子里有一道声音 不断地在怂恿他 杀了他 杀了他就没人知道 你撞死人了 杀了他 千军一发之际 一坨橘黄色的影子 飞快地窜出 一口咬在了男人的手腕上 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橘猫被甩飞了出去 鸟屋 第88章 想踩着他上位 做梦 橘猫发出一声惨叫 他以抛物线的方式 往下坠落 眼见着快要猫脸着地 一双细白的手一伸 便将他捞入怀中 清冷的怀抱 让橘猫下意识地 用四个GEOGEO 紧紧地抱住他的手臂 他真的 我哭死 被人甩飞 居然都没有伸爪子 太有猫的了吧 地上的那个是水果刀吧 是吧是吧 看这情况 所以梦星鸾说的 都是真的 平头男的手机 被摔在了地上 屏幕四分五裂 直接死机 他捂着被咬出 两个窟窿的手 双眼星红 强忍着痛意 捡起水果刀 暴怒的大吼 你这个死畜生 居然敢咬老子 老子把你剁了喂狗 在众人摒弃凝神的注目下 他飞快地朝着梦星鸾奔去 距离小于一米时 男人眼底闪着疯狂兴奋的光 可下一秒 整个人就像破了线的风筝似的飞出去 砸在了木头座的圆柱上 肋骨硬生生地 被踢断了两根 他脸色惨白 口吐鲜血 满脸不可置信 似乎没想明白自己 怎么就飞到这边了 空气中静靡一片 宋男竹反应快 他去后院找了一根长的麻绳 不用梦星鸾说 他就将人绑成了一个大粽子 平头男奋力挣扎 可身上的疼痛感 却越来越强烈 最后 他咽下口中的心田 用一双大小眼 恶毒地瞪着宋男竹 少年露出一口大白牙 笑得乖巧无害 别想着逃跑 你干的坏事自有天收 我已经报警了 宋男竹的一番操作 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刮目相看 小师弟是不是练过呀 绑人的手法 怎么这么先熟 确认过眼神 小师弟是我的梦中情难 事情发生得太过于突然 大背头他们 看得一愣一愣的 还没回过神来 直播的热度开始暴涨 逗完直播的后台工作人员 一直监测着数据 在发现服务器快崩了的时候 连忙将程序员喊回来加班 可卡顿还是出现在了一些网友的手机上 什么呀 我六G网都还卡 果然新软件就是靠不住 还不如波罗呢 逗完你要是让我错过前排吃瓜 我一生费 我大胆猜测一下 逗完是想要蹭热度来达到宣传的目的 早上我看下在还三位数 现在都几百万了 楼上我觉得你在揭秘真相 今天过来道观闹事的 都是逗完直播旗下的新人主播 梦星鸾就是行走的流量机 他们此番举动属于是不花一分钱 就达到宣传的目的 不得不夸背后人一句心机 有了平头男作为出头鸟 剩下的三个瞬间就老舍了许多 谁知道一个女的能有那么大力气 而且还特别邪门 他们明明看见有虫子 可直播间的人都说没看见 这不就是大白天撞鬼了吗 大背头忌惮地盯着梦星鸾 稳住握着自拍单的手机 你 你这是在故意伤人 我几百万粉丝都看见了 梦星鸾生疏地抱着橘猫 单手顺着他头顶的毛 头也不抬得冷淡倒 故意伤人 我只是正当防卫 你瞎就你瞎 别带上其他人一起演瞎 大背头 场面陷入了僵持 他直播间的土豪网友 直接砸了十个火箭筒 要求大背头快点问问题 面对十万的诱惑 大背头在害怕和金钱中 选择了后者 你快点问他 打了老人就不怕下地狱吗 大背头往后退了几步 咽了咽口水 重复着直播间的那个问题 梦星鸾 你打了老人就不怕下地狱吗 梦星鸾怀中的小橘猫 被摸得发出呼噜呼噜的舒服声 闻言 他手上的动作一顿 接着抬头看向大背头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他了 大背头硬着头皮说 视频里 我看得清清楚楚 宋男竹接了一句 眼睛不需要请捐给有需要的人 明明是他记不如人 我师姐的剑都没碰到他 他自己就吓晕了 宋男竹说的是实话 就算是单看那被掐头去尾的监控录像 他说的也是事实 从始至终梦星鸾都没碰过罗正星 是他自己老了 气急攻心才吐血的 可那些自认为正义的网友 才不会关注这点小细节 他们认为梦星鸾打了老人 那就一定是打了 不论你说什么 他们都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大背头显然不信宋男竹的说辞 你一个年轻人 去和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比斗 你觉得合适吗 那你一个成年人 去网报未成年 你觉得合适吗 几乎在大背头的话音刚落下 梦星鸾的声音便响起 男人的神色一僵 眼神中的慌乱一闪而过 你 你乱说什么 你不要转移话题 梦星鸾继续抚摸小橘猫的头 慢条思理地将大背头的罪行 公之于众 两年前 你掐头去尾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女生 只是和同学父亲正常交流 却被你恶意带节奏 说人是小三十战阶女 最后跳楼自杀 半年前 你侄子将邻居的高中生搞怀孕了 你为了不负责便混淆是非 对外声称是女孩勾 引你侄子 并且花钱买水军 乐意攻击她和她的家人 最终 她和农药死了 梦星鸾细数了她所做的每一件恶事 且她们的共同之处 都是未成年的女生 家境优越 大背头的手 已经开始在颤抖 她哆嗦着后嘴唇 眼底的惊恐不言而喻 为什么梦星鸾知道这些事 明明都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 宋男竹似乎看穿了她的想法 摇头道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对待这种恶人 就该以暴之暴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如果梦星鸾说的都是真的 我真替那些女孩感到不值 所以 大背头这时又开始网爆了 斗玩直播到底牵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一个肇事逃逸 一个滋身键盘侠 建议彻查整个平台 直播间的人 暂时放下了对梦星鸾的审判 开始攻击起大背头 和她背后的斗玩平台 梦星鸾掀了掀眼皮 漂亮的桃花眼 透过摄像头 直击人心 嗓音冷漠 想踩着我上位 呵 晚上睡觉的时候 枕头垫高点 同一时间 正在看直播的男人 面色灰暗阴沉 第八十九章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什么 有了两个出头鸟 剩余的两个人面面相去 举着自拍干的手在颤抖 如果说一个是巧合 第二个也是巧合 那未免也太牵强了吧 梦星鸾是不是有什么读心术 虽然知道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的道理 但是对方知过去的能力 还是让他们很害怕 梦星鸾一个冷眼扫过来 两个人非常适趣 同时关掉了直播 向女人求饶 大师 雨霞 我们都是守法的好公民 我们绝对没干 伤天害理的事情 顶多也就是开玩笑 把口香糖 粘在朋友的凳子上 我绝对没有干害人的事 啃老不犯法吧 我花我爸妈的钱 天经地义 平时我也帮忙干活了 网恋我说我十八厘米 实际只有五厘米 两人七嘴八舌的 自揭老底 梦星鸾本就没打算 费心思在他们身上 从两人的面相来看 是贪小便宜 偷奸耍华之相 与前面两人相比 已经算得上好人了 梦星鸾问 豆丸派你们来的 你不是知道了吗 还问 刺猬头暗自付斐了一句 表面却恭敬谄媚得很 大师 实不相瞒 我们也是 才签约的小主播 上面给我们几个派了任务 让我们来直播拍你 梦星鸾 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 宋男竹上网开始查信息 在查到豆丸背后的人 是周玉白时 面色变得非常难看 失减 手机还没递到梦星鸾面前 女人轻描淡写道 我已经知道了 文言 宋男竹露出惊讶的表情 师姐知道是谁 果然 师姐就是名副其实的天才 忽略掉来自少年的崇拜 梦星鸾的视线 落在两人身上 刺猬头和光头 差点就给他跪下了 表情欲哭无泪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刺猬头和光头 下意识地摇头 但在触及到女人眼中的冷意后 又立马点头 知道知道 两人手忙脚乱地打开手机 在公共社交平台上发布声明 他们只是按照公司要求办事 地址也是领导提供的 这些直接坐实了 斗丸蹭热度的事实 当即 游汪田他们带领的后援团 对此展开了攻击 新平台 迟早倒闭 什么热度都敢蹭 你们要是没钱 可以找我借钱啊 宣传的钱都舍不得给 还好意思开公司 果然就是个烂平台 签约的主播 没一个好东西 网上的舆论 开始对斗丸产生不利 游汪田他们开头 很快就有网友跟风 一时之间 斗丸的风屏跌下了云端 收到这些消息 斗丸的高管召开了紧急会议 面对来自老板的怒火 他们敢怒不敢言 魏云池是斗丸的大股东 他坐在椅子上 面色阴沉 感受到来自好兄弟 冰冷的视线时 硬着头皮说 我也没想到 孟兴鸾还留得有这一手 主意是他出的 行动是周玉白默认的 现在出了事 总不能全怪在他头上吧 周玉白抬手揉了揉酸色的眉心 压下心中的烦躁 说 两个小时内 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苦哈哈的打工人 搭拉着脸硬了事 紧接着 会议室的人都走空 只剩下他和魏云池 魏云池盯着他看了半晌 片刻后才在开口 玉白 今天这事 是我鲁莽了 损失你全算我头上 等瑶瑶培训出来 斗完绝对会逆风翻盘的 逆风翻盘 周玉白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 冷笑了一声 魏云池皱眉 你是不是不相信 瑶瑶有这个能力 孟听瑶自小接受着精英教育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再加上有漂亮buff加持 翻盘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周玉白不想和魏云池吵架 他沉着声音说 瑶瑶培训 还有半个月才结束 斗完等不了那么久 所以呢 公开向 孟兴鸾道歉 话落的同时 啪的一声 男人拍砖起 满面怒意 周玉白 你是不是有病 魏云池继续说 向孟兴鸾道歉 你别忘了 我们之所以出这主意 偏然现在还在警局接受调查 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见他坐楼 魏云池觉得周玉白 简直不可理喻 向孟兴鸾道歉 除非他死 周玉白静等对方说完 片刻后 他才冷漠地抬眼 言语直戳魏云池的弱点 斗完是你不靠魏家的第一个项目 如果黄了 魏叔叔那边会怎么看你 魏云池一下子熄了火 他烦躁地抱头 又一屁股坐了回去 在经商上 周玉白远比魏云池有天赋得多 他如果想要成功得到魏夫的赏识 那斗完必定不能黄 魏云池陷入了两难的选择 一是公开道歉 挽回斗完的损失 二是让孟听瑶开心 从而放弃斗完 双方在脑子里不断做着斗争 最终还是前者居上 魏云池阴冷着一张脸 咬牙切齿地吐出两个字 道歉 周玉白对这个答案丝毫不感到意外 他垂着眼瞼 打开手机 给秘书发过去一条消息 联系公关 先紧急再网上道歉 其他的等具体方案下来再说 斗完的公关速度很快 事情发酵的第三个小时 便已经全网向孟星鸾道歉 可孟星鸾背后的波罗平台 可没那么轻易放过他们 波罗直播官方令 道歉有用 还要警察做什么 律师喊一发 请注意查收 ad斗完直播官方 宋男主抱着手机 看得津津有味 半个小时前 警察过来带走了平头男和大背头 其余过来凑热闹的人也散了 顿时整个道观都清静了下来 少年跑到后院 正要说话 便看见孟星鸾拎着橘猫的后脖梗观察 师姐 宋男主喊了一声 孟星鸾随手将橘猫一放 煞食一道残银闪过 地上哪里还有猫的影子 女人轻笑一声 吃了我的功德就跑 没良心 宋男主 猫吃功德 嗯 你也可以理解为 这只猫是来讨债的 揭穿大背头和平头男的事 得到十个功德点 他们就像安了追踪器似的 静止没入橘猫的身体里 愣是半点都不剩的 宋男主没纠结这个问题 他把手机递到孟星鸾面前 网上关于他殴打老人的事情 已经被其他事情分散 但还是有人揪着不放 孟星鸾和尚眼瞼掐指一算 片刻又睁眼 他登上自己的账号 编辑发布了一条动态 舆论彻底扭转 第九十章 他的钱钱不翼而飞了 菩提梦大师V 下次陷害别人时 对自己狠一点 至少要弄出点痕迹对吧 图片 图片 两张照片都是罗正兴的检查报告 印有京城人民医院的红章 说服力90% 至于剩下的10% 则找准漏洞就开杠 不管面前摆着什么 就只相信自己已经认定的判断 很快 作为院长的下大海 直接登上大号 转发了这条动态 京城人民医院院长V 我作为一名医者 怀有慈悲之心 不忍看见无辜的人被网报 特此澄清 老人罗某某经检查没有任何问题 也无皮外伤 结果如报告所示 吐血只是气急攻心 如有怀疑者 请随时检举我 下大海一发声 夏安也拉着整个医学系 转发了博文 不只是他 微博上的其他大V 也纷纷转发 上至娱乐圈当红小花旦 下至时尚圈的服装设计师 再算上各大名门对他的维护 一时之间 又一个新词条 冲上了热搜 孟兴鸾究竟是什么来头 外界的传闻 只说 她是孟家失散多年的亲女儿 后又用手段 嫁给海城权贵周玉白 离婚过后 又攀上了圣家这层关系 但是现在这些转发是怎么回事 一个离异女人 卖这么广的吗 孟兴鸾的生活我的梦 我要是认识这么多大佬 我直接躺平 所以 孟大师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就知道 大师绝对不会干出 道德败坏的事情的 以老卖老的人最可恨 完整监控视频 明明就是那个老头先动手的 说起这个 那老人的衣服 是怎么破的 总不能是质量不好吧 at 菩提孟大师 大师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神 另外问一句 什么时候恢复直播 我想算我的姻缘 反转来得太快 宋男竹直接看呆了 几分钟后 他回神 师姐 这件事就算结尾了 再等等 与此同时 人民医院里 书良直接口吐一大口鲜血 整张脸苍白 捂着胸口的手在颤抖 罗正兴一惊 不长 闭嘴 书良抬起手 用手背 失去嘴边的血迹 他极力站稳双脚 让自己看起来 和平时无异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遭到俘虏的反噬后果 有多严重 一双细长的眼里 脆满寒霜 罗正兴战战兢兢的 不敢说话 罗正兴 书良冷漠的直呼 罗正兴的大名 罗正兴脸一白 低下头 不长 接下来的事情 还需要我亲自 教你怎么做吗 书良觉得自己 就是太和暗 这次的事情 给了他很大的教训 不论什么人 都不能百分百相信 平时他十分信任罗正兴 有时候 还会尊称他为一生罗老 可结果呢 他被坑得遭到了反噬 十来年的修行 全部都毁为一旦 书良极力克制着 自己的怒火 罗正兴浑浊的眼里 写满了不甘 但还是低头说 我知道该怎么做 十五分钟后 罗正兴在书良的监视下 录完了视频 他新注册了一个账号 将视频发了出去 视频里的老人 老得不成样子 皮肤皱巴巴的 略有些恐怖 声音嘶哑晦色 他向孟星鸾道歉 承认是自己先动手的 并且进医院 也跟他无关 他一表歉意 会辞去特殊管理部门 副部长一职 书良眼中不加带丝毫怜悯 在视频热度开始攀升之际 他才觉得反噬轻了许多 孟星鸾 他危险地眯起眼睛 细细品味着这个名字 真是年少轻狂 今天他在这里栽的坑 来日必定百倍奉还 一个乳秀未干的丫头 真以为自己厉害到无法无天了 书良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孟星鸾一下子 被两个人同时记恨 当事人却一点都不慌 他拿着手机 在看罗正兴发出来的视频 漂亮的五官上 没什么波澜起伏 宋男竹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师姐 你太厉害了 什么时候教教我了 下次我被网报了 我也这样 孟星鸾嫌宋男竹太过躁 他让宋男竹留在道观 继续打扫 自己则下山去买 一点要用的东西回来 开车下山 一路上畅通无阻 孟星鸾戴好口罩 走进香火店 买了些香辣和明币 之后再去家政公司 约定好明天保洁上门的时间 最后才去超市买了几袋泡面 付钱的时候 孟星鸾看着手机里的余额 陷入了沉思 他钱呢 刚给完家政定金的时候 余额还有几万 怎么这会儿就变零了 后面还有人在排队 就在孟星鸾说不要的时候 旁边突然伸出来一只手 刷我的吧 声音何须好听 孟星鸾忍不住抬头看了眼 男人穿着休闲装 身形高大修长 龙眉大眼 鼻梁高挺 一双单凤眼含笑 只是 男人硬堂发黑 周身缠绕着死气 未来的一小时内 必定有血光之灾 孟星鸾收回目光 想拒绝的时候 收银员已经眼几手 快扫了男人的付款码 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到超市外 孟星鸾说 我不想欠人情 所以我可以帮你算一挂 霍寒生盯着孟星鸾 忽而勾唇一笑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你的 我爷爷的罗盘 告诉我 你在这里 孟星鸾的目光 落在了霍寒生 面对女人平静的表情 霍寒生眼底闪过一丝赞赏 转瞬即逝 孟小姐 我是霍寒生 家里遇到点事 能否请您跟我走一趟 霍寒生礼貌地邀约 孟星鸾说自己今天没空 约了明天上午九点 过去货宅 霍寒生点头英语 说自己明天会派人去道观接他 临走时 孟星鸾说 回去的路上走大路 不论什么紧急事 只能走大路 第九十一章 替他化险为夷 听着孟星鸾的警告 孟星鸾盯着他看了会儿 也不知信没信 最后从身上 拿出最后一个平安符地给他 带着吧 霍寒生没拒绝 顺便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看着孟星鸾驱车离开后 男人这才收回目光上车 准备回家 路上 他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里的人说老爷子突发心脏病 现在老宅里没车 打120最快也得20分钟 可老爷子的情况根本等不了 霍寒生面色一鸣 脑中却又想到 刚才孟星鸾的话 不要走小路 但走小路开快点到家也就10分钟 霍寒生陷入两难中 最终他捏紧手中的平安符 冷声说 掉头走小路 司机得令 当即便在前面的分岔口又转进了小路 小路坑坑洼洼 一路上十分颠簸 霍寒生挂念着家中的老爷子 心中的一抹慌乱被他直接忽略 就在这时 知 司机一个急杀停住了车 看着突然窜出来的野猫 心有余悸地抬手抹去额头冒出来的冷汗 这野猫真是的 过个马路也不知看过红绿灯 司机默默吐槽完又挂挡往前开 霍寒生一直没出声 可手中攥着的平安符 却化为了一堆细细的灰烬 男人一愣 由于家中的老爷子对玄学颇有研究 因此 他从小耳濡目染 他在找孟星鸾前 还特地调查过 女人的每场直播回放他 都有一一观摩 所以 霍寒生并不怀疑孟星鸾的能力 只是现实真正的亲身体验到 还是让他颇为震惊 孟星鸾所说的血光之灾 就是这个 霍寒生皱眉思考着这个问题 但很快 现实便推翻了他的这个简单判断 突然窜出来的小野猫 根本就不是血光之灾的源头 而是救了他一命 兵力从小路开出来 便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 司机绕开车祸点 怜悯地说 现在开大货车的 就是不长眼 油门直接干到底 估计小车里的人凶多吉少啊 霍寒生偏头正愣看着 往后失去的车祸现场 一辆大卡车将一辆小车撞翻 车上的货物全部散落压在了上面 警笛声乌拉拉的响 此刻 男人只觉得浑身陷入了冰冷的寒潭 思维开始变得缓慢 迟钝 如果 刚才没有那只野猫单的时间 被撞的会不会就是他们这辆车 这个想法细思极恐 霍寒生竭力使自己平复下来 他给孟星鸾发消息 霍寒生 孟小姐 你早就知道 我会选择走小路吗 那边没有回复 因为孟星鸾正在开车 从山下到山上 耗时一个小时 等孟星鸾踢着东西下车的时候 宋男主已经将主垫打扫得差不多了 供奉的佛像 精气斑驳 看起来十分残疚 据孟星鸾所知 这种漆很贵 一桶大概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 像这尊大佛 翻心没个两三桶 根本搞不定 孟星鸾将东西放在地上 开始去查自己的银行卡 回来的路上 他想了很多 最大的可能就是 师父留给他的那张银行卡 自动将他身上的余额 全部赚了进去 但有一点很奇怪 为什么买香蜡和安排宝洁的时候 身上有钱 宋男主凑过来一张印有猫爪痕的脸 猜测到 会不会是因为香蜡和宝洁 都是对道观有利的 所以就有钱 而超市里的东西道观用不上 不得不说宋男主真相了 孟星鸾头疼 本想着攒一攒一次性打一意进去 结果突然搞这出 现在他身上可以说是身无分文 汪家给的酬劳也全部搭了进去 但波罗直播后台的收入 他还没全部提现 谁知道提现会不会全部吞进去 于是 孟星鸾尝试提现了一部分出来 眼见着余额在卡里停留了几秒 最终从七位数变成了四位数 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知该说不该说 这张银行卡是成金了吧 留下的这一千块 怕不是给他的生活费 免得 他没钱吃饭人嘎了 还不上债 孟星鸾冷笑了一声 旁边的宋男主缩了缩脖子 师姐 实在不行我接广告赚钱养你 等找到大师兄和二师兄 我们就啃他们 今天住这家 明天住那家 吃好喝好玩好 岂不美滋滋 孟星鸾将钱全部提了出来 银行卡最终只留下了两万块给他生活 坑 你师姐只靠自己 男人都靠不住 周玉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白白荒废了七年的时间 如果不在他身上吊死 孟星鸾觉得自己也不至于落魄于此 但都是命 再纠结也无用 就当长个教训 做人不能恋爱脑 恋爱脑都该死 两人继续收拾了一会儿院子里的杂草 吃过晚饭 孟星鸾给橘猫留了一盘火腿肠 便关门进屋 他先回了霍寒生的消息 M 嗯 霍寒生看样子就不像是听劝的人 他能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 选择走小路 肯定是遇到了非常紧急的事情 从他身上 孟星鸾还看见了 和霍寒生有着血缘关系之人的牵绊 那条线极细 颜色极浅 约莫是出事了 所以以防万一 孟星鸾给了他一张平安符 霍寒生和孟星鸾道过谢后 直接转来了二十万 要是微信一次性转账的额度再高点 孟星鸾全部收下 一张平安符不值这么多钱 就算对方多给 你收了也会破财 所以 每次孟星鸾都会把多出的部分捐给慈善机构 许是知晓他每次的常规操作 等孟星鸾将钱捐出去后才自动扣款 看着多出的一块钱 孟星鸾喝了一声 大可不便 五分钟后 蒋梦发来消息 问他今晚是否直播 因为最近网上的事情 孟星鸾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开播了 现在网上舆论反转 孟星鸾的热度正高 那是明智之举 孟星鸾说 明天再播 他要养金蓄锐去解决霍家的事 直觉告诉他 这次的事并不是那么简单 临睡前 孟星鸾接到了盛处理的电话 鸾鸾 孟家的产业未经全部收购 明天天亮之前会宣布破产 第九十二章 前夫问 你怎么在霍家 和孟家周旋了一个多月 在今天算是彻底落幕 其中 盛处理也有那种猫抓老鼠的意思 他喜欢看孟家在他手底下苦苦挣扎 到处低头哈腰去求人帮忙的样子 中间 确实遇到过棘手的意外 与他们盛家旗鼓相当的周家 给予了孟家帮助 才让他们苟延残喘至今 可后来不知为何全部撤了 这才让盛处理 一举拿下整个孟家产业 于他而言 孟家对他们盛家 没什么大用处 可有可无 但老太太亲自交代了 一定要让孟家破产 给孟星鸾找回厂子 一个把养女当成宝的家庭 注定长久不了 眼瞎就该遭报应 听着对方如同报喜事的话 孟星鸾倒没什么情绪 圣哥 其实你不插手孟家 也会破产 从玄学角度来看 那就是他们的命数 只是圣家的插手 让时间变快了罢了 盛处理含笑 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那么做 妹妹受委屈了 我这个当哥哥的 岂能袖手旁观 对于这个情 孟星鸾记在了心上 对了鸾鸾 你什么回海城 奶奶和澄澄 他们都想你了 孟星鸾想了一下 可能会待个半个月左右 我先把道观打理出来 圣处理沉默了一下 问 道观什么时候重新开业 还有一段时间 从现在的进度来看 想要在今年内开业 实属艰难 圣处理让孟星鸾早点休息 电话一段 孟星鸾关掉身边的台灯 一日 清晨的山顶凉嗖嗖的 周围的花草 也沾有新鲜的露珠 孟星鸾套了一件外套 乌黑的长发 高高的瘦了个马尾 发梢微卷 素面朝天 宋男主打了个哈欠 眼眶底下的清黑 无声地说明了他 昨晚没睡好 孟星鸾坐在院子里吃早饭 宋男主环视了四周一圈 没看见橘猫的影子 他朝孟星鸾抱怨 师姐 你不知道那橘猫多记仇 我昨天不就是强暴了他吗 他抓了我也就算了 晚上还跑到我窗口喵喵乱叫 难怪有个词叫夜猫子 能牵着嗓子 叫一整碗橘猫也是 真的牛逼 宋男主烟 哒哒地喝着牛奶 吃着面包 叮的一声 孟星鸾的手机屏幕亮起 是霍寒生发来的消息 他说他还有十分钟 到达菩提道观 孟星鸾回了个OK的手势表情 他问宋男主 我今天要去霍家 你跟着一起 还是留在道观 宋男主肯定是选择前者 笑话 跟着师姐一起 每次都能长不少见识 当然是要当根屁虫了 十分钟后 霍家的车准时停在了道观外 孟星鸾锁门时 听见里面传来袍门的声音 紧接着是几声奶乎乎的猫叫 身边的宋男主 直接脸色都变了 听了一整晚的猫叫 他现在对这个声音 已经有阴影了 师姐 你不会要带他一起 去霍家三个字没说完 便见孟星鸾开门 橘猫一下子 跳进了他怀里 小橘猫轻腻地蹭了蹭孟星鸾 宋男主 拥有两幅面孔的坏猫一路上 宋男主忐忑地害怕 在听见猫叫 好在一上车 橘猫就在孟星鸾怀里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开始睡大觉 宋男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距离霍家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宋男主靠着车窗 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兵力已经驶入了霍家别墅 三人下车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座背靠大山的双层别墅 白幕栅栏 尖耸的鹤红色屋顶 青绿草坪 充满异国情调 橘猫还在孟星鸾怀里呼呼大睡 两个小之忧之忧抱紧与人的小臂 一副依赖人的小猫仔样 孟星鸾环视周围一圈 看见了若有若无的黑气 萦绕在别墅上空 宋男主揉了揉眼睛 带着心松睡意 师姐 霍寒生说 家里有客房 如果想休息的话 我带你过去 宋男主摇头 不用 他一步一驱地跟在孟星鸾身边 没一会儿 别墅里的庸人便跑出来迎接 霍寒生看见 停在另外一边的车 问庸人 家里来客人了 庸人低头回道 是周先生听说老爷子生病了 一大早就过来探望 霍寒生看了走在前面的孟星鸾一眼 有点头疼 他是真不知道 周玉白今天会过来做客 要是知道 他肯定会错开时间 现在只希望孟星鸾不要多想 认为是他故意这么做的 霍寒生跟了上去 客厅里 老爷子拄着拐杖 和周玉白聊着天 身边是雍容华贵的霍老太太 老人身边还坐着一个 穿着长裙的妙龄少女 他眼面羞涩地 看向周玉白 在孟星鸾他们踏入玄关时 问了一句 周先生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为什么和前妻离婚吗 除了孟星鸾 宋男竹和霍寒生 面色都微微一僵 周玉白所做的方向 是背对着大门口 故而没看见进来的三人 他俊美的脸上 没什么多余的表情 这个问题实属冒昧 但他还是公式化地回答 性格不合 和平离婚 宋男竹都气得拳头握紧了 乱说 明明是因为你出轨才离婚的 周玉白 你就是个死渣男 下一秒 少年心中的怒火尽数消散 因为他听见少女说 我就知道 孟大师那么厉害 你肯定镇不住他 周玉白 其他人 少女 你可真敢说啊 霍明月并不知自己这话 有多冒昧 不等老太太和老爷子训斥他 他便一下子站了起来 大哥 原来你真的没骗我 孟大师真的来我家了 少女的这一声吼 让背对着门口的周玉白 身体骤然一僵 孟大师 孟星鸾 孟星鸾还认识活家人 男人好看的眉头 紧紧地皱了起来 狭长的眼 深沉望不到尽头 原本和他聊天的老爷子 瞬间就掠过他 拄着拐杖 在老伴的搀扶下 往那边走 孟丫头过来了 孟星鸾礼貌地喊了声 霍爷爷和霍奶奶霍寒生 正准备和周玉白打招呼 人便已经起身朝着这走来 周 孟星鸾 你来霍家做什么 第九十三章 孟大师带你亲自体验抓鬼 霍寒生和周玉白同时开口 前者只是单纯打招呼 后者则带着浓浓的质吻 男人身长腿长 黑色的碎发 打理得整整齐齐 五官冷峻 狭长的眼 深邃忧深 在场的人都知道两人的关系 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霍老太太护着孟星鸾 抢在女人前头淡淡说道 是我们邀请孟丫头过来的 有什么问题吗 周玉白敏纯没说话 看向孟星鸾的眼中 开始戴上了审视的神色 便是七年 孟家没有带他出席过任何聚会 即便和他结婚后 他也因为对方的逼婚而赌气 不曾带他出去抛头露面 就算是一些需要女伴的场合 他宁愿找陌生人 也不会让孟星鸾跟着 所以 孟星鸾的人脉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广的 不只认识盛家 连远在京城那边的魏家 和谢家都认识 现在还多出了一个货家 周玉白想了许多 最终勉强将结论归 就到了盛老太太身上 孟星鸾没给男人多余的眼神 仿佛他们只是 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霍老太太亲热地 拉着孟星鸾的手 带他参观起了别墅 一时之间 客厅只剩下了霍寒生 和周玉白 极其微妙的氛围 让庸人们 直接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霍寒生眉眼温润 好脾气地说 周总 怎么过来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好让人准备准备 周玉白目光冷淡 他扯了扯手腕处的袖口 低头道 我爷爷听说 我爷爷生病了 让我一定过来看看 霍寒生了然点头 他开始下烛克令 那就替我多谢周爷爷的关心 周总 你也看见了 今天家里有事 周玉白怎会听不出 对方话里的意思 但是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没事 我自己一个人转转 霍寒生完美的表情 管理起了一丝裂痕 但良好的修养 又不能让他直接让安保 把他丢出去 其他人也就罢了 可对方是周玉白 另一边 霍明月拉着孟星鸾 叽叽喳喳 十分热情 孟大师 你收徒弟吗 抓鬼真的帅爆了 我也想学 在十七岁少女眼中 孟星鸾简直就是偶像 就跟小学生崇拜奥特曼一样 霍老爷子被老太太搀扶着 听此 板着脸说 明月 不准这么没礼貌 霍明月才不怕她 敷衍着说 知道了知道了 可下一秒 依旧热情似火 霍老太太想不出 自己生的大儿子 性情冷淡 是如何交出这种小火苗的 不过也罢 霍家就缺这种 能活跃气氛的气氛组 孟星鸾面对身边的小麻雀 难得有耐心 我不收徒 但若 你想体验抓鬼 我可以让你试试 话落 霍明月直接震惊地瞪大眼 惊喜不言而喻 好半天 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真的吗 孟大师 我真的能体验自己抓鬼 宋男竹骄傲的昂头 我师姐从不说假话 霍明月开心死了 要不是碍于休养 她肯定一蹦三尺高 能够亲自体验抓鬼 这让霍明月 怎么忍得住不炫耀 当即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小群 群里一共七个人 霍明月 我今天要抓鬼了 放心 我会录视频 给你们看的 at全体成员 几秒后 其他人纷纷冒了出来 汪田 抓鬼 尊都假都 我也要抓 汪野 别傻了好吧 at汪田 你看不出 她是在框你的吗 霍明月 我猜没有 是孟大师亲自说 要带我体验的 你们总不能怀疑 大师说的话吧 所有人 无缘 其实 大师这句话 是不是在提醒 你们家有鬼 将盼盼 我觉得 圆圆说的对 季子瑶 加一 要是我在国内 我肯定去你们家 at或明月 聂柔 at汪田 at汪野 at无缘 你们三个不就在京城吗 可以直接去看看啊 要是明月说假话 让她请我们吃大餐 有了聂柔的提醒 在京城 本地的三人组 瞬间反应过来 对哦 直接过去 难道不比看视频来的刺激 半个小时后 三人组集合在了 霍家别墅里 汪野面不改色地说 我是担心你们会害怕 作为哥哥 我还不能来保护你们 汪田撇撇嘴 毫不留情地开始拆台 哥 我都替你感到害臊 网上的那个视频我看了 你胆子 怎么那么小 汪野脸一僵 那个视频 已经被其他热搜顶了下去 本以为不会被妹妹看到 结果 大意了 吴远和汪田手牵手 去找霍明月 徒留下汪野 站在原地怀疑人生 此刻 孟兴鸾等人 聚集在别墅后面的后花园里 花草被园丁照顾得生机勃勃 绿意盎然 风一吹 都弯了腰 丫头 可是看出什么问题了 霍老爷子急切地问道 霍家的风水被人改过 之前有什么人来过吗 孟兴鸾眉心微皱 忽略掉来自周玉白的视线 他一心沉浸在工作里 风水被改过 霍家人脸上 同时出现了凝重的表情 他们跟其他豪门不一样 祖上有祖宗是玄学师出身 可惜到了霍老爷子这一脉 就开始没落 他本身也只会个皮毛 和专业的根本没法比 近几年 老爷子隐隐觉得 家里的氛围不对 但具体哪里不对 他也说不上来 于是他们半年前 将特殊管理部门的部长 书良请了过来 那之后 家里确实变好了 但很快又恢复如初 甚至霍家人的运气都变坏了 大儿子生意上处处碰壁 眼看着项目都要签合同了 结果后一秒 对方就爽约 再则霍老太太和他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晚上的睡眠状态极差 孙子孙女那些 踩狗屎都是小事 昨天要不是有 孟星鸾给的平安符 孙子霍寒生 早就遭遇了不测 两位老人 心里感到非常不安 霍老太太说 半年前 我们请书部长来过 书部长 孟星鸾眯眼 书良 对 就是他 孟丫头 你认识吗 话落的同时 孟星鸾猛地抬头 朝着别墅二楼最左边看去 刚才他感觉到了 一道非常阴冷的视线 孟星鸾问 那个房间谁在住 第九十四章 玉白 我爸破产了 随着话音落下 孟星鸾怀中的小橘猫 突然跳下地 他浑身乍毛 攻击性十足地 朝着女人 所指的方向哈起 除了孟星鸾外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霍寒生率先回神 他看了眼 那扇紧闭的窗户 说 我表妹住在那里 平时不怎么喜欢出门 一提到这个 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霍老爷子说 我有个大女儿 三年前出车祸去世 只留下了西西 说到最后 两位老人忍不住红了眼 霍明月接着说 西西表姐之前很开朗的 但因为姑姑和姑父去世的原因 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她不愿意出门 也不愿意跟我们交流 霍西是霍家独特的存在 不管她怎么做怎么闹 霍家人看在她爸妈去世的份上 都会心软原谅她 孟星鸾若有所思 她蹲下身 将眨毛的橘猫抱起来 单手顺着她的毛发安抚她 没一会儿 橘猫便重新安静了下来 这时 花园入口 跑过来两个女生 是汪田和吴源 他们身后 还跟着一脸僵硬的汪爷 霍明月高兴地和他们打招呼 一会儿后 几人往别墅里走 汪田小声问孟星鸾 姐姐 我也可以体验抓鬼吗 她压住眼中的小兴奋 眼睛亮晶晶的 孟星鸾越过她 同时看向站在汪田身后的吴源 最终点头 可以 爷 得到应允 汪田直接兴奋地蹦了起来 今天的行动附带五个小尾巴 作为有点实力的宋男竹 自然成了他们中间的领头 宋男竹给每个人都发了两张福纸 一张驱鬼符和一张平安符 汪爷内心别扭 最终还是决定跟宋男竹道歉 喂 上 上次是我说话太过分了 对 对不起 说完 少年的脸仗的通红 也不敢去看宋男竹的眼睛 令他感到意外的 是 宋男竹根本不记仇 没事 我又不是小心眼 早就不生气了 汪爷这才松了口气 为了以防万一 宋男竹还打电话 把三师兄下安叫了过来 有个医学生在旁边安全感 直接爆棚 谁也说不准抓鬼的时候 会不会磕到碰到 总之 杜绝任何意外 傍晚 霍家为了招待孟星鸾 在家里准备了大餐 好奇孟星鸾他们晚上行动的周玉白 也留了下来 霍老爷子心思没想那么多 再加上 他又是好朋友的孙子 自然说不出让人走的话 一顿饭吃的还算和谐 饭后 周玉白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那边 孟听瑶低声啜气着 好不伤心 玉白 我爸破产了 男人请客皱眉 怎么回事 在孟家最开始 遭到圣家攻击的时候 周玉白就一直在给孟氏输送资金 只要资金链不断 圣处理很难得手 他这才到京城没几天 孟家怎么就破产了 周玉白的脸色很冷 一双狭长的丹凤眼 透过玻璃 看向别墅里 被几个少年少女 围在中间的孟星鸾 是周阿姨 说完 孟听瑶直接伤心地大哭起来 如若换作以往 周玉白肯定会先安抚他的情绪 可现在心底有种 说不出来的烦躁感 这点细微的变化 让他直接忽略 哭过之后 孟听瑶又抽抽叨叨地说 周阿姨说 让我们劝姐姐撤诉 如果不撤诉 就停止攻击我爸的资金链 我爸他现在高血压住院了 玉白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都联系不上姐姐 周玉白捧着一张脸 片刻后 才说 别哭了 你先好好培训 孟听瑶才安心了一些 他擦干眼泪 对着男人嘘寒问暖了一阵 最后才恋恋不舍地挂断电话 他说 玉白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会超过姐姐的 这句话 周玉白并未当真 一开始在孟听瑶被拳王网报时 他就已经打定主意 换个人培养 可谓云池坚决说 孟听瑶会火 于是 才有了他带孟听瑶 过来京城培训的事 周玉白给秘书打了个电话 让他把孟家的资料发过来 然后才返回霍家别墅 几人坐在客厅时 楼上的霍兮精心打扮好下来 他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 仿佛他们都是空气 目中无人到了极点 宋男竹复杂地收回目光 他们管穿皮衣皮裙 画着浓妆的人叫内向 霍老太太说了一句 希希 别玩太晚 早点回来 霍兮头也不回地走出别墅 连个眼神都没给霍老太太一个 霍寒生笑笑 说 别见外 希希从姑姑他们走后 就一直这样 他们也曾想过 把人变回原样 但后来书良说 人各有定数 不要试图扭转 否则会有其他变数 于是他们想通了 只要人活着就好 或许蹦迪就是他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 夏安给出评价 M 很别致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外面的天很快便暗下来 也不知是不是他们的错觉 总感觉空气都变冷了许多 霍明月让庸人拿过来两张毛毯 他亲自替霍老夫妇搭在腿上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梦兴鸾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 拿出一个小罐子 他指挥宋男主将罐子里的细灰 撒在客厅周围 形成一个大的圆圈 并说 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 走出这个圈 没有人对此话有意义 霍寒生一直盯着周玉白 他皮笑若不笑地低声说 周总 天色也不早了 你还不回家吗 男人面不改色地说 今晚叨扰了 太晚了 出行不安全 霍寒生 才八点半 你说太晚了 霍寒生不再说话 反正别得罪梦兴鸾就是了 汪田杰心中 对今晚的抓鬼行动又兴奋又害怕的 无缘问 等会儿 我们就能看见鬼吗 听这语气 还挺期待 宋男主说 别急 一会儿我给你们开几个小时的天眼 话落 夏安立刻说 我就算了 我不要 汪野也想说不要 但是在妹妹面前丢出去的面子 要靠自己找回来 他白着一张脸 硬着头皮倒 麻烦了 别墅的氛围安静诡诀 墙上的钟表里 十针指向了十一 咕咚的一声 有人咽了口唾沫 突然 嘘 别出声 第九十五章 鬼欲 他救了前副歌 孟星鸾食指抵在唇上 声音压得极低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平住了呼吸 头顶的吊灯光线 开始变得频繁闪烁 颇有一股恐怖片里的氛围 几秒后 别墅里的灯全部皱面 汪野双手紧紧地捂住唇 生怕自己突然叫出声 在没人看到的地方 他双腿在颤抖 那天 公交站台的事情 给他留下了不可泯灭的阴影 所以 他今天为什么要逞呢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宋男主已经趁此机会 给他们开了三小时的天眼 随着他的指尖 在他们没心处一点 视线可及范围 一下子变了 霍明月等三人 直接激动地睁大眼 手互相牵着 掌心在冒冷汗 孟星鸾说 夏安 你就留在这里 照顾霍奶奶和霍爷爷 切记不论听见 什么都不要出这个圈 霍家不仅是风水被改 还有人在养阴邪之物 孟星鸾想将怀里的橘猫交给夏安 但他扒拉着他的手臂 怎么都不肯下来 无奈 孟星鸾只能带上这个脱油瓶 在行动开始前 孟星鸾将自己花的符纸 都分给了其他人 遇到危险 这些符纸会自动发挥作用 如果害怕 就跟在我后面 几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女 如小鸡卓米式的点头 姐姐你放心 我们不是脱油瓶 汪爷决定紧跟着孟星鸾 哪也不去 霍寒生说 我也跟着一起吧 几个小的我会照看 到时候 也怕你会分心 长居高位 他能感受到今晚行动的非比寻常 孟星鸾略微想了一下 点头同意 在给霍寒生开完天眼后 他身边的周玉白 也沉着声音说 我也去帮忙 话落 空气又陷入了一片寂静 夏安没忍住笑了一下 你去能帮上什么忙 别给我师姐添乱 宋男主和夏安的想法 恰恰相反 他觉得 既然周玉白想去 那就去好了 让男人被鬼吓死 拱报私仇 然后再让他见识见识孟星鸾的英姿 让他后悔莫及 于是 在孟星鸾拒绝前 宋男主开始小声吹起了耳边风 最后到嘴边的拒绝 变成了随便两字 宋男主眼中 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周玉白皱眉 仍由对方将食指点在他的眉心处 霍老太太担忧地叮嘱他们小心 而后又对着孙子孙女说 一切都要听孟丫头的话 不能任性知道吗 放心吧奶奶 我听话着呢 霍明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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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被霍寒生一巴掌拍在头上 才安分下来 一行八人以孟星鸾为首 从旋转楼梯上去 宋男主拿出手机 开启了直播 他没有说话 而是将直播名改成了孟大师 带你亲自体验抓鬼 无数网友纷纷涌了进来 怎么黑躯躯的 也不开个灯 今天又是什么新把戏 抓鬼 尊都假都 不会是特效吧 等等 我怎么听见其他人的声音了 主播这是在带粉丝 我去 刺激 等我找个人多的地方看 主播开个灯啊 黑躯躯的看不清 女人 这就是你勾引我的新方式 弹幕和礼物 刷刷的在直播间飞过 今天注定是没人和他们互动 宋男主提前把手机 用胶带缠在了胸前 摄像头会跟着他的动作 进行晃动 八人踏入了二楼的领域 所有人秉息凝神 下一秒 就见几团黑乎乎的东西 从走廊尽头飘了过来 众人看不清原貌 只知道 那是个被黑色雾气缠绕的球 所过之处 带起一片阴冷 汪田身上骑满了鸡皮疙瘩 他咬紧牙关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只能紧紧地牵着好姐妹的手 来缓解心中生气的恐惧 可下一秒 他觉得不对劲 怎么触感硬邦邦的 而且还有滑腻的感觉 汪田后背发凉 下意识地转头 结果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血盆大口 啊 汪田甩手尖叫了一声 他突然发现自己前面和后面的人都不见了 四周黑漆漆地望不到尽头 汪田开始拔腿往前跑 身后那只张着血盆大口的鬼 对他穷追不舍 砰的一下 他摔倒在地 恐惧在这时达到了巅峰 他双手双脚并用 不断往后摩擦着后退 你 你不要过来啊 张着血盆大口的女鬼 发出阴森的节节笑声 他猛地朝着汪田扑去 在要吞噬汪田灵魂的那一刻 一把长剑从后飞来 精准地从女鬼口中进入 再刺穿大毛 煞时 女鬼化作一缕青烟 灰飞烟灭 汪田被吓得面色苍白 田田 你没事吧 汪野从孟星鸾身后跑出 伸手将妹妹拽了起来缓了一会儿 汪田终于从恐惧中回神 哥 哥 你刚刚去哪里了 明月和圆圆呢 站在汪田面前的 只有汪野和孟星鸾 长剑在空中盘旋了一圈 又飞回到了孟星鸾手中 汪野眼神飘忽 我 我也不知道 他总不能说他因为害怕 其实一直悄悄 拉着孟星鸾的衣角吧 那多没面子 汪田看向了孟星鸾 女人侧颜精致 下河线弧度优美 挑不出半点瑕疵 这里是鬼域 顾名思义 就是鬼用他们的磁场 布置出来的另一个平行事件 你问为什么之前霍家没有 那当然是因为 操控着这一切的人 为他专门准备的 孟星鸾眼神冰冷 他也不过多解释 只是说 想要离开这里 只有杀尽全部NPC 当然 NPC是真鬼 都是被幕后之人抓来养着的 至于他的目的 孟星鸾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但还不确定 汪田似懂非懂 他跟汪野手牵着手 一步一驱地 跟在孟星鸾身后 明明是只有一米七五的背影 但在他眼中 俨然变成了一个巨人 简直就是 帅呆了 心中的恐惧 因为孟星鸾 而渐渐消退 三人摸黑继续往前 阴冷的气息 包裹着他们的每一个毛孔 汪田穿着外套 但仍觉得冷 走了大概十分钟的样子 前面出现了一抹亮光 只见一个身形修长的男人 在一只厉鬼手里 艰难躲闪 普通人和鬼 实力悬殊太大 就算你再能打 你也摸不着碰不着厉鬼 眼见厉鬼凝聚的阴气 化为一把利刃刺向周玉白时 猪邪剑在孟星鸾的操控下 静止往前飞去 刹那 打散了冰冷的阴气 周玉白回头 对上了孟星鸾的眼睛 第九十六章 前赋后悔了 昏暗的光线里 孟星鸾漂亮的桃花眼 宛若瑰丽的宝石 里面不加带丝毫感情 厉鬼立马转变目标 开始攻击孟星鸾 他长得很丑 眼珠子全部掉在外面 没有鼻子 嘴巴旁边有一个窟窿大洞 血肉模糊到 令人忍不住作呕 汪爷紧闭眼睛 顺便还用手给妹妹挡住 田田 别看 会做噩梦的 汪田推开他的手 哥 你要是自己害怕 就捂自己的 我又不怕 汪爷心一梗 那你刚才还怕得双腿发软 我那是没做好心理准备 哥你闭嘴 别影响姐姐操作 汪爷 好吧 他闭嘴 重新看向孟星鸾 厉鬼根本没法进他的身 又纠缠了几十个来回 最终听见厉鬼仰天嘶吼一声 瞬间开启了暴走状态 朱邪剑在孟星鸾的操作下 不断刺戈他身边 用阴气凝聚的屏障 女人凝神 口中低难着咒语 只见一阵金光闪现 汇聚变成了一条细细的麻绳 这一切如同仙侠剧里会出现的场景 却显现在了他们眼前 汪田直接眼睛放光 激动地不断伸手 拍打汪爷的胳膊 哥 你看见没 姐姐好像修仙纹里的大女主 汪爷被打 疼得呲牙咧嘴 他强迫自己睁开眼睛 却被那厉鬼的丑样 激起了生理性反应 少年弯腰冲着一边干呕 哦 胃里的酸水都差点吐出来了 相比较于两人的热切 周玉白对此显得平静了许多 他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孟星鸾抓鬼 女人伸手矫健 干净利落 和印象中会为他洗手做羹汤的人 有着天壤之别 周玉白半眯眼 有那么一瞬间 一丝后悔之意在心中划过 速度快得令人捕捉不到 再回到厉鬼身上 泛着金光的麻绳 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不断散发阴气的口 也被堵了个彻底 孟星鸾召回猪鞋剑 没有第一时间抹杀他 别过去 眼见孟星鸾抬步朝着厉鬼走 周玉白下意识地冷着嗓子制止他 女人偏头腻了他一眼 眼中似乎都戴上了嘲讽 他并不听周玉白的话 直接走到了厉鬼跟前 被束缚住的厉鬼 也没有了任何攻击力 要想活命 就老是回答我的问题 厉鬼掉出来的眼流着血水 他不甘地瞪着孟星鸾 刺耳的声音响起 你做梦 是吗 孟星鸾把玩着手中的长剑 剑人散发着森冷的寒光 在配上面无表情 十分唬人 厉鬼开始害怕 但仍旧不愿向他屈服 一副忠诚 坚真不渝的模样 见此 孟星鸾直接一剑 砍掉厉鬼的脑袋 让对方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鬼头咕噜噜地滚到了一边 如此血腥 凶残的一幕 让后面站着的三人 陷入了沉默 就 就很nice 随着厉鬼的消散 那条戏绳也消失在了面前 孟星鸾淡定地收回猪邪剑 对几人说 走吧 汪田率先跟了上去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姐姐 你不是要问他问题的吗 杀了他还怎么问 非问他不可 这里这么多鬼 重新找一只便是 汪田露出崇拜的神色 是哦 不愧是孟大师 厉害的嘞 汪野和汪田寸步不离地 跟在孟星鸾身边 这让周玉白 不得不跟他们保持 一米以上的距离 五分钟后 他终于找到说话的间隙 男人沙哑着嗓子说 刚才的事 谢谢 抛开别的不谈 孟星鸾确实救了他 孟星鸾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我不是在救你 只是为了早点出去罢了 不要自作多情 女人的言语间 竟是疏离冷淡 他说完便加快脚步 将周玉白甩在了后面 汪田不知道 两人之间的故事 但汪野可太清楚了 他说 田田 以后你找对象 可得擦亮眼睛 你别看他 长得人模人样 实际上就是个 找小三的渣男 文言 汪田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下意识便吐槽道 他是不是眼瞎呀 姐姐这么漂亮 还去找小三 果然 外面的野草比较花香 恶性 两人的言语 全都清楚地 传入了周玉白耳中 周玉白耳间的青睛一跳 想解释 但又不知从何解释 在跟孟兴鸾的两年婚姻里 他从未出轨过 那些都是孟兴鸾对他的误解 男人冷峻的脸上布满阴霾 敏着唇 依旧跟在他们后面 三人谁也没理他 鬼鱼四周都没有镜头 来的人一共有八个 现在还差四个人没有找到 哦对 还有那只小橘猫 孟兴鸾没带罗盘 空游找人的符咒 但却没有器具 只能边走边碰运气 他倒不担心他们的安全 有他给的符指保命 独自生存 没有任何问题 一路上 四人遇见众多鬼怪 全靠孟兴鸾以一人之力斩杀 偶尔遇到几只比较弱的 孟兴鸾会用细绳束缚住 让汪田用符指尝试驱鬼 每成功一次 汪田就越兴奋 这可比游乐园里的 鬼屋好玩多了 要是现实里有这样的鬼屋就好了 汪田随口感慨了一下 却不料得到了孟兴鸾的回应 圣哥在海城建了一座鬼屋 有九只鬼当NPC 等开业了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汪田 这简直就是天降喜事 汪田说 我一定去 汪野面露菜色 在心底默默补充一句 谁去谁就是小狗 反正他是绝对不会去的 三人以孟兴鸾为中心 有他在 汪野心中的恐惧渐渐消散 看多了丑鬼 差不多已经快免疫了 至少不会再丢脸 四人继续往前 这次周围没有见到一只鬼蚁 分为鬼觉得可怕 孟兴鸾握紧珠鞋 一双眼半眯 突然 一团黑影迅速朝着他冲来 与之前的几十只鬼相比 这一只明显厉害得多 孟兴鸾想持剑硬抗下这道攻击 可耳边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 小心 紧接着 他便被人扑倒在地 孟兴鸾 第九十七章 我有解铁 情况发生的过于突然 孟兴鸾直接被男人抱了个满怀 熟悉的薄荷味 不断钻入他的鼻息 伴随着砰的一声 周玉白单手护着他的头 在地上滚了几圈 两人的距离近在咫尺 孟兴鸾甚至还能清晰地听见 对方咚咚的心跳声 微微抬头 男人凌厉的下河线 便映入眼帘 周玉白感受到危险 下意识地冲过来 扑倒他 躲过了厉鬼的攻击 可站在他身后的汪田和汪爷惨了 汪爷为了保护妹妹 被殷气打了个阵阵 双脚连续往后退了几步 弯下腰 满脸苍白 同时放在裤包里的一张符纸 请客化为了灰烬 哥 汪田焦急地大喊一声 与此同时 孟兴鸾也一个用力将男人推开 快速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周玉白 眼神很冷 你到底在干什么 面对女人的质问 周玉白压下心中涌上来的情绪 皱眉盯着他 我救了你 四个字低沉平静 仿佛在说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 可孟兴鸾根本不买账 周玉白 你自认为的危险在我这里并不是 看见男人越来越阴沉的面色 孟兴鸾继续说 就算你救了我 然后呢 在这里 没有任何东西能伤我 只有我伤他们的份 如果不是你的多此一举 汪野他完全不用受这无妄之灾 顿了一下 他挑眉补充了一句 我没有孟兴鸾那么弱 所以 你没必要一视同仁 当然 我也不需要 一番话 让周玉白哑口无言 孟兴鸾不再和他多说 他先确定 汪野没事以后 才开始对付 这神出鬼没的厉鬼 耳边传来厉鬼阴森的节节笑声 四目所及之处 根本看不见他的影子 汪野和汪田 紧紧地抱团 待在较安全的区域 尽量不当拖后腿的麻烦精 孟兴鸾合上双目 耳听八方 修长白皙的手 在空中飞快地画着符路 煞时 金光闪现 带着神秘纹路的符路 静直朝着某个方向飞去 下一秒 看不见鬼体的厉鬼 突然显现 哦 汪野没忍住 直接干呕起来 他感觉眼睛要瞎了 这个简直瞅得太离谱了 不只是他 这次就连汪田和周玉白的脸色 都瞬间变难看 厉鬼头顶没有头皮 大半个脑花嘟露在外面 手肘关节处扭成了麻花 半张脸完好 半张脸血肉模糊 甚至还能清晰地看见 里面有不明物体正在蠕动 肚子破了个大洞 肠子那些全都掉在外面 冲击力太强 就差把隔夜饭吐出来了 孟兴鸾面色如常 他操控着猪邪剑 对准厉鬼的要害砍 可每一次都被对方精准躲过 这只鬼的智商 远比之前斩杀的几时之高得多 他凝聚起源源不断的阴气 抵挡着猪邪剑的攻击 下一秒爆喝一声 静止朝着孟兴鸾冲去 速度快到令人咋舌 这一次 汪野直接双手拽住周玉白 我警告你啊 你别去多管闲事 别去自作多情 汪野对刚才那股阴冷的攻击 还心有余悸 这会儿说什么 都不可能再让周玉白 重复之前的操作 男人皱眉 冷峻的脸上写满了不耐 看着扒着自己的那双手 毫不犹豫地甩开 我有洁癖 听到这四个字 汪野笑了 洁癖还找小三 说出来你信吗 反正你别去坏事 汪田也附和着点头 就是就是 你都没姐姐厉害 就别去当脱油瓶了 我要是姐姐 我就不让你跟来了 面对两个未成年的指责 周玉白从未受过这么大的侮辱 但现在情况特殊 只能忍耐男人克制着 将目光转向孟星鸾 她直接持剑迎面抵抗厉鬼 就如她所说的那样 在这里 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到她 女人面对厉鬼游刃有余 她一剑批散了对方的攻击 浓浓的阴气 已经将她全部环绕 孟星鸾直接选择了近身攻击 她的速度极快 与厉鬼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过之处 都能听见厉鬼的惨叫 见此场面 汪田激动地掐住汪野的胳膊 控制不住地在原地兴奋乱蹦 哎呀 魏姐姐吃魏姐姐 狂魏姐姐框框撞大墙 她 汪田决定了 回去一定要以孟星鸾为原型 写一本小说 汪野 你能不能掐自己 汪田没有回应她 全心全意 都沉浸在了孟星鸾的魅力中 经过几个回合的打斗 厉鬼的战力开始下降 速度迟钝了许多 孟星鸾找准机会 宁神掐绝 一道泛着金光的麻绳 从天而降 将她捆了个结结实实 用手背失去额上的戏汉 她冷眼盯着厉鬼 想活命 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照例地询问过后 孟星鸾提起 剑变要砍掉厉鬼的脑袋 只是这次略有不同 因为这只厉鬼主动求饶 孟星鸾 合着忠诚 坚贞不渝的 都是小鬼 厉害一点的鬼 能屈能伸 这里 一共有多少只鬼 厉鬼甘雅的声音难听晦涩 她哆哆嗦嗦地说 像我这种级别的 有二十只 小鬼有一百只 剩余的一直是比我们还要厉害的大鬼 她老老实实地全盘拖出 可最后的结局 也是被砍头 灰飞烟灭 汪野瞪大眼睛 她说了 为什么还要杀她 孟星鸾收回猪邪剑 漫不经心地瞥她一眼 我说过了 想要离开这 一只鬼都不能放过 汪野 是哦 她都差点忘了 得到精细的答案 孟星鸾还未开始盘算 沉默已久地周遇白便说 前面我们已经杀了六十只一般的小鬼 大鬼一只 所以 再杀六十只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四人继续前进 途中 又遇到十只小鬼 汪田自己杀了九只 剩余的一只 汪野为了挽回尊严 亲自斩杀 时间缓慢地在流逝 又走了十分钟 他们遇见了宋南竹和霍明月 两人正在合力对付一只厉鬼 霍明月身手利落 看得出是个恋家子 可宋南竹不一样 捉鬼是她的软肋 她作为后勤 负责给霍明月输送福祉 但偏偏厉鬼 就是瞅准了她再打 宋南竹狼狈地四处逃窜 突然 她眼尖地看见了孟兴鸾 当即便兴冲冲地朝着这边跑 可一道阴气 打在她的屁股上 毫无防备 她直接一个滑行摔倒 跪在了周玉白面前 第九十八章 局破 前夫被内涵了 全场寂静 周玉白 宋南竹的两个膝盖 都被划破皮 她疼得呲牙咧嘴少年 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 眼看又要栽倒 周玉白直接伸手 滴溜住了她的后衣领 再看孟兴鸾 已经持剑去帮霍明月了 一人一轨逗了十几个回合 少女明显体力透支 她苍白着一张脸 短袖全被汗水浸湿 正准备继续用 扶纸攻击的时候 一双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去休息吧 这里交给我 霍明月眼里 蹦射出惊喜的神色 好 那孟大师你小心 霍明月怕给孟兴鸾添麻烦 所以几乎是跑到队伍里的 汪也拍拍她的肩膀 这都是大师的正常操作 习惯了就好 汪田恨不得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忽然 眼角的余光 撇到了被宋男主 绑在胸前的手机 当即一喜 宋男主 你把你手机借给我一下 说完 不管对方是否答应 汪田直接上手 好不容易解下来后 她疑了一声 直播间还没退出去啊 受磁场的影响 直播间全部漆黑一片 只有左下角的弹幕 还在不断刷新 垃圾波罗 直播间都是黑的 我们看什么呀 我听到了其他声音 也就是说 他们会合了 所以 抓到鬼没有啊 死波罗烂波罗 我劝你快点修复BOG 我可是花了钱的超级 VIP用户 我要看抓鬼啊 没有画面 主播能不能实时解说一下 看见这一条 汪田直接眼睛一亮 解说 他会啊 汪田清了清嗓子 说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请扣衣 一字刷刷地被顶了上去 现在姐姐 已经凭一己之力 斩杀了几十只厉鬼 出手干净利落 修新闻你们看过吧 姐姐就像是里面的大女主 帅到飞起 不可否认 汪田的言辞带着夸大的成分 有些网友不买账 纷纷指责说 这是波罗搞的套路 被质疑 汪田有些生气 我才不会说谎 要是你们能看见 肯定觉得我说得对 宋男竹和霍明月 对现在这个情况 还有些猛 汪野替孟星鸾 解释了一下大致情况 原地休息了一会儿 六人再次出发 一路上 汪田叽叽喳喳地 一直在解说现在的情况 霍明月有时还会搭上几句话 有孟星鸾在 遇见的不管是小鬼 还是厉鬼 皆是被一箭砍头 看得他们是惊叹连连 尤其是汪田夸大般的解说 更是惹得直播间的人心痒痒 我不信 除非你让我亲眼看见我才信 这位妹妹 你不去写小说 真的可惜了 咦 你怎么知道 我在写小说 我下本新书的女主 就是以姐姐为原形 离婚后脚踩出鬼渣男 身边美男环绕 登上人生巅峰 走在队伍后面的周玉白 直觉告诉他 汪田口中的渣男指的是他 眉心一跳 心中的烦闷更胜 也不知是不是他们的错觉 随着斩杀的鬼怪越多 周深的那股阴冷感就越弱 所过之处 寸鬼不生 很快 小鬼就被全部斩杀完毕 厉鬼还有两三只 至于大boss 现在还毫无头绪 15分钟后 掉队的霍寒生和吴源 也重回队伍 吴源心冲冲地说 我用姐姐给的符纸杀了好几只丑鬼 汪田热情地和他交流了起来 甚至精确到 如何能将鬼一举杀死的心得都出来了 直播间的几百万人 说的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更让他们心痒了呀 霍寒生身上带有罗盘 有了这个 找大boss就更事半功倍 梦星鸾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橘猫肯定在boss那边 女人凝神掐绝 罗盘的指针先是360度转了几圈 最终稳定下来 指向了西北方向 八人一同朝着那边走去 从一开始的惊慌 恐惧 演变成了探险的跃跃欲试 今天的经历 注定难忘 大概走了差不多一公里的样子 微弱的猫叫声隐约传了过来 梦星鸾好看得眉头一皱 是猫叫吧 我听见了 好像是从那边方向传来的 汪田和无缘话都还没说完 梦星鸾就已经加快脚步 朝着西南方向赶去 剩下的七人紧跟上去 随着距离的变境 一只体型巨大的鬼映入眼帘 他有三头六臂 其中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小橘猫 发出节节的怪笑 梦星鸾默念咒语 猪邪剑得到驱使 剑锋凌冽地朝着那条手臂砍去 大鬼的一条手臂被斩 抓住小橘猫的手 一下子失利 伴随着刺耳的猫叫 梦星鸾即刻跃身过去 在猫落地的最后一刻 惊险地抓住了他的后脖梗 喵 橘猫惊魂未定 他四个GOGO都在用力地扑腾 小鼻子嗅了嗅 闻到熟悉的味道后才 慢慢变得安静下来 大鬼被激怒 仰天长吼一声 浑身上下的阴气开始弥散 刺骨的阴冷拔地而起 梦星鸾神色严肃 他将橘猫丢到宋男竹怀里 你们站在原地不要乱跑 欺人都不是麻烦惊托油瓶 对此没有任何意义 梦星鸾持劲而立 黑色的马尾被突如其来的阴风 吹得在空中肆意飘动 一双狭长漂亮的桃花眼 充满危险 直直地盯着大鬼 在对方发动攻击前 他屏息凝神 单手在空中画着引雷符 现实里 天空乌云密布 轰隆隆的雷声 划破夜空 伴随着最后一笔收尾 闪电直接批亮了整座山头 客厅里 霍西正在给两位老人倒茶水 听见雷声 他脸一白 直觉驱使他快点逃跑 可为时一晚 两道闪电从空降落 一道落在了二楼 一道落在了霍西身上 啊 第九十九章 前夫说 你就这么积不择时 霍西尖锐 惊恐的声音 划破整个夜色 他狼狈地跌倒在地 连带着扯掉了茶几上的桌布 上面的瓷器茶壶 全都砰得一下摔得粉碎 同时 头顶的吊灯骤然熄灭 霍西结结实实地被雷劈中 柔软的黑发 当即被垫成了爆炸头 浑身焦黑 口吐白烟 四肢抽搐 嘻嘻 霍老太太下意识地想要去扶她 可却被夏安及时制止 霍奶奶 你先别碰她 我已经打120了 老人冷静下来 但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苍老的眼里不负往日的威严 剩下的唯有痛惜 和即将失去孙女的恐慌感 就在这时 霍老爷子捂着胸口 脸色煞白 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见此情况 夏安立刻将她平握在沙发上 单手解开老人糖妆的扣子 老头子 你可别吓我 你不能有事啊 霍老太太直接抓住老爷子的手 她的掌心冰凉 眼眶开始泛红 却强忍着不落泪 左右两边都是她重要的人 现在同时出事 这让她怎么能接受得了 夏安一边做急救措施 一边抬头看向二楼的方向 内心祈祷着 孟星鸾他们快点回来 霍奶奶 你别担心 有我在 肯定没事的 夏安一边安抚霍老太太的情绪 一边尽力舒缓老爷子的发病症状 至于被雷击的霍兮 她有心无力 只能等救护车来了 十分钟后 经过夏安的努力 霍老爷子总算是缓过气来 她后背都被冷汗浸湿 脸色惨白 整个人都像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趟似的 希 希希怎么样了 老爷子第一句话 便是关心外孙女的情况 她 等夏安抬起头的同时 瞳孔骤然一缩 霍奶奶 小心 夏安当即手急眼快地 拉过霍老太太 一个利落地转身 她将老太太护在怀里 自己的后背 则被尖锐的碎片划破 她闷哼一声 只见刚才还躺在地上的霍兮 不知何时站了起来 模样疯狂 疯癫 却被突如其来的剑柄打中了手腕 紧接着就是她痛苦的嚎叫声 啊 好痛 碎片落地 霍西捂着被打断的手腕 变得乌漆麻黑的脸 已然看不出别的颜色 二楼处 鬼欲被迫 阴气散去 以孟星鸾为首 八人顺着楼梯往下走 一见到躺在沙发上的霍老爷子 霍明月便焦急地蹬蹬蹬跑过去 爷爷 你没事吧 看着孙女 老爷子苍白着一张脸笑笑 爷爷没事 眼见老人 撑着要坐起来 却被夏安制止 霍爷爷 您别乱动 等救护车过来吧 于是 老人只得作罢 周围只有夏安的手机亮着 霍寒生走到一边柜子里 找出几个手电筒 他分发给其他人后 才走到夏安身后 你受伤了 手电筒明亮地光照射在夏安的伤口处 血肉模糊 可见霍西是下了死手的 夏安扯了一下唇角 目光落在痛得打滚的霍西身上 你妹疯了 话落 霍老太太从惊魂中回神 聪明如他 怎会想不明白 当才若没有夏安的挺身而出 现在受伤的就是他了 老人目光中的疼惜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失望 他看着已经看不出原来面貌的霍西 沉着声音说 霍西 我们霍家自认为没有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 后面的话 老人说不出口 可在场的人都明白 霍西试图想要杀死霍老太太 如若不是梦兴鸾及时赶到 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霍西疼得脑子发麻 浑身冒着冷汗 隐隐还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梦兴鸾掐了一道真言诀 在霍西身上 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霍西不对劲 同时也猜到 二楼肯定有猫腻 按照他的性子 是绝不会带上七个鸵油瓶的 可触发霍西布置的机制 是一个人弄不了的 不过好在 也就那样 梦兴鸾站到霍西面前 在众人的目光下 他蹲下身 垂眼俯视着躺在地板上的霍西 霍西 为什么这样做 霍西睁定着一张脸 本不想说 可那些话 就跟泡泡似的 自己往外冒 霍家都该死 要不是因为他们 我爸妈就不会死 他们指的 自然是霍老太太和霍老爷子 所有人都被他的这番话 给干沉默了 最后 还是霍明月愤愤不平地说 表姐 姑姑和姑父他们的死 跟爷爷奶奶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是出意外死的 就因为联系他年纪轻轻 就失去双亲 霍家对他的行为一忍再忍 可没想到 他竟然还怨恨上了二楼 霍寒生温润的面色皱了 所以你从一开始 就计划好了这一切对吗 霍西已经毫无理智可言 他疯狂地大笑 匍匐在地上 像急了丧家犬 你们这群傻子 我从爸妈去世以后 就开始计划着复仇 要不是有 得帮助 我还没这么快 看见你们倒大霉 说完 他的目光中 蹦射出浓浓的恨意 你们死了 整个霍家 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谁帮助你 很明显 刚才霍西的嘴型 是一个人的名字 可不知为何 说出来就自动消音 就跟装了屏蔽气似的 宋男竹曾经流浪的时候 见过这种东西 那个人在他身上下咒了 他就算说出这个名字 任何人也是听不见的 孟兴兰若有所思 说白了 背后的那个人 就是利用霍西 让他成为他手中的一枚棋子 至于他们的目的 孟兴兰还不敢确认 总感觉里面的水很深 有着天大的阴谋 说不定师父的消失 跟着有着密切的联系 外面救护车的声音 有远极近 霍西的本性全都暴露无遗 每个霍家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心情复杂 离开前 孟兴兰对霍老太太说 家事我就不方便插手了 但是这个宅子 是不能再住人了 可不就是不能住人了吗 两道雷全披在了家里 二楼屋顶破了很大一个洞 一楼也没好到哪去 霍涵生出门去送他们 孟兴兰再回头看了眼霍宅 说 霍西不是善茬 当才我动作再慢点 霍奶奶和霍爷爷已经死了 霍涵生眸色一沉 联想起在沙发前 看到的茶壶碎片以及水渍 他说 你的意思是 茶里有毒 两人说话的时候 站得距离很近 走在前的周玉白见此 漆黑的眼底 闪过一丝力气 等孟兴兰从自己身边走过时 他冷嘲热讽 你就这么积不择识 第一百章 他真的不爱他了 孟兴兰 哪来的傻逼 女人这才注意到 自己身边还站着一个人 周玉白黑发凌乱 冷白的皮肤 越发称的眼眸幽黑 深邃 人长得挺帅 可惜说的话 却跟吃了屎一样丑 宋男竹已经坐进了 汪家开过来的家常版兵力 见孟兴兰还没来 忍不住探出身子喊 师姐 走了 不要跟渣男讲话会变倒霉的 声音很大 几乎所有人都能听清 汪野和汪田也在一唱一喝 就是就是 姐姐 咱好马不吃回头草 你长得这么漂亮 肯定很多帅个坠 实在不行 我把我的好兄弟介绍给你 一米八八的阳光大南海 难道不比老男人香吗 姐姐 你要是愿意等的话 我把我们学校的班草校草 都介绍给你 嘴田还专一 两人的话 让周玉白的手捏得嘎吱响 他眼底阴晕着风暴 面前的女人 明显也听见了这些话 但却毫无作为 甚至可以称得上市末市 场景一时之间有些熟悉 脑中的记忆开始翻腾 几秒后 周玉白默然一正 这一幕和他接梦听谣回国时 在酒吧发生的事情 近乎一致 他朋友肆意评价 侮辱孟星鸾时 他选择了当旁观者 可现在主角变成自己 周玉白却觉得难以接受 所以 孟星鸾当时也和他此刻的心情一样吗 心中冒出的怒气 一下子熄灭 解释开始变得苍白无力起来 周玉白说 孟星鸾 我不是 那个意思 后面的四个字 孟星鸾根本没给他机会说出 面对侮辱 女人面上染上了几分嘲讽的冷意 周玉白 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 要说积不择实 不应该是你手当其冲吗 一句都让男人感到十分难堪 他的本意并不是那样 只是看见孟星鸾和霍寒生举止亲密 才脱口而出 他没有恶意豪门里的弯弯绕绕周玉白 觉得他比谁都了解 孟星鸾身上的本事 一定会被不轨之人利用 他只是不想看见他变成那样 可就是嘴边说错了话 眼见女人毫无留恋地转身离开 到嘴边的道歉 一下子变成了其他话 孟星鸾 孟家破产了 和周玉白预料的不一样 孟星鸾听到 连脚步都没停一下的 等人弯腰上了车 他才摇下车窗 女人掀了掀眼皮 浓密鲜长的睫毛下 是恋艳的桃花眼 周玉白在里面 已经找不出任何他对他的爱意 心顿时下沉 随之而来便是无尽的恐慌感 这不是他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情绪 但这次明显更为强烈 孟家破产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应该去安慰安慰你 心爱的小白花吗 如果孟星鸾的眼神没有那么冷 周玉白或许会觉得 他是在吃醋 可过往的种种在此刻一一重现在眼前 以前他还能自欺欺人 但现在 孟星鸾好像真的不爱他了 周玉白出现了一瞬间的迷茫和空虚 明明以前 他恨不得孟星鸾去死 可现在 为什么那么难受 兵力扬长而去 只留下了汽车的尾气 车上 宋男竹接到了来自卫恒的电话 得知都没事后他才松口气 不过 宋男竹 你看看网上的热搜 宋男竹前一秒还笑开花 后一秒看见微博热搜榜时 突然震惊脸 白皙的脸上因为羞脑而泛红起来 小师弟惊叫连连现场 抱 我哪里叫了 他们怎么可以乱说 汪也凑过来看 笑容真切 没有乱说 不信你点开自己听 进入鬼域 直播间只是看不见画面 但声音却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所以 宋男竹在被厉鬼打得慌乱逃窜时 发出的声音都被一些恶趣味的网友露了下来 宋男竹欲哭无泪 有凤梅 想钻 兵力迎着夜色往前行驶 气氛开始变得融洽起来 汪田注意到少年膝盖上的伤 我家里有医药香 这点伤应该不会留吧 探险抓鬼 八人里只有宋男竹受伤 面对三个比自己小的女生 宋男竹更觉得窘迫 今晚算是丢脸丢到家了 亏他还是悬门中人 星号 一日 霍寒生要了孟星鸾的银行号 将报酬全部打了过来 总额高达一个亿 捐出去一部分做慈善 余下的都被自动扣除 只给孟星鸾剩了一千块 一意眨眼编一千 孟星鸾已经习惯了这种骚操作 在汪家吃过早饭后 孟星鸾和宋男竹便往倒灌赶 提前预约好的宝洁 已经等在了外面 孟星鸾简单叮嘱了几个点 他们便各自分散完成今天的工作 宋男竹还在耿耿于怀那条热搜 他觉得 这简直有辱他高大的形象 同行的霍明月一声没坑 倒是他这个男生 叫得笔记还高昂 宋男竹想花钱压热搜 但是看着兜里的几个铜钱 这个想法只能作罢 然后宋男竹就恬不知耻地 去私聊盛处理 说明来意后盛处理忍笑 平静地说这是好事 能给他增加热度 看着一页涨粉几十万的账号 宋男竹表示大可不必 为了红 怎么可以连脸都不要呢 于是只能默默祈祷 快点来点爆炸新闻 将他的热搜全部压下去 这时 菩提道观外面 停了一辆白色奥迪 从车上下来的 正是孟母和他的小儿子孟金安 少年烦躁地四处看了一圈 是这个位置没错吧 怎么没看见人 孟母经过家里接二连三的打击 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 保养得当的一张脸 皱纹显而易见 就连额前的发丝 都掺杂了几根白头发 先进去看看再说 现在能救他们孟家的人 只有孟星鸾了 孟星鸾此刻正在喂橘猫吃早饭 整个人姿态慵懒悠闲 可这一幕映入母子两人眼里 却无比的刺眼 孟星鸾 你这个毒妇 贱人 第101章 他在海城有套房 前夫送的 孟金安愤怒地咆哮 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 恶毒的谩骂 使得人心情骤然变得糟糕起来 孟星鸾头也不抬 继续喂着手里的鸡胸肉条 哪来的狗 四个字云淡风轻 杀伤力却极强 你 孟金安的性子一点就炸 尤其是听见孟星鸾这个毒妇 骂他是狗 少年气得红了眼睛 身边的孟母却一下子抓住他的手 低声呵斥了一句 安安 你忘了我们今天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吗 想起还躺在医院的孟父 以及孟家的一屁股烂摊子 孟金安捏紧拳头 硬生生地将怒气憋了回去 孟母红着一双眼 看向孟星鸾 鸾鸾 亲密的称呼 让女人皱起了眉 孟夫人还是叫我名字吧 毕竟我们也不熟 一字一句 句句扎心 孟母看着自己生出来的女儿 这么跟自己说话 心就像是被密密麻麻的针扎着似的 让人窒息又喘不过气来 终于喂完了猫 孟星鸾让她自己玩去 可橘猫却翻了个身 将柔软的肚皮暴露出来 喵 她的意图很明显 想被弱啊 孟星鸾瞬间被治愈了几分 她单手揉着橘猫的肚皮 一人一猫相处和谐 与孟金安母子的心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孟母忍住落泪的冲动 哽咽着说 鸾鸾 我知道孟家愧对于你 在家里充满了对孟星鸾的道德绑架 要是再说难听一点 就是家里遇难 不管曾经对你好不好 你都要帮忙 孟星鸾吃笑出声 脸皮够厚 孟家跟我有什么关系 孟星鸾 孟金安压低嗓子 怒吼着喊了她一句 少年人高马大 帅气俊朗的五官 因为生气而变得有些猙獰 扭曲 但孟星鸾根本不怕 甚至透过她的皮囊 看透了她内在直老虎的性格 我们今天过来 又不是问你要钱 只要你肯撤销对周家的起诉 孟家就会东山再起 就一句话的事儿 有那么困难吗 孟金安从小花钱 就大手大脚 现在家里的别墅被查封 资金也全部被冻结 这些天可想而知 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晚上住在几十块的小旅店里 房间一股霉味 还有数不清的偷油婆 他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所以 孟星鸾今天必须撤销 对周偏然的指控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孟家如何都与我无关 而且我也不会放过周偏然 雇佣杀人的罪名在华国的法律里 属于恶劣性质 要么死刑 要么无期徒刑 或者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无论哪一种 都够周偏然喝一壶的 想他撤销 白日做梦呢 孟星鸾的态度果决 孟母不免极了 他走上前 想要伸手拉住女人的胳膊 却被橘猫一个翻身 一个挥爪下退 即便反应够快 手背上也多出了几道鲜红的爪印 孟星鸾收回手 赞赏似的说 还算有用 没白养你 橘猫掉转头 踩着桌子 轻易地蹭了蹭梦星鸾的胳膊 发出咕噜咕噜的舒服声 妈 孟金安焦急地喊了一声 孟母惨白着一张脸 望向孟星鸾的眼中 多出了几分祈求 鸾鸾 只要你肯救孟家 你的要求我们都会满足 孟家是你爸一辈子的心血 你要是见死不救 他会活活气死的 哦 孟星鸾淡定地嗡了一下 见人气得快背过气了 好心地提醒他们 谁也不可能改变我的决定 与其在我这浪费时间 怎么不去找你们的宝贝摇摇 据我所知 他可是有一套房产啊 文言 两人齐齐一愣 看着反应 孟听瑶估计没把这事告诉他们 孟星鸾眼底浮现出几丝玩味的神色 看热闹不嫌是大 继续说 他没告诉你们吗 就在湖景那边 周玉白送的套三双位 海城市中心的地段繁华 房子最低都在十万一平 像湖景那样的 至少也得三四十万起步 将近两百平方米的房子 如果卖掉 价格不菲 解决孟家当下的燃眉之急 不在话下 孟母声音都在颤抖 你 你说的是真的 爱信不信 看孟星鸾的说辞毫不含糊 母子两人是信了一半 孟金安扶着孟母的胳膊 压下心中翻涌的复杂 他恶狠狠地说 妈 你别被他骗了 他就是记恨我们 就算有钱挤了燃眉之急 可周家和盛家 还是不可能放过我们的 这话让孟星鸾挑眉 没想到 愚蠢的人也有聪明的一天 鸾鸾 妈妈跪下来求求你 你帮帮我们 昔日 对他恶言相对 漠不关心的母亲 也有求他的一天 可他们求错人了 孟星鸾对孟家没感情 自然也不会心软 他们的事 也就当个笑话再看 女人漫不经心地 抚摸着橘猫柔软的毛发 说 如果你能帮我赶走他们 我就带你去赚功德典 让你吃个饱 橘猫眼睛都亮了 当即跳下桌子 昂着小脑袋 喵呜喵呜地叫着 似是在 摇人 一分钟后 无数从角落里涌来的老鼠 密密麻麻地朝着这边跑来 一大片看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娇生惯养的两人 何时见过这种场面 当即吓得往外跑 狼狈又可笑 孟星鸾 六 赶走两人 小老鼠们又飞快地钻了回去 橘猫腰宫地 跳到孟星鸾腿上蹭蹭 女人揉了揉她的脑袋 干得不错 菩提道观 重新恢复宁静 太阳奚落 宝洁的领头让孟星鸾检查 确定没问题后 采集了尾款 几天前还破破烂烂的道观 焕然一新 现在剩下的 便是刷新殿堂里的佛像 以及找人翻新墙壁 晚上 魏恒开车过来 请他们吃饭 地点定在京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 等三人到的时候 包间里已经坐了一半的人 汪田和霍明月 他们都在 服务员刚把菜上齐 还没动筷子 血眼的包间门 就被人从外撞开 求求你们救救我 第102章 你的孩子是恶魔 女人的哀求声 负有极大的感染力 她穿着一字间的墨胸短裙 露出来的胳膊和腿 白皙 瘦弱 凌乱的黑发 紧贴在脸颊两侧 整个人楚楚可怜 魏恒看清对方的脸 直接脱口出三个字 黑寡妇 孟听瑶几背一僵 等她转过身 看见几个熟面孔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为什么孟星鸾他们也在 明明那个服务生说 霍家人在这个包间的 今天是主播培训基地的庆功宴 他也是偶然间 听到几个服务生 在谈霍家的事 于是 为了让自己多一份保障 便想到这个主意 来接近他们 谁知 他们居然都认识孟星鸾 此刻 极度在心底发芽生根 逐渐长成了参天大树 他掐紧掌心 面色惨白 汪也对这张脸有点印象 之前好像在网上刷到过 关于他的瓜 想了半晌 他恍然大悟 我知道了 他是孟家的那个养女 自己跑去堕胎 却让别人背黑锅 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有印象了 当初这事 还上过热搜呢 闹得挺大 他们圈子里 都把这些当笑话来谈 甚至有些家长 还把孟听瑶 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儿女 婚前坚决不能做出越轨之事 就算有 但也一定要做好措施 思绪收回 当即 汪也等人看向孟听瑶的眼神 都戴上了鄙夷的身色 这个心机深重的坏女人 今天又要来碰什么词 孟听瑶 到底为什么 每次一碰到孟兴卵 就会发生坏事 如果她知道 今天孟兴卵也在 她肯定不会贸然过来 经过上次在医院 发生的事情后 孟听瑶心底 对她起了忌惮之心 在没有一定把握前 她不会再作死 所以这段时间 她一直在养精蓄锐 参加斗玩平台的主播培训 如今 她以第一名成功毕业 超过孟兴卵 变成了她唯一的执念 孟听瑶脸上带着泪 可在场没有一个人动容 这么一对比 就衬得她像个小丑 吴远好心建议她 说 我觉得 你应该打110 因为我们都是姐姐的好朋友 就你是不可能的 霍明月点头负义 朋友的敌人 就是我的敌人 孟兴卵被这些身份高贵的富家子弟 千金小姐 簇拥在中间 姿态优雅 漂亮的桃花眼 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一时 孟听瑶被男堪包围全身 哭也哭不出来 心中对孟兴卵的怨恨越来越多 可又不敢发作出来 她发誓 今晚受到的屈辱 来日一定加倍奉还孟兴卵 你给我等着 孟听瑶在心里放完狠话 下一秒便撑着地低头站起来 恨不得安上小马达 快速离开这里 可转身的瞬间 包间外出现一个长相甜美的罗莉 她用惊讶的语调说 瑶瑶 原来你在这里 快跟我回去 就等着你致辞了 孟听瑶的脸色更白了 娇弱的身形 瑶瑶欲坠 罗莉的话 无疑坐实了 她没有遇到危险 而是她想碰瓷的事实 则则 汪也不屑地则了两声 真不知道周玉白什么眼光 居然喜欢这种新妓女 这你就不懂了呗 男的 就喜欢比自己弱小的女生 你看周玉白 有咱姐姐厉害吗 霍明月 已经成了孟兴卵的头号迷妹 并且在汪田和吴源的怂恿下 成功加入了后援团 卫恒说 孟听瑶来者不煞 她最近在网上开始营销人设了 背后帮助她的是斗丸 他们平台就没别的主播了吗 还非得捧着歪瓜裂枣 当时还想蹭姐姐的热度 迟早被干倒闭 汪田几人愤愤不平 心底对周玉白的印象更差了 他们回去 一定要给大人吹耳边风 以后不要跟周玉白合作 孟兴卵对此 倒不怎么在意 与其在这种人身上时间 不如早点还清道观的债务 孟听瑶 不过就是跳梁小丑 星号 晚上十点 宋男竹和孟兴卵 才回到道观 橘猫蜷缩在孟兴卵房间门口 听见脚步声 她的耳朵动了动 片刻睁眼 猛地朝着孟兴卵扑来 宋男竹默默保持距离 她对这只猫 还是有点发愁 别看她现在软猛可爱 等孟兴卵一走 真面目就出来了 喵 橘猫用脑袋蹭着孟兴卵的手 喵喵叫个不停 想起她白天赶走凡人精的功劳 孟兴卵决定 今天开始继续营业 十一点整 她准时开播 有了之前的热度作为打底 她每场直播在线观看人数 都稳定在七位数 这在波罗直播里直接排名第一 主播终于开播了 虽然我想看抓鬼 但是更喜欢听隐秘的八卦 孟大师是我见过的 最不敬业的一个主播 别家主播恨不得一天直播24小时 今天的前排已到位 谁是那个姓月呢 咦 有猫 直播进行到随机抽人环节时 有人眼尖地看见 孟兴卵手边多出了一个猫猫头 橘猫看起来只有三个月大 圆溜溜的眼睛像极了玻璃珠 橘黄色的毛发柔软 看起来特别好弱 孟兴卵随手摸了一下她的头 喵 软萌的猫叫 瞬间俘获了观众里的养虫档 几十秒后 一座嘉年华覆盖整座直播间 屏幕一分为二 一个面容甜静的女人 出现在了镜头里 即便她穿着宽松的衣服 却也能清晰看见龙起的大肚子 整个人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是准妈妈 好巧 我也是 让我猜猜她想算什么 算丈夫有没有出轨 还是说算她的性别 孟大师 我想请你给我的孩子取个名 我的预产期是在今年年底 是个兔宝宝 我姓李 丈夫姓田 温柔的话语 想变整个直播间 她竟等着孟兴卵的回话 可过了几分钟 孟兴卵只是盯着她 没有开口 咦 是我卡了吗 怎么都没声音了 楼上你没卡 估计是大师第一次遇见起名的事 在思索呢 实在不行 儿子就叫田富贵 女儿就叫田花开呗 你是董启明的 就在直播间讨论的热火朝天时 孟兴卵说话了 你的孩子是恶魔 第103章 超雄综合征 屏幕另一头的女人狠狠一正 脸上的笑容都随着这句话 漠然消散 过了许久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孟大师 你在开玩笑的对吧 你的孩子是恶魔 七个字就像魔咒似的 在所有人脑子里回响 久久不散 主播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每次说话都莫名其妙的 我有一种直觉 大师的意思是 孩子有问题 此恶魔非比恶魔 超雄体综合征 你们都听说过吧 不会吧 要是是真的话 这个孩子肯定不能要 弹幕对此一轮纷纷 各有各的看法 孟兴卵说 你的子女宫有着大凶之兆 孩子如今七个月 还有三个月临盆 半个月前 你和你丈夫去县院运检 现在报告单在你丈夫手里 琳娜面色苍白 对这番话 没有做出任何反驳 因为孟兴卵说的全是对的 她曾看过孟兴卵的直播 每一场都不曾落下 包括网上的那些帖子 她也看 甚至就连姓神的奶奶 都告诉她 这个主播有实力 不是骗子 以至于今天被幸运抽中 她都是兴奋的 可现在全被一句话给浇灭 见李娜没有说话 孟兴卵又说 如果你不信 你现在 就可以去将报告单拍下来 随便在线咨询一个医生 说到医生 宋男竹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三师兄夏安 于是他飞快地拨打了 对方的电话 催促他赶紧进直播间 给人看报告单 刚包扎完伤口 正坐在父亲下大海院长办公室的夏安 为了防止弹幕被刷上去 夏安直接打赏了一座嘉年华 佩兹 我是金大医学系的大三学生夏安 方便的话 我可以看看你的运检报道单吗 夏安这个名头 响彻整个医学界 在他刚成年时 就研究出了一种疫苗 发表的论文 被无数大佬转发 并且成为了最小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是当之无愧的天才 直播间再次沸腾 主播到底什么来头 跟夏安都认识 这你就孤陋寡闻了吧 宋男竹是主播的师弟 而师弟又叫夏安师兄 所以夏安也是主播的师弟 不是 一个医学天 才是怎么跟玄学扯上关系的 夏安和孟兴兰的关系被扒 随之而来的 就是解开不了的困惑 李娜纠结了一下 最终还是起身 去翻找报告单 三分钟后 女人重新回到了镜头前 她把自己的个人信息遮住 而后展示在了直播间 夏安直接注意到了 47XYY这几个显眼的字眼 她沉默了一下 而后又刷了一座嘉年华并且打字 正常情况下 女性染色体是46某某 男性是46XY 若是男性多一条Y染色体 即47XYY 则成为超雄综合征 直播间沉默了 李娜更是犹如雷击似的 愣在原地 她浑身颤抖 嘴里呢喃着 不可能 天啊 所以说主播说的没错 她肚子里真的是恶魔 基因变异谁也想不到 但是真的建议不要 这个孩子生出来也是危害社会 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 我就说通俗一点 天生坏种 以后孩子会人格发育偏离 个性一残暴 还有很大几率会变成反社会人格 有了下安的话 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在劝李娜 赶紧打掉这个孩子 可还有一部分觉得是危言耸听 不就是一个小孩吗 你好好教导能长歪吗 有些基因正常还犯罪的呢 直播间为此开始争吵起来 孟星鸾不受任何影响 她看穿了李娜的犹豫 你是不是觉得等孩子生下来 你教育言一点就没事了 李娜艰难地点头 我和孩子她爸 一直都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到来 而且已经七个月了 就算不要 也只能做银产手术 我想生下来 后五个字 她说得十分坚定 我上次刷视频看到科普说 超雄综合征的画 会给母体释放出一种 使母体舍不得打掉她的信号 这么一听 怎么那么像寄生虫 你丈夫跟你的想法一样 所以她才没有告诉你 田家一直都想要一个孩子 来传宗接代 你和她结婚五年 这是你们的第一个孩子 并且还是个男孩 所以她舍不得 孟星鸾全说对了 这让李娜更感到恐慌 双手下意识地摸上了肚子 打不打掉 那是你的自由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给我 你的生辰八字 我看能不能看破你的未来 玄学就是之过去通未来 但一般很少有玄学师 会选择后者 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 可孟星鸾不一样 手边的橘猫 还在黏人的要蹭蹭 直觉告诉她 有这猫在 损耗几乎可以省略不计 李娜犹豫了几下 最终还是遵从本意 将自己的生辰八字 撕发给了孟星鸾 孟星鸾合眼 掐指一算 神圣倒不可亵渎 片刻 她睁眼 一双桃花眼凌冽 嗓音清冷 言语宛若讲故事一般 唯唯到来三个月后 你会因为生下这个孩子 差点大出血死亡 虽捡回来一条命 但也落了病根 孩子日日夜夜地哭闹 婆家人不管 丈夫甚至为了休息好 而出去住旅馆 你被折腾到患上产后抑郁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在她十五岁时 因为你们管教太严 她提到残忍杀害了一家七口人 但因为未成年 法律给她宽恕了罪行 送进少管所 可出来后 仍保留本性 话音到这边戛然而止 李娜面色变得惨白 眼底似乎还能捕捉到 她生起来的一丝恐惧 她 她的孩子长大后 会杀了他们 如何选择全看你 无任何破解办法 一锤定音 这是死局 唯有心狠打掉 才能破局 孟星鸾切断和李娜的连线 继续抽取第二个有缘人 橘猫睁着一双大圆眼 喵喵叫 别急 功德点迟早会来 直播间又是一座嘉年华闪过 这次连麦到的是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 约莫二十七八 可她还没开口 就被孟星鸾堵了回去 你私聊我一下 我把酸瓜的钱退给你 第一百零四章 直播连麦到前夫 女人笑容一江 头顶三个大问号 什么 酸瓜有三不收 将死之人不收 无韵之人不收 大祸铃声不收 清冷的嗓音 说出的每个字都让人汗毛竖起 石美美说 大师 你能不能说得通俗一懂一点 我有钱 你不用退给我 意思就是 你要死了 话落的同时 石美美的一张脸彻底白了下来 她是孟星鸾的铁粉 自然不怀疑对方说的话 女人害怕地攥紧手 急切地问 那大师 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我还年轻 我还不想死 怎么感觉 每个抽中的人都有各种问题啊 我不是黑粉 我合理怀疑 这都是剧本 楼上的一看就是黑粉 你说谁是剧本 都可以 但主播绝对不可能 谁会为了挣钱去杀人啊 建议你去看看 海城警方的官方号 孟大师是真的有实力 算命抓鬼样样都行 黑粉一边待着去 莫来沾边 让我瞅瞅 这次又是什么大瓜 直播间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非常期待 孟星鸾手边的橘猫 喵喵叫个不停 于是她要了石美美的生辰八字 掐指一算 便将对方了解了个彻底 你叫石美美 今年二十八 父母双亡 一周前你买彩票中了一千万 本该明年的婚期提前到了下个月 石美美连忙点头 大师你说的没错 是不是因为我提前了婚期才 不是 孟星鸾一口否决了石美美的猜测 问题出在你男朋友身上 这跟之前的直播有着相同的地方 难不成这个姐妹被男朋友骗了 嘻嘻妖妾 什么时候我才能中一千万啊 不想当社畜了 让我大胆猜一下 主播肯定要说 小姐姐的男朋友 见钱眼开 心怀不轨 我觉得结婚的事情 应该三四二后行 突然提前肯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 能一夜报复的女朋友啊 我男朋友 不可能 大师 你肯定算错了 我跟他在一起五年了 他对我很好 并且他家里人也很喜欢我 虽然家境不怎么样 父亲还卧病在床 但是人很上进 肯吃苦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石美美好笑地 替自己男朋友解释了一句 觉得是孟星鸾失误算错了 可屏幕对面的女人面不改色 继续用平淡的声音说 三天前 你跟他领了结婚证 他说 今晚会向你求婚 石美美刚放下的心 又提了起来 他捏紧手 压下心中冒出来的一丝慌乱 联想起孟星鸾刚才 说他要死了的话 故作轻松地说 大师 难道是我敢去求婚地方的时候 出车祸了 不能这么背吧 韩剧都不敢这么演 这个猜测最为可靠 但孟星鸾摇头又点头 下一秒说出的话 却将他整个人打入深渊 你确实会出车祸 但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直播间的几百万观众 卧槽 这种事都能提前预知的吗 也太神奇了吧 尊都假都 人为 我阴谋论一下 是不是小姐姐的男朋友 眼馋这一千万 想要独吞啊 结婚证领了 主播又说 小姐姐父母双亡 那要是他出事 得力的不就是他法律上承认的老公吗 细思极恐 我居然目睹了大型杀妻现场 该说不说 这界网友的脑子很聪明 提取几个关键字 猜得大差不差 石美美的身体开始发抖 但沐上的字眼 他想忽视 都忽视不了 原本开心的心情 瞬间被冰冷席卷而空 他不愿相信 有人想要他的命 但孟兴卵也没必要骗他 你男朋友是个赌狗 欠了几百万的债 这句话 彻底压垮了石美美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崩溃落泪 哽咽着说 他明明说不赌了 姐妹你糊涂啊 赌狗的话你也信 现在啥也别说 别出门啊 听过带你爬山的梗梅 男主杀了女主一家 大学生日常恐婚恐恋 弹幕都在极力劝石美美 不要赴约 很快 他的备用机打进来一个电话 是他男朋友 催促他出门 石美美颤抖着手 按下了扬声器 美美 你出门了吗 朋友们都已经到了 你快来吧 我等你 以往的甜言蜜语 烟消云散 石美美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问 钢子 我问你 你是不是还在赌 电话那头明显沉默下来 但很快便否认 美美 你是不是听谁乱说了 我和你发过是不会再赌了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我都安排好了 你快点来 和上一句话对比 这一句明显着急慌乱起来 石美美的心彻底凉透 他挂断电话 无力地笑了一下 大师 如果我和他分手 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他苦了二十几年 好不容易时来运转 他不想死 他不会和你离婚 并且还会想方设法 再害你一次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话 无疑是给石美美判了死刑 恐惧笼罩全身 旁边的橘猫 还一直叫个不停 孟星鸾揉了揉眉心 说 但是 如果你想破这个局 也不是没有办法 话落 石美美就像是抓住 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迫不及待地问 大师 什么办法 价格会昂贵一些 钱都不是问题 就算把钱都给你都行 孟星鸾让石美美私聊他 然后就切断了连线 正看得津津有味的观众们 嗯 究竟是有什么话 他们是不能听的 无数人都祈求孟星鸾将这个破解的办法公之于众 但对方心如磐石 只留下秘密两字 便继续抽下一个有缘人 这次转盘转了很久 一个默认头像出现在了直播间里 几座嘉年华闪过 对方申请了连麦并未露脸 孟星鸾好看的眉头 请客皱了起来 下一秒 熟悉又低沉的声音响起 四年前我出过车祸 我想算是谁救了我 第105章 想看恶婆婆和恶媳妇的戏码 京城 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房内 男人穿着白色的衬衣 领口的扣子松了两颗 露出性感的喉结 眼眸深邃气飞 他坐在落地窗旁 手机里传来孟星鸾的声音 请客 手机一震 直播间提醒他已被抽中 请尽快完成打赏 再申请连麦 事情发生的太过于突然 周玉白仅迟了几秒 便下意识地打赏了好几座嘉年华出去 回过神的时候 连麦已经接通 四年前我出过车祸 我想算是谁救了我 男人的声音低沉 这让直播间的声控 免不了一阵吐蕃鼠尖叫 你不是知道是谁吗 孟星鸾已经知道 连麦的是周玉白 语气比前两次连麦都要冷淡 甚至眼底隐隐还一出些许不耐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 这个有缘人不简单 主播是不是认识 盲才一波是以前倒掰的朋友 孟大师还能算出 谁是救命恩人吗 不过我听这意思 对方知道是谁 知道了还算个屁 算点别的不行吗 我想知道事实 六个字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 一听就知道长居高位 孟星鸾挑眉 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事实就是她真的救了你 周玉白一正 旋即皱眉 所以 真的是孟听瑶救了她 男人不知道的是 当初孟听瑶纯属简陋 而她视为比吕的前妻 才是将她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人 真的吗 周玉白再次向孟星鸾求证 而得到的回应 依然是肯定的 如若换做几个月前 孟星鸾还会解释 但现在没必要了 知道真相了又如何 周玉白已经对她造成了 不可逆的伤害了 复婚 除非她脑子有病 再说了 她也想看看没了她 孟听瑶是否能如愿嫁入周家 现在孟家已经破产 恐怕徐雅 周母 更不待见她了 而婆婆和恶媳妇的戏码 想必十分精彩 孟星鸾眼掉毛子中 恶劣的玩味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下次见 说完也不给一个缓冲的时间 果断地关掉直播间 喵 橘毛将爪子 搭在孟星鸾的手上 叫声没有之前的响亮 圆溜溜的猫毛 隐隐蒙上了一层雾气 猫猫委屈 但猫猫不说 今晚一个功德点都没吃到 猫猫好饿 孟星鸾轻轻弹了一下她的脑袋 折什么急 再耐心等等 多给她们一些时间 说完便拿上睡衣去洗了个澡 回来时 她收到了石美美发过来的私信 石美美 大师 我现在正在医院 只擦破了一点皮 我已经报警 让警察过来取证了 石美美直到现在 都还心有余悸 孟星鸾说 就算她不出门躲过了这一劫 但还会有下一次 想要彻底破解 便只能迎难而上 只要她没死 事情就会发生反转 于是 石美美支付了一百万 换得了孟星鸾的一道隔空化符 对方和她说 照常出门 遇到危险这道符路会保她一命 于是 石美美怀着忐忑的心 开车赴约 卧方向盘的手不断冒冷汗 精神高度紧绷着 在路过一道十字路口 准备停车等红灯时 却发现车杀不住了 小车静止朝着车流驶去 伴随着尖叫和鸣笛声 石美美撞在了一辆大卡车上 小车当时就翻了 可令人意外的是 她只受了点小伤 石美美恨不得当场找到孟星鸾 跪在她面前磕几个响头 她真的遇到贵人了 菩提孟大师 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前 不要一个人住 也不要和你男朋友联系 石美美现在对孟星鸾 那是无条件的信任 所以 孟星鸾说什么 她就做什么 当即就联系上朋友 连夜住进了她家 一日 孟星鸾早早地变起了床 洗漱穿衣 顺便绕着整座道观 完成了晨跑 黑色的长发 随手扎了个丸子头 耳盘处垂落几丝卷曲的碎发 肤色冷白 神情清冷 她让菊猫去将宋男竹 从床上挖起来 自己则从车上拿下 两瓶奶和两个紫米面包 十分钟后 宋男竹顶着乱糟糟的鸡窝头 哈欠连天地 从房间出来 左右脸颊上 都清晰地印着几个粉色的猫爪印 由此可以挠不出 橘猫叫她起床 是在她脸上蹦迪蹦醒的 师姐 走 宋男竹揉揉眼睛 拍拍脸 总算清醒了几分 她几口就将面包吃完 牛奶两口见底 吃饱过后 压下去的睡意 又涌了上来 昨晚偷牛去了 面对调笑 宋男竹苦着一张脸 以后再也不熬夜冲浪了 对了师姐 今天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想睡个回笼觉 我没告诉你吗 今天要回海城 宋男竹 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要回的 少年对此没有任何印象 他问 回去干什么 领钱啊 上次帮助警方破案 警器和奖金都还在警局呢 正好倒灌收拾完 回去转一圈 顺便把放在家里的那两块玉佩带上 也不知道谢彦慈醒了没有 星号 三小时后 飞机落地 孟星鸾去领拖运过来的菊猫 等都弄完过后 直接打车过去警局 他提前跟贺征打了电话 确定人在以后才过去 警局肃穆森严 宋男竹正经危坐 瞌睡都醒了大半 两人坐在休息室里 等贺征把东西拿过来 宋男竹小声说 师姐 那个周偏然 是不是也被关在这里 孟星鸾恩了一下 他有证据直接指认 周偏然是幕后主使 警察自然可以正当拘留 有盛家在背后坐镇 周家想训私的可能性极小 这件事 已经成了死局 就算请再好的律师 周偏然也得被判个几年 所以唯一能破局的关键 就在孟星鸾身上 只要他松口说不追究了 那周偏然就能平安无事 等待的时间太长 过路的都走了几波 就在这时 孟星鸾怀里安静的橘猫 突然跳下地 他四个GioGio 奋力向前奔跑 只留下一道橘黄色的残影 橘橘 宋男主脸色一变 紧跟着孟星鸾一起追出去 跑过几个弯来到警察局大厅 就见橘猫一个跳跃 身找攻击着一个儒雅的盗袍男人 哪来的小畜生 第106章 他身上有股腐烂的味道 书良和一位打扮贵气的女人 站在一起 黑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面容英俊儒雅 半点看不出 他已有40岁的年纪 突然飞不过来的橘猫 让他下意识地伸手抵挡 在挨了几找后 他成功遏制住了他的脖子 喵 橘猫使劲扑腾着 浑身炸毛 充满了极强的攻击性 书良的一句小畜生 让大厅彻底安静了下来 通未来的本领 饶是华国的最高掌权人 也得给他几分薄面 书良眉眼间 蕴藏着几丝薄木 手上的力气不断加大 在橘猫快要嘎的前一秒 孟星鸾及时出现 书部长 这是我的猫 女生清冷平静 书良手上的力道一松 橘猫顺势落在了地上 他仍旧想要去攻击书良 但被孟星鸾眼 几手快滴溜住了后脖梗 他扑腾了几下 便安静下来 有些委屈的喵喵叫 书良抬眼看向孟星鸾 心中潜藏的怒意 开始发芽生根 上次他在孟星鸾这里栽的根头 他到现在还记着呢 要不是因为孟星鸾 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遭到反噬 书良脸上的笑意不达眼底 原来是孟小姐 幸会幸会 一句话惹得周母皱起了眉 他抛开眼底阴晕出的厌恶 问 书部长 你认识他 算不上认识 在网上看见过而已 言语平淡 但不知为何 就是给人一种不懈的错觉 书良抬手看着手背上的猫爪痕 破皮且冒出了血珠 罪魁祸首 直指孟星鸾怀里的那只橘猫 打一秒的钱 我会转给你 孟星鸾轻抚橘猫的脊背 语气平淡 且不带丝毫歉意 他刚才只是简单地认为 橘猫是受了惊吓 才会攻击人 可现在他改变了想法 橘猫从一开始 就是有目的性的攻击 不然大厅里这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去抓书良 他看起来就像是个笑面虎 并不好惹 甚至孟星鸾还从他身上 隐隐闻到了一股腐烂味 他杀过人 女人得出结论 并且更大胆地猜想 书良还干过更伤天害理的事 否则很难解释 这股味道的原因 孟星鸾眼神冰冷 书良却无所谓地笑笑 将手放下去 没事 不就是被挠了几下吗 两人的暗潮汹涌 周母并不知情 他急切地 对站在旁边沉默的贺征说 贺警官 现在可以让我 去见我女儿了吗 周偏然还没被定罪 探视是允许的 贺征看了眼孟星鸾 然后才吩咐手底下的人 带他们过去 书良朝孟星鸾 和宋男竹点头 笑容和煦 孟小姐 以后看好自己的猫 也幸亏今天遇到的是我 不然 这猫已经死了 死你个大头鬼 宋男竹在心底 恶狠狠地反驳了回去 书良的命格 被用了特殊密法遮掩 导致他看不清书良的面相 刚才他试图破解 心有余悸 这个书良不简单 孟星鸾看着他和周母的身影 消失在前面拐角 然后才收回目光 贺征说 孟小姐 李富贵的罪行已定 但关于雇凶杀人 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 但孟星鸾瞄懂 他说 我知道你们的压力也很大 但是不论是谁来了 周偏然都跑不掉 周母能找上书良 其中的原因还不够清楚吗 对方想用一些玄学密法 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但有他在 周母做的一切都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书良又如何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周偏然都得给他坐牢 孟星鸾眼底划过一抹利器 转瞬即逝 贺征不再多说 见两人都过来了 索性便直接带着他们 过去亲自拿 局长办公室里 孟星鸾的锦旗高高挂在一边 奖金被塞到信封里 从厚度来看 只有两三万左右 孟星鸾并不嫌少 本来就没指望 警局能给多少钱 但蚊子肉也是肉 局长是个和蔼的中年男人 他乐呵呵地将手机拿给贺征 贺征 给我和孟大师拍张合照 贺征照做 孟星鸾和局长都站得笔直 两人中间隔着一定距离 因局长热心地要求 孟星鸾面无表情地 将锦旗拿在手中 伴随着咔嚓的一声 画面定格 局长看完后十分满意 孟大师 年纪轻轻便如此厉害 前途不可限量啊 你要是来做刑警 世界上犯罪的人都要少一半 刘局过奖了 孟星鸾职业吹捧了几句 便准备离开 贺征送他们出去 走时 孟星鸾直接现场 画了一张符纸给他 看着黄纸上复杂的图案 贺征皱眉 这是 能更快给周偏然定罪的 辅佐道具 孟星鸾也不说是什么符 言语间却引起了 贺征极大的好奇心 从警局走后 孟星鸾回了一趟公寓 经装修公司的补救 公寓里的装潢 已经恢复如初 把锦旗挂在门后 揣起两块玉佩又出门 准备打车去医院 只知道这两块玉佩 如果让谢彦慈触碰 会立即要了他的命 上次的事 孟星鸾不太想回想 为了救谢彦慈 他屡试不爽的小计策 直接被天到石破 操起天雷追着他劈 想想都是一把心酸泪 15分钟后 出租车停在了医院外 宋男竹被关在车里 他头顶三个大问号 师姐 你先过去圣哥那边施工地看看 别让那九只鬼搞破坏 目送着出租车离开以后 孟星鸾才转身进了医院 他静止去到了谢彦慈所在的楼层 走廊安安静静 消毒水的味道充斥在整个鼻腔 孟星鸾推开病房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白 病床上的男人安静地躺着 搭在被子外的手苍白瘦靴 似乎连手背上的针眼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孟星鸾朝着他靠近 女人垂眼 审视着男人俊美病弱的睡眼 下一秒 却物字伸手去触摸对方的眉心 眼看就要碰到 却突然停在了空中 男人原本紧闭的双眼 漠然睁开 第107章 谢彦慈醒了 孟星鸾 两人互看了半晌 最终还是谢彦慈以咳嗽 打破了这尴尬的氛围 他壳的面上都染上了一层薄红 苍白俊美的五官更显脆弱 仿佛一碎的流离 孟星鸾给他倒了杯水 谢彦慈现在浑身都没有力气 就连坐起来都很困难 孟星鸾走到床尾 弯腰将病床摇起来 等人乘一个顿角时才停手 孟星鸾才说 我帮你叫医生过来 谢彦慈昏迷了整整半个月 期间滴水未尽 胃里空荡荡的 全靠输液维持仅有的生命体征 他本该死了的 但又被孟星鸾拉了回来 暗响床边的呼叫按钮 没一会儿 医生便带着护士过来了 孟星鸾往旁边一站 等检查好后 他才跟着医生出了病房 你是谢先生的家属吧 现在病人已经清醒 但是身体还很脆弱 可以进食 但不要吃辛辣的东西 孟星鸾记下 准备等会儿再转告给照顾谢彦慈的人 重新回到病房 男人看向窗外的视线 才慢慢收回 他眉眼清俊 气质金贵 小说里妥妥的豪门贵公子 孟小姐 是你一直在照顾我吗 我刚到 不知为何 在他否认以后 他似乎看见了 谢彦慈眼底一闪而过的遗憾 遗憾 不等孟星鸾声响 谢彦慈又说 不管怎样 还是多谢 就你的报酬 你看着给吧 为了你 我被雷追着劈 原本唯美的气氛 因为这一句话 开始有了裂痕 谢彦慈 他抓住了孟星鸾这句话里的重点 你被雷劈了 你有夭折之相 本该早死了 是我硬拔 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违背天道 被雷劈示 人之常情 就像家长不让你做的事 你偏要去做 最后挨顿打一个性质 谢彦慈眼眸漆黑 半赏后 他说 下次别救我了 我不想看到你受伤 孟星鸾危症 他和谢彦慈的关系 大概就是雇佣关系 谢彦慈有早死之相 他要做的 就是帮助他摆脱 或者查清楚其中的原因 可这句话 谢彦慈清晰地捕捉到 女人面上细微的情绪变化 他还不想吓到她 于是补充了一句 说 我生性善良 不认别人因为我受伤 病房外 季迟走在前 身后跟着谢彦川 还没推门听见的 就是这句话 季迟 这谁睁着眼睛说瞎话 生性善良 他这辈子就没听见过 这么好笑的笑话 不过 等等 谢彦慈醒了 意识到这点的季迟 直接暴力地推开门 门撞到墙上 发出砰的一声响 两人同时朝着这边看来 哥 你什么时候醒的 季迟看起来很开心 随后跟进来的 就是谢彦川 男人的五官和谢彦慈 有三四分相似 再见到弟弟的那一刻 紧皱的眉心才舒缓开来 一声来过了 低沉的嗓音宛若大提琴 谢彦慈摁了一下 已经没事了 谢彦川看向孟兴鸾 礼貌的汗手 孟小姐 纪迟也和他打过招呼 他问 孟大师 你什么时候回海城的 今天 回来拿个东西 顺便看看谢先生 谢彦慈如今已醒 那么之前 布下的滋养阵 就没了任何用处 回收好所用的石子 孟兴鸾告辞离开 直到女人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里时 谢彦慈才收回目光 纪迟说 哥 你不知道这半个月 发生了多少事 我讲给你听 不用了 把手机给我 纪迟 能不能别拒绝得这么快 复匪完 纪迟老实地将手机递过去 输入密码 谢彦慈禁止打开了微博 他直接搜索了孟兴鸾的名字 很快便出现了一堆 关于他的事 先是直播间 被突如其来的惊雷批重 然后是抓了一个 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再是因为殴打老人 而被网爆 所有的种种串联在一起 实在是惊心动魄 谢彦慈 抓住了参与其中的关键人物 周翩然 罗正兴 男人七飞的毛子里 染上了几分危险之色 谢彦川把计时支开 等只剩下他和谢彦慈后 他才说 阿燕 你对孟小姐是认真的 弟弟今年二十三 比他小五岁 自小身体雷弱 是整个谢家宠着长大的 别人或许对他会有误解 滤镜 但谢彦川不 真实的谢彦慈 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无害 兄弟俩一直都有个秘密 谢家能有如今的凡胜 更多的原因在于谢彦慈身上 也可以理解为 他是掌权的皇帝 谢彦慈 则是出谋划策的国师 只是因为不想抛头露面 才将整个全交在他手上 谢彦川不动声色地 观察着谢彦慈的神色 可惜 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什么时候 见我不认真过 谢彦川哑然 但很快他便说 如果你真心想和孟小姐在一起 谢家那边 我会想办法 星号 从病房里出来 孟兴卵准备去找宋男竹会合 等电梯的间隙 他点进微博里的艾特 是海城警方的官微 发出来的一条动态 海城总警局官微V 再次感谢我们热心市民 孟兴号星号 对李兴号星号案件的帮助 图片 图片 两张照片 都是孟兴卵和刘局长的合照 没有任何PS的痕迹 不愧是大师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但却偏偏靠实力 我什么时候 也能被官方表扬一下 刘局就是我的偶像 我也想跟他合影 谢妖 我可不敢去抓杀人犯 我怕嘎 ad 菩提梦大师 你有没有考虑转行 为人民服务 不比当主播 听着有牌面 评论区的风气很好 这无疑是在给孟兴卵 增加路人员 伴随着钉的一声 电梯到了 孟兴卵收起手机走进去 电梯右上角的红色数字 不断递减 最终在酒楼停下 孟兴卵往旁边一站 让出中间的位置 可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 让他慢条斯理的抬眼 孟兴卵 第108章 你前夫在当显眼包 孟兴安刚从孟府病房里出来 身边还跟着以往的几个好兄弟 他们都是过来探望孟府的 几人嘻嘻哈哈 劝孟兴安别太难过 下一秒便听见少年压抑着怒火的声音 他们寻着孟兴安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个年轻女人 站在电梯里 黑色的长发 自然地披散在身后 发梢微卷 皮肤冷白 五官精致地挑不出任何瑕疵 仿佛老天的得意之作 都是16-17岁 正值青春期的男孩 乍一见这么漂亮的人 当即兴奋的情绪就冒了上来 其中一个红毛 对了下孟兴安的胳膊 火的那个玄学主播吗 你帮我们要张合影呗 这话更像是火上浇油 孟兴安脸都气绿了 张言 你是不是有病 你喜欢你自己怎么不去药 你居然还想和这个毒妇合影 少年张嘴就是一顿输出 张言猛了一下 快速反应过来 脸上也冒出了恼怒的情绪 孟兴安 你是枪药了吧 眼见着两人快要打起来了 余下的几个男孩赶忙相劝 都是兄弟 吵什么吵 孟兴安 你快给张言道歉 孟兴安冷眼看着面前的闹剧 三十秒后 他不耐烦地说 要打滚出去打 我赶时间 张言和孟兴安互相发了个白眼 吵闹终于结束 电梯继续往下 里面的氛围微妙尴尬 张言站到孟兴安身边 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 下一秒便笑嘻嘻地说 大师 你的直播我都看 我是你粉丝 我们能不能和张言 在密闭安静的环境里 他的声音显得很突兀 下次吧 我赶时间 被孤立在一边的孟兴安 冷笑了一声满脸不屑 他嘲讽道 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 我要是你 我就恨不得找套缝钻进去 阴阳怪气的言论 让张言又开始生气 孟兴安 你能不能把你的臭嘴闭上 要不是 看在多年情义的份上 我今天高低叫你怎么做人 张言同样是不学无术的 顽固子弟 但跟孟兴安比起来 却顺言许多 张言 你别以为我怕你 眼看着两人又要打起来 其中一个戴着远眼镜的男生 横到两人中间充当和事劳 对于这种小孩子的闹局 孟兴安没兴趣参与 电梯一到一楼 他便静止远去 孟兴安同样带着满腔怒火离开 煞时只剩下张言和其他几个男生 其中一个男生说 张哥 那个孟大师 其实是孟兴安的亲姐姐 你回去扒一扒以前的帖子就知道了 张言惊讶地瞪大眼睛 孟兴安的姐姐 那他就更有病了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姐姐 我当牛做马 我都愿意 男生欲言又止 他跟着嘟囔了一句 放着漂亮有能力的姐姐不要 居然要那个心机的小白花 搞不懂 所以孟兴安真的有病 星号 孟兴安打车过去 盛处理在城郊的工地 宋男主找了个角落 将九只鬼聚集起来 开始考之前灌输给他们的工作指南 要是在鬼屋遇到小孩子怎么办 我知道 直接将头摘下来当球踢 错 应该是越过小孩 吓唬大人 要是在鬼屋遇到长得好看的美女 和帅哥怎么办 当然是跟着他们回家呀 错 你还想跟人回家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去投胎 宋男主一个头两个大 传授出去的知识 现在全都还给他了 九只鬼这么没有职业精神 到时候鬼屋开业了 别说挣钱 他都要跟着遭雷屁 孟兴安忍住笑 他抬步朝着宋男主走去 后者一见到他 顿时两眼泪汪汪 师姐 这鬼我真的没法教了 教不动就直接送去投胎吧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成功让九只鬼 齐齐一正 他们不怕宋男主 所以可劲地折腾 这个女人可是会隐为数的 我们学 我们学 刚才就只是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孟兴安一个眼神扫过去 九只鬼顿时轰的一下 跑没影了 今天是个阴天 山头都被飘着的雾气笼罩着 晚上的航班 现在通知延迟到第二天早上 今晚注定是要在海城再待一晚 重新回到市区 盛凡便打来电话 姐 你回海城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今晚一起吃个饭呀 我带上程程一起 微博上有人拍到孟兴安 和宋男主 在海城的机场 要是不看 差点就错过了 面对少女的热情 孟兴安欣然答应 地点就定在市中心的一家中餐厅 晚上七点 两人准时赴约 圣凡带着圣澄澄 已经坐在了包间里 姐姐 一大一小同时喊了孟兴安 嗯 圣哥没来吗 孟兴安在圣澄澄身边落座 伸出手揉了揉小孩柔软的发顶 小孩脸红 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容 我哥今晚有个应酬 走不开 圣凡说完便招呼服务员上菜 宋男主埋头苦吃 圣凡则犹犹豫豫豫地 戳着碗里的红薯 孟兴安看他一眼 怎么了 孟姐 你以后真的要留在京城发展了吗 上次他听圣处理说 孟兴安已经将京城那边的菩提道观收拾出来 估计不久后便会重新开业 京城离海城不远 坐飞机一个小时左右便能到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便是会留在京城 圣凡脸上的表情 肉眼可见地湿落下来 宋男主咽下嘴巴里的食物 宽慰他 这有神可烦恼的 我记得你今天不是高三了吗 明年考经大呀 经宋男主这么一点波 圣返恍然大悟 失落立马消失 紧接着他便用西纪的目光看着孟兴安 孟姐 我就一件事求你 下个月我们高三有一次家长会 我想请你帮我去看 说到最后 他似乎觉得为难人 于是又补充了一句 露一下脸就走也可以的 孟兴安一眼就看破对方的心思 青春期的孩子 有点攀比心很正常 于是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圣凡殷切地给孟兴安加菜 圣诚诚已经吃好了 正乖巧地坐在一边玩手机 探声回来的时候 圣凡眼角的余光 瞟到了他的手机屏幕 恰巧弹窗跳了出来 醒目的两个名字 让圣凡瞪大了眼睛 周氏集团的掌权人周玉白 和斗完新签约的女主播孟听瑶 共同现身关爱留守儿童公益现场 捐款一个亿 孟姐 你前夫怎么当显眼包了 第109章 受伤 突兀的一句话 使得包间里的气氛变得古怪起来 宋男竹爱凑热闹 闲眼包 哪呢哪呢 给我看看 圣凡先对圣诚诚说借用一下手机 得到同意后 才将手机拿过来 白皙的手指一点 打开链接 诺 你自己看吧 宋男竹接过手机 低头仔细阅读起这个帖子 看到最后 忍不住闲雾地择了一下 真不知道周玉白什么眼光 千梦听谣 只怕到时候 赔的裤衩子都不剩 我看这个捐款 肯定没安好心 周玉白极少出现在这种营销号里 一被发现 就会立即让人去处理 但这个 明显是有人在背后买了流量 评论区充斥着水军的言论 愣是一条恶评 都没看见 孟听谣 这是准备洗白啊 周玉白可真舍得下血本 圣凡和宋男竹都表示不屑一顾 圣凡甚至还大胆地猜测了一波 我听我哥说了 斗丸是波罗的竞争对手 现在孟姐是波罗的弄 一 斗丸 他们不会是想让孟听谣 来跟孟姐你争位置吧 不得不说 少女你真相望 魏云池和周玉白 将所有好的资源 都压在了孟听谣身上 前者相信 孟听谣能一炮而红 周玉白则比较佛系 对于这个软件的前景 他并不是特别上心 但是 这是好兄弟 能否继承家业的关键 于是能配合的地方 他便会尽力配合 为了给之后的直播打下基础 魏云池建议 先从公益做起 毕竟孟听谣是被抱过瓜的 怀孕堕胎 心机陷害 无论哪一个单龄出来 都会被唾沫淹死 可孟听谣说了 时辰那天 是孟星鸾打电话 叫他过去的 所以这件事 跟孟星鸾脱不了干系 吃过饭后 盛处理过来 接盛凡他们回家 先送孟星鸾回去 下车前 盛处理问 鸾鸾 孟家人是不是已经找过你了 找过 他们想让我撤销 对周篇然的起诉 话落 男人眼底闪过一抹寒光 接着 他便向孟星鸾承诺 有我在 周篇然一定会被严惩 孟星鸾蜿蜒眼勾纯 眸光练艳 那就谢谢圣哥了 事情他能解决 但是也不能服了 圣处理的一片好心 临睡前 孟星鸾再次收到了 石美美的消息 他说 警察那边找到了证据 现在他的男朋友 哦不 前男友已经被当成 嫌疑人拘留了 之后就是请个好律师 尽可能地让他多判几年 杀人未遂的罪名 在华国可不清 孟星鸾又用 石美美的生辰八字 掐指一算 他的死结已破 之后的日子 会幸运加倍 也会遇见一个真正 疼爱他的男人 石美美连连道谢 对了大师 菩提是一座庙的名字吗 有具体位置吗 我想到时候去摆摆 暂步对外营业 开放了我会发通知 关掉手机 再睁眼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八点的飞机 现在六点半 时间充裕 路上两人 还顺便吃了顿早饭 宋男主想起留在道观的猫 师姐 猫一晚上不吃饭 饿不死吧 虽然这猫有两幅面孔 但毕竟长得可爱 要是饿死了多少 还是让人于心不忍 他是道观的讨债鬼 道观都没他 怎么可能饿死 再说了 从石美美身上 获得的功德点 就够他两三天 不吃不喝了 宋男主恍然大悟 使他肤浅了 现在他更在意的是 直播间另外一个 怀着坏种的有缘人 要是对方真的决定 把孩子生下来 那岂不是 社会便会多出一个害虫来 上了飞机 孟星鸾戴上眼罩 一眼看穿宋男主的烦恼 你忘了师父 当初说的话吗 女人的嗓音 平淡清朗 做我们这行的 不能心软 优柔寡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 厉害已经说得很清楚 怎么抉择 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执意插手 损害的是我们的修为 这点孟星鸾做的 堪称楷模 宋男主就差一些 他总是忍不住心软 在没和孟星鸾成功会面前 就是因为插手了 不然就凭他的本事 再惨也不至于风餐露宿 宋男主搭拉着脑袋 紧听师姐的教训 飞机起飞 耳边传来孟星鸾均匀的呼吸声 宋男主毫无睡意 他在戏品刚才孟星鸾话里的道理 在下飞机前 他终于想通 生死各有命 玄学师也没左右别人思想的本事 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变好 无愧于心 宋男主长须一口气 只觉浑身轻松 魏恒过来 接他们去道观 车上 魏恒也和孟星鸾说了 斗完要捧孟天窑的事 宋男主直接吐槽 他们要是捧起来了算我输 与其捧这个黑寡妇 为什么不去找个没有黑历史的新人捧 心眼这么多 也不怕阴沟里翻船 魏恒通过后视镜 看了小嘴巴巴个不停的宋男主 一眼挑眉笑道 等我继承家业 我开个娱乐公司 你来给我当排面成步 宋男主说 你直接开直播公司算了 我从波罗跳槽过来当弄 依依 直播给人看相 让你赚得盆满钵满 听着少年话的饼 魏恒不置可否 半个小时后 奥迪停在了道关门口 魏恒进去 对着残破的佛像拜了拜 宋男主去柜子里 拿了几株箱过来 给 一共二十块 扫微信还是支付宝 魏恒直接扫了微信 后院 孟星鸾将两块玉佩 搁置在桌面上 血红的颜色过于鲜艳 在阳光的照射下 宛若红宝石一样剔透 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孟星鸾总感觉 有什么东西 在吸走玉佩里的颜色 定睛细看 不是错觉 似有似无的弹红 随着空气飘散 而飘去的方向 正是正电的方向 孟星鸾当即拿上两块玉佩 往那边走去 魏恒刚上完箱 正就着宋男主 给的湿巾擦手 孟杰 男人的视线往下 落在了孟星鸾手里的玉佩上 眸光一致 直觉告诉他 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等他再细看 孟星鸾突然将两块玉佩 放在了佛像前 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时 无形的阴气蹦射出来 孟星鸾面色一白 唇角一出鲜红的血 师姐 第110章 他说 不要吵我 远处飞来诛鞋剑 常见的剑刃 泛着森冷的寒光 他围绕着孟星鸾 快速转了一圈 驱散了众多阴寒之气 宋男主 焦急地大喊一声后 也不忘给魏恒赛 几个避邪符 他拉着魏恒往后退 这股阴气 来得实在是太过于浓烈 一碰到皮肤 就感觉到刺骨的寒意 魏恒上下牙齿在打着叉 面色苍白 手脚控制不住地发冷 再看孟星鸾 他单手 用手背擦去唇角的血迹 红与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眸色脆满了寒霜 漆黑的铜人 隐隐闪过一丝杀气 女人手持长剑 一个挥臂 便打在面前凝成一团的阴气 耳边出现声嘶力竭的嘶吼声 尖锐 刺耳 吵得人脑瓜子嗡嗡地直疼 阴风四起 吹起地上的枯枝残叶 女人急要的长发 凌乱地地在空中飞舞着 他目光冷冽 轻起红唇 口中呢喃着咒语 伴随着一道金光出现 渐渐地变换成一个光照 他笼罩住整座道观 悲痛的惨叫 充实在道观的每一处 就在这时 一道橘黄色的影子飞扑过来 一掌拍散了正在蓄力的阴团 他乃凶的炸毛哈气 也是这个剑系 孟星鸾念起曲鞋咒 迫使这些四处乱飞的阴鞋 重新回到玉佩里 并且又叠加了一层封印 呼 做完这些以后 孟星鸾面上毫无血色 额间冒着细汗 同时 橘毛收连起锋芒 跑到孟星鸾腿边蹭了蹭 猪鞋剑也变成巴掌般大小的样子 被女人攥在掌心 师姐 你没事吧 宋男主跑到孟星鸾身边 伸出手搀扶住摇摇欲坠的孟星鸾 孟星鸾借力已靠在了桌边 侯间涌上来的星田 被他极力压下 魏恒这时才缓过神 刚才的阴冷还残留在他骨子里 仍旧心有余悸 伴上后 他问 孟姐 刚才 玉佩里压着的全是厉鬼 级别不低 成型的年份也很久远 孟星鸾垂眼看向那两块玉佩 谋色复杂 刚才他将玉佩放到佛像前 红色那块就突然失控 中间他似乎遗忘了什么事 孟星鸾皱眉细细回响 空气陷入一片沉寂 距离上次触碰玉佩 已经是半个月以前的事了 谢彦祠 就是因为触碰到了玉佩 才突然吐血 生命垂危 当时他并未仔细检查 红色的玉佩 曾吸食过周老爷子的洋气 那时候约束他的阵法 可能就开始松懈 再加上谢彦祠 这次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算他孟星鸾倒霉 孟星鸾只觉得浑身疲惫 以防万一 他给另外一块墨绿色的玉佩 也重新下了禁锢 做完这些太阳穴 剧烈地跳动着 疼得人险些晕倒 孟星鸾苍白着一张脸 婉拒宋男竹和魏恒 要送他回房的要求 只留下一句 不要吵我 宋男竹连连点头 师姐 你要是有什么事直接叫我 我听得见的 直到孟星鸾的身影 消失在视野中 两人才收回目光 星鸾 与此同时 京城留守儿童公益现场 孟天遥穿着白色的连衣裙 外面罩着一件宝款针织衫 露出的手腕和脚踝线细 五官化着淡妆 微微一笑 亲和力十足 他弯腰和孩子们愉快地交谈着 周玉白站在一边看着 魏云池也在 他说 这才是瑶瑶的本性 你我都是看着他长大的 他什么样你 还不清楚吗 之前发生的事 肯定有误会 周玉白冷着一张脸 闽唇不语 魏云池毫不在意 他举起手机 对准孟天遥连拍几张 而后吩咐那些媒体记者 你们都把人拍好看点 回去稿子 怎么写不用 我教你们吧 魏总 我们都知道 你就放心好了 魏云池眼底 这才闪过满意的光芒 玉白 你准备什么时候 让瑶瑶正式直播 周玉白沉默了一下 继而说 就这几天吧 魏云池接话 三天后吧 我找大师看过日子 那天是个吉日 适合上班 周玉白看向孟天遥的侧眼 谋色晦暗 嗓音低沉 你看着安排 两人说话间 孟天遥告别孩子们 朝着他们走来 魏云池递给他一瓶水 累了 孟天遥先看了周玉白一眼 而后摇头 不累 孩子们挺可爱的 说这话的时候 孟天遥的眼神 已经飘到了其他地方 他洁白的裙摆 有好几个巴掌印 魏云池皱眉 怎么搞的 那些小鬼都不注意个人卫生吗 说着 男人的目光 便扫向站在草坪里的孩子 他们中间最小的有三岁 最大的十一二岁 其中有个小孩 直接被魏云池的眼神给吓哭了 魏云池眼底 极快地闪过一丝厌恶 小孩子就是麻烦 孟天遥无所谓的笑笑 我没关系的 衣服脏了可以再洗 说完 他便看向周玉白 男人穿着大衣 不似平时那般高冷不近人情 此刻显得有些随和 孟天遥压下眼中的爱恋 努力装作平常的样子 犹豫了半晌 他才小声说 玉白 我 能不能预知未来一年的工资 家里的事你也知道 我爸到现在还住院 说到最后 他还红了眼 泪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不远处的摄影师 对准这里便来了张特写 周玉白皱眉 到底是于心不忍 抬手替他擦掉眼泪 男人温良的指腹 触碰到女人白嫩的皮肤 孟天遥耳间泛起了红意 一边的魏云池 隐忍着握紧拳头 然后偏过头 不去看这刺眼的一幕 傍晚七点 菩提倒灌 等孟星鸾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四周静悄悄的 他平躺在床上缓了好一会儿 才撑着坐起来 头痛总算缓解 橘猫就枕在他手边 他四个只有只有朝天 露着肚皮睡觉 孟星鸾戳了戳他的脑袋 过了几秒才离开房间 往正殿走 宋男竹和卫恒排排 坐在凳子上 一见到孟星鸾 少年就蹦了起来 他匆忙朝着孟星鸾跑来 师姐 你醒了 然后又压低声音说 那个怀着坏肿的有缘人来了 第111章 水军科CP科疯了 四小时前 宋男竹和卫恒在打扫 刚才被阴风吹下来的枯枝残叶 外面突然来了一辆出租车 紧接着 便下来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宋男竹很快便认出 这个女人 就是那天在直播间的有缘人 李娜红肿着一双眼 焦急地询问他们 请问孟大师在不在 宋男竹说 我师姐现在不在 你怎么会找到这里 大师昵称写着菩提 我就找人打听了一下 是否有这个地方 我坐了两个小时的车 踩到这里 你就行行好 让我见一面孟大师吧 女人看起来十分诚恳 她挺着一个大肚子 额前的碎发被汉禁尸 表情交集 很难让人不动侧影之心 宋男竹侧身 让她先进道观等着 你先坐着休息会儿 我师姐现在确实有事过来不了 你放心 我保证 你今天能看见她 少年白皙秀气的五官上 写满了诚恳 李娜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等 等的每一分一秒都十分漫长 宛若过了一个世纪似的 终于 孟星鸾醒了 宋男竹压低声音 和孟星鸾讲了李娜来的事 李娜等在旁边的小空房子里 坐如针毡 不断地看手机 又不断地熄灭屏幕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焦灼 魏恒先敲了敲门 站在门口没进去 说 李小姐 孟大师来了 一句话让李娜瞬间起身 挺着大肚子 就要往外走 但被魏恒拦住了 李小姐 山顶晚上冷 孟大师马上就过来 你在这等着吧 两分钟后 孟星鸾端着温水进来 李娜紧张地看向她 孟大师 女人远比在直播间里 看到的还要好看 美得不似真人 李娜回过神 张着嘴想说什么 但急促地电话铃声 便打断了她的思绪 孟星鸾看她一眼 接吧 来电人是李娜的丈夫 李娜朝孟星鸾 露出一个歉疚的笑意 而后才走到一边接听电话 李娜 我妈说 你一大早就出门了 你干什么去了 现在几点了 也不知道回家 是不是老子最近对你太好了 你赶紧滚回来 别逼我发火 一天用老子的吃老子的 怀着孕还不安分 别让我逮到你 给我戴绿帽子 李娜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必须生下来 他是我们老田家的儿子 即便手机音量调得很低 但男人愤怒的咆哮 依旧让孟星鸾三人 听得清清楚楚 李娜捏紧手机 只感到窘迫和尴尬 她的声音很细 就算是凶人也软绵绵的 我不回去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 我是不会生下来的 李娜说完就果断地挂了电话 顺便还将手机直接关机 她喘着气 脸色涨红 显然被气得不轻 孟星鸾将手中的水递给她 李娜不好意思地笑笑 大师让你们看笑话了 没事 魏恒和宋男竹 有眼力见得出去了 顺便还带上了门 煞时 小房子里只剩下李娜 和孟星鸾 李娜紧张地一直喝水 等平静下来 以后她才说 大师 我想打掉这个孩子 这话让孟星鸾丝毫不觉得意外 女人眼中的母爱光辉退去 剩下的满是坚定 你现在最大的阻扰 就是你婆家那边不许你打 今天也是你偷跑出来的 李娜点头 心中对孟星鸾崇拜到五体投地 不愧是大师 什么事情都知道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睡好 辗转反侧想的都是大师 你说的话 我接受不了自己怀胎十月 生下的孩子 对我痛下杀手 而且这几天 我连续梦见同一个场景 大师 你说是不是在警示我 孟星鸾说 相信自己的直觉 超雄综合症 并不是简单教育就能变好的 他的坏来自于基因 所以 除了打掉这个孩子 别无选择 你若不想打也可以 那就等着孩子长大 报复社会 报复家庭吧 孟星鸾曾见过一只有着超雄综合症基因的鬼 生前坏事做尽 死后变成厉鬼 也无恶不做这样的人 鬼 生来就是浪费空气 浪费资源 所以 孟星鸾果断地将厉鬼折磨了几十遍 最后打得他魂飞魄散 连下十八层地狱的资格都没有 李娜摸着自己凸起的肚子 他能感受到 小孩在他体内成长 眼睛没忍住一阵酸涩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孩子 你别怪妈妈 妈妈只是不想你 说到最后 他哽咽着啜泣起来 孟星鸾没怀过孕 不懂这些情绪 但他也没打断李娜发现 半个小时过后 李娜才勉强冷静下来 他的眼睛肿得像桃子 接过对方递来的纸巾擦了擦眼泪 他挤出一个笑容 大师 明天我就会打到他 他已经预约好了明天的银铲手术 孟星鸾仔细地瞧着女人的面相 硬糖发黑 隐隐可见一丝红掺杂器中 明天的李娜 凶多吉少 从他的命数来看 他挺不到下手术台 孟星鸾把宋男竹叫进来 师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 明天一走 你陪着李小姐过去医院 晚上我会教你怎么不证 现在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要休养几天 于是只能派出小师弟宋男竹了 宋男竹拍着胸脯 保证完成任务 夜太深 这个点已经叫不到车了 宋男竹便收拾好一间偏房给李娜主 自己则和卫衡挤在一个房间 孟星鸾睡了一下午 此刻直接失眠 恰巧蒋梦给他发消息 蒋梦 今晚又不直播 时针已经指向了12点 M 身体不舒服 停泊几天 对于孟星鸾 蒋梦几乎都是有求必应 并不像对待其他主播那样严格 合同上 写一天播多少个小时 就必须播多少个小时 除开孟星鸾跟圣处理这层关系 单凭他的人气和吸睛速度 还不是得像红祖宗一样哄着 蒋梦 那你好好消息 微博看了吗 斗完发通知说 孟听瑶将会在三天后开第一场直播 你猜他立的什么人设 孟星鸾还没回复 蒋梦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发了个链接过来 帖子里面写着说谎者猎人五个字 新颖的词汇瞬间吸引了一大批网友 而后又是其他关于孟听瑶做公益的宣传 其中一条帖子的热度最高 标题写得很暧昧 配图是几张两人近距离接触的画面 女人小鸟一人地流着眼泪 而高大俊美的男人则伸出手温柔地替他擦拭 评论区的水军直呼磕风了 第112章 孟大师围观白莲花直播 试问一下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磕的 娇若可怜的落魄千金VS商界权贵贵公子 体型差也摆在那里 简直就是漫画照进了现实 如果这样都不在一起 那什么是爱情 白瑶CP粉在哪里 快给我熊起 我家女神的首次直播我绝对到场 照片已存 我宣布 这将是我未来几辈子的手机锁评 评论一个比一个夸张 甚至都找不出一条差评来 偶尔看见几条挖梦听瑶黑历史的评论 直接被喷到山屏 孟兴鸾 一个字 6 重新退回到聊天界面 这个人设也很感兴趣 说谎猎人 那不就是隔着屏幕鉴别谎言吗 孟兴鸾想看看 到底是怎么个鉴别法子 蒋梦大胆地发过来一条消息 蒋梦 你该不会想去围观他的直播吧 孟兴鸾有点意外 M 你怎么知道 蒋梦 正常操作不应该是给对方添堵吗 怎么还要去捧场 蒋梦想不通 果然 大师的脑回路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 格局直接打开 一日 孟兴鸾照旧早起晨跑 经过一晚上的修整 孟兴鸾体内被阴气侵蚀过的地方 已经好了很多 面色也不似昨天那般苍白 跑完过后 孟兴鸾拿毛巾擦拭着额间的汗水 单手拿起手机 上面有一条未读消息 是送男竹发来的 他说 李娜已经进了手术室 目前状况一切都好 孟兴鸾回了个OK 喵喵 橘猫不知从哪个角落跑出来 一直蹭着孟兴鸾的裤脚 投喂了几十个功德点 他似乎长大了一些 至少抱起来的重量变了 孟兴鸾为他吃了猫粮 拿了瓶牛奶便下山 他去医院找送男竹会合 走进医院妇产科大楼 孟兴鸾的身影被人拍了下来 紧接着 偷拍的照片发给了周玉白 孟兴鸾一手牵着孩子 一手拿着手机发消息 孟兴鸾 玉白 我碰见姐姐了 别的他什么也没说 但照片上 妇产科三个大字拍得清清楚楚 根本不用他添油加醋 有时候什么都不说 才更有杀伤力 女人面上露出一个得逞的笑 但很快 手被人轻轻捏了捏 孟兴鸾低头看去 小孩 长得瘦瘦小小 看起来不超过六岁 她是这次留守儿童公益活动里 需要重点关注的孩子之一 她表情局促又自卑 怎么了 莹莹 莹莹低着头 咬唇小声说 姐 姐姐 今天拿药 是不是花了很多钱 我 我会努力还给你的嗨嗨 女孩话还没说完 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孟兴鸾连忙给她拍了拍背 压下心中的不耐烦 努力装出一副温柔姐姐的样子 是啊 今天莹莹花了姐姐很多钱拿药 所以回家要乖乖 把药全部吃掉 不要让姐姐白花钱好吗 莹莹听后更自责了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不容易缓过来 却不小心看见 孟兴遥眼里闪过的厌恶 小孩顿时身体一僵 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 她性格自卑敏感 别人一句话 都能让她揣测半天 对待同龄人或者其他人 她总是忍不住委屈自己 去讨好他们 她很怕别人丢下她孟姐姐 讨厌她吗 是因为自己花太多钱了吗 茵茵的泪珠 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孟兴遥急了 但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又不能吼人 于是 只能耐着性子哄着茵茵 十分钟后 小孩才擦干眼泪不哭了 孟兴遥在心底 已经开始骂娘了 要不是因为想洗白 她才不会带小孩 这些孩子又脏又臭 家庭贫困 让她堂堂千金小姐来伺候 真的是她们上辈子拯救过地球 好了茵茵 我们该回家了 与此同时 孟兴遥前脚刚到手术室所在的楼层 后脚里娜就苍白着一张脸 从手术室出来 护士将她推到病房 宋男主应里娜的要求 给她朋友打电话 对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说立刻就来 三人都站在病床前 里娜面色憔悴 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她看着孟兴遥 哑着声音说 大师 刚才我唤听了 那是一道清脆的婴儿啼哭声 渐渐的 哭声消失 变成了凶狠的谩骂 她说她以后一定要杀了她 李娜整个身体都在发抖 孟兴兰走到她床边 伸出手在她眉心一点 女人心中原本涌上来的恐惧 瞬间消退 她慢慢平静下来 睡吧 睡觉就好了 女人清冷的嗓音 宛若沙漠里的一汪泉水 李娜感到无比安心 她闭上眼 困意渐渐来袭 在孟兴兰的注视下 金光闪闪的功德点 从李娜身体里飞出来 静止飞向菩提道观所在的方向 之后的两天 风平浪静 很快变到了孟兴尧 首次直播当天 逗完花钱 给她提前预热 再加上这几天做的宣传 刚开播 直播间的人就破了百万 孟兴尧坐在镜头前 打扮得温柔干净 一副知心姐姐的模样 这和她以前的人设大相径庭 直播间的名字叫 说谎猎人 主播真的可以凭空见别谎言吗 我怎么感觉比算命还玄乎 一 希望不是把我们当傻子 主播 你跟周总进行到哪一步了 什么时候领证结婚 弹幕五花八门 说什么的都有 至于那些口无遮拦 说她烂 娇女的 直接被房管静言拉黑 孟兴尧温柔的笑笑 简单的自我介绍了一番以后 她才开始抽取今天的随机信任 她说 我们直接连卖吧 不需要给我刷礼物 这才是好主播 隔壁那个孟带失洽烂钱 真是穷疯了 孟兴尧喜欢看这些贬低孟兴兰的评论 她表情不变 直播间一分为二 对面出现了一对夫妻 你好 我怀疑我丈夫出轨了 你帮我鉴定鉴定 她到底有没有说谎 妇女说完需求以后 便低头询问丈夫 在外面有没有小三 没有 男人一口否认 孟兴尧紧盯着屏幕 下一秒 她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她在说谎 同时 孟兴兰点了直播间的另外一个功能按钮说 她没说谎 第113章 我是打酱油的热心市民 听到熟悉的声音 孟兴尧唇唇角的笑容 漠然一僵 她怎么都想不到 孟兴兰居然在看她直播 这是来砸她场子的 除了这个可能 孟兴尧再想不到其他存在的可能性 你说孟兴兰突发善心来支持她 别搞笑了 除非彗星撞地球 太阳从西边出来 镜头拍不到的桌下 孟兴尧捏紧手 隐忍着不断涌上来的怨毒情绪 同样感到意外的 还有周玉白和魏云池 周玉白的第一反应 就是联系后台的工作人员 将孟兴兰禁言 现在是直播 再加上孟兴兰和孟兴尧 本就不对付 若放任 只怕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但魏云池拦住她 说 为什么要禁言 这里是我们的场子 她既然想要插手 就插吧 如果发现不对劲 再禁言也不迟 笑话 现在谁不知道 孟兴兰就是行走的流量制造机 她来孟兴尧的直播间 可不就是自带流量 弹幕刷得比刚才还快 这是什么功能 怎么还能随时插话的 逗完的内测功能吧 之前刷视频看到过 能随时跟主播对话的 反正我觉得很鸡肋 隔壁孟大师在直播没 没有 那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大胆猜一下 这就是孟大师 所以孟大师和主播 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孟兴兰的名字 频繁地出现在了公屏上 孟兴尧感到生理极度不适 想将对方千刀万剐的心都有了 明明今天是她的场子 凭什么要被孟兴兰抢风头 魏云池为什么还不让人把她踢出去 冲天可面对镜头 却仍旧得强颜欢笑 不能崩人设 不能再被诟病 今天是她能否翻盘的唯一机会 不然之前所做的营销 全部都打水漂了 这位粉丝朋友 你怎么就看出她没撒谎了 对于这个称呼 孟兴兰及时纠正她 我不是你的粉丝 我只是打酱油的热心市民 哈哈哈哈神这么热心市民 不愧是咱孟大师 作为骨灰级的冲浪选手 我已经吃过两人的大瓜了 主播是大师名义上 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具体的情况太复杂 过后我会发帖分析 感兴趣的兄弟关注我啊 我觉得大师才是真实力 这个主播就是草人社 信不得 你们都是孟兴兰的舔狗吧 跟一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 舔得开心吗 一个毒妇都喜欢 什么三观 孟兴兰滚出去 滚回你的菠萝 弹幕里重新涌入了 更多声讨孟兴兰的言论 魏云池给孟兴尧 买了一批水军 水军的职责 就是使劲说孟兴兰的坏话 一时之间 逗玩的服务器敢崩溃 好在十几个程序员熬夜加班 总算是勉强维持住 这在线几百万人数的直播间 微博热搜上 也爬上来一个词条 孟大师围观新人直播间 弹幕里的言论不堪入目 孟兴兰的粉丝后援团 现在可不是吃素的 再得到汪田的指挥 他们直接冲进直播间就开喷 战况一度变得激烈起来 直播间里的夫妻 看见这一幕 直接傻眼 不是说好了 按照剧本走吗 怎么还出现随机剧情了呢 妇女看向镜头的眼神 都戴上了心虚 但仍旧不忘记自己的人设 她要做的 就是一口咬定 丈夫在外面有小三 于是在孟听瑶的眼神下 她粗着嗓门说 我都看见她跟一个女的进酒店了 怎么可能没出轨 我知道了 你就是那个小三对不对 这话如若用在其他人身上 倒有几分可信度 可用在孟兴兰身上 真的大可不必 你看看那男的 长得歪瓜裂走 拉里拉他的 年龄怎么说 也得有四十了吧 孟兴兰有钱有盐 还有本事 他会去给这样的一个男的当小三 图什么 图他没钱 图他长得丑 图他年龄大不惜早 真的是笑死人了 孟听瑶一直观察着弹幕上的风向 发现没人妇和妇女的话时 当即便说 孟小姐 这些事你都不了解 请不要妄下结论 孟兴兰静静地听着 想看孟听瑶 还会怎么下摆 这个男的否觉时 眼神飘忽 根本就不敢看妻子的眼睛 浑身冒汗 而且回答的时候 还下意识地咽口水 这在心理学上 就是说谎的表现 有人颇为认同这个说法 我心理学的 主播说得完全正确 孟兴兰还是回你的菠萝 装神弄鬼吧 我也倾向于男方出轨了 男人都管不住下半身 哦 我这辈子都要丁克 孟兴兰突然倾笑了一声 似是嘲讽 机翘 孟听瑶神经顿时一个紧绷 祈祷着孟兴兰赶紧走 不要来破坏他的好事 与此同时 正在公司 看孟听瑶直播的周玉白 突生一种不好的预感 不顾魏云池的阻拦 他当即让下属赶紧禁言 下属得令 可操作了半天 也没有任何用 他急得满头大汗 哭丧着一张脸说 总裁 禁言失灵了 魏云池和周玉白 同时皱眉 魏云池赶紧拿手机联系孟听瑶 可不管怎么打都 无人接听 最后男人快速拿上外套 飞奔离开办公室 准备去找孟听瑶 直播尖脸 孟听瑶下意识便问 那你为什么说他没说谎 他确实没出轨啊 不仅是孟听瑶猛了 直播间的所有人都猛了 孟大师说 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 所以到底说没说谎啊 能不能不要卖关子 我严重怀疑 你们是不是有剧本 楼上长点脑子 大师怎么可能和他一起演戏 你一定是没看见之前的帖子 孟听瑶什么人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孟兴卵坐在桌前 修长细白的手指 轻轻敲打着桌面 腿边枕着一只呼呼大睡的小橘猫 他漫不经心地开口 眼神玩味 他们都不是夫妻 何来的出轨两字 第114章 天降紫微星 轰的一下 孟听瑶面色一白 双手紧钻 指甲嵌进肉里 也不觉得疼 他略有些失态地盯着屏幕 脑瓜子嗡嗡的 什么 不是夫妻 不是夫妻 总不能说演员吧 你们快看主播的脸色 该不会真的被孟兴卵说中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 未免也太恶心了 把我们当猴耍 你们别听神棍乱说 主播说他撒谎 他确实是在撒谎啊 有一说一 孟兴卵跟孟听瑶没得比 五块钱一条 楼上掐烂钱带我一个 为了钱我也可以说违心的话 弹幕全被孟兴卵的后援团占领 孟兴卵的话 传遍每一个人的耳朵 孟听瑶极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他问 你有什么证据说 他们不是夫妻 这可问对人了 孟兴卵不急不缓地继续说 从面相上来看 他们并没有夫妻相 且各自的夫妻宫都连着另外一条线 玄学的解释 听得许多人一头雾水 摸着点门道的人便听懂一二 大师的意思就是他们不认识 甚至连朋友都不是 所以是专业演员了 孟大师威武 这样的就该打假 还说皇者猎人 笑死人了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孟听瑶强颜欢笑 孟小姐 请相信科学 不要传播封建迷信 我说的是否是事实 你自己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孟兴卵语调平淡 却无端给人一股无形的压力 空气陷入一阵静谧中 只有直播间的弹幕不断增加 这时候 妇女说话了 你别口说无凭啊 有本事拿出证据来 我就见不得你 随便冤枉人 她还在死鸭子嘴硬 孟兴卵讥笑地笑了一声 又说 你夫妻宫凹陷 婚姻生活不生协调 有一儿一女 儿子今年十七岁 才从少馆所出来不久 女儿成年了 考上大学 你们却让人退学外出打工 美名其约为弟弟攒彩礼 一字一句 清晰地传进妇女的耳朵里 她不可置信地瞪大眼 似乎不相信 一个陌生人 居然能知道他们家的家事 你 你乱说 孟兴卵又将矛头指向 一脸奸相的男人 你妻妾宫有一粒黑痣 有颗妻之相 我猜得不错的话你 现任妻子 才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吧 那么你旁边这位 后面的话 她点到为止 聪明的网友 已经猜到了她的意思 省流版 这两人是窦完 请过来配合演出的傻逼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那重男轻女 女的怎么了 考上大学了 还不让人读书 她一辈子都被你这个当妈的毁了 我已经取关孟兴卯了 之前看见 她热心地做工艺 原来都是为作秀当铺垫 恶心 垃圾斗完一身黑 牵的都是什么主播 一个个的都有问题 我建议大家都去下载波罗直播 斗完就是个垃圾 直播间的舆论开始一边倒 斗完又买了几批水军 却还是没有扭转局势 孟听瑶还想挣扎 但说了几句都没有人听 就在这时候 她那边传来开门的声音 紧接着 一个男人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了镜头里 眉眼俊朗 五官阴挺 不少眼粉在评论区 胡乱嗷嗷叫 云池 孟听瑶转头还会说话 魏云池便大步走过来 她伸手 拿起女人的手机 直接按了下波键 直播间弹了出去 显示主播已下播 紧接着 有网友看到微博那边斗完 发布了声明 说主播遇到突发情况 迫不得已才提前下播 今天直播间发生的事情 他们会彻查到底 如若连线的那对 男女真的是骗人 那他们将追究法律责任 孟兴兰的后援团 根本不买账 他们继续在评论区 下面带节奏 笑话 以前后援团没成立的时候 孟兴兰遭了多少无辜的谩骂 上次斗完 还想撑孟兴兰的热度 虽然道歉了 但是必须要原谅嘛 就算是孟兴兰原谅了 但是他们没原谅啊 对于他们后续的发展 十分不利 周玉白头疼得揉了揉眉心 满心烦躁 刚才就不应该听信魏允迟的话 放任孟兴兰 继续留在直播间 这下好了 又是一屁股的烂摊子 要收拾 五分钟后 魏允迟带孟兴尧 从直播室里过来 女人眼眶泛着红 咬着唇很委屈 玉白 都怪我搞砸了今天的直播 听着耳边传来的娇弱声 魏允迟将他挡在身后 打断他的话 并说 出了什么事算我头上 是我疏忽大意 我以为孟兴兰他 一提到这个人 魏允迟心底就恨得牙痒痒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魏恒 跟在这个女人屁股后面当小弟 家里的家产老头 还不愿放手 甚至有意 想让魏恒继承 他明明才是魏家的长子 魏恒算美根葱 等他成功继承家业 他第一个制的 就是魏恒 其次才是孟兴兰 周玉白眼神阴沉 周身凝聚着冷意 他默然地盯着魏云池看 嗓音凉薄 豆丸对我来说可有可无 但是你却不一样 就因为我把你当朋友 我才出自入股 但是你每次都一起用事 魏云池突然演气息鼓 脑子里的幻想 瞬间被现实机的粉碎 要是豆丸破产了 老头怎么可能 让他继承家业 岂不是要白白便宜了 魏恒那个臭小子 魏云池眼神发狠 他问 你想怎么做 当晚凌晨 豆丸又发布了一条通知 豆丸直播官方微博V 殷殷殷小朋友突发疾病 是瑶瑶阿才突然下播 希望各位网友谅解 孩子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关于真假夫妻的事 还在彻查中 请耐心等待 以官方消息为准 配图是 孟听瑶跟着单架上了救护车 第二张照片 是他站在手术室前 焦急等待的样子 并且还有一张 对孩子脸部的特写 那是一个瘦巴巴的小女孩 眼睛痛苦地闭着 嘴唇干裂 孟兴卵仔细审视着照片上的女孩 好看得眉心一皱 跳上桌的橘猫也在喵喵叫 这个女孩 天降紫微星啊 第115章 亲女儿就是个扫把星 孟兴卵现身斗玩平台 打假的直播录屏 仅一晚上的时间 播放量就过亿 她的粉丝 直接整齐地 在评论区下面带节奏 孟姐威武 孟姐霸切 孟姐永远低神 她的流量再次上涨 连带着一起带动了 波罗平台所有主播的KPI 股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 圣处理给她发了一个大红包 美名其约 感谢她这个员工 帮她挣了大钱 孟兴卵也不扭捏 直接收下 发了一句谢谢圣哥过去 这时 训远着房门被推开 从外面探进来一个脑袋 宋男竹一张正太脸 因为纠结而皱成了包子 师姐 你还没睡啊 我要是睡了 你能过来 女人一双眼恋咽 好笑地看着她 宋男竹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样 性子也没怎么变 孟兴卵记得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还是个软糯糯的小崽子 当时身体很弱 又有招鬼体质 后来清虚道长 便让宋男竹跟着她 美名其约 那些鬼都怕她 果然 一连几天都没见到过鬼影 从那个时候起 孟兴卵在宋男竹心中的形象 就高大了起来 差不多就跟奥特曼一个性质 现在的宋男竹依然崇拜她 但也很自觉地保持安全距离 宋男竹推门进来 她问 师姐 你看到斗完发的那条动态了吗 看见了 那个女孩 真的是紫薇星吗 宋男竹擅长看向 但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 一时之间有些不确定 是真的 紫薇星是逢凶化级的吉星 放在神话故事里 也可以理解为 神仙下凡 这个女孩的前世不简单啊 虽然现在的状况窘迫 但是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孟兴卵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紫薇星她帮定了 明天 陪我去医院一趟 星号 海城 第一人民医院普通病房内 孟夫已经醒了 整个人都受了一大圈 精神肉眼可见的 变得萎靡起来 她暴躁地将孟母递过来的盒饭 扫到地上 半点没有以前儒雅的样子 吃吃吃 一天除了吃你还会干什么 以前花我的钱去社交 你就不知道 找他们想想办法 孟母也很委屈 家里一夜之间负债上亿 别墅被查封 豪车也被那些要债的抢走了 她的钻石奢侈品 全都成了贬值产品 就算拿去典当 也只够他们半个月的生活 现在一家人吃一顿饭 就要花几百几千 那些十几块的东西 根本难以下咽 你以为我没找 我爸妈他们给了你两百万 结果钱呢 我妹妹丁盈也借给你一百万 你自己填不上 现在又来怪我 你还算什么男人 孟母的一番反驳 让男人顿时哑口无言 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阴沉着一张脸问 瑶瑶没打钱回来 她都还是一个小姑娘 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她为了这个家 都去当主播了 以前听到孟星鸾当主播 他们引以为耻 现在最疼爱的养女 迫不得已去当主播 他们却满是心疼 不得不说 孟家人将双标演绎的淋漓尽致 她有钱去捐款 没钱留门 孟父这几天 也看到了孟听瑶做公益的新闻 以前她很疼 这个女儿 可自从发生那件事后 她就有了改观 或许孟听瑶真的很差劲 要不是她 孟氏也不会平白无故 遭受那么大的骂名 现在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孟听瑶出国两年 是为了堕胎养身体 本来以为 可以一步登天 攀上周家的美梦 煞事破碎 像周家那样的名门 根本不可能让继承人 取一个破烂货 还不如亲女儿孟兴卵呢 这个念头一出 孟父整个人 犹如雷鸡似的一愣 所以 为什么以前 她看不见孟兴卵的优秀之处 她想不明白 旁边 孟母的说话声 打断了她的思绪 我们孟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全都是孟兴卵这个扫把星亥德 当初就不应该把人接回来 他们可以全当没有这个女儿 可现在 说后悔已经晚了 第一次 孟父反驳了这句话 一个巴掌拍不响 难道瑶瑶就没错 她不去招惹孟兴卵 能有后面的事 说完 也不顾孟母震惊的眼神 继续往下说 不管如何 孟兴卵都是我们的亲女儿 哪有亲人有隔夜仇的 你和安安好好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现在与其指望瑶瑶 倒不如跟孟兴卵道个歉 她背后认识盛家 我们至于舔着周家 徐雅 她算个什么东西 孟氏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周母拿掉的 眼神高高在上 似是在看蝼蚁 你记住 你们孟氏破产 都是因为你的两个好女儿 我的然然如今 被冠上杀人犯的罪名 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孟父眼底不满阴狠之色 双拳紧握 孟母张了张口 又将话咽了回去 她说 我和安安上次去京城找过她 结果被轰出来了 这是 孟母一直没和她讲 如今见她想把希望 压在孟兴卵身上 才迫不得已讲出来 希望她认清现实 就算是他们低头道歉 像孟兴卵那样冷漠的人 也根本不可能会伸出援助之手 孟父直言断定 是他们不够诚恳 瑶瑶不是也在京城吗 医院这边我自己可以 你带着安安过去 看下瑶瑶 顺便找孟兴卵谈谈 星号 京城 一日 孟兴卵一早就将宋满竹 从床上挖出来 先给夏安打了电话 让她在医院门口等他们过来 半小时后 两人成功和夏安会合 这家医院的是 夏家的产业 而院长就是夏安的父亲夏大海 他们一家都是行医的 所以 孟兴卵至今都想不明白 当初夏安为什么会被带进道观 抛开疑惑 回到现实 现在网上对音音的关注度很高 医院也承诺将免费为她治疗 孟兴卵问 小孩现在什么情况 昨晚突发懒尾炎 已经做了手术 没什么大碍 只是长期营养不良 夏安和孟兴卵并肩走在一起 一人说一人在听 这般和谐的画面 看在别人眼里 就极为刺眼 病房门口 周玉白默然抬眼看来 第116章 姐姐 你好漂亮呀 男人穿着衬衣 领口的扣子扣到了顶 臂弯处搭着一件西装外套 身形修长 眉眼冷峻 一双眼狭长漆黑 她的目光越过夏安 落在了孟兴卵身上 距离上次直播 她便没有再打扰过孟兴卵 平静的情绪 在此刻开始泛起了涟漪 尤其是看见孟兴卵 和夏安关系亲密的样子 更是不受控制 她努力做到不动声色 医院的护士都认识夏安 点头问好 便又急匆匆地 去到下一个病房 夏安对周玉白很有敌意 但是 毕竟她才是英英名义上的资助人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都是要打招呼的 周先生 我带孟小姐 过来看看英英 病房里面 孟听瑶正在弯腰 替小孩擦拭着身体 旁边有一台摄像机 记录着这一切 孟兴卵偏头 透过门上的方形玻璃 看进去 鸡翘的勾唇 果然还是狗改不了吃屎 做工艺 实则只是作秀 想要用好的名声 压以前爆出来的污点罢了 周玉白敏唇 不动声色 她深深地看了孟兴卵一眼 还未说话 宋男竹就提着牛奶和果兰 匆匆走过来 孟姐 我买的QQ新儿童牛奶 茵茵应该爱喝吧 水果都是空运过来的 补充身体维生素 少年声音红亮 响彻整个走廊 周玉白 周玉白有人来看她 茵茵应该会很开心 伴随着男人的话音落下 夏安先敲了敲门 而后才带着人进去 茵茵我买看你了 听到这个声音 背对着他们的孟听瑶 身体骤然一僵 她偏头朝着摄影师使了个眼色 对方会议后 直接关掉了摄像机 并且快速离开了病房 准备回去加快剪辑 然后发布到网上 孟听瑶稳住心态 给自己做好了一番心理建设 而后才转身 玉白 他们 柔弱的女生 给人一种角柔造作的感觉 周玉白说 他们过来看茵茵 小孩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头发干枯 巴掌般大小的脸 苍白一片 嘴唇干裂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 羞怯地看向宋男竹 你就是茵茵吧 长得真好看 这是哥哥给你买的水果和牛奶 宋男竹灿烂的笑容 获得了小孩的好感 孟听瑶被少年挤到了一边 他捏紧手 笑容变得都有些扭曲 他故意走到周玉白身边 像是在和孟兴卵宣誓主权似的 然而对方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静止走到小孩病床前 茵茵的目光 下意识地飘到了孟兴卵身上 他呆呆地看着孟兴卵 是仙女吗 好漂亮 姐 姐姐 你好漂亮 话一出 整个病房都安静了下来 孟听瑶差点没绷住 明明他对音音那么好 音音却没对他说过这句话 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孟听瑶眼底都摧满了恶毒的神色 但他很快低头掩饰过去 注意到他的异样 周玉白低头看了他一眼 倒也没问什么 你也很漂亮 孟兴卵眉眼间的冷色 退去了一些 明明看起来还是遥不可及 但音音莫名地感到很亲切 他羞涩地捏紧背脚 苍白的脸上多出了两朵红云 下安替他重新换了输液的掉瓶 伸出手温柔地揉了揉他的脑袋 哥哥今天中午给音音带白肘好吗 等过几天就可以吃别的东西了 音音从来没被这么多人关心过 一时之间眼眶酸涩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即便身体很痛 他还是努力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好 谢谢哥哥姐姐 一旁的孟听瑶看得咬牙切齿 他重新调整了一下情绪 走上前说 音音的身体还没恢复好 医生说了需要好好休息 言外之意就是让孟兴卵他们赶紧离开 宋男竹瞥他一眼 怎么 你比我三师兄还懂 孟听瑶笑容一僵 这该死的宋男竹 不说话你会死啊 偏偏音音也摇头说着不累 孟姐姐 我不累的 你别担心 孟听瑶 我管你累不累 听不懂我是想借此喊他们走吗 还不等他再组织措辞 手机便响了 看着屏幕上闪烁着的两个字 孟听瑶犹豫了几下 还是选择了挂断周玉白看他 怎么不接 听到男人的询问 孟听瑶说 不是什么要紧的电话 可刚说完 电话又来了 这次不等他挂断 周玉白已经帮他按下了接听键 接吧 孟阿姨肯定有急事找你 孟听瑶只觉得拿了个烫手山芋 甩也甩不掉 无奈 只有先离开病房接电话 病房外 手机里传来孟母质问的声音 瑶瑶 怎么把电话挂了 妈 我不小心摁到了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已经和玉白说了 她会帮助家里 瑶瑶 你现在在哪里 我和阿安过来看看你 孟听瑶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她想让母亲和弟弟别来 可对方说 已经在京城的机场了 无奈 孟听瑶不得不准备去接他们 又待了半个小时 孟兴兰才准备离开 临走前她 塞给音音一个小指人 悄悄在她耳边说 晚上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再玩 音音闻到 从孟兴兰身上传来的香味 红着小脸点头 漂亮姐姐 你还会来看音音吗 小孩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乌黑城车的眼睛里 装满了西记 孟兴兰歪眼 当然会 夏安看着平易近人的孟兴兰 忍不住嘖嘖称奇 想当初 他们师兄弟几个 可都挨过孟兴兰的拳头 何时看见过她这么温柔的一面 三人离开 周玉白也接到一通电话 准备回分公司 四人一起坐电梯下去 气氛静靡沉默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等到了一楼 孟兴兰率先出去 因为是周一 医院大厅里的人非常多 四人的高颜值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医院外 一辆家常版兵力 停在大门口 紧接着 从后面下来一个身形修长 五官俊美的青年 她肤色透着病态白 阳光下 宛若从漫画里走出来似的 在看见孟兴兰的身影 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 她好看的眉头顷刻舒缓 下一秒便大步走过去 第117章 前夫和追求者的修罗场 谢彦慈实在是太过于瞩目 尤其是她周身透出的雷弱感 更不容易让人生出 一丝一毫的防备心 因为她看起来 就不像是长命的样子 孟小姐好巧 你也在医院 是生病了吗 男人低沉轻裂的嗓音 隐隐透出一丝关切之色 眉眼清倦 一双锐凤眼 直勾勾地盯着你 如若换做常人 只怕已经脸红心跳 试问一下 你被一个长相俊美的男人盯着 能不害羞吗 孟星鸾就不是正常人 她几乎对美色免疫 当初能对周玉白死心塌地脸 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 谢彦慈的美人计 直接宣布失败 但她并没生出挫败胆 反倒对孟星鸾更加感兴趣 男人收回心里的小心思 耳边传来孟星鸾冷淡的声音 没有 只是过来看个子 小孩 女人面不改色地 将紫卫星三字验回去 谢彦慈了然 她昨天晚上 看见过斗丸发布的最新通告 孟听瑶突然下播 是因为公益活动里的 阴阴突发疾病 愣是半字不提 那对夫妻 是他们请来的素人演员 谢彦慈压下眼底涌上来的冷色 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她眼角的余光 扫到了一边爱眼多余的周玉白 故意说 多谢孟小姐的救命之恩 等我复查完 可以邀请你一起吃晚饭吗 此话一出 一直沉默着的周玉白 眼底漠然划过一丝怒涩 她危险地眯起眼眸 两个男人的暗自争锋 悄悄开启 夏安和宋男竹 当然站在谢彦慈那边 大家都是男人 怎么看不出 她对他们师姐 有男女方面的意思 虽然谢彦慈身体弱了点 但是长得好看啊 家世也显赫 和周玉白旗鼓相当 但有一点谢彦慈完胜 那便是不扎 据说连女朋友都没谈过 这样守难得的男人 才勉强配得上他们孟姐好吗 死渣男 莫来沾边 宋男竹在旁帮腔 师姐 我们不要拒绝人家的好意啊 你救了她的命 吃顿饭是应该的 白嫖的晚餐就是香啊 夏安 她要是真不知道宋男竹的身份 她可能真的会认为 对方是那种贫穷 爱占小便宜的人 夏安 师姐 一起去吃个饭吧 孟兴鸾本来就没想拒绝 现在两个师弟都这么说了 那就更没拒绝的理由了 好啊 女人欣然同意 周玉白的面色 肉眼可见地阴沉下来 她想说什么 但又不知以什么立场来说 如果直言蒋谢厌词不怀好意 以孟兴鸾如今厌恶的态度来看 她肯定会不信 一时之间 烦躁直接充斥在整个心间 她不想让孟兴鸾去 你 眼见人要走 周玉白刚皱着眉头吐出一个字 下一秒 眼前的视线就被夏安挡住 男人银色的短碎发 在阳光的照耀下 似是闪着光 英俊的面容上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周先生 我突然想起 还有点事情没跟你说 英英 周玉白 她绝对是故意的 最后 男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孟兴鸾和宋男竹离开 英英要好好补充营养 差不多就这些 周玉白阴沉着一张脸 太阳雪猛地一跳 这些话 医生早就说过了 夏安是当他蠢 看着男人吃瘪的样子 夏安心头一阵舒爽 渣男 活该 离了婚 就应该好好充当死人的角色 突然诈尸出来 阻挡师姐致富和奔向幸福的道路 很缺德的好吗 夏安再次微笑离开 徒留下周玉白一个人站在原地 身后 已经走出医院的谢彦慈突然折返了回来 她上下审视了男人几眼 片刻后 漆黑的眼中写满了机窍 与刚才温润绅士的模样大相径庭 周总应该听过一句话吧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这话似曾相识 之前 魏恒也对她说过 周玉白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她转身和谢彦慈平视 看着男人苍白雷弱的身体 忽而笑了 嗓音低沉 语气笃定 你不是梦星鸾会喜欢的类型 这样的男人 一看就是病秧子 肩不能抗手不能提 甚至还有可能一年早逝 谁愿意年纪轻轻 就背上寡妇的名头 再说了 她凭什么 以一副主人的样子来警告她 称呼都还是梦小姐 这不是纯属有病吗 周玉白毫不畏惧地 对上谢彦慈的眼睛 两人之间的氛围 顿时变得剑拔弩张了起来 下一秒 谢彦慈说 不喜欢我 难道会喜欢 你这个一心己用的渣男 渣男这词 周玉白听过很多次 但是突然从同性口中听到 仍旧感到十分气愤 周玉白的拳头已经握紧 如若不是自制力强 只怕拳头已经落在了对方的身上 谢彦慈 他冰冷着 在心底重复着这个名字 暗自记下 随意污蔑人 就是你们谢家的作派 谢彦慈不经常在各内场合露面 周玉白也是偶然间见过一次 但他对谢彦川的印象颇深 那是个值得警惕的对手 谢彦慈毫不客气的扬眉 对了回去 心里装着其他人 又对前妻死缠烂打 是你们周家的作派 周玉白 谢彦慈现在看他 哪都觉得碍眼 拥有梦星鸾时不珍惜 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不好意思 他要截胡了 临走前 谢彦慈冷漠地留下一句话 希望周总你好自为之 看着男人修长单薄的背影 消失在视线内后 周玉白打了一通电话 一天内 我要谢彦慈全部的资料 越详细越好 有感情经历 那就更好 这话直接将爸总的气质 拿捏得死死的 另外一边 孟听瑶已经接到了 孟母和孟金安 他先是维持乖女儿 和好姐姐的人设 对他们嘘寒问暖了一番 然后才明里暗里的暗示 他们自己最近很忙 所以大概率不能招待他们 孟金安双手插兜 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姐 你忙你的吧 我和妈这次 主要是来找孟星鸾的 闻言 孟听瑶心一跳 他若无其事地问 找姐姐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爸让我们去求他 高抬贵手揉了孟家 求他 这辈子都不可能 带两人去酒店休息的时候 孟听瑶接到了周玉白的电话 对方让他晚上打扮漂亮点 他要带他出去吃饭 孟听瑶的心情 一下子高兴起来 他不知道的是 周玉白晚上带他去的地点 就是孟星鸾和谢彦慈 要去的那家餐厅 第118章 前夫有跟踪人的癖好 夜色渐浓 整座京城都被笼罩其中 霓虹灯亮起 人流如潮 车水马龙 市中心的五星级餐厅内 谢彦慈提前预定了一个包厢 他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衫 袖口挽了一截上去 露出精瘦苍白的小臂 长腿笔直 净一米九的身高光站在 那就莫名让人觉得 有一股压迫感 五官俊美清俊 眉眼间含着一丝 漫不经心的神情 餐厅一楼 无数过路人都忍不住 频频回头看 甚至有人还拿出手机 对着他偷拍 然后发到姐妹群里 发出土拨鼠般尖叫 太帅了 身材那么好 难道是模特 还是哪家娱乐公司 新签的练习小生 有人在闺蜜的鼓动下 想要上前要联系方式 但刚走出几步 就看见一个长相绝美的女人 朝着男人走去 两人看起来似乎认识 难道是情侣 原来有对象了呀 这个结论 让女生顿时泄气 正准备惋惜地拉着闺蜜走 却突然听见她惊喜的大叫 那是孟大师 孟大师 对啊对啊 就是我最近和你讲会算命的 那个主播 她超级厉害 还独自抓过杀人犯 简直就是 我被女性的楷模 闺蜜言语间堆满了崇拜 她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 对准孟兴卵连拍了几张 而后才心满意足地关掉手机 你喜欢你 怎么不上去要一张合照 闺蜜给了她一个看白痴的眼神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傻 那个帅哥 肯定是大师的男朋友 人家在约会 我上去 岂不是打扰人家的二人世界了 有缘的话 下次肯定还能遇到 孟兴卵并不知自己 只是和谢彦慈简单地吃个饭 居然会被人误会成情侣关系 两人一起坐电梯上去 你师弟没有和你一起过来吗 谢彦慈嗓音低沉 明知故问 早在几个小时前 他就让人去给宋南竹和夏安找事做 于是 四人的晚餐 变成了两个人的晚餐 这点孟兴卵一无所知 他道 有事来不了 谢彦慈 露出一副遗憾的表情 那只能下次了 一出电梯 外面就等着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 他礼貌地说 谢先生 请跟我来 两人跟在他后面 向包厢走去 这层楼都是餐厅的高级 VIP包厢 能订到这里的 不是有钱 便是有权 谢彦慈属于二者兼有 另外一边 周玉白带着孟听瑶 同时来到了这边 女人画着精致的妆容 身材苗条 穿着抹胸长裙 清秀的小脸 充满羞涩 温柔的笑意 他和周玉白并肩走在一起 对于周围其他人 投来的极度羡慕的目光 他感到十分享受 看吧 能站在这么帅气 优秀男人身边的 只有他孟听瑶 你们就羡慕去吧 玉白 云池没有一起来吗 耳边传来他娇柔的询问声 周玉白一脸冷淡 随口反问一句 一定要有他吗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句话 让孟听瑶心里乐开了花 平时他跟魏云池走得很近 但周玉白从未说过什么 今天是在吃醋吗 孟听瑶克制住内心的喜悦 矜持着摇头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 走吧 冷漠的两个字 成功让孟听瑶闭嘴 两人来到和孟兴卵 他们所在的楼层 服务生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礼貌地说 周先生 谢先生 他们在1507包厢 就在你们隔壁 听见这话 孟听瑶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僵住了 谢先生 哪个谢先生 不等他想明白 周玉白已经走出去几步了 看着距离自己 越来越远的背影 孟听瑶心中的喜悦 一下子荡然无存 他感到隐隐不安 一颗心慌乱到乱跳个不停 片刻 他委屈地咬唇 提着裙摆小跑跟上去 周玉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明明是他邀请自己 一起吃晚餐的 可现在又不等他 就算是吃醋 也不应该忽视他 而且 那个谢先生到底是谁 为什么周玉白 会和一个服务生打听 在进包厢前 男人递给服务生 一达数目可观的现金小费 服务生眼睛一亮 诚恳地道谢 多谢周先生 这里的小费 可抵他两个月的工资了 周先生简直就是个大善人 只需要帮他注意一下 隔壁谢先生 就能获得一笔不菲的小费 这不是善人是什么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但那不是他一个普通人 可以知道的 今晚回去 可以带女朋友 去买他喜欢的包了 服务生开心地退了出去 孟廷瑶全程目睹 他最后还是没忍住 问 玉白 谢先生是谁 是你的朋友吗 周玉白将西装外套脱掉 随手挂在了旁边的衣架上 冷峻的脸 没什么情绪起伏 随口道 你不需要认识 孟廷瑶更委屈了 他双手搭在膝盖上 掌心发凉 头微垂 小生说 对不起 是我多嘴了 如果换作平时 周玉白可能还会多解释一句 可现在 他一心的注意力都在隔壁 谢彦慈拥有两幅面孔 明明邀请的 还有宋男竹和夏安 可服务生说了 来的人只有孟兴鸾一人 同样作为男人 对方的心思不言而喻 虽然和孟兴鸾离婚了 但是他们认识这么久 他也不忍心看到 利用 现在只有这一个原因 能说服周玉白自己 十五分钟后 周玉白似乎听见了 外面走路的声音 当即便起身 玉白 你去哪 我去个洗手间 你先吃 说完 也不顾女人脸上错愕 受伤的表情 静止出去 洗手间外 孟兴鸾弯腰洗手 身后突然笼罩下一团阴影 他头也不抬 击翘的勾唇 原来周先生 也有跟踪人的癖好啊 第119章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洗手台是男女共用 偌大的镜子 被擦得一尘不染 里面清晰地 倒映出两人的身形 水声哗啦啦地 骤然停止 周围安静地 似乎连根针 都能听见周玉白耳边 回荡着孟兴鸾的声音 他眼底的情绪复杂 片刻后才皱眉说 我带瑶瑶过来吃饭 言外之意 就是没有跟踪 是孟兴鸾自作多情 男人仔细审视着 孟兴鸾的面部表情 对方只是挑眉勾唇 用一种嘲讽的眼神看他 这样的眼神 他并不陌生 自和孟兴鸾离婚后 他们见面 都是充满了火药味 结婚前 他只当孟兴鸾是妹妹 可最后却被逼迫娶她 再加上外面对他的风评 周玉白对他很厌恶 所以 结婚后一年到头 都很少回家 就算回 也不会通房睡 但节日 他都会让助理给他准备礼物 一份给远在国外的孟兴鸟 一份给他 在礼数上 他从未吝啬过 所以 孟兴鸾现在的这个态度 最清楚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孟兴鸾也懒得与他争辩 他与男人擦肩而过时 脚步一顿 嗓音输了 你也别打着为我好的旗号 多管闲事 我不蠢 再说了 周偏然现在被冠上 顾凶杀人的罪名 也是我推波助澜 与其在我这里假惺惺 倒不如想想 怎么捞你妹妹吧 你也不想周家 出个杀人犯 对吧 最后一句话 女生充斥着玩味之色 他也不管身后的男人什么表情 静止大步离开了洗手间 从早上碰面开始 他就有预感 晚上会碰见周玉白 男人的行为 在他看来 就是纯属犯件 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 孟兴鸾当然不会自恋地认为 周玉白是突然醒悟 发现他爱他 如果真爱 两年的婚姻 也不会连一点进步都没有 走廊外 孟兴鸾碰见了过来 找周玉白的孟听瑶 对方看见他时 脸上的表情 明显僵硬住了 甚至 还能撑得上难看 一时之间 所有的细节全都会聚在一起 孟听瑶猛地明白过来 难怪周玉白会突然主动提出 请他吃饭 原来只是想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和孟兴鸾碰面 女人的五官 煞事变得疯狂扭曲起来 他恶狠狠地低声问 你和玉白干了什么 突然跑出来的拦路狗 让孟兴鸾起了戏弄的意思 他故意用手背擦了擦红唇 嗓音散漫 你猜 孟听瑶差点气爆炸 他盯着孟兴鸾的唇 恨不得用刀割下来 以解心头之恨 孟兴鸾从他身边走过 冷吃一声 直接将孟听瑶忽视了得彻底 他掐紧掌心 气得浑身发抖 可下一秒 周玉白的声音从头顶响起 你怎么出来了 我 我只是来洗个手 女人的声音里透露出慌乱 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可周玉白的心思并不在他身上 随口敷衍了一句便往包间走 孟听瑶又委屈又气愤 明明都离婚了 为什么孟兴鸾那个狐妹子 还要来勾引他的男人 明明他才是周玉白的初恋女人 眼底极度的火焰熊熊燃烧着 他看着周玉白离开的背影 一口鸣鸦咬得稀碎 他现在还没有名分 和周玉白表白 也被他用其他话题插开 所以 玉白是真的喜欢上了孟兴鸾 这个答案让孟听瑶很害怕 他现在唯一的靠山 就只有周玉白了 孟家倒台 他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往上爬 周玉白必须是他的囊中之物 孟听瑶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只要能成 他便能一步登天 星号 孟兴鸾重新回到包厢 男人抬眼看过来 他那双漆黑的眼 似乎洞悉了一切 但什么也没问 而是温和地问了别的问题 一顿饭吃的还算愉快 谢彦慈待人身是很有分寸 就算是喜欢 也没有半点愉悦的行为 他将人送到到关门口 目送着人进去以后 才让司机驱车返回 窗外的景物 飞快地向后消失 男人咳嗽了几声 满脸苍白 他接到了继持的电话 哥 你让我查的事情 我已经查到了 孟大师说得果然没错 那对夫妻就是假的 孟听瑶直播的前一天 他们各自的账户里 都多了一笔钱 金额都一模一样 还自称什么说谎者猎人 他看就是一片子猎人差不多 真是笑死人 没能力 还要立这么个人设 好好走其他路线不好吗 谢彦慈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他让继持用匿名的方式 将这些消息发布到网上 再买一批水军煽风点火 孟听瑶直接又添一个黑点 继持动作迅速 在营销号刚剪辑发出 孟听瑶悉心照顾音音的视频后 他才将假夫妻的证据放到网上 他自己买了十几批水军 和上百万的流量 没一会儿 这个帖子就已经登上了微博热搜 当事人对此并不知情 还在找理由让周玉白送他回家 豪车上 周玉白和孟听瑶并排坐 中间隔了很大的距离 他问 伯母他们在公寓里吗 孟听瑶的眼神飘忽了一下 面不改色地回道 没有 公寓太小 我怕妈妈和弟弟住得不习惯 我订了酒店的包房 说完 女人便小心翼翼地去看周玉白的脸色 对方神情冷淡 对于她的话并没出现什么别的情绪 孟听瑶这才放心 周玉白说 现在我要去医院看音音 等会儿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孟听瑶能感觉到 对方对她的友谊疏远 她将这一切都归咎在了孟兴卵身上 心底阴暗的情绪不断翻涌 半晌后 她的理智才重新回笼 她说 玉白 我也想去看音音 事业 京城医院 2180病房里亮着一盏台灯 气氛显得十分顾忌 音音缩在被子里 毫无睡意 她拿出白天梦星鸾给她的小指人 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好奇地盯着她看 下一秒 摊在她掌心的小指人突然站了起来 就像被灌了魔法活过来了似的 音音震惊又惊喜的张大嘴巴 她看着小指人在她手里跳舞 脸上的笑容就没停下来过 可下一秒 活蹦乱跳的指人突然又变回了原样 毫无生机地躺在她手里 紧接着 病房门被人从外推开 来人脚步刻意放得很轻 她高大的影子被印在墙上 最后停在了音音的病床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第120章 孟听瑶要倒大霉了 音音的一颗心扑通扑通地开始狂跳 她下意识地闭上眼睛装睡 眼睫颤抖着 暴露了她此刻害怕的心情 来的这个人 她肯定不认识 她天生嗅觉比较灵敏 这个人身上的味道很陌生 这么晚了 谁会来她的病房 音音动也不敢动 被子下的手紧紧地抓着孟心鸾 送给她的小指人 舒锦盛仔细盯着小孩的脸 细长的眼睛里 划过一丝贪婪的光 父亲果然没说错 这个女孩的面相就是紫微星 如若能将这种命格 一换到她自己身上 一想到这种结果 舒锦盛的呼吸 都漠然变得粗重起来 她拿出父亲给的一张符纸 单手默念咒语 下一秒黄色的纸张顺然 火光摇曳 空气中都染上了一股浓浓的烧焦味 眼看着灰烬要落在音音的脸上 突然刮起一道冷风 窗帘被吹得在空中飞舞 舒锦盛单手挡在眼前 那些落下的灰烬全都被吹散 飘落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音音手中攥着的小指人 奋力钻了出来 单薄的纸片站在被子上 看着不怀好意的男人 她又呼呼地开始吹气 舒锦盛阴毒地眯眼 呵 雕虫小剑 她丝毫不将小指人放在眼里 她伸手就要去抓 却被扑了个空 这时 装睡得音音睁开眼 她快被吓哭了 但仍旧颤抖着声音大吼 你是谁 你不要伤害她 小孩的声音尖锐 直接回荡在整个病房内 舒锦盛耳朵一动 意识到不好 她恶狠狠地看了音音一眼 留下一句狠话 便快速离开 这次算你走运 病房里重新恢复到安静 音音被吓得面色苍白 舒叶的那只手 因为刚才用力而脱针 手背冒着血珠 纸片人跳到她的肩膀上 安慰似的蹭了蹭她的脸 接着就轻飘飘地掉落下来 恢复成了普通纸片 病房门又被推开 音音的神经顿时又紧绷了起来 她凭住呼吸 紧张得看向门口 音音 你还没睡吗 孟听瑶的声音 伴随着骤亮的灯光响起 音音顿时眼眶一热 孟姐姐 呜啊 突如其来的哭声 让两人措手不及 孟听瑶赶紧走过去 心疼地将小孩抱在怀里 柔声安慰 怎么了音音 是害怕吗 别怕别怕 姐姐在这里 周玉白站在旁边 垂眼看着一大衣小 孟听瑶的这副模样 渐渐与记忆中的人重叠 以前的孟听瑶也是这般模样 耐心 温柔就连照顾出车祸的她 也是忙上忙下 所以她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今晚因为孟心鸾 她知道自己伤了孟听瑶 可刚才不觉得愧疚 但现在 周玉白缓和了一点语气 瑶瑶 你在这里陪着音音 我去叫护士过来重新扎针 孟听瑶多敏感的一个人 自然察觉到了 男人语气都不同 她压下心中的一抹雀跃 故意担忧地皱着眉 双手紧紧地抱住音音 好 等周玉白走后 音音才带着哭腔 断断续续地说 刚才有个 坏人 伤害音音的指人 指人 什么指人 单纯的音音讲 手里的纸片展示在孟听瑶面前 这是仙女姐姐给我的 不等音音说完 孟听瑶就已经抢走了她手里的东西 音音顿时一急 孟姐姐 你还给 音音 音音 你听姐姐跟你说 你之所以遇到坏人 就是因为这个 孟听瑶压下心里的极度 一本正经地 开始胡编乱造 她双手抓住音音的肩膀 表情认真 虽然我知道 说出实话你很难接受 但这就是事实 你口中的漂亮姐姐 不是好人 她是坏人 音音不信 她试图和孟听瑶解释 不是这样的 刚刚是纸片人保护我 看着自己资助的小孩 这么护着自己的敌人 孟听瑶恨不得 直接抽音音几个大耳霸 但理智告诉她 不能这样做 女人深呼吸一口气 她问 音音 我对你好不好 音音在这次公益活动里 之所以被她们重点关注 完全是因为她的天赋 山村老师说了 这孩子的四肢特别协调 柔韧性 平衡性很好 并且在对音乐的理解上 有着别样的天赋 如果好好培养 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一个 优秀的运动员出来 现在不是有一个项目叫花华吗 音音的条件完全适合 作为走在资本主义前端的人 周玉白肯定不会平白 无故花太多的心思 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面前 一个对她没有任何益处的人 不值得她费心思去培养 可如果其中有对自己 未来有利的苗子 那定然是不会放过的 音音就是其中之一 孟姐姐你对我很好 但是 你知道我对你好不会害你就是了 你要听姐姐的话 不然姐姐不要你了 说最后一句话的同时 孟听瑶将指人撕成了四块 心中的快意一闪而过 音音明亮的眼睛顿时暗淡了下去 她现在有点不想看见孟姐姐 明明就是小指人救了她 过了两分钟 护士重新过来给音音扎针 孟听瑶原本想陪同的 但被周玉白叫到了病房外 她把手机递给孟听瑶 后者不明所以 但等看清上面的内容时 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玉白 有人在背后搞斗完 这几天你好好陪陪伯母他们 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星号 与此同时 菩提到罐内 孟星鸾收到了下安发过来的一段监控视频 和一张人脸的截图 经过高清处理 人看得十分清楚 宋男竹凑过来左看右看 也没见过这人 世界 这是谁啊 孟星鸾一边转发消息给卫衡 让他查一下这人的资料 一边回答 可能跟特殊部门有关系 音音的照片暴露在了全网 她是紫微星的事情 肯定不止他们知道 但凡有点本事的人都看得出来 今天 孟星鸾算出音音命中有这一劫 故儿才留下了一个小指人 现在 感受不到小指人气息的孟星鸾 唇角上扬 牟中闪过一丝恶趣味 撕毁他指人的那个人 要倒大霉了呀